枯藤老树,没有婚丫。狂风乱雪,也没有人家。离开黄极小镇,李晨安一行在这关道上走了足足四天。天地间死寂一片,仿佛走入了一个错乱的空间。李晨安心里是觉得有些怪异的。这一路而来并不是在崇山峻岭之间。虽有丘陵忽现,但绝大部分依旧平坦。为什么就没有人家呢?被雪覆盖的那大片的地方,也不知道是田地还是荒原。 若是田地,这得有多少情?若是荒原,开肯出来一年得产出多少粮食?他第一次意识到宁国的人口之稀少。在这样的一个极为落后的时代,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一个国家想要人口得以大幅增长,首先就必须稳定。其次是要让所有百姓吃饱、穿暖、无忧,这晚上也没别的夜生活,他们自然就会生娃。可现在,现在的宁国处于兵荒马乱的边缘。 四面有强敌,各地有匪患,内部还有更凶恶的奸贼。京都的官员虽然被彻底地洗了一遍,但五到七十二周和他们,这就像一个全身都是病的人,虽然换了的脑子,但手脚依旧都是浓疮。 这必然需要在全国来一次大清醒。而江南之地是整个宁国重中之重。这第一刀就必须落在江南。不管是江南的江湖,还是江南的官场。 李晨安在颠簸的马背上完善着江南之行的计划。萧包子似乎已习惯了腰间紧紧环抱的那双手。他依旧眯着眼。这样能让他将前方看得更清晰一些。 他就这么感受着后背传来的那个男人的温暖。他轻轻地挥舞着手里的马鞭,忽然觉得这样骑马比骑律来得更舒服一些。 暮色降临。前方有一片昏暗的灯光出现。那是广陵州与平江州交界的一座城池。它叫旺江城。到了这里,距离州庄大致还有五天角城。李晨安一行老老实实交了入城睡进了这座城。五人五马漫漫悠悠地走着旺江城的街道上。不多时,李晨安看见了一处颇为气派的客栈。他顿时一乐,他又叫越来客栈。就住这了。五人下马,也由小二极为热情地迎接了过来。 客官,一路辛苦。好俊的马。客官,将马交给小人,小人保证将他们事后得好好的。说着这话,他从肖包子手上接过了缰绳,冲着里面吼了一嗓子。老板娘,接客。他话音刚落,一个三十余岁颇有风韵的妇人一脸喜意地从客栈里冲了出来。哎呦,稀客。哎呀,好俊俏的公子小姐,快快快,里面请,外面这么冷,可不要将这娇滴滴的小姐给冻坏了。 瞧瞧,大地方就是不一样。这应该不会再是什么黑店了吧?一行人走了进去,顿时感到一股扑面来的温暖。 里晨安打量了一下这大堂,庄点当然算不上考究,不过也还大气。 整个大堂除了一侧的柜台之外,还摆着六张桌子。此刻的人却并不多,仅仅只有两张桌子前坐的友人。其中一张坐着六个人正在喝酒。一看,似乎都是江湖中人。因为他们背着剑,也或者在桌上放着刀。最里面那一张桌子,是个例外。那张桌子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子。老的背朝着里晨安看不出年岁。那少年面色白净,穿着一身青色棉袍如衫, 还带着一顶如冠,十七八岁的样子,估摸着是个秀才。他们没有背剑,也没有垮刀。那老者背上背着的是一口琴霞,估摸着是那少年的蒲丛。李晨安收回了视线,那老板娘已站在了柜台后面,笑眯眯问道,公子,本店正好还有上房三间?你们五人,您看如何?行,多少钱一间?公子,便宜得很,一间上房也就二两银子。似乎看到李晨安脸上的惊讶。 他连忙又道,公子,可值了。咱这上房里开窗,便能看见秀江。秀江东景纳,可是一决。另外,咱这上房十二时辰的炭火不断,公子一瞧就贵不可言。当不知道精髓的炭价可不便宜。还有咱这上房呀,随时供应热水,公子只需要吼一声,自有下人给你们送到房里来。若是还觉得不够暖和,还可再添被褥。放心,可都是崭新的。乔公子们这一路,从广陵那边来的吧? 那一大段路数百里,可都没有人烟。莫要说像公子,这么斯文的人,就是江湖中的那些侠士,从那边来到了这里,也累得够呛。 二两银子,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再吃上一顿,咱这厨房里的好酒好菜,再往那温暖的床上一躺。 这小娘子是公子的夫人吧?萧包子没有否定,老板娘顿时舌菜莲花,一看就是。好有夫妻像!小两口往那被窝里一滚。 则则则,那当真就是神仙?不,还赛过了神仙。 一张如黄巧舌嘴,说得萧包子心花怒放。 她的话音刚落,萧包子已从怀中取出了一定十两的银子。 她放在了柜台上,她的那双细长的眉眼微微一条,极为淡定地说道,就三肩上风。 又豪气地补了一句,不用找了。 女老板顿时眉开眼笑地取了那定银子,原来是少夫人主内。 极吼,旺财又旺嫁,还望后人。 这往后呀,公子夫人定然而女满堂,鸿福齐天。 公子夫人稍等,她转头冲着二楼上吼了一嗓子。 天字上房三间,小不点,快来带客人上去歇歇。 好脸!一年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登登登从楼上跑了下来。 李晨安却呼地向那老板娘问了一句,那一段数百里的路,有山有水有田有地, 咋就没有人烟呢?老板娘看了看李晨安,又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才低声说道,抽丁!前些年朝廷要人打仗,一家伙将壮年南丁给抽了得干干净净。 而后又来了一股土匪,从黄平小镇那地方开始,到咱们这望江城,那条山叫土龙山。 这两年,那山里有一股足足百余人的汉匪,那些村落里就剩下些幼童老骆和女人,这哪里挡得住土匪的抢掠? 自然也就都搬走了。 公子,你们也是运气好,许是这大雪封了山,不然啊,走这条路,若是不请了镖局的人护送,都会凶多吉少。 哦,李晨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着那个叫小不点的小姑娘上了二层楼,坐在堂仔最里面的那个少年此刻扭过头去,看了看李晨安等人的背影。 他对面的那个老者也抬起了头来看了一眼,而后一老一哨二人又若无其事地喝酒,吃菜。 另一边那一桌的那六个彪悍的江湖中人此刻端起了酒杯,彼此会议地对视一眼,大嘴一张,一碗酒下肚。 宁楚楚,眼里放出了金光,肥羊,一群没有江湖经验的肥羊,江北,锦鸣山下。 宁楚楚看着一地的尸体,还有那足足百余辆马车的粮草,以及那些战战兢兢的车把士们,他也咧嘴笑了起来。 肥羊? 还是晨安说得对,要想报复,果真不能去走寻长路。 走走走,继续找肥羊。 宁楚楚再次验证了这发财致富的门路,于是对打劫上了瘾。 他开动了脑子,将人员一分为三,找羊的去找羊,追羊的去追羊,卖羊的去卖羊,带着那么多的粮草太不方便,会拖慢队伍的速度,也会分散打劫的主力。 带银子跑,当然更方便一些。 于是乎,整个江北州的那些离成像封县而去的府兵们,就迎来了他们的噩梦。 不过这才刚刚开始。 江南道的倒台于万知和江南道大都督送石鸣上不知道。 李晨安当然更不知道。 越来客战。 二楼,小不点带着李晨安五人登楼而上。 天字三号房,阿姆河王正浩轩自觉地走了进去。 天字二号房,小五当然也走了进去。 李晨安台步,呼得被萧包子一扯。 小五进门,李晨安一个裂剑。 小五转身,愕然,门口已没有了李晨安和那萧姑娘的影子。 他摇了摇头,咧嘴一笑,关上了门。 天字一号房,萧包子牵着他的牛走了进去。 他回头,看了看那小不点,从怀中取出了一定一两的碎银给了那小姑娘。 你叫小不点? 嗯。 那待会,你叫人给我们送两桶沐浴的热水来。 小不点紧紧地拽着这碎银,狠狠地点了点头。 奴婢这就去。 稍等,你再让厨房给我们做一桌子好菜,但我们大致地把食肾才下去吃,可不能凉了。 夫人放心,奴婢这就去给夫人安排得妥妥的。 夫人少爷稍事休息,若是觉得炭火不够暖和,奴婢再给你们取一盆来。 嗯,炭火就不必了,你去吧。 母币多谢夫人。 小不点到了个万福,顺手就带上了这房门,喜滋滋地走了。 小宝子嘎质疑下上了门栓,转身,瞅了一眼李承安那猥琐的眼神。 他眉梢一阳,与李承安错身而过,砰,得一家伙就将自己丢在了床上。 他望着屋顶,嘴角样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赶了这么远的路,受了那么多的苦,这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吧。 这床柔软,躺着舒服。 待会再舒舒服服地洗个澡,脑回路不太一样的削包子,开始了美妙的遐想。 李承安心里也觉得此间的气氛太微妙。 若是他还不懂,那当真就是禽兽不如了。 来到了这个世界大半年,而今还是个虫儿,这确实也不太说得过去。 所以,他不介意,甚至心里同样很是期待。 他比较怀疑一件事,自己这灵魂穿越而来,占有了尔金这具身体。 按照道理讲,李英不会影响自己留下后人。 但李英是一回事,最终会不会受到影响,又是另一回事。 本着科学的态度,这种事需要经过验证。 原本当然是想要等着钟离弱水的病好了,等着他再长大一些,再行验证的。 现在嘛,这是可以提前许多。 就在李晨安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床上忽有浅浅的呼噜声传来。 他定睛一看。 好吧,那女人已睡得像一头猪一样。 小二送来洗澡水的敲门声,没有惊醒削包子。 李晨安泡在桶里洗澡的声响,也没有惊醒削包子。 他本就喜欢睡。 晚夕斋的弟子们都知道,他们的这个不靠谱的师傅,头挨着枕头就能入睡。 并且雷都打不醒。 李晨安沐浴完毕,里里外外换了一身新的衣服,那一身的疲倦顿时荡然无存。 房间里的炭炉炉火正旺,温度也正好。 但他想了想,还是给削包子盖上了一床棉被。 削包子依旧没有醒。 他却阴阴一声翻了个身,抬起了一条腿,将那棉被给夹在了两腿之间。 继续睡。 对,李晨安想了想,本想去隔壁找阿牧他们聊聊天,还是算了。 这女人恐怕被人给抱走了,都不知道。 他来到了窗前,推开了窗。 夜色已降临,雪小了一些,却依旧在飞。 外面的灯光有些朦胧,当然也就看不见那老板娘所说的秀姜。 寒冷的夜风入窗,吹乱了李晨安的那一头还没有干的长发。 他微微眯上了眼睛,望着那一大片漆黑的地方。 吐龙山的那股土匪,黄承司的卷宗里面是有记载的。 不过因为那股土匪是在两年前才出现的,相比于双交湖的水匪。 他们不值一提,黄承司关于这股土匪的信息就并不多。 李晨安当时也没去注意。 现在仔细想来。 隐约记得,那股土匪的头子姓陈,叫什么忘记了。 卷宗里倒是有一个信息,他还记得,这股土匪行动训捷,另行禁止,只抢获极少杀人。 他们身上似乎有一股军武中人的味道。 因为他们没做出滔天命案,距离广陵城又很远,距离这望江城也不近。 所以,两城的城守仅仅有两次装模作样的出兵。 而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但这终究不是个事。 因为从广陵城至这望江城的关道,虽不是去江南的唯一关道,但盘踞着一股土匪,终究是个不安定的因素。 李晨安将这事记在了心里。 他正要关窗,忽得听见隔壁有个轻微的声音传来。 那是天字零号房,应该给最好的房间。 童爷爷,确实是江南六大恶人。 他们也是去州庄的。 楼上隔壁的那五人,那姑娘漏了彩,恐会遭到不测。 李晨安竖起了耳朵,隔壁足足实习没有声音,许是那老者在思索。 少爷,家主本是让老奴保护您去京都的。 当然,摄政王既然已离开了京都,再去京都,确实也没啥意。 摄政王要去蜀州,他不一定会走这条路。 老奴的意思是,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江南六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们却都是周大善人暗地里养着的人。 杀了他们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若是被周大善人知道,他和鱼万枝之间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只怕会给苏家带来麻烦。 隔壁又沉寂了片刻,才有那少年更低的声音传来。 我被寄行于江湖,总有些是必为。 他们不知道我是苏家的人。 没有遇见,那也就罢了。 既然遇见了,不拔刀相助。 非我被所为。 少爷,他们中的两个少年都背着刀,想来就是那公子和夫人的侍卫。 或许他们自己就能解决。 江南六恶,武功高强,六恶只手携手人屠鲁一刀,已是三进中阶。 就算是童爷爷亲自出手,要杀了他,恐怕也需要走上十来的回合。 隔壁那五人看起来与我年岁相仿,但我自幼有名师教导,还去嵩山建院席见五年。 他们哪里是那些恶人的对手? 若是我们动手晚了,他们恐已遭到了不测。 这,那就等夜半时候。 好,请给我。 片刻,隔壁传来了悠扬的情音。 李晨安一听,弹奏的居然是那首《天静沙》。 他关上了窗。 转身。 不许看。 李晨安顿时瞪大了眼睛。 木桶里的水温度正好,有烟雾鸟鸟。 就在那鸟鸟的烟雾中,李晨安刚才再仔细地听着隔壁那极低的声音。 他没有料到原本还睡得像猪一样的小包子,此刻居然已在那木桶中。 房间就那么大,四目就那么相对。 小包子呼得脸色一红,他伸出了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终究是个少女。 哪怕心里坦荡,这羞怯之意却陡然而生。 李晨安此刻却目瞪口呆。 不是,你捂住眼睛,这是几个意思。 他咧嘴笑了起来,抬步走了过去。 小包子心肝,砰砰直跳。 你别过来。 女人说这种话的时候,意思往往是深刻的。 这对于前世月女无数的李晨安而言,他显然知道该怎么做。 他当然没有站在原地,他走了过去,走到了木桶旁,还取了一把椅子,坐在了萧包子的身后。 不是说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吗? 他的手落在了萧包子的杯上,萧包子的身子顿时一僵。 他的脸已通红,他的声音也在颤抖。 这,这是不拘小节的事吗? 你别怕。 我怕。 你怕还把我拖你房间里来? 我怕鬼。 我又不是鬼。 那,那你现在想干嘛? 李晨安嘿嘿一笑,给你搓搓背。 萧包子银牙咬着下唇,呼绝口干舌燥。 这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 当然,这种观念在萧包子的脑子里并不会有多强烈。 可一个男人给女人搓背,哪怕是萧包子,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何况这个给自己搓背的男人,他是宁国的狮献,是宁国的摄政王。 这被搓得,舒服啊,只是有些痒,但再痒也得忍住。 萧包子银放下了手,遮住了风,脸色依旧通红,心里却如这桶里的水一般在剧烈的荡漾。 李晨安目光如禽兽,但他真的在很认真的给萧包子搓背。 他一边搓,一边嘴里还在极为温柔地说,这一路辛苦你了。 这人啊,一辈子能够遇见一个真心实意对自己好的女人,已极为不易。 我李晨安是何等的幸运,三月三,遇见了钟离若水,后面又遇见了你。 你们对我的心意,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必须去蜀州,必须带着若水去越国喜剑楼走一趟。 哪怕希望在渺茫,只要还有一线,我也不会放弃。 这连累了你,你明明是个很懒的人,为了我这一路奔波,你却没有半句怨言,我都记在心里。 萧包子抿了名嘴,忽地说了一句,还有一个姑娘也记挂着你。 谁? 四公主宁楚楚。 李晨安微微一正,手停了下来,这才发现好久没有想起宁楚楚了。 京都之变,宁楚楚爹没了,唯一的亲哥哥也没了。 他带着他的娘子军离开了京都,他去了何处? 门外,王正浩轩去小五房间里串了个门,心想这时辰也不早了,肚子饿啊,该叫李晨安吃晚饭了。 然而李晨安并没有在小五的房间里。 尚不省似的,没有看见小五眼里那么复杂的神色,他走到了天字一号房的门前,正要敲门,里面正好传来了萧包子的声音,别停啊,正舒服着呢。 嗯,轻点,王正浩轩一听,心里顿时一惊,他再不懂事,也明白了里面正发生着什么。 他吐了吐舌头,咽了一口唾沫,轻手轻脚地转身去。 他回到了天字第三号房,这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呼得又伸长了脖子,看向了阿牧,师兄。 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真就比吃狗肉香吗? 阿牧抬头,便看见了王正浩轩那双求之若渴的双眼,沉阴三夕。 师兄倒是吃过狗肉,知道狗肉的香。 可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师兄实在不知道啊。 这种不知道的事,便不能妄加猜测。 唯有求真之后,方能告诉你,亦或你告诉师兄我。 你问这个但是啊? 王正浩轩那双如刀一般的眉微微一扬。 他低声说道,李晨安那家伙,好像在吃萧姑娘。 阿牧坐直了身子。 片刻,他的视线从王正浩轩的脸上移开,继续擦着他的刀,却问了王正浩轩一句,师弟,你有没有重义的姑娘了? 王正浩轩一正,摇头,没有。 其实,小师妹对你,你真不明白她的心意吗? 王正浩轩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可能? 阿牧抬头,又看向了王正浩轩。 沉阴三夕,这为什么就不可能? 王,在牧山刀的那些年,你的衣裳全是小师妹给你洗的。 你的饭菜也全是小师妹给你送的。 师弟啊,牧山刀上下包括师父,怕是都知道小师妹对你的心意。 可你呢? 你吃狗肉竟然不叫她。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领小师妹很是伤心。 那几日你不是说饭菜的味道咸了吗? 你的心不够细致。 其实小师妹长得很好看,又勤快。 能够找到这样的姑娘,是你的福饭。 王正浩轩万万没有料到师兄会说起这事。 小师妹在牧山刀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因为按照牧山刀的规矩,他只收男弟子。 所以,小师妹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牧山刀的弟子。 他并没有拜师。 但他却住在牧山刀。 师父也教了他武功。 他的武功还极好。 所以牧山刀的弟子们都默认了他就是他们的小师妹。 也都叫他一生小师妹。 他姓苏,叫苏梦。 入牧山刀的时候十岁。 而今十五,与王正浩轩同年,略小两个月。 又记得他入山的时候,穿的是华贵的绸缎衣裳,身上还有精致的配饰。 但第二天,他就换上了与其他人一样的麻衣。 然后就提起了那把比他还长的刀。 王正浩轩就陪着他练刀。 在牧山刀天才少年王正浩轩的眼里,这小师妹显然就很笨拙。 所以,他没少教训过他。 此刻的王正浩轩听师兄这么一说,他的心里似乎才乎的开了窍,才想起了那过往的岁月中,那个小姑娘对他的好。 王正浩轩开始怀念他的好,怀念他做的那些饭菜的味道。 小师妹出山了。 王正浩轩一惊,便听阿牧又道。 李晨安不是要弄一个桃花岛吗? 师父让他去桃花岛,他恐怕会来江南一趟。 他来江南干啥? 阿牧瞅了王正浩轩一眼,低头,擦刀。 他家就在江南。 他已知道,你到了江南。 师兄这话的意思已不言而喻。 天字三号房的王正浩轩,似乎陷入了对过往的回忆之中。 作为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作为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他忽然多了一些心事。 此刻他的脑子里不再是那香喷喷的狗肉,而是那个为他洗衣做饭的俏理姑娘。 他忽然间觉得,心里似乎有一根弦被拨动了一下,仿佛有了一道涟漪在心间回荡。 片刻,他抬头看向了阿牧。 师兄,你,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 阿牧擦刀地手停了下来,沉阴三夕点了点头。 师兄曾经喜欢过一个姑娘。 后来呢? 后来? 后来师兄还是喜欢啊? 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阿牧起身,枪的一声将刀插入了刀鞘。 眼皮子一抬,看了看王正浩轩,忘记了。 王正浩轩顿时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这也能忘记。 你不是喜欢他的吗? 连名字都忘记了,如何去喜欢。 阿牧将刀靠在了墙边,走到了窗前,望向了窗外漆黑的眼。 过了许久,他才说了一句话,因为喜欢,所以才忘记。 王正浩轩又从师兄的身上,看见了那一抹他难以忘记的高深。 师兄果然不一样。 这话他无法理解。 在他这刚刚开窍的心里,他认为既然喜欢,那一定就会刻骨铭心。 是永生难忘。 唯有死去。 唯有记忆消散。 唯有去了阎王殿,喝了那一碗孟婆汤,才能将喜欢的那人忘记。 师兄,是如何做到既喜欢又忘记了的? 莫非,这就和自己喜欢吃狗肉一样。 将狗肉炖烂,吃到了肚子里,这当然是自己很喜欢的。 可一旦吃了之后,抹一抹嘴,恐怕就忘记了那是谁家的狗。 不对。 王正浩轩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因为喜欢一个人和喜欢吃狗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 比如,自己肯定是记不得曾经吃过的那些狗了,但自己却偏记得那个小师妹。 想着小师妹,王正浩轩咧嘴笑了起来。 我好像也是喜欢她的。 她既然也要回江南,不知道能否遇见。 阿木一就望着窗外,心想自己也是喜欢钟离若雨的。 这就要去蜀州,当回遇见。 但遇见,不如不见。 就在师兄弟二人各有所思的时候,呼的传来了嘟嘟嘟的敲门声。 王正浩轩走了过去,开门一看,门口站着李晨安萧姑娘还有小五。 他一愣,这就完事了。 什么这就完事了? 啊,没什么,吃饭。 是啊,时候不早了,吃了饭早些歇歇,明儿的还要赶路。 楼下大堂,江南六大鳄人依旧在喝酒。 李晨安五人坐在了最里面的那张桌子前,就在老板娘灿烂的笑容中, 一桌子丰盛的菜端上了桌。 这算是离开广陵城之后,吃得最舒服的一顿晚饭。 没有多。 味道还行。 就连向来挑剔的王正浩轩,对这一顿晚饭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甚至他都没有说几句话。 但他却时不时看一看李晨安,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模样。 阿牧有些担心这个小师弟。 小师弟其实是个认真的人。 对刀法,他对每一个招式都寻根究底, 总是能找出最好的出刀角度和出刀的速度。 对生活,好吧,对顿狗,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无论是火候的把握,还是下调料的先后顺序等等, 他真的掌握得极为精妙。 现在小师弟忽然对秦这个字产生了兴趣, 这当然是个好事。 但小师弟求之若渴, 他恐怕心里极其想要知道男女之间那事的味道。 这是能问吗? 当然是不能的。 这是只能靠自己去实践, 去体会, 去感悟。 于是, 每每王正浩轩抬头看向李晨安的时候, 阿牧就会给他加一片肉。 王正浩轩抬了十次头, 他的碗里多了十片肉。 他终于看向了阿牧。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你是我师弟, 多吃点肉, 有力气。 我的问题是有力气没地方使。 阿牧沉吟三息, 师弟, 你确实长大了。 李晨安只是觉得王正浩轩这小子表现有些怪异。 他并不知道王正浩轩在他的门口听了那些声音之后, 他原本单纯的思想此刻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就如一颗种子破土萌芽, 极度地需要关于那些事的知识为养分来浇灌。 李晨安扫了一眼对面那六人, 什么也没有说。 五人吃完饭, 再次上楼,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王正浩轩没有马上进门。 他站在门口, 就这么看着李晨安和萧包子走过了小五的门, 走到了天字一号房的门前。 他这才转身走了进去, 关上了门。 师兄, 他这算是遗情别恋吗? 阿牧沉吟三息, 摇了摇头, 他依旧记挂着, 钟离若水。 哦, 不爱。 嗯, 师弟说得对, 睡觉吧。 王正浩轩看了看那一张床, 忽地问了一句, 师兄, 这男人与女人睡, 和男人与男人睡, 有什么区别? 阿牧顿时身子一直, 三息, 师弟, 你睡床上。 王正浩轩两眼一瞪, 我睡床上, 你睡我身上。 师兄打地铺, 为啥? 阿牧转身, 从一个柜子里抽出了两条被褥铺在了地上, 因为师兄还不习惯和一个男人睡。 那李晨安和萧姑娘是怎么睡的呢? 阿牧将他的刀放在了身旁, 他钻到了被子里, 萧姑娘上楼的时候拿了一坛酒两个酒杯, 他们估计会饮酒到天亮。 我睡不着, 我去他们房间里喝酒。 阿牧呼得坐起, 回来。 怎么了? 师弟, 喝酒是要分场合的, 他们二人队饮, 是以酒助兴或者壮胆。 你跑去了, 那叫大沙风景。 哦。 阿牧又躺了下来, 楼下那六人不是好人, 那我去砍了他们。 不急, 估计会上来找我们的。 王振浩轩熄灯, 抱着他的刀躺在了床上, 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刀太冷, 但他依旧抱着。 他的脑子里, 没去想那六个坏人, 他一直在纠结李晨安和萧包子, 他们喝了多少酒了? 那新住起来了没有? 天字一号房, 酒香飘荡。 萧包子拎着酒坛子, 倒出了最后两杯酒。 他取了一杯递给了李晨安, 眉眼一飞, 眼里有无尽的春光流动。 他朱唇轻起, 以至夜半, 夜半, 万籁俱寂, 只有窗外细细的落雪之声。 正好微醺, 情绪已到位。 萧包子满脸红霞乱飞。 喝了, 该睡觉了。 李晨安嘴角一样, 举杯。 好, 喝了睡觉。 二人干杯。 萧包子的心里, 本已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他翘生生站在了床前, 还羞答答从袖带中取了一条洁白的绸巾铺在了毯子上。 他转身, 满眼桃花地看向了李晨安。 心里紧张极了, 却依旧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淡定的模样。 宽衣, 解淡。 隔壁的情音早已消散。 红烛还有一半? 门是上了栓的。 一切的一切都已妥当。 这本应该是萧包子从姑娘变成女人的一个最美好的页。 可是他刚刚解开他腰间的软件, 却呼地看向了那扇门。 他那双满是春水的掩护的一眯, 眼里不再是刚才的那柔情蜜意, 而是冰冷如见。 门外传来了极为轻微的脚步声。 李晨安也有听见。 他的手里已握住了两把飞刀。 就在这时, 萧包子勃然大怒。 他那双眯着的眼猛的一瞪, 那扇门正好碰。 得一声被一脚踹开。 江南六恶的老六, 手握两把短刀, 站在了门口。 他恶狠狠地冲着里面低吼了一嗓子。 打劫! 把你们的银子,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愤怒的萧包子, 一如离弦的剑一般, 一步就到了他的面前。 萧包子手里的软件, 就这么惊鸿一闪。 老六的脑袋, 就这么飞了出去。 恰好隔壁天子零号房的 那一老一少二人听见了声音, 恰好他们打开了门站在了走廊上。 走廊上的灯光昏暗。 那少年眼睛一眯, 他看见了空中飞来的那颗脑袋, 也看见了正好挥洒在空中的那一条血线。 那老六的身体还没倒下, 无比生气的, 萧包子飞起就是一脚。 碰! 他一脚将这身体给踹得飞了出去。 飞出了走廊的围栏, 飞到了, 扑! 得一声。 住在一楼的江南六厄中的其他五人, 顿时吓了一大跳。 一个声音传来, 老六做事就是这么不靠谱。 说好的, 抢了银子就行了, 他竟然宰了人! 这时, 老五已经站在了那具尸体前。 虽然没有脑袋, 但他依旧很快地就辨认了出来。 他抬头, 便看见了站在走廊上的萧包子。 他低头, 冲着老大邪手人, 吐鲁一刀吼了一嗓子。 大当家的, 死的是老六! 什么? 老六被宰了? 买那个熊! 操家伙! 弄死他们! 血手人图的话音刚落, 天字零号房的那少年正要飞升而下, 却被那老者一把给拽住。 因为萧包子已经下去了。 不仅仅是萧包子下去, 天字三号房的阿木和王正浩轩也提到下去了。 只有小五没有下去, 他听不见, 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他却偏偏敏锐地感觉到些什么。 所以他也打开了门, 却站在了李晨安的身边。 江南六兄中的老五手里的短刀一挥, 正要冲着满脸杀意的萧包子说上两句狠话。 可惜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 萧包子平生第一次如此愤怒, 姑奶奶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 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 好不容易酝酿的气氛。 你们这些王八犊子居然敢坏了姑奶奶的好事。 他手起, 见落, 一进上街, 还是满得不能再满得上街。 还是他全力而出的愤怒一剑。 虽不是道剑, 却也不是这啥也不是的江南六大恶人能够抗衡的。 就在那剑光一闪之间, 片片雪花仿佛一致, 老五的脑袋就这么飞到了空中。 就在那灯光映衬之下, 分明还能看见那头颅上大睁的, 那双难以置信的眼睛。 血手人吐鲁一刀, 哪里撂到尖个这一脚踹在了铁板上。 他看见了老五的那颗脑袋, 也看见了被血染红的血。 他知道自己这剩下的四人, 绝非那疯了的女人的对手。 他猛地冲着另外三人一吼, 兄弟们, 为老五老六报仇, 给老子上。 老二老三老四提着冰刃, 就嗷嗷叫着, 向肖包子冲了过去。 鲁一刀没有冲, 他就在三个弟兄, 向肖包子发出第一击的时候, 拔地而起, 却并不是冲入战场, 而是一家伙落在了屋顶上。 他要跑, 必须跑。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他双脚在屋顶上一点, 正要向漆黑的夜色中飞去, 却不料一刀而来。 战斗很简单, 那三人根本就不是肖包子义和之将。 血手人吐鲁一刀, 也根本不是阿牧一刀之敌。 就在这眨眼之间, 天井中的雪地上, 就躺着六具尸体。 肖包子回到了走廊, 阿牧和王正浩轩, 也飞到了走廊上。 至于收尸这种事, 当然就留给了店家的小二。 至于这个晚上, 原本应该发生的那件事, 当然就错失了良机。 因为那个老人和那个少年走了过来。 那老人向李承安和肖包子拱了拱手, 视线落在了肖包子的脸上。 他微笑道, 夫人好伸手。 肖包子, 此刻心情依旧不爽。 他没有搭理这老头, 转身就进了门。 他来到了床前, 看了看那张依旧洁白的绸布, 默默地将它收了起来。 李承安歉意一笑, 老丈过奖。 公子是哪个门派的? 啊, 桃花岛。 这老人顿时一正, 沉吟五息, 发现脑子里并没有桃花岛这么个门派。 通常名不见经传的门派有两种, 其一, 刚刚成立, 很小, 江湖很大, 这种门派在江湖中人的眼里就没啥存在感。 其二, 那种历史悠久, 却偏偏藏得很深的门派。 这种门派抵运集后, 有许多世间难得一见的武功秘籍, 也有不传之绝世心法。 刚才那夫人的那两件, 这老人压根就没看清楚, 但那两件如此强大, 那定然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剑法。 所以, 这个桃花岛, 当是影视之门派。 这种门派的弟子出山, 想必很快就会搅动整个江湖。 能有此机会, 当然最好是能结交一番。 影视门派如此神秘, 这影视门派出来的高手, 当然会有点脾气。 所以, 萧包子那不爽的模样, 在这老者看来, 正好就是高人的模样。 公子是少岛主? 不是, 我就是桃花岛一外事馆家。 令夫人, 她呀, 她就是桃花岛一门房。 老者顿时被吓了一大跳, 一个门房就有着如此身手, 这桃花岛定是影视门派。 若是这影视门派中的核心弟子出来, 那还得了。 能否请公子去房中小坐? 不去了, 我夫人生气, 我还得安慰安慰她。 那, 小老叫上一桌韭菜, 就在您这房间请您和夫人一起吃一杯。 如何? 窗外有血, 房中有酒, 萧包子在喝酒。 他总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好事多么。 不过向来懂得放下的他, 此刻脸上也没有了怒容。 一来是这一大桌子人围坐一起, 自己若是还带着那些情绪, 这便显得自己心胸有些狭隘。 二来嘛, 岂不是让他们知道了自己偷嘴未成恼羞成怒, 可不能让这些家伙认为自己当真就那么强烈的好那一口。 当然, 最重要的是牛依旧在身边, 那么后面的机会便随时都有。 虽然心里依旧不甘, 此刻的他脸上却已看不出丝毫一样。 依旧平淡, 依旧懒洋洋的那副模样。 他坐在李晨安的身旁, 安静地听着他们说话, 也安静地喝着自己的酒。 这就让他在那一老一少二人的眼里显得更加高深了起来。 所谓隐门隐士, 大抵都是不太愿意与外面的这些舞者交流的。 因为他们太高, 也因为他们太低。 于是, 那老者的眼神愈发地热切, 那少年却愈发地拘谨, 仿佛被萧包子那强大的气场给压榨出了他内心中的小来, 还以为自己出生名门, 还以为自己在天下文明的松山剑院休息了五年的剑, 这总算是踏入了三进上街的门。 而荆德已下山, 本以为可凭着身本事去解江南苏氏之威, 还打算帮他们一把动手宰了那江南六大恶人。 却没料到, 凶名在外的江南六大恶人, 根本就不是人家的义和之将。 那么他的功夫, 还有使刀的那少年的功夫, 已到了什么境界? 恐怕唯有松山剑院的师姐慕容和或者慕山刀的那个天才少年王正浩轩, 才能与之匹敌, 而自己相距之远, 难以想象。 那少年在反省, 此刻方知江湖之大, 果然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那么, 苏氏面临的这道难关, 凭自己恐怕难破, 这或许就是童爷爷意图与之结实的缘由。 少年心里有些许失落, 觉得自己无用, 但为了苏氏能够跨过这一道关, 若能请到这影视高手, 那自己就算给他们跪下, 又如何? 李承安也很遗憾, 但来日方长, 他想起在窗前听见的那番话, 这二人本是要进京都去找他的, 只是因为, 听说了他已离开京都去往江南, 这才又折返了回来。 虽不知道找他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 那少年的心得不坏。 所以他才答应了那老者, 在他的这天字第一号房里, 摆下了这桌子韭菜。 此刻他正看着那老者, 问了一句, 老丈贵姓。 啊, 小老儿免贵一个留字, 乃是江南苏氏的管家。 江南苏氏, 和姑苏慕容齐名的那个江南苏氏。 老者拱手一礼, 正是。 哦, 李承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江南有三大豪族, 商氏, 苏氏, 还有慕容氏。 若是说底蕴, 苏氏和慕容氏相差无几, 只有商氏是近百年才发展起来, 在江南脱颖而出的新秀。 尤其是最近的这二十来年, 商氏更是一只独秀, 在财富和名气上, 已然超越了苏氏和慕容氏。 只是在江南百姓看来, 商氏虽然崛起迅速, 但终究没有其余两家来得那么厚重。 可厚重这个东西, 在皇城寺的情报中, 事实上江南苏氏已经败落。 商氏不仅仅是从苏氏手里抢走了大量的丝绸市场, 就连曾经唯有苏氏独家掌握的苏绣技法, 而今也已被商氏取得。 商氏通过江南道道台于万芝的关系, 与江南制造寺的曹发达成了新的盟约。 江南制造压缩了原本供应给苏氏的份额, 从源头就偏向了商氏。 再加之苏氏原本所垄断的, 对丝绸二次加工的苏绣技法被商氏窃取, 苏氏以没有核心的东西再去和商氏竞争。 唯有那份底蕴撑着苏氏的门脸, 也就是所谓的文器。 江南苏氏出了不少人才, 原本有不少子弟高居庙堂, 但这近二十年来, 基本被姬太给灭光了。 也有人游学于各地, 虽然名声极大, 但那是在民间。 比如当今苏氏家主苏明堂的次子苏义安, 他就是宁国昭化两年的状元。 二十年前, 年仅二十岁的苏义安就已经官居国子剑祭九, 深得皇上赏识。 可自从姬太掌权之后, 他倒是极有眼力见, 类似皇上去了常乐宫偶尔还会回宫, 于是他抓住了机会向皇上上表辞官。 皇上同意了, 他就这么离开了京都, 算是苏氏子弟里面不多地活着离开京都的人。 他离开京都之后回到了江南, 却并没有留在平江城。 他在江南到江北州的一处名为锦宁县的小县城里当了个私塾教习。 那年, 他才二十五岁。 他在锦宁县那私塾当教习一待就是十五年。 而今, 他已四十。 此去蜀州, 必经锦宁县入关中。 在京都临行时候, 温主宇特别提起过苏义安, 说此人才高八斗, 若能为朝廷所用, 当是一步之才。 所以, 在这老丈说起, 他是江南苏氏的管家之后, 李承安才对这二人上了心。 那么这位小哥, 那少年拱手一礼, 在下苏巡。 李承安一惊, 哪个巡? 巡找的巡。 哦, 李承安这才放下心来, 至少时空没有错乱。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看向了那刘管家, 好奇地问道, 咱们就这么杀了六个人, 官府, 不管的吗? 他这话一出, 刘管家愈发笃定李承安五人当真是从隐门出入江湖, 因为江湖中人绝不会问出这么个问题来。 并且, 他凭着自己敏锐的眼光, 此刻也笃定李承安的身份, 绝非那桃花岛以外是管家那么简单。 他更不相信坐在李承安身边的那姑娘就是个门房, 因为这少年坐在主位。 另外, 那三个少年分明就是他的护卫。 那三个少年没有说一句话, 只有这个少年问了自己和少爷几句话。 不知道这少年的武功, 但刘管家分明感觉到了这少年身上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上位者的气息。 与他同坐, 竟然有一种令自己如履薄冰的感觉。 这种感觉哪怕是在家主面前也是没有的。 所以, 他的身份要么是桃花岛的岛主, 要么就是岛主的儿子。 这就是来江湖历练的。 他拱手一礼, 恭敬地回道, 公子有所不知, 宫门里的人通常是无力不起走。 对于江湖中的打打杀杀, 若是江湖中人杀了百姓, 他们还会走走过场。 如果被杀的人家有钱有人, 他们会发出海捕文书, 缉拿凶人。 若是被杀之人一穷二白, 那死了也就死了。 如果江湖中人被杀了, 除非是那种极有名气的门派, 那种门派通常富裕, 若是报了官, 宫门里的人是愿意追捕的。 但江湖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江湖是江湖了, 所以几乎也就不会有人报官。 不过这江南六大恶人, 就是被尊夫人所杀的这几个, 却有着强大的背景。 他们当然也是不会报官的, 但这口气, 他们恐怕不会咽下去。 李晨安一听, 他们有何背景? 回公子, 他们是周庄周大善人所养的大兽。 这个周大善人, 在我们江南武林, 还有另一个名号。 什么名号? 黑星阎王周八匹。 当刘管家说出这名号的时候, 他的视线, 没有离开李晨安的脸。 李晨安早已知道, 所以他的脸色如常, 并没有丝毫波动。 刘管家心里顿时更加欢喜, 要么这少年, 根本就没听过黑星阎王这个名号, 要么就是, 他根本没有将黑星阎王放在眼里。 无论是哪一种, 都足以说明, 这桃花岛的强大。 如果这位公子能够施以援手, 如果有了这桃花岛为后盾, 那苏氏之威, 就算不能完全解除, 至少能给苏氏争取到, 找到摄政王的时间。 公子估计出入江湖, 小老对江南武林, 倒是略知一二。 刘管家拎起酒壶, 起身, 率先给萧包子蒸了一杯酒, 这才给李晨安蒸了一杯, 而后才是给阿牧三人蒸了一杯。 他回到了座位上, 又道, 当下江南武林有三件大事。 其一, 正月十五, 这位黑星阎王做六十大寿, 据贺寿者, 不仅仅是江南武林中有头有脸的那些人物, 还有整个宁国江湖中的那些有名的门派高手。 其二, 三月三, 平江城新成立的青帮将要举行三年一次的天下武林大会, 新的武林盟主将在这场大会之上诞生。 其三, 四月初一, 平江姑苏慕容家的三少爷将迎娶平江苏府的四小姐, 这本是苏家与慕容家缔结百年之好的一件大好之事, 可是, 刘管家一缕长须, 他没有去详说前两件事, 而是长长一探, 可是平江城的商事, 却不愿意看见苏氏与慕容氏结盟。 这商事暗地里请了江湖豪侠, 扬言苏家千金苏梦若想嫁入慕容家, 要么就堂堂正正地摆下擂台, 要么, 要么他们就会抢亲岛黄这桩婚事。 刘管家话音刚落, 正在喝酒吃菜的王正浩喧呼的一惊, 他抬起了头, 看向了刘管家, 不是, 你刚才说谁要嫁入慕容家, 这话很是突兀, 在刘管家看来, 作为护卫, 在主子没有发话之前就擅自说话, 言语还如此霸横, 这显得有失礼节。 所以, 他看了王正浩轩一眼之后, 就又看了看李晨安, 却发现李晨安的脸上并没有丝毫韵色。 作为江湖中游了大半辈子的人, 他这一瞬间又明白了一件事, 看来, 那桃花岛并不是如世俗门派这样, 讲究个尊卑, 这大抵就是影视门派不一样之处。 所以他立刻将心里刚刚升起的不快的念头给抛去, 他向王正浩轩拱了拱手, 小哥, 小老说的是咱苏家的那位四小姐苏梦。 王正浩轩瞪大了眼睛, 心想莫非这仅仅是同名同姓? 应该是这样。 小师妹也叫苏梦, 师兄说他这才离开木山刀, 现在大致也才刚到了广陵城的桃花岛。 他怎可能与江南苏氏和姑苏慕容结亲之事有关? 可接下来, 刘管家的话, 却令他大吃一惊并勃然大怒, 这件事是这样。 苏家四小姐苏梦, 与姑苏慕容家的三少爷慕容真, 两年前, 我家老爷与慕容家家主为此事见过一面, 便定下了这门亲事。 只是我家四小姐尚未急急, 去了木山刀学艺,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王正浩轩打断, 木山刀学艺? 苏梦, 你家四小姐, 刘管家一愣, 点了点头, 正是。 他微微一迟疑, 小易地问了一句, 小哥莫非与我家小姐认识? 王正浩轩坐直了身子, 面色冰冷, 双眼一瞪, 大手一摆。 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 苏梦和那啥, 那慕容真的那是, 作废。 这话一出, 不仅仅是刘管家和那苏寻惊呆了, 就连李承安和萧包子此刻都惊讶地看向了他。 只有阿牧淡然, 也心生欢喜。 小师爹, 他真的开窍了, 他的心里不再只有狗, 现在已住进去了一个人。 很好, 这, 没什么这阿那的。 王正浩轩一改平日里啥都不在乎的态度, 他变得极为坚决。 就说是我说的, 苏梦是我的未婚妻, 谁敢打他的主意, 我灭他满门。 霸气! 这令李承安对王正浩轩顿时刮目相看。 只是, 这小子无论走到哪里, 干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在寻找狗的踪迹。 他啥时候有了这么个叫苏梦的婚妻, 那刘管家和苏寻此刻更是心里一震, 彼此对视了一眼, 尤其是苏寻, 他是苏梦的亲哥哥, 他知道妹妹和慕容真的那件事, 却从来不知道, 妹妹和这个少年之间似乎还有隐情。 难怪妹妹一拖再拖, 不愿意回来。 只是, 这少年是桃花岛的人, 他如何与在木山刀的妹妹认识的呢? 很显然, 刘管家这一瞬间想得更多一些, 木山刀, 作为天下武林大名鼎鼎的存在, 或许他与桃花岛这个隐门有些联系。 甚至这木山刀, 还有可能就是桃花岛在江湖中的眼线。 隐门若是想要知道江湖市, 他们需要在江湖扶持某个门派, 由这个门派给他们送去江湖消息, 也提供给他们生活所需的物质等等。 这少年估计从桃花岛出来过, 去过木山刀, 甚至可能还在木山刀待过一些日子。 所以他和四小姐有过接触, 于是有了感情。 听说四小姐的武艺突飞猛进, 而今已至二进下街, 可比二公子苏寻强了许多。 莫非就是因这少年的亲手教导? 一定是这样。 这是好事。 姑苏慕容氏是江湖世家, 江南苏氏是文人世家, 这一次的联姻, 本就是老爷希望能够得到慕容氏的武力支援。 隐门桃花岛, 武力定然比姑苏慕容氏强大太多。 而四小姐本就不同意这桩婚事。 只是, 四小姐认识的仅仅是桃花岛的一个护卫, 四小姐若是认识的是这个少年就好了。 但这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于是, 刘管家又拱了拱手, 更加小意地问了一句, 敢问, 小哥贵心? 绝情刀? 王七? 好吧, 没听过这名号, 但这不要紧。 原本交遣延伸是个大忌, 原本这刘管家是一个稳重之人。 今夜他想要与这几个少年结识一番, 本希望的是, 能够想个法子, 让他们为苏家出一次手。 他却万万没有料到, 这遇见的五个少年, 竟然是传说中的隐门中人。 他更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叫王七的少年, 竟然和四小姐早已认识。 既然如此, 这件事本就关系着四小姐的未来, 也关系着苏氏的存亡。 那么接下来, 这话就好说多了。 一夜天明, 窗外依旧落着雪。 李晨安等人对苏氏尔经面临的处境, 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刘管家和苏巡也知道了他们五人的名号, 听说他们要去周庄, 刘管家决定带他们先去周庄, 再去找摄政王李晨安。 回到了各自房中, 阿牧看向了王正浩轩。 陈阴三夕, 小师爹, 看来, 你需要留在江南。 王正浩轩却摇了摇头, 得给我爹去一封信, 告诉他, 他亲家快被人给弄死了。 我看行, 唉, 也不知道小师妹到了桃花岛没有。 广陵城, 桃花岛? 梁漫漫于昭画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抵达了这里。 他未能叛到那一场在画屏湖畔 与李晨安的雪中相遇, 因为他刚入广陵城, 就听到了李晨安于初三离去的消息。 这未免让他有些失望, 却偏偏又让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坐在了桃花岛的那处听岸水蟹中, 梁漫漫没有再去想李晨安, 因为已无须再想。 既然无缘还无分, 再去想不过, 是给自己涂添烦恼罢了。 他看着这精美的水蟹, 还有这水蟹中那些熟悉的器物, 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 随着商老来到此间时候的情景。 他以沐浴, 于是焚香, 依旧是那熟悉的檀香。 而后他坐在了那张紫檀幕打造而成的古色古香的茶台前, 取了火折子, 点燃了炉火, 煮上了一壶茶。 春兰就站在这水蟹的一旁, 安静地看着。 他当然是认识梁漫漫的。 他们四人当然也已得了商敌的遗嘱, 知道了这个姑娘, 就是这桃花岛未来的主人。 他们年岁相仿, 但在这位新主人的面前, 春兰依旧保持着足够的尊敬。 兰, 这是以往商大家还在世的时候, 梁漫漫对他的称呼。 嗯, 小姐有何吩咐? 你在广陵城多年, 对那个翠花, 就是以前在四神庙巷子卖棺材。 而今在里晨安那小酒馆里酿酒的那姑娘, 了解多少? 春兰一正, 想了想, 说道, 那姑娘大致十五六的样子, 原本孤身一人守着那棺材铺子, 去岁时候, 家主还让奴婢去过一次那棺材铺子, 去干啥? 家主说他年事已高, 指不定啥时候就嫁和西去。 他说, 那棺材铺子里的棺材做得都很不错, 总之会用到, 不如早先买一口回来。 奴婢去了, 见到了那姑娘, 说起这事, 却被他一口回绝。 梁漫漫抬头, 惊讶地看着春兰, 他不卖。 他不卖。 为何? 他说, 家主没资格用他铺子里的棺材。 奴婢回来之后, 告诉了家主, 家主却摇头一笑, 从那之后, 也就再也没让奴婢去过。 顿了顿, 春兰诱到, 这后来, 就是摄政王弄了那处小酒馆, 不知为何, 翠花去了他那小酒馆。 家主喜欢那小酒馆的酒, 奴婢倒是去了数次为家主买酒, 他那小酒馆的规矩本不外卖, 但家主与摄政王有如忘年之交, 这才能买回少许。 但见过翠花的次数却很少, 他几乎都在后院。 小姐为何忽地问起了他来? 梁漫漫伸出了如葱白般的手, 蒸了两杯茶, 因为商大家去世之前, 在一红楼与我畅饮一夜, 交代了一些事, 其中就有一个, 让我多少照顾一下翠花那姑娘。 春兰不知所云, 心想许是李承安当了摄政王, 未来当然是要常住在京都的。 翠花那姑娘, 是摄政王最先请去的人, 却依旧留在了广陵城, 怕她孤独, 也怕她被人欺负。 来, 咱们依旧如姐妹, 不要弄得那么生疏了, 坐吧, 喝茶。 春兰迟一片刻, 坐在了梁漫漫的一侧, 问了一句, 摄政王的意思, 是将这桃花岛变成一个江湖门派。 小姐, 江湖门派总是需要一江湖中人, 咱们去哪里找那些人来? 梁漫漫嘴角一翘, 笑道, 既然是他出的这么个馊主意, 人, 当然也是他自己去找来, 不急, 待会咱们去一趟他那小酒馆。 好。 主仆二人喝了半壶茶, 便起身离开了桃花岛, 去了榕树下小酒馆。 初四, 小酒馆已开了门, 依旧只有崔三娘和翠花两个人。 当梁漫漫二人抵达小酒馆的时候, 却发现小酒馆里已坐满了喝酒的人。 这些人在说着话, 却轻言低语, 没有人在高声喧哗, 更没有人借酒闹事。 里面的气氛极好, 只是已没有了位置。 翠花正在肠子里送酒忙碌, 看见了梁漫漫二人进来。 他认得春蓝, 他更知道伤敌。 所以, 他赢了过去。 要不, 就去后院坐坐。 你就是翠花? 对, 我就是翠花。 好, 咱们去后院。 翠花带着二人来到了后院天井中的那凉亭里, 这里四面透风, 有些冷。 翠花没有去取暖炉, 他点上了桌上的茶炉, 煮上了一壶酒, 看向了春蓝, 问了一句, 这位小姐姐就是桃花岛的新主人。 春蓝点头, 梁漫漫开口自我介绍了一句, 我叫梁漫漫。 哦, 听说过你的名字, 少爷离开广陵城的时候, 也告诉过我这件事。 梁漫漫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都有哪些吩咐? 他让我在小酒馆等着, 接下来会有许多高手前来, 先到小酒馆, 让我带他们去桃花岛。 如火已旺, 湖里已有酒香飘荡。 翠花取了酒壶, 给梁漫漫二人 争了一杯热酒递了过去。 他说有松山建院的弟子, 也有木山刀的弟子。 我本是要随他去江南的, 他偏偏用这件事拖住了我。 江南我暂时失去不成了。 他说, 你来了之后, 就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 桃花岛要扬名立万, 就要赏善罚恶? 等那些人来得差不多了, 你带着他们去平江城。 梁漫漫一愣, 去平江城? 对, 去平江城, 参加青帮举办的那场武林盟主大会。 要拿下武林盟主? 他没说, 在我看来, 那就是拿下最好。 拿不下也无所谓。 就在这时, 后院的那扇门里, 走进来了一个姑娘。 一个背着, 一把长刀的姑娘。 这个姑娘戴着一顶斗笠, 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宽大的青色棉袍。 他跨入了这扇门, 他抬头望望亭子里的三个人, 又迈不向前。 走得不快也不慢。 仿佛有种韵律。 偏若青云出秀, 邪家人稀步迟迟, 腰枝恶挪四若柳。 可他真的背着一把刀。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在梁漫漫那阅人无数的眼里, 这姑娘根本就不像一个武者。 更不像一个刀客。 因为那把刀, 似乎比他还要大。 也因为他那柔弱的身子里透出来的, 并不是在武者身上常见的那种力量。 反倒是斯文。 对, 和李承安差不多的那种千金小姐的斯文。 可他穿的, 却又不是千金小姐的裸裙。 他本应该背着书香, 可他确实背的是一把刀。 但他的腰并没有被那把刀给压弯。 反而步履还很是坚定。 他走到了凉亭里, 取下了斗笠, 又看了看三人, 这才抿了名嘴开了口。 一口无浓软语, 仿佛春风扑面。 请问姐姐们, 谁是翠花? 翠花确信自己从未曾见过这个姑娘。 他偏着脑袋印了一句, 我就是翠花。 哦, 这姑娘咽了一口唾沫, 呼得伸手, 拿起桌上的酒壶, 酒壶里的酒温正好, 被他一口喝了得干干净净。 他从袖带中取出了一张脆绿色的丝巾, 在嘴唇上轻点了两下, 又塞入了袖带中, 那双亮闪闪的眼睛一眨一眨, 有些歉意地说了一句, 实在太渴了。 我叫苏梦, 木山刀不记名弟子苏梦。 能不能带我去找桃花岛的那位梁漫漫梁岛主? 顿了顿, 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很急。 梁漫漫看着这可灵可力的姑娘, 便笑了起来, 我就是梁漫漫。 少女顿时惊讶, 然后欢喜, 那太好了。 从现在起, 我就是桃花岛的人了。 我要走了, 等闲暇了再回桃花岛。 去哪里? 去江南? 不等大家都到齐了再去吗? 不能等了, 我要追上小师哥。 小师哥是谁? 王正浩轩。 那天初四, 梁漫漫送给了苏梦一匹马。 苏梦策马, 腰轩一酒囊的华平春, 背着那把比他还长的大刀, 披着那一身风尘和一身风雪一起绝尘。 他去的方向是周庄。 因为翠花告诉他, 李晨安要去的地方是周庄。 既然李晨安要去周庄, 那小师哥肯定也是要去周庄的。 已是初四, 翠花说小师哥他们已出发了四天, 必须快马加鞭, 希望能够追得上。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一, 李晨安五人与刘管家和苏寻苏二公子结伴同行。 他们已离开了望江城, 正走在去往周庄的路上。 速度并不快, 因为他们足以在正月十四抵达周庄。 苏梦的速度却很快, 若不是因为马需要休息未养, 他还能更快。 在正月十一这一天, 他抵达了望江城, 已是黄昏。 雪衣就未停。 他也在月来客栈打肩歇脚, 本打算好好地睡一晚, 却在用饭的时候听那小不点说起了三天前这里发生的那件事。 当他听到其中两个少年背着刀, 在问了那两个少年的模样之后, 他已肯定那就是他的大师兄和小师哥了。 他本想立刻追去, 但终究还是在月来客栈住了一晚。 不是因为累, 而是因为他需要仔细地想想。 他不知道小师哥对自己究竟是个怎样的态度。 他不知道, 如果小师哥知道了自己有婚约在身, 小师哥会如何看他。 他也不知道, 在见到了小师哥之后, 对他说点什么。 如果小师哥知道了苏世尔经之困境,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利用他。 等等, 少女一宿并没有睡, 而是在惆怅, 因为太多的施压在了心上, 这让他的心有些疲惫。 作为江南望族苏家的女子, 他的思想和削包子或者钟离弱水截然不一样。 他本没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因为家规不许。 若不是苏家这些年的日益衰败, 他甚至都没可能有机会去木山刀习武。 他本应该习文、习女工、习相夫教子的那些规矩。 在十岁之前, 他所学确实也都是这些。 他的文学得很好。 哪怕他离开平江城的时候才十岁, 可那时, 他的财名就已远播。 当然是不及, 而今宁国的那位师仙的。 可在江南的文坛上, 提起苏四小姐这个名字, 无人不叹, 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认为以苏四小姐之财, 当不让江南的四大才子。 只是在木山刀的这五年, 他却再没有去摸过诗词文章这种书本。 他似乎已忘记了那没啥用的玩意儿。 他天天摸得最多的只有刀。 他的女工也是极好的。 在木山刀的那些年, 小师哥王正浩勋的衣裳, 全是他亲手缝制。 至于离家习武, 这本是一件迫不得已之事。 也很担心商家对苏家的打击力度更大, 以至于苏家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就像十五年前的秦剑山庄一样。 所以, 与其说是送了他们出去习武, 不如说是为了给苏家保留一些香火。 商家的手再长, 也不是很容易能够伸到木山刀或者松山建院的。 原本自己应该是会被送去晚西斋。 可晚西斋的那位刚刚当上了斋主的姑娘, 却说晚西斋只收锅。 好吧, 苏家并没有被灭门, 那自己当然就不是锅儿。 所以, 他被送去了木山刀。 可偏偏木山刀又只收男弟子, 爷爷送了那位山主千两银子, 于是自己被留了下来, 成为了山主的不挂名弟子。 幸运的是, 遇见了小师哥。 自己的这一身本领, 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小师哥教的。 小师哥很帅, 很酷, 很严厉, 很挑嘴, 很懒。 但这些都不算个什么。 因为小师哥的心地其实是极好的。 要说不好, 那就是他吃狗肉吃毒食。 不, 他又叫了大师兄, 却让大师兄背了那口黑锅。 想到这里, 少女的嘴唇翘了起来。 不知不觉, 就这么在木山刀呆了五年。 不知不觉, 自己和小师哥就这么一起慢慢长大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看小师哥的时候, 心里就有了一些异样。 而后那异样就那么肆意生长。 现在, 小师哥的模样早已填满了自己的心。 他根本无法再接受那个连面都没有见过一次的慕容真。 所以, 他必须退婚。 赶在四月初一之前, 无论小师哥能不能接受他, 他都不会允许自己嫁给别的男人。 另外, 小师哥竟然在摄政王李承安的身边, 若是见到了那位摄政王, 他会不会帮助苏家一把, 让苏家渡过这次难关。 少女辗转反侧, 呼的又想到了姑苏慕容家。 姑苏慕容在江湖中颇有威望, 师父说, 慕容家的当代家主慕容堂也算是一个人物。 一旦自己提出了退婚, 这种事在苏梦看来是一件不地道也不光彩的事。 这会令苏家的名声受损, 也会让慕容家的颜面扫地。 可是, 师父却说了一句话, 师父说, 名声算个屁。 好吧, 师父向来比较粗鲁, 但这话虽然操了一些, 却很有道理。 不管怎样, 等找到了小师哥再看看。 苏梦一夜未曾合眼, 天明 又启程 平江城江南到倒台于万芝的府邸里, 他书房中的灯火 也一夜未灭到天明。 江北州已传来了消息, 江北州下辖的五个县军, 所调排出来的五只各千人的兵族, 他们并不是去封县战斗的主力, 可他们却是这场战斗制胜的关键, 他们押韵的是应对封县之战的 至少五万辅兵需要的粮草。 谁他们走落了风尚? 于万芝很生气, 因为那五路运粮的队伍, 竟然被一群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女匪给劫了。 他们不仅仅是杀了那些兵族抢了粮草, 他们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最近的城镇里卖了那些粮草。 这简直是目中无人。 查! 速速给本官查明这群女贼的来路, 调集兵马, 给本官全部砍了。 于万芝眯起了眼, 他们是从景明山里一路杀过来的, 他们恐怕会渡江南来, 给本官小心了。 本官怀疑他们是李承安早已埋下的棋子, 守好各处渡口, 绝对不能让他们驰援封县。 宁楚楚根本就没料到, 他在江北州干下的这些事, 已引起了江南道的极大重视。 他也没有想到, 就在长江之南的那些渡口, 大多都宋十明已布下了天罗帝王, 等着他的到来。 长江, 江北渡, 这是江南道境内横渡长江的六处渡口之一。 从景明山里杀了个回马枪的宁楚楚, 此刻正带着他的娘子军抵达了这里。 这是一个较为偏僻的渡口, 但江南江北往来的商旅依旧较多, 不知何年, 这里已成为了一个不小的急镇。 宁楚楚一行并没有在急镇中, 而是就在江边码头的一处开阔地。 他们在等渡船, 此刻宁楚楚也正在倾点着, 这些日子以来的战礼品。 他发现自己最喜欢做的就是数这些沉甸甸的银票, 原本是带银子的。 但随着抢来的粮越来越多, 卖出的银子也越来越多。 他发现这玩意儿多了也是个累赘。 所以, 他让开阳他们拖着一车一车的银子去换成了几大包的银票。 现在的娘子军以鸟枪换了炮, 倒不是花了银子买了马, 马也是抢来的。 而是他们原本那一身蓝绿的衣裳, 现在全部都换成了崭新的大红棉袍。 雪白的雪, 大红的姑娘, 还是如一片红云一般的数百个英姿飒爽的姑娘。 这无疑让他们成为了江北渡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只是他们都背着刀跨着弓, 那些商旅们也就只敢远观, 最多不过嘴里嘖嘖两声, 却无人敢来讨个欢喜。 这自然也引起了江北渡这小镇的镇守的注意。 他知道这一定就是那群霍乱了江北的女匪。 可他能怎么办呢? 手里就十来个捕快, 总不能指望他们去将那数百女匪给擒货吧。 于是, 这位聪明的镇守大人干脆关上了门, 煮上了一壶酒, 搂着他心大的小妾, 将那群女匪之事抛在了脑后。 他们不来攻打这江北渡鸡镇, 就算是烧了高香, 若是去招惹他们, 这不是老寿星上吊吗? 而今整个江北州, 已没有了足够的兵力, 对宁楚楚的娘子军造成威胁。 所以, 江北州的官员们, 其实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只娘子军自在逍遥。 他们甚至已从那些逃生而回的兵族众, 明白了, 这五百娘子军并不是简单的土匪。 土匪往往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绝大多数还都是男人。 但他们不是。 从他们消灭那五支府兵看来, 他们的功夫极高, 战斗的时候杀伤力极强。 他们的战法简单粗暴, 就是凭着强悍的武力, 直接将府兵给杀穿, 一举击溃, 对于逃亡者却绝对不会去追。 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杀人是次要, 抢粮才是正宝。 抢了就让那些车把式, 拉去最近的城镇, 卖给里面最大的粮商, 必须买。 不买? 他们真会杀人。 可他们也不卖高价, 故而那些粮商只能眼里含泪, 心里欢喜地将那些粮食给吃下。 转身他们就去了钱庄, 将所有的银子兑换为银票, 然后在急阵中大肆采买一番, 多是干粮, 而后离去。 若有官差拦路, 没有官差是他们的对手。 而后, 那些官差若是不巧, 遇见这些穿红衣服的姑娘, 他们甚至直接睁一只眼闭一只, 装着没有看见。 所以, 他们并不是匪。 但宁国从哪里来的, 这么一只厉害的女兵呢? 没有人能够猜到。 可这只女兵, 既然打上了倒台大人的主意, 在江南道的这地盘上, 他们恐怕也插翅难逃。 不对, 他们要逃, 也应该是进入锦宁山脉, 入关中。 入了关中, 向西可去蜀州, 向北, 可去北墨。 那才是逃出升天之处。 可他们却偏偏跑到了江北渡, 看这模样, 似乎还要跑去渡江而过, 跑去江南腹地。 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 宁楚楚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正像一张天罗地网而去。 他的想法简单极了。 那些兵押送的粮草, 是要送去封县的。 而李晨安正向封县而去, 那么, 江南道的那些贪官污吏, 恐怕正是要在封县, 对李晨安不利。 那些天杀的, 居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 吊击兵马, 伏击堂堂的摄政王。 那自己就带着银子, 带着人也去封县。 至于江南道, 会有多少兵马前去封县? 宁楚楚不知道, 也没去想。 至于在封县与江南道集结的大军一战, 宁楚楚也不知道, 也没去想。 他只知道自己必须去。 哪怕那地方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 也必须去。 就像曾经去双礁山里那时候一样。 这银票也沉。 大家一人背上一些, 干粮都带好了。 待会渡船来了, 咱们直接抢他一艘。 开呀, 取地图来。 我看看过了, 将距离封线还有多远。 一张地图铺在了宁楚楚的面前, 他的手指落在现在所处这个位置, 徐徐向南一动。 嘴里嘀咕着, 有点远了。 接二个初级来着。 回殿下, 接二个已经十一了。 哦, 这过去, 要穿过整个润州三个县, 八百余里, 这就进入了平江州, 还要再行四百余里, 才是封线。 他抬起了头来, 看向了开阳, 问道, 咱们骑马一天能跑多少里地? 开阳也仔细地看着地图, 沉阴片刻, 回到江南之地一马平川, 若是走官道, 咱们骑马一天能行两百来里。 哦, 那就是, 还需要至少六天时间, 就是十七。 也不知道, 沉安何时到风险。 殿下, 属下估摸着渡了江, 恐怕也没那么顺利, 毕竟咱们, 在这边弄出的动静有些大, 看着这么多银跳, 属下都有些怕, 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对面怕是, 已做好了准备。 宁楚楚眉间微醋, 转头望向了滚滚长江。 是啊, 他这时候终于开始动起了脑子, 敌人没可能让他白白占了这么大的便宜, 如果自己这时候掉头北上, 那敌人估计拿自己毫无办法, 可必须渡江去封县, 无论如何, 也得去封县。 宁楚楚护的心生遗迹, 这样, 取一匹红布, 天书, 磨磨, 一条杖许长的红布, 铺在了地上, 天书磨了一雁台的磨。 宁楚楚提起一支大笔, 宝战浓墨, 在这条红布上, 写下了一行字, 宁国四公主奉旨下江南, 见者必让, 围者, 展恩, 他笑了起来, 你们说, 本宫这名头, 还能好使不? 江北都的对面是七尺度, 距离七尺度, 仅仅二十里地, 就是润州的七尺县, 七尺县的县令张德宝, 这两天很不高兴, 作为长江防御的一个重要县城, 七尺县有一支两千人的军队编制, 自从景华年间, 西域三十六国举兵伐宁, 他们渡江而来, 一家伙将七尺县给灭了之后, 他们继续南下, 至广陵州的灵水棺材被宁国举国之兵所败, 而后, 他们的残部退出了宁国, 在接下来的这近百年时间里, 这地方再也没有遭受过别的战争灾祸, 商城巷那时候, 就在长江一县的重要城镇派驻了防军, 这一惯例保持到了现在, 只是这百年来再无战时, 那所谓的两千防军, 事实上仅仅就剩下了一个名头, 当兵的人, 而今只有三百余, 但报给兵部的依旧是两千, 一千六百余人的空想, 可不是他区区一个县令能够吃得下去的, 其中的大部分, 他都进贡给了大多都宋十名, 昨日收到了大多都的紧急军情, 命他整顿好这两千人的军队, 助防气尺度, 若是遇见一对五百人左右的女匪, 净杀之, 江北那边的消息已传了过来, 张德宝觉得大多都是不是对女匪这个词有些误解, 那是女匪吗? 如果宁国的土匪有他们那么厉害, 若是汇聚一处, 宁城一股声, 宁国早特么被亡国了好不好? 再说, 大多都又不是不知道, 这七池县只有三百二十多个兵, 还都是些关系户, 对面江北那边的这儿八经的府兵, 每一队都有千人之数, 都不是那五百女匪的对手, 你现在要本官用这三百来个连刀都没怎么摸过的兵, 去将他们尽杀之, 陈县卫, 大多都的命令不可为, 七池县县压, 县令张德宝看向了坐在下手的那位陈县卫, 一缕短须, 面色严肃的诱导, 本县就想问问, 你可有量测已对之, 年过半百的陈县卫, 也是这官场的老油条了呀, 这件事昨儿个就已经知道, 他当然也对江北那边的那群女匪, 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打, 肯定是打不赢的, 除非是润州派兵来, 可润州的兵, 悉数调去了平江州的封县, 显然不可能再有多余的兵力, 来支援七池县, 此刻县尊发话, 他连忙拱了拱手, 笑道, 大人心安, 一来, 这长江渡在咱们江南道一县, 有足足六处, 谁也不知道, 那谷女匪, 会从哪一个渡口渡江, 这儿来嘛, 万一他们真的从咱们这七池渡而来, 打, 肯定是要打的, 但至于怎么个打法, 下官觉得可千变万化, 张德宝一听, 眉间微醋, 你仔细说说, 陈县未俯过身去, 低声说道, 大人, 其实吧, 其余五处管辖对应渡口的县, 和咱们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甚至再说大一点, 就算是整个江南整个宁国所有的州县, 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这些年, 咱宁国的国库空了呀, 国库空了, 军备可也就空了, 上上下下都固着捞银子, 是的, 时空想这种事, 可不仅仅是各州的府兵才有, 就连四大边军, 他们的胃口还要更大, 所以北墨荒人泛边, 朝中皆以为是, 那位夏侯卓夏侯大将军, 为了曾经的太子的军功, 才退出了九阴城, 恰好下官, 有个远房亲戚, 就在北墨边军之中, 是夏侯大将军的亲信, 掌握的正是北部边军的军备账簿, 这位陈县未护地站了起来, 走到了门前, 探出头左右张望了一下, 这才关上了门, 又回到了茶桌前, 他又俯过身子, 声音压得更低, 大人, 北部边军在兵部备案的人数是十二万, 可实际您知道是多少吗? 张德宝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也俯过了身子, 低声问了一句, 多少? 陈县未伸出了一个巴掌比了比, 不超过五万, 张德宝, 刺, 得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问道, 吃了七万人的空想, 陈县未点了点头, 可不是吗? 他又坐着身子, 其余三大边军, 基本上也是如此, 所以北末之败, 本就必败。 荒人首领宇文峰占领了九英城之后, 原本是要继续南下的, 但有小道消息说, 有人给宇文峰去了一封信, 原本宇文峰已在九英城整顿了兵马, 原本已经率领大军出城十里, 可他在得到那封信后, 却毫不迟疑地退回了九英城, 这才有了后面咱宁国宿灵公主前去和亲之事, 宇文峰所部盘踞于九英城, 再没有南下, 张德宝好奇地问了一句, 咱宁国谁有那么大的脸面, 让宇文峰缩了回去, 听说, 是西韦, 张德宝又大吃一惊, 西韦, 这怎么可能, 他连连摇头, 西韦所谋不就是咱宁国吗, 宇文峰南下, 宁国大乱, 这才应该是他想要看见的, 陈县卫微微一笑, 究竟是谁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人, 就连北部边军都可以大败, 损兵折将且不说, 丢失了的那大片领土, 您看朝中, 可有人找夏侯大将军算账, 连国土丢失都不重要, 区区一群女匪, 他们也不过就是打家劫舍罢了, 就算咱们防不住他们, 这不也在情理之中吗, 张德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你的意思是, 杨公, 真败, 对, 杨公, 不战而败, 咱们只有三百来个兵, 这三百来个兵, 他们可都是咱们七池县的香绳地主家的子弟, 他们来当兵, 可都是送了银子的, 死了, 不好交代, 如果这些要做得更真一些, 下官以为, 就在平民家中抽一些钉, 他们死了也就死了, 为国而战, 死了, 大人给他们稍许荣誉即可, 大兜兜那边也能有个交代, 非我等不利, 实在是土匪太凶残, 张德宝笑了起来, 妙计, 就这么办, 现在, 你就去平民家中抽钉, 三钉抽一, 五钉抽二, 咱库房中没多的武器盔甲, 叫他们自己带上镰刀也好, 柴刀也罢, 告诉他们, 剿匪结束之后, 本县亲自扳给他们加奖状, 下官遵命, 陈县卫起身告退, 张德宝端起了茶盏, 哼起了小曲, 对了, 得告诉那小妾一声, 他有个远房侄子在军中, 可莫要真的上去和那些女匪拼命, 呼的, 他又闭上了嘴, 眉间又皱了起来, 摄政王接到江南, 现在于道台和宋大都都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意图, 在江南击杀摄政王, 此事若是能成, 那当然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若是不能成, 张德宝心里突得一跳, 不行, 得将妻妻孩子们, 还有这些年弄来的那些银子, 一并送出江南, 万一遇到台书了, 整个江南道的官员, 只怕没几个人能够幸免, 他抬不走了出去, 心想那个摄政王若是知道了, 这根本就瞒不住的消息, 他会不会打到回京都, 李承安当然没有回京都, 他们一行七人, 正走在去往周庄的官道上, 他依旧和肖包子同骑一匹马, 依旧空出来了一匹, 这当然令苏二公子和刘管家颇为诧异, 但这种事不能问, 在刘管家看来, 这便是夫妻二人的感情, 结伴同行了两天, 每每打尖歇脚的时候, 刘管家都会安排好李承安五人的食宿, 当然也免不得和李承安多说一些话, 对于江南官场, 很显然这位刘管家知道的很多, 相较于皇城司里的那些情报, 他对李承安说的这些, 却又算不得什么, 许多是李承安都知道, 不过他依旧极为仔细地在听着, 全当与那些情报印证一番, 这在刘管家看来, 便是这位出出隐门的少年, 对官场之事的好奇, 所以他也全当随口说说, 毕竟江湖中人行于江湖, 对于庙堂中的那些官员, 他们多是不会去理会的, 也不能理会, 因为官场之中的那些官员们的关系太过复杂, 盘根错节, 你根本不知道, 人家背后靠着的大树是谁, 曾经有江湖侠客行侠仗义, 一家伙宰了灰县的一个贪官县令全家, 结果呢? 结果, 被整个江南官府通缉, 悬赏文银万两, 终究被江湖中人给出卖, 据说那侠客被活生生凌迟一千刀, 最后尸体还是挂在城墙上给风干的, 这是杀鸡锦侯之意, 也是告诫江湖中人当守规矩, 所谓江湖规矩就是官不可杀, 哪怕是天下皆知的巨瘫, 要动也是朝廷派人去动, 刘管家摇了摇头, 给李晨安斟了一杯酒, 笑道, 这就叫自己的儿子自己打, 别人若是打了, 那就是大不敬, 哪怕逃至天涯海角, 他们也必诛, 所以行走江湖, 万万不能去招惹了那些官员, 投靠他们可以, 听他们的命令去行事也可以, 但不能以下犯上, 因为官威不容冒犯, 李晨安咧嘴一笑, 要这么说起来, 咱宁国的官员有此硬气, 当不会被别国欺负才对, 公子想的还是太简单了一些, 对外嘛, 其实宁人的骨子里, 还是极为硬气的, 不然百年前西域联军进犯, 就已灭国了, 只是尔经庙堂上的那些官员, 刘管家自嘲一笑, 咱喝酒, 不谈那些事, 李晨安和刘管家对饮了一杯, 呼地问道, 而今咱宁国庙堂之上已换了人, 机态的那些党羽皆被铲除, 想来往后会好起来的, 刘管家沉阴片刻, 不瞒公子, 老朽原本与二公子, 就是想去京都, 希望能够拜见一下摄政王, 哦, 你找他有何事? 哎, 刘管家一声常叹, 这话本不应该与公子言, 不过这两日与公子同行, 倒是觉得公子是个坦荡人物, 全当闲聊, 公子一听而知, 是这样, 咱苏家吧, 在江南之地, 算是遵纪守法的商人, 毕竟苏家的家风很严, 哪怕家中曾经出了不少人才, 也有一些在朝中为官, 但苏家却从不仗着, 朝中有人, 就七行八事, 苏家依旧秉承着, 公平合理的做生意, 用赚来的银子, 供给苏家的子弟去做学问, 数百年来, 都是如此, 可自从商事来到了平江城, 百年前的那位商丞相, 是他挽救了当初垂危的宁国, 其功当然不可没, 苏氏作为平江城的百年家族, 对于商事的到来极为欢迎, 甚至在初时, 还帮助过商事许多, 比如教商事的人如何做生意, 教他们如何开始仿制作坊, 甚至教他们, 如何与农家合作, 栽桑养残等等, 在那时的苏氏族长看来, 宁国能够幸存, 苏氏还能够在江南之地做生意赚银子, 苏氏的子弟, 还能安心地读书做学问, 这几乎都是商丞相的恩德, 那么对于商丞相的后人, 当然得鼎力相助, 这一注就注成了大错, 苏氏万万没有料到迅速崛起的商事, 却向苏氏举起了屠刀, 当姬太为相之后, 江南道的倒台, 就换成了耳精的那位于万芝, 原来的那位倒台倒了台, 在压宋静经的途中, 被匪人给宰了, 于万芝上任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整个江南的商骨, 举行了一次所谓的江南市场整顿, 江南盛产丝绸, 有许多的丝绸作坊, 其中又以苏氏的丝绸作坊最多最大, 这些都是苏氏, 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的, 但在那场大会上, 于万芝将所有丝绸作坊, 收归为江南之造所有, 而经江南之造的那位之造郎中曹发, 就是于万芝提拔的亲信, 明中焦不能与官斗, 家主将那份偌大的家产, 悉数交给了江南之造, 原本说好的是, 江南之造分润给苏氏三成的丝绸份额, 这当然比以往自己的作坊产出少了许多, 但家主算了算, 依旧能够盈利, 此事也就此作罢, 可两年之后, 也就是差不多招花六年这个样子吧, 江南之造给苏氏的丝绸份额下降到了两成, 又两年, 就剩下一成, 那些分润出去的, 全部落在了商氏的手里, 而后家主才从旧友嘴里听到, 这一切, 都是商氏给于万芝出的主意, 商氏亏去苏氏的家业已许久, 李晨安眉间一蹴, 插嘴问了一句, 我听说商氏赚钱主要靠的是曹韵, 刘管家并没有意识到李晨安这句话的突然, 曹韵是近十年的事, 咱宁国皇上跑去修道之后, 姬太, 这倒不是他死了, 再说他的坏话, 江南许多商人对他早有抱怨, 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姬太, 他哪里懂得什么治国, 他就是懂得玩弄权术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商业对于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 他之所想, 就是稳固他的权利, 用这权利去捞更多的银子, 用捞来的银子, 再去为他养的那些狗官, 至于商人的死活, 百姓的死活, 刘管家独自喝了一杯, 砸扒了一下嘴, 姬太和他所提拔的那些贪官们, 谁会在意, 这不姬太总算是倒台了, 摄政王而今颁发的那些政策, 尤其是重视提振工商业这一点, 是绝对正确的, 只是这股风, 似乎并没有吹出玉京城, 至少江南之地, 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两样, 老朽和二公子, 意图静静见见摄政王, 所想便是, 恐怕摄政王并不知道江南形势, 或者全国的形势, 如果摄政王真有, 那么开明, 我们当向他臣诉江南之必证, 这也是全国之必证, 不然, 摄政王做的那一切, 政令不出玉京城, 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刘管家摇头一叹, 又道, 苏家不瞒公子, 苏家二斤已在变卖家产度日, 但那些贪官们, 还有伤势, 却大大的发了一笔不义之财, 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依旧逍遥快活, 这, 不公平, 李晨安点了点头, 嗯, 这不公平, 来来来, 咱们干了这杯酒, 这天, 终究是会晾的, 李晨安话音刚落, 一只鸟穿窗而入, 落在了萧包子的肩头, 就在刘管家和苏二公子惊叉的视线中, 萧包子极为淡然地, 从那只海东青的脚上, 取下了一个小小的竹筒, 随手就递给了李晨安, 李晨安接过, 取出里面的纸展开看了看, 也随手就揣入了袖带中, 依旧是黄成斯一处大统领阵旺送来的消息, 江南道的这些官们, 终究是忍不住了, 卢族五万辅兵, 正从各州出发, 向封县集结, 这很好, 这本就是李晨安希望看见的, 只是另一个消息, 让他有些惊讶, 江北州那边, 四公主宁楚楚, 带着他的五百娘子军, 截获了数万弹的粮草, 五百人, 消灭了五千辅兵, 虽然是逐一消灭的, 但这战绩依旧惊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 说明了江南府兵的战斗力, 就是个渣渣, 果真是烂到根子里去了, 信里说, 宁楚楚将那些粮食, 全部换成了银票, 却并没有远走高飞, 而是正准备渡江南下, 恐怕也是要往封县去, 李晨安呼的一笑, 并没有去担心宁楚楚的安危, 因为于万芝知道, 什么才是重点, 他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 去杀一群女匪, 他只要在封县, 将自己给弄死, 他的最终目的就已达到, 至于宁楚楚, 这股所谓的女匪, 回头再来慢慢收拾即可, 只是如此大张旗鼓地刺杀堂堂宁国摄政王, 于万芝的依仗, 究竟在哪里? 这才是李晨安最为关注的事, 毕竟京都的官员, 而京都是他亲手选拔, 如果自己真死在了江南, 那么温竹瑜等人, 必然会掉急兵马, 围剿整个江南, 就算是赤燕君不听令, 但沈武军却一定会从东渠关杀回来, 江南府兵, 根本就不是沈武军的对手, 于万芝能够当上到台, 他不可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现在, 黄承司已查出了于万芝的一处依仗, 并不是李晨安所防备的南部边军, 而是北部边军, 夏侯卓已亲自率领五万兵马, 离开了燕云关向江南而来, 这消息并不是黄承司率先得到, 而是历敬司的一个叫姚光的姑娘传给黄承司的碟子的, 去岁三月, 姚光奉您楚楚之命, 离开了广陵城, 去了墨北, 他在燕云十六周, 重启了原本就存在的历敬司的那些碟子, 密切地关注着整个墨北的动静, 原本主要是监视驻扎在九阴城的荒国大军, 结果荒人并没有任何异动, 昭化二十三年十月十八, 苏灵公主抵达九阴城, 荒人首领宇文峰亲自出城十里迎接, 而后, 于冬月初二, 宇文峰带着苏灵公主离开了九阴城, 往荒国的大荒城而去, 据说, 这是荒国的一件大事, 宇文峰已一同北墨二十七周, 但他尚未称帝, 这次带着苏灵公主回大荒城, 他将向天下宣告大荒国的成立, 他将登基为帝, 他还将与苏灵公主成婚, 封苏灵公主为大荒皇后, 此举, 当然是为了彰显大荒国的国力, 宁国虽然建国三百年, 但宁国却是中原数千年文明的正统传承, 现在宁国的公主成为了大荒国的第一任皇后, 这便意味着, 大荒国的成立得到了中原正统文明的认可, 也让整个世界的国家知道, 大荒国从此脱离了以往游牧时代的野蛮文明, 向中原文明靠近了一大步, 如此, 可震慑大荒国周边诸国, 或者其余游牧部落, 也能让原本大家都看不起的草原部族抬高身份, 融入到整个世界之中, 这个宁文峰当真是一代萧雄, 据说, 他年仅三十, 只是他占领了九英城之后, 为何没有徽君南下, 其中原由李承安尚不清楚, 但他明白, 绝对不是因为宁国派出了一个和亲的公主这么简单, 若是萧雄, 他的第一选择绝对不是女人, 而是开疆拓土, 现在李承安仅仅是安排了黄承司的蝶子, 关注着北墨的动静, 至于北部边军, 这个夏侯卓率兵前来江南, 他的手里, 也就这五万兵马, 他这一家伙跑了, 燕雲关便形同虚设, 宇文峰肯定会知道这个消息, 那么如果这时候, 宇文峰挥师南下, 他可轻易攻破燕雲关, 进而占领燕雲十六周, 这该死的夏侯卓, 就为了弄死自己, 连最后的底线都不要了, 那么, 如何守住燕雲关? 李承安起身, 走到了书桌旁, 想了片刻, 替笔写了一封信, 塞入了竹筒中, 递给了肖包子, 肖包子将这玩意, 绑在了这只海东青的脚上, 摸了摸他的脑袋, 抬起手臂, 他展翅, 穿窗而去, 刘管家和苏二公子, 当然不知道李承安干了些什么, 不过刘管家的那双老眼, 却一直看着那只海东青, 直到它消失, 这鸟, 名贵, 不仅仅是名贵, 他还极为稀有, 他野性极强, 很难驯服, 可他在这位少奶奶面前, 却温顺得像一只小鸡一样, 于是乎, 刘管家再次惊叹于尹们的强大, 心想这或许就是这位无影见李吴欢李公子, 行走江湖与桃花岛沟通的法子, 李承安又坐了下来, 面带微笑, 呼地看向了刘管家, 问了一句, 对于你们苏氏与姑苏慕容家联姻这件事, 武林中人反对, 这有什么意义, 刘管家顿时一喜, 这位李公子总算是问起了苏家的事, 他连忙回道, 公子不知, 原本吧, 咱苏家与慕容家联姻与外人无关, 可当这消息传出之后, 商家却派了人去了苏府, 哦, 商家派人去苏府所为何事, 商家家主商春秋说, 他商事要与苏氏联姻, 苏府当然还有许多小姐, 可偏偏商事指名道姓要赢取苏家的苏四小姐, 商家的大管家于清伦去了苏府三次, 最后, 商家出了个主意, 比武招亲, 由我家四小姐设擂台, 他商家的六公子与慕容家的三少爷, 当着天下武林豪杰的面公平对决, 若是苏家还是不答应, 商家就将花重金请江湖中人直接抢清, 坏了这桩好事, 李承安眉梢一扬, 又问了一句, 那个慕容家对此又是个怎样的态度, 这个慕容家当然硬了下来, 慕容真打不赢商家的那个六公子, 刘管家摇了摇头, 一声叹息, 此事, 非比武招亲那么简单, 此话怎讲, 商家六公子商誉, 他根本就不会武功, 他不仅仅是不会武功, 他还身有残疾, 他的腿, 升下来的时候就断了, 他没有下半身, 他是个废人, 可在平江城, 甚至整个江南, 他的恶名, 恐怕人尽皆知, 李承安明白了, 这商家的六公子, 根本就不会武功, 偏偏还要和慕容家的三少爷比武竞争, 想来, 这里面有着另外的勾当, 他转头, 就看向王正浩轩, 咧嘴一笑, 比武招亲, 你觉得如何? 王正浩轩一愣, 心想, 明明可以用黄承司的力量, 一家伙将那狗屁伤士和慕容士给灭了, 搞这多此一举的事, 有何意义? 但李承安竟然这么问了, 恐怕有他的深意, 于是, 他点了点头, 还拍了拍坐在他旁边的苏巡的肩膀, 信誓旦旦地说道, 二舅哥, 别担心, 我去参加比武招亲, 苏孟只能是我王, 王七的妻子, 你苏家的事, 就是我家的事, 以后, 你就跟着我混, 咱一起喝酒, 一起吃狗肉, 虽说还没到元宵这年, 就还不算是过完, 但对于百姓或者刑伤而言, 这已经到了他们开始为新的一年的生计, 而忙碌奔波的时候了, 通往周庄的官道上, 行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李晨安一行, 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周庄而去, 这令刘管家和苏二公子心里有些焦急, 刘管家的意思, 本是将这五个桃花岛的隐门高人, 送去了周庄之后就离开, 他需要带着二公子赶往封县, 已有消息传来, 说摄政王的车架, 正在前往封县的途中, 恐怕还有半个月左右就将抵达, 从周庄去往封县, 倒是只需要三五天的矫程, 但能够早些去等待摄政王的到来, 总比错失了那个良机好上许多, 可这位李公子, 他是当真不急啊, 这能怎么办呢, 当然不能催促, 毕竟人家是隐门中的高手, 他游历天下, 本就没啥目的, 他这才答应了帮苏家渡过墓前的第一个难关, 可不能得罪了他, 李晨安依旧和萧包子同骑一匹马, 他的手依旧搂着萧包子的腰, 比以往时候搂得更紧了一些, 萧包子忽得发现自己已经习惯, 他已不再如以往那般羞怯, 反而觉得两人之间本就该这样, 虽然那好事尚未能办成, 但这家伙已经看过了自己的身子, 那自己就已经是他的人了, 就在萧包子想着何时能够将那事给办了的时候, 他的耳畔忽然传来了李晨安的声音, 剑舞, 有没有在宁楚楚的身边, 萧包子微微转头, 反倒问了一句有关于宁楚楚的消息, 嗯, 宁楚楚带着他的五百娘子军当了土匪, 正在被江南道的官府派人围剿, 萧包子笑了起来, 在双胶山里, 他已见过了宁楚楚的那些娘子军的身手, 若是单独地放在江湖中, 也就开阳天书他们几个稍微能看看, 其他人嘛, 都是些二三流的身手, 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却绝不是一般的江湖高手能够抵挡的, 何况官府的那些捕快或者辅兵, 除非他们有十倍于娘子军的人马, 否则他们对娘子军根本就构不成威胁, 你担心他, 倒不是, 只是如果剑武他们也在他身边, 他会更安全一些, 萧包子摇了摇头, 晚夕斋毕竟得有人看着, 京都平定之后, 我就让剑武带着百余弟子返回了晚夕斋, 已经错过了秋种, 那可就不能再耽误了春耕, 他们估摸着已经抵达了晚夕斋, 要不要叫他们再出来, 李晨安想了想, 不用, 晚夕斋得守着, 万一哪一天, 我落得个无家可归的时候, 只不定还要去你那晚夕斋吃口软饭, 萧包子咧嘴一笑, 要不, 咱们去接了弱水妹子, 再带上宁楚楚, 一起去晚夕斋, 不二周天觉这个东西, 看的是个悟性, 其实也就是个缘分, 我倒是以为你真跑去吴国喜剑楼, 也不一定就能有所得, 与其那样, 怕是不如就在晚夕斋进修, 说不定你还有那机缘能够参透, 李晨安的身子向萧包子靠得更紧了一些, 他在萧包子耳畔低声说了一句, 三女侍一夫, 你觉得我还能进修吗? 萧包子脸大呼得一红, 一声娇嗲, 你想得美, 他的话音刚落, 忽然, 走在最前面的阿牧停了下来, 接着一个声音如春雷般乍响,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此处过, 留下买路才, 李晨安探出脑袋, 笑了起来, 哟, 打劫的, 站在渡船上的宁楚楚, 此刻正望着长江水发呆, 开阳就在宁楚楚的身边, 他呼得深吸了一口气, 低声问道, 殿下, 您, 您可想清楚了, 宁楚楚没有回答, 在江北渡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是想清楚了, 无论是刀山火海, 都得去救李晨安, 可当他真的登上了渡船, 渡船真的正往江南而行的时候, 他却有些惆怅了起来, 他是摄政王, 这没什么, 可在宁国百姓的心里, 他依旧是皇长子, 自己是宁国的四公主, 那么在所有不知情的人的眼里, 他就是自己的太皇兄, 现在自己亮明了身份, 许能令江南官场的那些官员投鼠忌气, 也或许让他们将自己一并杀死, 毕竟父皇驾崩之后, 宁国已没有了皇帝, 自己这个公主殿下的名头, 恐怕也就唬不住几个人, 这些都不重要, 就算是死,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自己真跑去了他的身边, 真的见到了他, 终究还是修不成那正果, 他的身边有那个萧姐姐, 而今江南已起了诸多传言, 说萧姐姐就是细微的女儿, 转得有鼻子有眼的, 不像是假, 他和细微的女儿走在一起, 对他的名声可不太好, 也不知道萧姐姐有没有因为这身份的缘由, 离开了他, 想来是会的, 萧姐姐是喜欢他的, 那便不会连累了他, 就在宁楚楚胡思乱想的时候, 开阳又低声说了一句, 殿下, 船就快靠岸了, 宁楚楚抬头, 任由江峰吹乱了他的长发, 那就登岸, 还是去封县, 对, 还是去封县, 殿下, 宁楚楚举起了一只手, 打断了开阳的劝道, 我想清楚了, 他是我哥, 我当然得救他, 好, 渡船靠岸, 五百娘子军登岸, 他们骑上了战马, 走在最前面的天书和天拳二人, 各长着一根竹竿, 两根竹竿间, 是一条宽大的横幅, 横幅上写的便是宁国四公主, 奉旨下江南, 见者必让, 围者, 斩, 这一行大字, 而此刻, 陈县卫正带着个把十胜前才抓来的一千壮丁, 还有那三百二十个原来的防卫兵, 正无比凌乱地站在七尺度至七尺线的路中间, 陈县卫骑着唯一的马站在队伍的最后方, 他看着这支乱七八糟的军队, 心里一叹, 没有盔甲, 连像样的武器也没几把, 那一千瘦不拉几的刚抓来的壮丁, 身上穿着破烂的棉袄, 手里握着的是棍棒, 他们并没有带来家里的菜刀或者柴刀, 因为铁器很贵, 这特么的, 棍子打狗可以, 要吓唬土匪, 还是足足五百人的女汉匪, 陈县卫只能祈祷他们待会能够跑得快一些, 就在这时, 一吃后飞奔来, 他冲到了陈县卫的码头前, 气喘吁吁地说道, 报, 报大人, 女匪已经登岸, 正向此处而来,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他们扯着一个红符, 小人距离他们有些远, 一夕看见了四公主宁, 什么奉旨下江南, 大人, 难道他们不是土匪, 而是公主殿下的私兵? 陈县卫这就傻眼了, 他俯过身子, 你看清楚了那几个字没, 小人确实也就看清楚了那几个字, 陈县卫一缕短须, 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呼地笑了起来, 走, 带本官前去瞧瞧, 李晨安一行停了下来, 此地无名, 放眼而去, 皆是挨挨白雪, 没有人家, 但官到一旁倒是有一座不是太高, 却绵延很长的山, 这山在地图上倒是有个名字, 它叫舟山, 不是不舟山, 这条山脉, 蜿蜒数百里之地, 直达舟庄, 这伙土匪估摸着是从这舟山上下来的, 有十八个人, 个个提着刀枪, 个个都露出了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个很是魁梧的, 满脸落腮胡子的壮汉,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棉袄, 腰间缠着一条布巾, 手里提着一把两尺长的宽背大砍刀, 此刻他正挥着砍刀, 同龄般的双眼瞪着阿牧, 你, 给老子下马, 则则则, 这马不错啊, 咦, 后面那小娘子比马, 还要俊俏, 看你也背着刀, 抱上你的名号, 老子刀下不死无名之辈, 阿牧的那张脸, 依旧如刀一般, 没有丝毫表情, 仅仅是他的眉间微醋了一下, 这些人, 在他看来, 已经都是死人, 他本可以一刀而去, 但他还是抱上了名号, 李晨安说, 闯荡江湖, 扬名很重要, 断魂刀无名, 对面那汉子还在听着, 因为接下来, 对方应该问问自己的名号, 至少也得问上一句, 好汉是那条道上的, 可他没有等到, 阿牧, 枪, 得一声拔出了他的刀, 想了想, 还是又说了一句, 记住了, 我是断魂刀无名, 你们, 可以去死了, 对面那汉子愣了一下, 这少年不讲究啊, 这种人, 要么是愣头青, 要么, 就是有大本事, 但如此年轻, 能有几分本事, 他又挥了挥刀, 忍不住自己问了一句, 你们, 是那条道上的, 哦, 桃花岛, 这又弄得那汉子愣了两膝, 他呼地回头看向了他的那帮兄弟, 你们听过桃花岛这名字没有, 那十七个土匪, 整齐地摇了摇头, 壮汉乐了, 因为他也没听过江湖中有什么桃花岛这么的门牌, 下马, 留下你们的马和所有的银子挨得搜身, 除了那姑娘, 你们可以走, 他手里的刀呼得像苏二公子一指, 你也不能走, 他咧嘴笑了起来, 二公子, 有人要你的命, 你不仅仅需要留下钱财, 还要留下命来, 阿木下了马, 他是从马上飞出去的, 就在那壮汉话音未落之际, 他的人已在空中, 他的刀也已在空中, 你竟然敢要我师弟的二舅哥的命, 他在空中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 就在那壮汉抬头的那一瞬间, 他的刀如疾风一般劈了下去, 那壮汉吓了一跳, 他双手握住了大砍刀的刀柄,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耀眼的一刀, 就在阿木的刀距离他头顶杖许时后, 他腮帮子一鼓, 双眼凶光毕露, 老子大刀王六, 你想和老子比内力, 他的身子一挫, 双腿陡然发力, 碰, 的一声, 他的脚下一捧雪花乍飞, 他提刀而去, 竟然向阿木劈来的一刀, 主动迎了过去, 枪, 一声剧烈的金铁, 交鸣声响起, 咔嚓, 一声脆响随之传来, 跟随了他足足二十年的大砍刀, 断了, 被阿木一刀斩断, 就在大砍刀断开的那一瞬间, 王六浑身上下的每一根汗毛, 都吐得竖了起来, 行走江湖二十年, 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召唤, 这丝也是了德, 凭着身经百战的江湖经验, 他在刀断的刹那, 他的身子在空中强行一扭, 顺势将手里的断刀向阿木置了过去, 他的身子向地上掉落, 他的断刀向空中的阿木垫射而去, 阿木收刀, 倒不是他躲不过射来的断刀, 而是因为小师弟王正浩轩, 已踢着刀向那汉子落地的地方, 一步而去, 阿木手里的长刀一轮, 枪, 得一声将那断刀击飞, 他的人带着他的刀, 向后面已经举起了武器, 正向李晨安他们冲去的那十七个汉子劈了过去, 碰, 一声巨响, 这是阿木的刀斩落在地的声音, 这一刀落下, 激荡地满地雪花狂舞, 那狂舞的雪花原本是白的, 而后, 渐渐被飞洒而出的血给染红, 阿木一刀, 斩敌三人, 其余十四人, 吓得顿时止步, 阿木拖刀, 向前, 一步, 两步, 三步, 刀起, 哀嚎声响彻大地, 周围的十余个商客已面无人色, 刘管家和苏二公子也早已经呆了, 这是怎样的刀, 这是怎样的人使的刀, 桃花刀, 竟然厉害如丝, 三刀杀十六人, 竟然就在眨眼之间跑了一个, 那贼人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阿木没有追, 王正浩轩此刻已站在了那大刀王六的面前, 王六已从雪地上站起, 他连退了三步, 无比震惊地看着年纪轻轻的王正浩轩, 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你叫大刀王六, 王六连忙点头, 在下正是王六, 敢问壮士如何称呼, 阿, 巧了, 我叫绝情刀王七, 王六眼睛一亮, 弟弟, 王正浩轩顿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你他妈才是弟弟, 他刀起, 没有劈, 而是扫, 王六在退, 然而他后退的速度, 却根本没有王正浩轩的刀块, 他已绝望, 留下的最后一抹念头是, 大家都姓王阿, 然而王正浩轩并不是用的刀刃, 而是刀身, 他横扫的这一刀, 是拍在了王六的腰间, 王六阿, 得一声惨叫, 被这一刀拍得飞了出去, 他嘴里地写在空中狂飙, 而后落地, 扑, 得一声, 他落在了三丈开外的雪地里, 王正浩轩扛着刀, 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蹲在了王六的面前, 催了一口, 不要乱拉关系, 你不配, 王六躺在地上惊恐地连连点头, 便见着王七, 咧嘴笑了起来, 你刚才说有人要苏二公子的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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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苏二公子, 是我王七的二舅哥, 你说说, 是谁要他的命, 我或许会饶你一命, 王六沉阴片刻, 终究还是觉得自己活着更重要, 好汉, 是, 是长白书要二公子的命, 王正浩轩眉间一蹴, 长白书, 号称江南武林太陡的那个, 翻江倒海, 长白书, 正是, 在下听说, 听说是, 是受了伤势的指使, 王正浩轩起身, 你记住了我们的名头了没, 在下, 刻骨铭心, 那就好, 你走吧, 王正浩轩转身就走, 甚至还背对着他挥了挥手, 留下了两句话, 记得告诉江湖中人, 桃花岛出出江湖, 代表江湖正道赏善罚恶, 苏家四小姐苏梦, 乃桃花岛绝情刀王七之七, 打他主意者, 我灭他满门, 王正浩轩当真将那大刀王六给放走了, 王六走的时候, 一步三回头, 眼里是三分难以置信, 剩下七分都是佩服, 这少侠, 够一切, 江湖中人讲究个啥, 不就是一气二字吗, 他已忘记了, 自己出卖了翻江倒海长白书, 也忘记了自己这一家伙死了十几个兄弟, 李晨安看着王正浩轩, 此举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觉得, 这小子似乎忽然之间长大了, 一同震惊中惊醒的刘管家, 这才又一次亲眼见识到桃花岛弟子的厉害, 大刀王六, 他并不是土匪, 他在江南道的江湖还极有名气, 他是江南镖局的总镖头, 三镜中间的身手, 他在江南镖局代镖行走江湖二十载, 几无失手, 甚至只要飙车挂上江南镖局大刀王六的旗子, 那些山匪就算看见也会退让, 无他, 这王六很是凶悍, 但今儿个, 他没有在那个叫断魂刀无名的少年手里走上一招, 也没有在这个叫绝情刀王七的更年轻的少年手里走上一招, 那么这二位究竟是什么境界? 这桃花岛, 底蕴居然如此深厚, 刚才这个王七公子说他将去参加比武招亲, 他还说四小姐是他之妻, 刘管家咽了一口唾沫, 冲着王正浩轩拱了拱手, 小意地问了一句, 王公子, 您, 您这与我家四小姐认识? 王正浩轩咧嘴一笑, 岂止认识, 他的武功是我教的, 我身上穿的衣裳, 是他亲手给我缝制的, 在木山刀的时候, 我的饭菜是他亲手给我做的, 我与他相识五年, 朝夕相处五年, 我们早已私定终身, 这次出山, 王正浩轩转头就看向苏巡, 笑道, 二舅哥, 这次我出山, 本就是要去苏家一趟, 另外, 我也已经告知了我的父亲, 想必他也在去往苏家的路上, 我爹会向苏家提亲, 不过这事的办的敞亮, 不能让岳父因此为难, 到了周庄之后, 你们回去, 告诉岳父大人一声, 四月初一比武招亲, 我, 王, 王七, 会当着天下武林豪杰的面, 打赢所有赶登上擂台来的人, 正大光明地迎娶你妹, 一旁的阿牧, 那张如刀一般冰冷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意, 小师弟真的长大了, 他已学会了何谓担当, 另一旁的小五, 一直看着王正浩轩的嘴, 他也看明白了, 于是也会心一笑, 心想这也算是一种江湖中的浪漫吧, 王后王正浩轩有了未婚妻, 但他却一定会追随李晨安, 他会不会也将他的未婚妻带在身边呢? 他有了未婚妻, 还会不会去抓狗来盾呢? 嗯, 好像盾狗已不再重要, 希望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一行人继续前行, 李晨安依旧搂着肖包子的小蛮腰, 肖包子呼得低声问了一句, 你就不担心他输了? 他输不了, 为何? 能赢他的人, 估计都会被他爹给提前宰了。 王正金中带着三千玉封位, 站在了舟山之巅, 他已得到了儿子让皇城四蝶子送来的信, 他已看过了这封信, 他当然欢喜, 儿子长大了, 原本还寻思给他找个媳妇, 没料到他竟然自己拱到了一个, 还是江南苏家的小姐, 咱家都是粗笔五夫, 也就是识的字罢了, 文器这个东西显然是没有的, 如果儿子娶了这苏家小姐, 阴阳讲究个调和, 文武也讲究个互补, 指不定有了苏家文器的熏染, 咱王正家还能出个文武双全的举人竟是啥的? 于是, 王正金中咧嘴, 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他身旁骑在战马上的长孙红衣, 就很是惊诧了。 长孙红衣与王正金中极为熟悉, 因为在皇城四的时候, 王正金中本就是爷爷最信任的人。 伯父, 今天你已经傻笑了三次了, 啥是那么高兴, 说来让我也高兴一下。 王正金中转头看向了长孙红衣, 红衣啊, 你, 你喜欢我家那小子吗? 长孙红衣顿时就不高兴了, 他瞪大了眼睛, 脸大一红, 伯父, 我爷爷虽然去世, 但你也莫要想着, 用你这皇城司提取的身份, 让我嫁给王正浩轩那小子。 这个, 你为啥就不喜欢我家那小子呢? 长孙红衣修长的脖子一扬, 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咱实话实说, 你不会生气吧? 怎么会? 你只管说, 你家那小子少不更事, 太肤浅。 王正金中一听, 整个人顿时就不好了。 那小子肤浅吗? 肤浅吗? 好像有点, 不然不会干出偷吃了他师父的狗, 还偷吃了他师父的鹅这种事情来。 那小子回到京都之后, 京都的犬肺之声都骤然减少。 这些当然不是个正事。 那小子好像确实也没干过什么正事。 长孙红衣扭头看向了王正金中, 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太直接了一些, 有些伤人。 他正寻思缓和一下, 不料他又看见王正金中脸上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来。 接着他便听见了王正金中的话, 嗯, 但我家那小子还是有几分能耐。 他偷狗是绝对的好手, 现在, 现在竟然学会了偷人。 长孙红衣大吃一惊, 便听王正金中又笑道, 嘿嘿, 他找到媳妇了。 长孙红衣, 谁家姑娘瞎了眼? 王正金中瞅了长孙红衣一眼, 悠悠说道, 可不是谁家姑娘瞎了眼, 而是我那儿子太耀眼。 长孙红衣, 对了, 你可有喜欢的人。 若有, 伯父为你做主。 长孙红衣想起了阿牧, 那个如刀一般冰冷的酷酷的少年。 他的神态是那么的坚定, 他的意志当然就如磐石一般的顽强。 他的表象虽然冰冷, 但他的内心指不定极为火热。 具有这种特质的女人, 往往都是女人中少有的极品。 具有这种特质的男人, 那绝对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男人。 长孙红衣眉梢一阳, 眼露欢喜, 却没有说出阿牧这个名字。 凌冽的寒风吹得他长发飘飘, 也吹得他那一身红衣烈脸。 我的事, 暂不用伯父操心。 他呼地转换了一个话题, 他看向了王正经中, 极为认真的问了一句, 不是说北部边军的那位夏侯大将军, 率军南下了吗? 我们是继续前往周庄, 还是渡江北上去守卫燕云关? 王正经中微微一笑, 咱既不去周庄, 也不去燕云关。 长孙红衣一阵? 那我们去哪? 王正经中守离马鞭一指, 去平江? 去平江干啥? 给我提亲, 帮我杀人。 周山之巅的那一只足足三千人的御风卫, 踏着风雪扬长而去。 长孙红衣心里是极为疑惑的。 原本这支队伍该去的地方是周庄, 因为摄政王即将抵达周庄。 但就在刚才, 提举大人收到了一封信之后, 就改变了这一计划。 队伍当真往平江城方向而去。 提举大人敢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 周庄那边理应有了别的应对之策。 只是, 这皇城私手里的一把刀杀去平江城, 当真就是为了给他那儿子王正浩轩提亲的吗? 至于杀人, 整个江南官场的人都该杀。 这倒没有什么。 王正浩轩那小子, 究竟看上了谁家的姑娘? 另外, 提举大人还说, 镇守烟云关的那位夏侯大将军, 徽军南下, 兵部并没有给他调令, 他是善离职守, 去的目的地是封县, 其义不言而喻。 长孙红一同样想到了距离燕云关仅仅只有三日脚城的九阴城里驻扎的荒人大军。 虽然宇文峰带着素林公主离开了九阴城, 去了大荒城, 但夏侯卓大军异动, 显然是瞒不过宇文峰的眼线的。 燕云关没了守军, 九阴城里的那位荒人大将军宇文继, 他可是宇文峰的亲二哥, 他在大荒国可是鼎鼎有名的疯子将军, 他会不会带着九阴城里的三万荒人大军去突袭燕云关, 进而攻占燕云十六州呢? 就算提举大人想不到, 摄政王他莫非也想不到吗? 他一定会想到, 但他会如何应对呢? 哪里还有忠于他的兵? 长孙红一有些忧, 却无良策, 就只能去忧。 他又想到了王正经中告诉他的四公主宁楚楚的消息, 他万万没有料到宁楚楚竟然会将历境寺的姑娘们 整合成了一只五百人的娘子军。 他更没料到宁楚楚会带着这只娘子军去了双礁山, 还打了一个大胜仗。 现在, 这个令他刮目相看的四公主, 居然又在江北州弄出了那么大的阵仗。 提举大人说, 四公主殿下正要渡江南来。 他当然是为了李晨安, 只是他并不知道李晨安去的地方不是封县, 而是周庄。 他能不能顺利地抵达封县? 而经整个江南的视线, 恐怕都落在了封县。 那地方注定是一个惨烈的战场。 四公主此去, 提举大人居然说并无太大危险。 长孙红一不知道皇城司或者摄政王在封县有着怎样的布置? 他只知道刀枪无眼。 对了, 那个夏侯卓, 原本就是太子殿下的家奴。 她是当年的怀皇后, 向皇上举荐的。 四公主宁楚楚, 是怀皇后的女儿。 如果夏侯卓在封县与四公主相遇, 她会举起手里的刀吗? 她敢举起手里的刀吗? 莫非这就是提举大人不担心宁楚楚安危的缘由? 可此一时比一时, 怀皇后早已先去, 太子殿下也入了皇家请龄。 四公主宁楚楚可还能约束得了夏侯卓。 宁楚楚是一支孤君。 她没有任何的情报来源, 这话也不对, 她还有丽敬思。 虽然这些年丽敬思是老太太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但作为宁国最重要的江南道, 丽敬思还是保留了一些碟子的。 比如在平江城最大的那处名为飘香苑的青楼, 就有一个叫小雅的姑娘。 她不是什么头牌, 她是飘香苑头牌的丫头。 飘香苑的头牌姑娘名叫洪秀, 在平江城那是极为有名的存在。 洪秀姑娘非一般人不能见, 那么她见的就都不是一般人。 多为平江城里的高官大员, 亦或那些高官大员商骨巨妇府上的少爷们。 所以, 小雅得到的消息极多, 还多是少有人知道的大消息。 现在小雅就知道了在江北纵横的那只女匪的消息。 她一听就明白了那只所谓的女匪的来路。 五百人, 穿红衣, 各个武艺高强。 那不是殿下早些时候成立的娘子军是什么? 天下没可能有第二支这样的军队。 京都之便早已传至平江城, 皇上驾崩, 太子轰这些消息, 她也早已知道。 只是她不知道, 殿下为什么会带着娘子军过了江南, 去了江北, 本已抵达了锦宁山, 本已经要离开江南道的范围, 她却呼得又回来了。 她是要去哪里? 听说摄政王要去蜀州。 莫非殿下原本也是要去蜀州的。 只是殿下为何没有与摄政王同行, 反而走在了摄政王的前头。 现在摄政王还未抵达封县, 但昨个夜里, 却听江南道大都督宋世明家的那位少爷说起。 他说, 摄政王嘛, 封县那地方的风水不错, 可藏王。 在一想这些日子, 平江城的府兵悄悄地离去, 小雅确信, 封县恐怕就是尔京最危险的地方。 殿下要渡江而来, 殿下杀了江北州五千府兵, 抢了那么多的粮草, 殿下肯定是要去封县与摄政王会合。 摄政王也是胆大包天, 听说他竟然就带了百来个侍卫, 终究是个年轻的少年。 他恐根本不知道官场之凶险。 对于这位摄政王的死活, 小雅并不在意。 但他却不愿意四公主宁楚楚死在了风险。 所以, 这天傍晚, 他找了个机会, 去了一趟平江城的城隍庙。 城隍庙有一个新来没多久的老庙住, 这个老庙住在后院养了许多鸽子。 这一天晚上, 有三只鸽子飞出了城隍庙。 这一天夜半, 城隍庙里来了三架马车。 从夜半至天明, 城隍庙后院那处破落房子里的灯火未灭。 天蒙蒙亮的时候, 从城隍庙里出来了一个少年。 他解开了一辆马车的马套。 他骑着这匹马, 急驰而去。 他是黄城寺的碟子。 不在黄城寺七个处的任意一个之中。 他叫长孙寒。 他是长孙金鸿曾经收养的一个郭。 他从小就在这城隍庙里长大。 他被深埋在江南, 天下只有一人知道他的存在。 那人就是城隍庙经的这位庙住。 这庙住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此刻他正坐在一张破旧的茶几前, 给三方的三人斟了一杯茶。 这个老人, 他竟然是从淮山镇离开的那个早已从黄城寺退休的, 在淮山镇隐姓埋名钓鱼多年的丁大先生。 他从淮山镇来到了这里, 成了这破庙的, 少有人注意的一个庙住。 而此刻坐在他面前的三人, 一个竟然是昔日黄城寺的那叛徒夏运虎, 另一个竟然是昔日相辅的那位大管家康石介。 最后一位的身份更是令人惊讶。 他是定国侯府的老侯爷, 钟离破。 小雅认识的并不是他们, 而是离开的那少年长孙寒。 成皇庙的这小破屋子里, 极为安静。 倒不是昨儿晚说了半宿, 将本该说的话说完了。 而是除了丁大先生, 其余三人都在沉思。 当然, 四公主宁楚楚必须救, 这是四人达成的共识, 所以丁大先生让长孙寒先行离去。 他必须阻止宁楚楚去封城, 因为封城会变得极为混乱。 现在他们在思考的是丁大先生说的那一句话。 长孙金红在淮山郡告诉他, 当年真正有机会对卢皇后下手的人, 是丽阳公主。 丽阳公主, 现在是民国大宗师燕姬道的妻子。 李晨安成为了摄政王之后, 虽然取缔了国公这一封号, 但燕府, 他依旧是那个庞大的燕府。 在京都之变中, 那依旧没有露面的西围, 不知道如何说服了燕府, 也或者他如何掌控了赤燕军的最高统帅燕姬龙。 赤燕军在占领了玉京城之后, 没有发起对皇宫的最后一击。 他们反而出城, 去消灭了淮国公怀平山这些年, 布置在那两处未成里的势力。 他们既有攻打了玉京城之大罪果, 却偏偏又有守卫了玉京城的大功劳。 他们宰杀了姬太一系的几乎所有的官员, 还粉碎了淮平山十余年锁部下的大阴谋。 所以, 这赤燕军究竟是听命于谁? 细为, 他这一异常举动, 真的就是为了扶持李承安上位吗? 燕府原本是和姬太坑赫一气的, 可燕姬龙却分明违背了他爹燕景月的意愿。 最生气的, 恐怕是丽阳公主。 如果赤燕军按照计划行事, 赤燕军将在京都与神武军决一死战。 赤燕军胜, 宁国不会有什么摄政王。 至于谁会登基为帝, 这就得看丽阳公主的意思了。 若是赤燕军败, 那么燕国公府也必然如曾经的上车后府一样灰飞烟灭。 没有人会料到结果居然是个合局。 赤燕军甚至听从了摄政王的命令, 当真带着大军离开了京都, 又去了乌鸦关。 神武军本就会听命于摄政王, 他们去了宁国东边的东区关。 燕府虽然没有了国公这个称号, 但燕府上下, 无一人受到牵连。 至少现在没有。 此刻丁大先生说, 丽阳公主极有可能才是卢皇后死因的主谋。 她依旧活着, 那卢皇后的仇, 当然就还没报。 谁去报? 李晨安不是皇长子, 这是毋庸置疑, 所以他才没有去动燕府。 丁大先生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 又道, 何况燕府还有个大宗是燕姬道, 偏偏燕姬道这个人, 又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人。 刚才侯爷也说过, 淮平山在攻打云集别野的时候, 燕姬道就在那地方。 他为云集别野出了手。 长孙惊鸿在世的时候, 丁大先生看向了夏运虎, 问道, 他有没有在你面前评价过燕姬道这个人? 夏运虎点了点头, 先生对燕姬道评价极高, 认为他和樊老夫人皆是宁国真正的守护者。 说完这话, 夏运虎还补充道, 先生说, 天下间, 值得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五个。 其一便是大先生, 其二李晨安, 其三王正经中, 其四燕姬道, 他就说了四个名字, 那么想来, 这最后一个名字当是樊桃花。 这五个人, 除了李晨安之外, 都能理解。 但为什么长孙惊鸿会如此信任, 认识并不是太久的李晨安呢? 这或许是因为李晨安的爷爷李春府的缘由。 没有人去深究, 因为这个并不重要。 丁大先生放下了茶盏, 又道, 老夫思来想去, 李晨安这孩子, 看来确实没有登基为帝的野心。 他留下燕府, 许有对赤燕君的顾虑, 也或许有对燕姬道的考虑。 当然, 也可能是将丽阳公主留着, 等他接回了真正的皇长子。 等皇长子登基为帝之后, 这事就交给新皇去办。 说完这话, 他抬眼看向了坐在他下手的康时纪, 这些年, 委屈你了。 康时纪连忙拱手一礼, 回到, 属下, 羞愧。 西伟太狡猾, 属下在乡府当了那么多年的管家, 依旧不知道他的真面目。 属下, 也未能将老苗救下, 这是属下无能。 丁大先生摆了摆手, 这非你知错。 他又看向了颇为惊讶的夏运虎, 解释了一句, 他, 康时纪, 是老夫二十年前还在皇城司的时候就埋在姬太身边的人。 那时姬太还不是丞相, 不过, 他已是户不上书了。 实际, 老夫想要问你的事, 二皇子宁之行, 他究竟后来有没有在乡府再次出现过? 康时纪摇了摇头, 直到乡府覆灭, 二皇子也没有再出现过。 丁大先生眉间微醋, 这么说, 李晨安当真在双交山里将他给宰了? 他摇了摇头, 否定了这一想法。 这不对, 如果李晨安真将二皇子给宰了, 他不会将基安的命给留下。 这小子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他会将二皇子给藏在哪里? 如果真留着二皇子, 这有什么意义? 丁大先生想不明白, 其余三人也想不明白。 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终究只能试个猜想。 这是至少在墓前, 似乎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两件, 四公主宁楚楚的安危。 还有燕云关的安危。 是有轻重缓急, 很显然, 目前这两件事迫在眉睫。 尤其是燕云关, 这直接关系着, 本就风雨飘摇的宁国, 会不会在雪上加霜。 不过现在丁大先生, 已经不再担心。 因为京都, 有个温竹雨。 也因为钟离破本人虽然在平江城, 但在京都之变的时候, 他从蜀州带出来的那三万兵族, 此刻, 恐怕已快抵达了燕云关。 这是李晨安和温竹雨的安排。 这个摄政王, 虽年轻, 但思虑周详, 很是不错。 那么接下来, 就是封县之战。 丁大先生又看向了夏运虎, 封县之战, 就看你了。 丁老放心。 我夏运虎, 必不如命。 好, 实际, 接下来还要委屈, 你在渔府待一段时间, 但想来, 这段时间不会太长。 属下明白, 定会密切监视于万智等人的动向。 嗯, 那就这样吧。 众人起身, 夏运虎和康实际二人离去, 钟离破却并没有走。 他和丁大先生来到了院子里, 望着寺下里的白的雪和红的煤, 钟离破户地问了一句, 如果陈安没有接回皇长子, 你觉得该怎么办? 丁大先生仰头, 望着暗青色的天, 沉吟了许久, 才开口说道, 当时, 我离开淮山郡, 不是怕死。 而是, 长孙金红告诉了我一件事。 此事, 太过匪夷所思。 等等吧, 且看看长孙金红说的那件事, 是不是真的? 他没有说长孙金红告诉他的是什么匪夷所思的事。 钟离破不明, 所以, 丁大先生已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钟离破, 问了一个问题, 细微的女儿在摄政王身边, 这不是个好事, 侯爷您怎么看? 钟离破脸上的神色, 没有丝毫变化。 他一缕长须, 也看向了丁大先生,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他是细微的女儿, 这没错, 但他姓萧。 他是晚西斋前任斋主萧馒头的女儿, 这之前,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晚西斋。 他何罪之有? 再说, 摄政王都不介意。 你我又何必去操那份多余的心思? 丁大先生沉吟三息。 你我当然可以不介意, 但细微的名声太坏。 你我能公平地看待这件事, 可天下的百姓却不一定。 我相信, 一定会有有心人, 去利用那位萧姑娘的身份来做文章。 若是煽动了百姓, 百姓多余, 摄政王竟然已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盏灯。 想来, 他们是不希望那盏灯熄灭的。 钟离破眉间微醋, 他呼地反问了一句, 长孙金红守着那颗歪脖子束手了二十年。 而今, 既然已经有了皇长子的消息, 既然陈安就要去接回那位皇子登基为帝, 这本应该也是你之所愿。 那么陈安如果死在江南, 这结局岂不是更好? 从昨夜到现在, 丁大先生, 你似乎极为担心陈安的安全。 丁大先生收回了视线, 落在了一只绽放的眉上。 就在钟离破狐一的注视中, 他过了许久才开口说道, 因为西围。 西围不知所踪, 万一, 万一他抢先一步杀了皇长子, 宁国至少还有个摄政王撑着。 宁国的江山, 至少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钟离破又开了口, 不, 宁国还有个三皇子宁之行。 丁大先生视线一宁, 所以摄政王就更不能死。 你似乎对立贵妃有些看法。 谈不上, 只是长孙金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老夫认为有些道理。 什么话?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轻心寡欲, 她就应该去尼姑安当个尼姑, 而不是在后宫里除地。 钟离破心里一震, 我要走了, 你, 保重。 嗯, 若是你手里还有别的力量, 看着点四公主宁楚楚, 她是最无辜的那个。 宁楚楚已渡过了江, 已抵达了七尺度。 他们没有在七尺度遇见官兵, 他们遇见的是一群要去江北的人。 这些人看着这样的一只骑着高头大马的鲜红的姑娘, 他们的眼里是极为震惊的。 因为江北出了一股女汉匪的消息, 早已传到了江南。 他们连官兵都不放在眼里, 那自己等人恐怕就如蝼蚁一般。 于是, 许多人畏惧而退, 生怕招惹到了他们, 生怕他们背上背着的刀向自己劈来。 可是, 那些姑娘们脸上的神色并不冷冽, 甚至一个个还喜笑颜开。 当然更没有提着刀, 冲他们而来。 这哪里像什么汉匪。 反倒是更像一群闲来无事, 陪自家小姐来江边赏血的一群丫头。 这也不对。 有人看见了那条横幅, 看见了那条横幅上面的字, 四公主宁楚楚。 这, 这是四公主殿下的遗仗。 他们究竟是匪, 还是四公主带来的侍卫。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敢上前去问。 毕竟他们的身份距离堂堂公主实在有些远。 就在他们震惊的视线中, 宁楚楚一行已离开了七池渡, 踏上了通往七池县的官道。 这时, 在七池渡的那些人才有了窃窃私语之声, 那红服上千真万确地写的是四公主宁楚楚。 谁敢冒了公主殿下的名头, 招摇撞骗。 可他们确实和江北那边传来的女汉匪一模一样啊。 若是公主殿下遗仗, 他们怎可能对那些官兵们动手。 还是吓得杀手。 再说, 堂堂公主殿下, 她哪里会缺了银子? 她肯定比咱们那位于道台更富有才对。 何至于去抢了官府的粮食, 便卖成了银子? 这, 兄台, 而今咱们宁国皇上驾崩, 太子殿下也思念成吉而哄, 咱宁国已没有皇帝了。 这位四公主殿下也就没跌了, 细纹里不是演过的吗? 一旦这公主在宫里没有了衣裳, 那后宫里的黑恐怕比细纹里演的还要残酷。 这位四公主失势在后宫的争斗中落败, 这才带着她的侍卫离开了皇宫, 想来走得匆忙也就没带啥银两, 于是有了在江北杀人抢粮之事。 这话一听仿佛有些道理, 但在一想, 站不住脚。 于是, 有人摇头, 不对, 摄政王可不就是皇上的大皇子吗? 二皇子死在了双娇山, 太子殿下死在了东宫, 还有一个三皇子, 听说在皇陵守墓, 后宫里也就只剩下了一个丽贵妃。 你们恐怕不知道, 这位丽贵妃从没有争强好胜之心, 所以她的儿子也就从没有亏去过帝位。 双娇山那一战, 四公主殿下正是带着一支娘子军去帮助过摄政王的。 摄政王二斤虽然没有登基为帝, 但对于这个妹妹, 想来是不会有苛刻之举, 她能够在宫里一如以往那般生活着, 根本犯不着出来杀人越祸。 那怎么解释, 他们真杀了人, 也抢了祸? 莫非, 莫非他们当真是假的? 那人又摇了摇头, 眼露迷茫之色。 片刻, 又释然, 管她是何身份, 管她用意何在? 江南这么烂, 如果她真的就是四公主殿下, 如果摄政王能够在江南停留一些时日, 指不定啊, 咱江南的天, 还能见到太阳。 也对, 只是摄政王身边, 听说有那奸贼西韦的女儿, 摄政王会不会被西韦所利用? 谁知道呢? 走吧, 上船, 咱们辛苦奔波, 也就只为了多赚二两岁银。 至于这等国事, 国能安, 当然是最好的。 若难安, 还能比现在烂到哪里去? 一群人登船, 七尺度顿时空无一人, 但船上的人多望着七尺度四公主那对人马消失的方向。 人群里有个很低的声音一谈, 终究还是太平日子更好一些。 只是这天下能太平吗? 江南早已阴云密布, 天是千灰色的, 风有些大, 看来又要落雪了。 宁楚楚一行就在这潇洒的寒风中意气风发地向七尺线走去。 前头举着横幅的天书和天拳呼地停下了马来。 前方来了一群人, 最前面那人倒是骑着一匹马, 但他后面的那些人虽然举着棍棒, 但着实和官兵相去甚远。 更像是一群逃难的难民。 来者正是陈县卫一行, 他已看见了雪地上那一片极为显眼的红云。 他继续向前, 于是看见了那道横幅上写的字。 他心里顿时欢喜。 非但没有惧怕, 反而还力索地翻身下马, 一家伙跪在了雪地里。 高声说道, 陈, 七尺线线为陈炳中, 恭迎四公主殿下。 天降晚, 雪纷飞? 七尺线线为陈炳中迎着四公主宁楚楚一行, 抵达了七尺线。 这消息早已送到了县令张德宝的案头, 他已带着七尺线三班牙役站在了七尺线的城北门外。 和县为陈炳中共事多年, 他当然已明白了陈炳中的意图, 七尺线并没有遇见江北的那股女匪, 反倒是遇见了前来江南游玩的四公主遗仗。 这仗当然是不用打的。 这就算是传到了大都督宋实名的耳朵里, 他也无法怪罪到自己的头上。 又没有明目张胆的造反, 对于宁国的四公主殿下, 当然得恭敬以待。 当然, 这款待了之后, 还是得尽快地送走这尊神才好。 张德宝亲自前来迎接四公主殿下的遗仗, 同时, 他也派了人快马加鞭去了平江城。 这事, 得让大都督知道。 大都督知道了, 府台大人也就知道了。 至于他们对这位四公主殿下是个怎样的态度, 那是属于神仙之间的打架, 和他这小小的县令就没有丝毫关系。 至于这位四公主是真是假, 他小小一个县令, 可没那福分见过四公主殿下的真容, 但既然人家打着四公主的旗号, 那当然也只能按照他真的就是四公主来招待了。 于是, 就在张德宝等人的恭迎之下, 宁楚楚的队伍, 还真就这么入了七池县。 县衙太小, 装不下这足足五百号人。 幸亏县学还未未曾开学, 于是, 除了开阳他们几人之外, 其余人皆在县学住了下来。 宁楚楚则带着开阳六人随着张德宝来到了县衙。 县衙后院早已腾了出来, 一阴物品全换成了新的。 就连屋子里的炭火, 也是新生的。 张德宝使唤着下人, 当真尽到了他这地主之意。 宁楚楚这些日子, 也着实很累了。 他并没有拒绝张德宝的这番凤吟之意。 在紫渊的服饰下, 他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 换上了包裹里带来的公主长服。 当他再次站在了张德宝和陈炳中面前的时候, 他已焕然一新, 他和刚才也判若两人。 他的身上没有了丝毫那女汉匪的气息。 他显得很是端庄, 很是雍容华贵。 张德宝心里咯噔一下, 单凭这份气度, 他已坚信这姑娘定是如假包换的四公主。 他和陈炳中二人扑通一声, 就跪了下去。 陈,张德宝, 陈炳中, 拜见公主殿下。 这算是正式的接待。 这也是二人心里对皇权的恐惧, 哪怕皇帝已经没了, 但根据于他们心中对皇室的敬畏依旧存在。 宁楚楚坐在了椅子上, 抬眼看了看这二人, 轻声地说了一句, 都起来吧。 多谢公主殿下。 二人站起, 再也不敢抬起头来, 正是宁楚楚一眼。 你们的名字本宫已记住。 等本宫回到了宫里, 自有对你们的赏赐。 本宫饿了, 他们也都饿了。 你二人去准备一些吃食, 不用太精致。 能填饱肚子就行。 张德宝连忙功身一礼, 谦卑地说道, 宁公主殿下, 陈已安排百味宣的厨子做了饭菜, 想来就快送来。 他的身子供得更低了一些, 又道, 七十县是个小地方, 也只能有一些粗茶淡饭, 比起宫里的膳食相去甚远。 陈很是惶恐, 若是不和殿下口味, 还请殿下多多包涵。 宁楚楚灭了张德宝一眼, 扭过身子, 从身旁的桌挤上取过了茶盏, 掀开盖碗, 在杯盏的边沿轻轻一挂。 说道, 本宫不会怪你, 不过本宫倒是想要知道一件事。 殿下请问, 臣, 知无不言。 宁楚楚浅瞎了一口, 这茶的味道不错。 江北周, 五个县郡的各一千官兵, 押运着数十万弹的粮草, 准备渡江而来。 张德宝心里一咯噔, 便听宁楚楚诱导, 那阵仗看起来就像是要打仗的模样。 宁楚楚将茶盏放在了桌挤上, 眉眼一台, 本宫有些疑惑, 若是真发生了战争, 江南之地附属, 要用粮草支援前线, 这不也应该送去宁国的边疆吗? 怎地会送到这江南腹地来? 莫非这江南之地, 还有大的战事发生? 这话一问, 张德宝的脸都白了。 他心想你, 都将那些官兵给杀完了。 你也将那么多的粮草给结了, 卖了, 还变成了银票, 揣到了你自己的兜里。 这江南有何大事? 莫非你还不知道? 既然知道, 却偏偏又问了。 那这含义就不一样了。 不能出卖了大兜都, 那只能装疯卖傻。 张德宝迟露出了一副极为惊讶的表情, 殿下说的这是, 七池县实属偏僻, 在平江州的八个县郡中, 这七池县距离平江城最远, 也最穷。 所以, 殿下说的这是, 下官尚未听过。 不过, 如果江北州那边有官兵押运粮草过江而来, 这或许可能是送粮至平江城。 而今摄政王刚刚主政, 听说国库空虚, 江南道既然是宁国最为富庶之地, 这些年也多受了皇恩的眷顾。 现在国家有了苦难, 估摸着于大人是为了送粮至京都给摄政王分忧吧。 宁楚楚笑了起来, 他没有再去追究什么。 这么说, 倒是本宫有了些许误会。 于到台有兴了, 本宫回宫之后, 当会告诉摄政王一声。 而今朝中缺人才, 说不好摄政王会将他调入京都, 认个侍郎上书什么的。 你们下去吧。 本宫累了。 饭时准备好之后, 叫下人送进来就行。 张德宝和陈炳忠对视了一眼, 二人齐齐功声告退。 开阳看了看他们的背影, 低声问了一句。 殿下, 要不要将他们给宰了? 宁楚楚摇了摇头, 告诉所有的姐妹们, 好生吃一顿, 好生睡一觉, 明儿个一早, 咱们启程。 县衙观鼠。 张德宝和陈炳忠坐在了茶桌前。 张德宝从袖带中摸出了一张手帕, 擦了擦脸。 殿下, 不简单啊。 陈炳忠点了点头, 明知而顾问, 意图恐怕是打草而惊舍, 幸亏大人思虑周祥。 他显然已知道江南道之变故, 大人陈炳忠俯过了身子, 眼里露出了一抹担忧, 于大人和宋大都督, 以及咱们江南道官场, 几乎所有的官员, 可都不想死。 这件事已经在做了, 调动了那么多的官兵, 必然是瞒不住的, 却偏偏没有听说, 摄政王返回京都的消息。 这些不太妙啊。 张德宝一惊, 也俯过身子低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摄政王早已有了准备。 陈炳忠点了点头, 下官觉得, 这位四公主殿下, 出现在江北州, 准确地截获了五路官兵的粮草, 这恐怕并非偶然, 而是摄政王要设计对付咱们江南道的仙兆。 那, 给四公主他们下药, 弄死他们。 不可, 万万不可。 大人, 下官有一句肺腑之言,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我共事多年, 互相知根知底, 还有什么不当讲的? 说来听听。 陈炳忠声音压得更低, 大人, 下官觉得, 这是到了给我们自己找一条后路的最后时刻了。 如何找? 投靠这位公主殿下? 咱们有什么值得让这位公主殿下照服的资格? 卖给他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周庄的消息。 张德宝陡然坐直了身子, 豁然瞪大了眼睛。 平江城, 西府巷子, 渔府, 后花园, 小风格, 满满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桌前却仅仅只坐了三个人, 连事后的丫鬟也没有留下一个。 三人倒是已喝了三杯酒, 却无一人动一下筷子。 此间的气氛有些凝重。 坐在上手的江南道道台, 鱼万枝一缕长须, 看了看左手的大多都宋世明, 又看了看右手的那个面容绝朔的老人。 他是商市当代家主, 商春秋。 摄政王带一百侍卫过风险, 这显然, 是做给我等看的。 京都已传来了消息, 黄城寺七个处, 而今有足足四个处的人在江南道。 所以, 咱们这地方, 恐怕在这位摄政王掌握朝局的第一天, 就已下定了决心清洗一番。 原本他是可以用黄城寺的这群小鬼, 来锁了你我等人的命, 可他却并没有那那么做。 而今想来,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他并不是担心江南乱, 而是他想要看看我们背后的还有没有人。 顿了顿, 鱼万枝那双阴笋般的眼微微一眯, 这小子, 是个人物。 他竟然以自己为耳, 想要调出我们身后的那位贵人。 而金江南道五万官兵正往封县而去, 对付他那区区百人当然毫无悬念, 可现在, 瞎子也能看得出来, 他的深州, 肯定还有别的军队。 京都传来的消息并不清晰, 只是说, 当今的那位黄城寺提举大人王正经中早已离开了京都, 却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另外, 黄城寺有三千御封位, 那是黄城寺最锋利的一把刀。 去岁时候, 长孙金鸿将这把刀交到了他的孙女长孙红一的手里, 他派了长孙红一去护送肃林公主入墨北。 现在宇文峰已带着肃林公主离开了九阴城往大荒城而去, 但这御封位, 至今并没有回到黄城寺。 长孙红一带着这三千人, 去了何处? 这无人知道, 极有可能就是他部下的一支骑兵。 另外, 李晨安他能够成为摄政王, 他背后最大的依仗就是定国侯府。 那位樊老夫人倒是死了, 但忠离破却还活着。 定国侯府手里掌握的那支最强大的神武军, 虽然被李晨安派去了东区关, 但你们莫要以为定国侯府的手里就无兵可用啊。 蜀州? 蜀州是忠离家深耕多年之处。 这一次京都之变, 蜀州出来了三万兵族。 但这三万兵族在京都之变之后, 却并没有返回蜀州的消息。 他们是随着广陵水师的船离开的京都, 广陵水师提督, 他叫忠离秋阳。 忠离破也不在京都。 伤春秋心里陡然一惊, 问了一句, 于大人的意思是, 忠离破带着那三万蜀兵就在封县附近。 对, 他们一定就在封县附近。 而且一定葬就在红叶山中。 伤春秋咽了一口唾沫, 顿时觉得有些冷。 五万府兵的战斗力如何? 他伤春秋多少是有点了解的。 莫要看人数比中离破的蜀兵多, 若是真打起来, 那五万府兵恐怕毫无胜算。 一旦这五万府兵被消灭, 整个江南道就如同飘香园里那些脱光了衣服的姑娘, 接下来只能任凭那位摄政王随意地蹂躏。 幸亏老夫将伤世子四合伤世 这百年来积攒的巨额财富送去了旺江码头。 只要他们离开了旺江码头, 去了东里岛, 凭现在宁国水军的实力是绝对不可能攻陷东里岛的。 似乎看出了伤春秋脸上那不安的神色, 余万芝却微笑着说了一句, 那小子弄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 但真正的黄雀嘛, 他又捋了吕长须, 端起了酒杯, 真正的黄雀, 还在后头。 伤春秋又是一惊, 那颗心连忙也端起了酒杯, 他看向了余万芝, 迫切地问了一句, 余大人还有后手。 余万芝微微一笑, 倒不是本官的后手, 而是京都那贵人的后手。 他摆了摆手, 莫要担心什么, 这天, 当然还会再变, 只不过会变成有利于你我的天。 来来来, 一起喝一杯。 三人同饮, 但伤春秋的那颗心并没有因为余万芝的这句话而落地, 但他不能去问, 因为他也不知道京都的那位贵人究竟是谁, 究竟有多大的能量。 他只知道京都有个温竹雨, 这个温竹雨现在是宁国的内阁首府。 这丝很是厉害, 有人想要再变天, 他会如何出手。 大多都宋时明放下了酒杯, 呼地问了一句, 余大人, 那只女匪, 就是四公主宁楚楚的娘子军, 此刻当已抵达了七池县, 估计是要去封县和里程安会合, 要不要杀了他们。 余万芝陈银片刻摇了摇头, 不能舍本求没, 他已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一件事, 李承安必须死。 说完这话, 他转头看向了商春秋, 又道, 请商家主来, 一来是让你放心, 没多大个事。 这儿来嘛, 本官听说江湖中出了个什么桃花岛这么个门派。 江湖上的是本官原本是懒得去理会的, 但这桃花岛有个弟子, 却扬言说苏家那四丫头是他妻子。 本官记得你曾经说, 要让苏家那四丫头嫁给你的某个孙子吗? 商春秋一听, 那张老脸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拱手一礼, 多谢于大人记挂, 苏家四小姐, 只能嫁给老夫的那六孙子商誉。 哦, 姑苏慕容那边, 回大人, 慕容市的家主慕容鹤, 收了老夫百万两银子, 比武招亲, 不过是做个过场, 让慕容市能够正大光明地退掉那桩婚事, 顺便也能让苏子这个老东西大大地丢一次脸。 嗯, 但那桃花岛的弟子既然说了这话, 比武招亲这事, 可小心着点, 别翻了船。 商春秋拱手一礼, 这桃花岛恐怕是个新成立的门派, 老夫以往未曾耳闻。 不过, 如果真有人跳出来, 去打类, 那老夫给慕容鹤去一封信, 让他那孙子慕容真将那不长眼的小子给宰了。 这是你自己好生去办, 办好了, 苏家倒了, 商春秋连忙又魅笑道, 老夫当然不会忘记了大人您的好。 就在这时, 于府心癌的大管家康实济匆匆走了进来, 他站在了于万芝的面前躬身一礼, 老爷, 门外来了一个商家的族人, 说什么? 说望江码头, 出现了大量的战船, 于万之三人一惊, 何来的战船? 许是广黎水师? 商春秋一听, 顿时两眼一黑, 他狂喷了一口鲜血, 怒骂了一句, 温竹雨, 我比你娘知, 京都, 昔日相符, 已是深夜, 但书房里的灯衣就亮着, 温竹雨还没有睡, 他护得连打了三个喷嚏, 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年成缝, 咧嘴一笑, 不知道那个狗曰的, 估计又在骂我, 年成缝从一堆的旧日奏折中抬起了头来, 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脸色有些倦怠地看了看温竹雨, 骂你的人, 恐怕不少, 温竹雨没烧一羊, 给年成缝蒸了一杯茶, 可念我的人也不少, 年成缝接过茶盏, 将身子靠在了椅子上, 念你的人确实不少, 那些年, 你周游列国, 可是留下了许多风流运势, 温竹雨捧着茶盏, 看向了窗外漆黑的夜, 沉阴片刻, 摇头自嘲一笑, 那段岁月曾经以为极为风光, 而今想来才发现了那是绍不更事的荒唐, 年成缝撇了撇嘴, 你不是说那叫多彩的人生吗? 唉, 温竹雨一声叹息, 无论曾经多么多彩, 终究如那墙上的漆水一般, 受不了岁月的风霜, 最终留下的不过都是些斑驳罢了, 温竹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年成缝, 又道, 古人云人不封流往少年, 这话对, 也不对, 对的地方就在于少年时候的不羁, 因为不羁过无所顾虑, 于是方能风流, 但我说他不对之处, 则在于历经了那段岁月, 走向成熟, 在回首的时候, 方能发现, 那不仅仅是浪费最好的时光, 还愧对于曾经那些, 为自己而绽放的姑娘, 少年时候的他们, 也是他们一生中, 如花一般美丽的季节, 可惜, 那时的我却不懂得去珍惜, 以为人从花中过片叶不沾衣, 这就是风流的最高境界, 这位瞻衣却撞落了花瓣无数, 我倒是只留下了脚印一串, 他们却为我留下了泪水两行, 不说这些了, 那些曾经引以为荣之事, 而金石令我羞愧于心, 年成凤一直看着温竹语, 忽然觉得这家伙似乎也老了, 他的年岁已四十, 但他的心看来是真正的安稳了下来, 果然之温竹语者, 唯有花满亭, 他咧嘴一笑, 没有再和温竹语说那些伤心往事, 而是问道, 宫里, 宫里尔, 金只剩下了一个丽贵妃和六公主, 这两天, 监察寺的那个建议大夫唐布举, 两次上书, 认为丽贵妃和六公主, 继续住在后宫有些不妥, 理由是, 皇上已驾崩, 新皇位立, 丽贵妃作为先皇遗孀, 就算是没有为先皇陪葬, 按理也应该以未亡人的身份, 去皇陵守陵, 按照宁国律制, 他至少应该守陵五年, 但他却一直没有主动提起, 而今依旧在后宫, 如果摄政王阵营回来了皇长子, 皇长子登基为帝之后, 这后宫肯定是会有新人进来的, 那么这位立贵妃, 他以什么身份依旧待在宫里, 温主宇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这件事他当然知道, 甚至这件事在李承安没有离开京都之前, 他就和李承安提起过, 立贵妃不是皇长子的母妃, 却是皇长子的长辈, 如果皇长子登基为帝, 立贵妃的身份就很是尴尬, 他没可能是皇太后, 那他是什么呢? 李承安给他的回答有些怪异, 他说, 后宫那么大, 难得有个喜欢厨地的人去侍候那些花花草草, 他既然依旧待在后宫, 想来有他待在后宫的理由, 就由着他吧, 至于以后, 以后等皇长子真的回来, 真的登基为帝之后, 再由新皇和你们重新商议, 温主宇认为这是不妥, 无论是皇长子登基为帝, 或者李承安成为宁国新皇, 立贵妃在后宫都不妥, 因为立贵妃还有个儿子, 他是宁国正统的三皇子殿下, 按照温主宇的意见, 既然三皇子而今已成年, 当封王去其封地, 立贵妃作为三皇子的母亲, 他可随其子一并去封地, 如此, 不仅仅是后宫不会留下任何问题, 这皇位也不会留下任何隐患, 可李承安并没有接纳他的这一意见, 理由是三皇子既然在守灵, 且让他守上三年, 这是他的孝道, 监察司唐布举的谏言, 是我让监察司这么做的, 温主宇这话一出, 年成奉顿时就明白了, 这, 如果摄政王知道, 会不会认为你擅作主张, 温主宇摆了摆手, 不管他如何认为, 这件事都必须办, 再说, 他此去蜀州, 接回了皇长子, 再去吴国, 那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了, 可丽贵妃这事却不能拖, 拖个一两年, 弄不好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年成奉陈银片刻, 俯过身子, 低声问道, 可若是这么一逼, 丽贵妃可有着贤妃之名, 他还是燕府的人, 我的意思是, 如果弄得满城皆知, 老百姓恐怕会另眼看你, 另外, 燕府若是因此而恼怒, 京都再生变故, 那恐怕等不到摄政王接回皇长子, 这宫里就变了天, 温主宇瞎了一口茶, 微微一笑, 所以我打算明儿个让长公公带个话给丽贵妃, 我想去宫里见见这位喜欢厨地的贤妃, 年成奉一正, 眉间微醋, 他若是不见你呢? 不会, 他一定会见我, 为啥? 皇上在长乐宫炼丹需要的一味药材, 就是丽贵妃种在他那花园里的, 只有两棋地, 那花盛开的时候很是漂亮, 他的名字也很漂亮, 他叫阿芙蓉, 皇上并不是痴迷于道, 而是上了那阿芙蓉的瘾, 年成奉猛的一惊, 骇然地盯着温竹语, 你这话的意思是, 而今民国之局面, 他是罪魁祸首, 不能断定, 但太义道的道士, 确实是从他的手里, 取得那阿芙蓉的果实的, 年成奉摇了摇头, 太义道的道观, 被长孙金红派人所灭, 观礼的道士, 除了那位清风老道士, 和他的徒弟之外, 无人信念, 那么皇上, 是否是因为中了阿芙蓉之毒这件事? 他若是识口否认, 你能拿他如何? 温竹语说道, 但这并不妨碍他会很好奇地, 想要见见我, 另外, 那一老一小两牛鼻子, 在江湖中散布了师兄女儿的消息, 师兄很生气, 我很担心师兄弄死了他们, 所以这两天, 我去拜访了一些江湖中人, 散布了西维正在找他们的消息, 如果他们聪明一点点, 当会躲起来, 但除了师兄之外, 还有人希望这两个牛鼻子死掉, 就是丽贵妃? 对, 那你现在可有了那两道士的消息, 还没有, 但他们极有可能出现在周庄, 京都, 昔日相符, 已是深夜, 但书房里的灯衣就亮着, 温竹语还没有睡, 他护的脸打了三个喷嚏, 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年成凤, 咧嘴一笑, 不知道那个狗约的, 估计又在骂我, 年成凤从一堆的旧日奏折中抬起了头来, 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脸色有些倦怠地看了看温竹语, 骂你的人, 恐怕不少, 温竹语没烧一羊, 给年成凤针了一杯茶, 可念我的人也不少, 年成凤接过茶盏, 将身子靠在了椅子上, 念你的人确实不少, 那些年, 你周游列国, 可是留下了许多风流运势, 温竹语捧着茶盏, 看向了窗外漆黑的夜, 沉阴片刻, 摇头自嘲一笑, 那段岁月, 曾经以为极为风光, 而今想来才发现了, 那是少不更式的荒唐, 年成凤撇了撇嘴, 你不是说, 那叫多彩的人生吗? 唉, 温竹语一声叹息, 无论曾经多么多彩, 终究如那墙上的漆水一般, 受不了岁月的风霜, 最终留下的, 不过都是些斑驳罢了, 温竹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年成凤, 又道, 古人云人不风流往少年, 这话对, 也不对, 对的地方就在于少年时候的不羁, 因为不羁故而无所顾虑, 于是方能风流, 但我说它不对之处, 则在于历经了那段岁月, 走向成熟, 在回首的时候, 方能发现, 那不仅仅是浪费最好的时光, 还愧对于曾经那些, 为自己而绽放的姑娘, 少年时候的她们, 也是她们一生中, 如花一般美丽的季节, 可惜, 那时的我却不懂得去珍惜, 以为人从花中过片叶不沾衣, 这就是风流的最高境界, 却不知, 虽为沾衣, 却撞过了花瓣无数, 我倒是只留下了脚印一串, 那些了, 那些曾经引以为荣之事, 而今时令我羞愧于心, 年成凤一直看着温竹语, 忽然觉得, 这家伙似乎也老了, 他的年岁已四十, 但他的心, 看来是真正的安稳了下来, 果然之温竹语者, 唯有花满亭, 他咧嘴一笑, 没有再和温竹语说那些伤心往事, 而是问道, 宫里, 宫里尔, 今只剩下了一个丽贵妃和六公主, 这两天, 监察寺的那个建议大夫唐布举, 两次上书, 认为丽贵妃和六公主, 继续住在后宫, 有些不妥, 理由是, 皇上已驾崩, 新皇位立, 丽贵妃作为先皇遗孀, 就算是没有为先皇陪葬, 案里, 也应该以魏王人的身份, 去皇陵守陵, 按照宁国律制, 他至少应该守陵五年, 但他却一直没有主动提起, 而今依旧在后宫, 如果摄政王真赢回来了皇长子, 皇长子登基为帝之后, 这后宫肯定是会有新人进来的, 那么这位立贵妃, 她以什么身份依旧待在宫里, 温竹宇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这件事她当然知道, 甚至这件事在李承安没有离开京都之前, 她就和李承安提起过, 立贵妃不是皇长子的母妃, 却是皇长子的长辈, 如果皇长子登基为帝, 立贵妃的身份就很是尴尬, 她没可能是皇太后, 那她是什么呢? 李承安给她的回答有些怪异, 她说, 后宫那么大, 难得有个喜欢厨地的人去侍候那些花花草草, 她既然依旧待在后宫, 想来有她待在后宫的理由, 就由着她吧, 至于以后, 以后等皇长子真的回来, 真的登基为帝之后, 再由新皇和你们重新商议, 温竹宇认为这是不妥, 无论是皇长子登基为帝, 或者李承安成为宁国新皇, 立贵妃在后宫都不妥, 因为立贵妃还有个儿子, 他是宁国正统的三皇子殿下, 按照温竹宇的意见, 既然三皇子而今已成年, 当封王去其封地, 立贵妃作为三皇子的母亲, 她可随其子一并去封地, 如此, 不仅仅是后宫不会留下任何问题, 这皇位也不会留下任何隐患, 可李承安并没有接纳她的这一意见, 理由是三皇子既然在守灵, 且让他守上三年, 这是他的孝道, 监察司唐布举的建言, 是我让监察司这么做的, 温竹宇这话一出, 年成奉顿时就明白了, 这, 如果摄政王知道, 会不会认为你擅作主张, 温竹宇摆了摆手, 不管他如何认为, 这件事都必须办, 再说, 他此去蜀州, 接回了皇长子, 再去吴国, 那是一两年之后的事了, 可立贵妃这事, 却不能拖, 拖个一两年, 弄不好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年成奉陈银片刻, 俯过身子, 低声问道, 可若是这么一逼, 立贵妃可有着贤妃之名, 他还是燕府的人, 我的意思是, 如果弄得满城皆知, 老百姓恐怕会另眼看你, 另外, 燕府若是因此而恼怒, 京都再生变故, 那恐怕等不到摄政王接回皇长子, 这宫里就变了天, 温竹宇瞎了一口茶, 微微一笑, 所以我打算明儿个, 让长公公带个话给立贵妃, 我想去宫里见见这位喜欢厨地的贤妃, 年成奉一正, 眉间微醋, 他若是不见你呢? 不会, 他一定会见我, 为啥? 皇上在长乐宫炼丹需要的一味药材, 就是立贵妃种在他那花园里的, 只有两棋地, 那花盛开的时候很是漂亮, 他的名字也很漂亮, 他叫阿芙蓉, 皇上并不是痴迷于道, 而是上了那阿芙蓉的瘾, 年成奉猛地一惊, 骇然地盯着温竹雨, 你这话的意思是, 而今民国之局面, 他是罪魁祸首, 不能断定, 但太一道的道士, 确实是从他的手里, 取得那阿芙蓉的果实的, 年成奉摇了摇头, 太一道的道观, 被长孙金鸿派人所灭, 观礼的道士, 除了那位清风老道士, 和他的徒弟之外, 无人幸免, 那么皇上, 是否是因为中了阿芙蓉之毒这件事? 他若是识口否认, 你能拿他如何? 温竹雨说道, 但这并不妨碍他会很好奇地, 想要见见我, 另外, 那一老一小两牛鼻子, 在江湖中散布了师兄女儿的消息, 师兄很生气, 我很担心师兄弄死了他们, 所以这两天, 我去拜访了一些江湖中人, 散布了西维正在找他们的消息, 如果他们聪明一点点, 当会躲起来, 但除了师兄之外, 还有人希望这两个牛鼻子死掉, 就是丽贵妃? 对, 那你现在可有了那两道士的消息? 还没有, 但他们极有可能出现在周庄, 昭化二十三年正月十二, 温竹雨和年成凤二人天光未开, 就已去了义政殿, 许多的官员已经到来, 宫里的那些衙门里, 亮着大红的灯笼或者烛火, 虽然安静, 但各部的官员们, 已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忙碌, 乘客太多, 需要处理的事物太多, 有去岁就报上来的某地, 受了旱灾或者水灾, 尚未料理的事, 也有某地匪患之事, 当然, 也有春耕之事和荆轲秋为之事等等, 义政殿中, 在温竹雨的官署里, 此刻门下省门下市中程静庭, 中书省中书令年成凤, 尚书省尚书令齐遥三人, 正围坐在温竹雨的三方, 倒不是商议那些奏折的事, 而是和吴国使节谈判之事, 温竹雨煮上了一壶茶, 程静庭性子有些急, 再加之他, 原本可是堂堂国公, 说话向来便有些直接, 吴国的使团大致还有三天抵达京都, 老夫问过你几次了, 这使团里可有吴国的太子, 既然是太子率领的使团, 他们所谋恐怕甚大, 老夫今儿的叫上了他们俩, 你必须给老夫一个底, 这谈判, 该如何去谈? 温竹雨咧嘴一笑, 急了? 这能不急吗? 程静庭瞪大了眼睛, 你将这破事丢给了老夫, 这破事明明应该是他骑老头, 温竹雨抬眼, 一把年纪了, 别急, 来的是吴国太子又如何? 至于为何将这事交给你们下省, 这可不是我的决定, 程静庭一正, 那谁的决定? 还能有谁? 当然是摄政王了, 为什么是老夫? 他说, 你姓子吉, 你去谈最好, 程静庭这就弄不明白了, 吴国既然派了使团来, 此前就已收到了风声, 吴国所谋, 恐怕就是乌鸦关的地盘, 吴国已在乌鸦关外的昭华城, 屯兵八万, 宁国正是多事之秋, 虽然李承安将赤燕军派去了乌鸦关, 赤燕军许能抵挡吴国一段时间, 但战争这个东西, 打得终究是国力, 偏偏经得宁国国力最弱, 且不说吴国攻陷了乌鸦关, 如果战争一旦陷入焦座, 就一定会将宁国给拖入万丈深渊, 一方之战就能让宁国耗尽国力, 那么如果在这时候, 其余国家也起兵伐宁, 宁国根本就无法抵挡, 所以, 在陈静庭或者年成凤看来, 最好的谈判结果, 就是将乌鸦关一线割让给吴国, 赤燕军后退百里, 置玉丹河一线, 能够守住安南道的大半领土, 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 这一提议早已提交给了温竹宇, 然而他却将知数之高阁, 似乎根本就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谈判这种事, 往往需要蜀人的讨价还价, 而后再个退一步, 达成的最终决议, 这需要极好的耐心, 那么最有耐心的前妻国公祈遥, 才应该是最好的人选, 可现在温竹宇居居然说是摄政王决定的, 用脾气最不好的陈静庭, 去和吴国使者谈判, 老夫哪有那种耐心, 老夫很担心一个不好, 就将吴国的使者给砍了, 陈静庭连连摆手, 摄政王年轻, 对老夫没时了解, 你温竹宇一把年纪了, 怎能跟着摄政王胡闹? 水开, 温竹宇取了一勺茶, 放入了茶壶中, 这才施施然坐直了身子, 笑道, 初时我也不解摄政王之意图, 但我在听了摄政王对谈判的主张之后, 我也觉得, 你去谈是最好的, 摄政王说, 尚书省有一大摊子的破事, 六步, 哪怕是红鹿寺, 也没那经历, 去和吴国浪费时间, 你不一样, 你去谈能够在最短时间谈出个结果来, 也能让吴国使节在最短时间离开, 这不是什么坏事, 陈静庭一缕长须, 问道, 那摄政王是个什么主张? 温竹宇侦查, 戴然说道, 摄政王的主张是, 不合清, 不赔款, 不割店, 不纳贡, 陈静庭的手捏着胡须, 没有再动, 年成凤和奇遥, 已震惊地看向了温竹宇, 这话的意思当然极为简单, 那就是, 没得谈, 李承安根本就不想和吴国谈, 但不谈, 不退, 不让, 若是吴国翻脸大军入侵, 怎么办? 温竹宇抬眼, 很认真地说道, 摄政王说,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宁人有傲骨, 骨不可断, 宁国之疆域, 寸土不让, 年成凤极为担忧地说道, 恐怕真会打, 温竹宇微微一笑, 摄政王说, 那就打他娘的, 他还要去吴国, 我当时也这么问过他, 他如何回答, 他说, 死又如何, 皇宫, 后宫, 百花宫, 丽贵妃穿着一身素色长袍, 并没有再处地, 春位置, 冬雪已覆盖了大地, 当然也覆盖了他的那一齐一齐的花地, 今儿各有了这冬日里难得的阳光, 他站在了一处梅园之前, 他在赏梅, 独自一人在看着那满园已绽放的红梅, 长公公就恭敬地站在他的身后, 长公公说, 当朝内阁首辅温竹宇, 想要拜见他, 理由是, 想要看看, 那一片阿芙蓉盛开的花, 这时候, 那两齐偌大的阿芙蓉花地, 莫要说花, 连芽都还没有, 他看什么花, 他当然不是看花, 那么他前来, 便是这两日传来的那些剑官们上书的事, 你去带温先生来, 本宫就在这赏梅轩等他, 长公公恭身一礼, 奴才遵命, 他退下, 丽贵妃嘴角一样, 抬不去了赏梅轩, 煮上了一壶茶, 没多久, 温竹宇致, 他走若赏梅轩, 走到了丽贵妃的面前, 也恭身一礼, 极为尊敬地说了一句, 臣, 温竹宇, 拜见娘娘, 请坐, 谢娘娘, 温竹宇刚落座, 丽贵妃呼地问了一句, 梅圆的梅, 开得可好, 温竹宇一正, 臣有些忙, 梅圆虽在隔壁, 可臣还没过去看上一眼, 丽贵妃给温竹宇蒸了一杯茶, 抬眼, 笑道, 可去看看, 梅圆的梅, 比本宫这里的梅, 虽然要少上一些, 但和周遭的建筑景观更配, 所以看上去更显层次, 给人的感觉也更加生动一些, 本宫大致能猜到你的来意, 这样, 你让三省亿一亿, 三皇子年岁也不小了, 他虽在守陵, 但皇陵毕竟离京都不远, 这确实有些不妥, 他毕竟是皇上的骨肉, 给他封个王爷吧, 本宫住在这后宫里, 也不太合适, 这后宫现在太冷清, 本宫也不愿意再守着这地方, 本宫就随三皇子去吧, 开了春就走, 至于你想要看的那阿芙蓉, 四月它就会盛开, 你可自行前来看看, 温竹雨万万没有料到, 丽贵妃如此坦然地, 直接就这么说了出来, 他还没来得及客套一下, 便听丽贵妃又淡然地说了一句, 摄政王当已到了周庄, 有阳光入窗, 落在了温竹雨的脸上, 本该有些许温暖, 可温竹雨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却遍体声寒, 他眯起了眼睛, 他的手甚至已落在了袖带中的一柄小剑之上, 然而他却呼地松开了手, 端起了桌上的茶盏, 瞎了一口, 起身, 躬身一礼, 沉, 多谢娘娘, 虽然这冬日的阳光没多少温度, 但屋顶上的积雪, 依旧在阳光下融化了少许, 这夕阳, 有晚风, 屋檐上有水滴落而下, 在这寂静的院子中, 发出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温竹雨就站在梅园的西院, 就站在梅园西园的那处画梅宣外, 他仔细地看着夕阳下那一片错落有致的梅树, 入眼的, 有梅之上的残雪, 有挂在梅之上的冰灵, 当然还有怒放的那些如点点火焰一般的梅花, 在离开皇宫后宫那处赏梅宣的时候, 他驻足了石溪, 看了看立贵妃所种的那一大片的梅, 这里的梅, 确实如立贵妃说的那般, 更显错落之美, 也更显自然之美, 赏梅宣外的那片梅太多, 梅花开得也太多, 于是红得太过妖艳, 不似这里, 惺惺点点红梅硬血尖, 恰到好处, 就如一个女子一般, 多一分则鱼, 少一分则瘦, 这里的布局, 是当年的那位骏马乔子童, 亲手设计, 这里的每一棵梅树, 都是当年的云安郡主如如意, 亲手种下, 那是昭化二年春年, 那是自己十八, 云安郡主与骏马大婚, 就是在昭化两年, 温竹宇来到梅林外的一处凉亭中坐了下来, 他依旧看着那一片梅林, 眉间微微一蹴, 他开始努力地回忆曾经的那段往事, 昭化两年, 年仅十八的自己在春府先生的府上为客亲, 昭化二年春, 云安郡主大婚, 自己随春府先生就来过这里, 那时这些建筑狠心, 那时, 那些梅树很小, 就在那场大婚中, 自己与乔子童结识, 而后成为了好友, 乔子童是昭化元年恩科状元, 学识当然是极好的, 甚至在兵法谋略之上, 也极有见地, 二人一见如故, 那之后就多有往来, 乔子童在京都, 除了他的新婚夫人便举目无亲, 温竹宇自视甚高, 也没几个至交好友, 就这样, 二人主察论文武, 渐渐惺惺相惜, 但那段岁月却并不长, 昭化三年秋, 温竹宇离开了京都游历天下, 乔子童当然心生向往, 却因云安郡主有了身孕, 终究留在了梅园, 昭化三年冬, 上车侯府事件发生, 这梅园受其牵连, 府上的人也被杀了得干干净净净, 但事后查知, 方知乔子童和云安郡主逃出生天, 这让温竹宇很是欣慰, 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 他去了天下的许多地方, 却从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他们夫妻的消息, 仿佛人间消失, 温竹宇相信他们一定活着, 只是隐姓埋名不知藏在了何处, 按照时间算,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已二十, 二十年过去, 血依旧, 亭依旧, 梅正彦, 愿意空, 可人哪, 私情是在昭化三年十月初三那个夜里, 和乔子童他们一并逃离的, 私情是卢皇后的贴身婢女, 那个晚上, 她来这梅园是为什么, 应该是来给他们通风报信的, 或因梅园被围, 她已无法再回宫去, 私情后来出现在了广陵城, 改名丁小娥, 嫁给了春府先生的三子李文汉, 昭化三年秋, 温竹宇去了回合, 昭化五年春, 她在回合知道了上车侯府和梅园之事, 于是决意回国, 不顾夜晚的苦苦哀求, 昭化五年夏, 她在京都李春府府上又待了半年, 带着夜晚和他们的年仅两岁的女儿温小婉, 昭化六年春, 她去了广陵城, 修建了竹鱼小住, 就此住在了广陵城, 同在昭化六年春末, 李春府告老回到了广陵城, 这个时候, 丁小娥已与李文汉成亲两年, 他们却时生了一个孩子, 但少有人知道, 那个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已夭折, 他们身边依旧还带着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并不是春府先生从京都带来的, 而是丁小娥在与李文汉成亲之前就带来的, 李文汉当然不同意这门莫名其妙的婚事, 但他终究无法违背春府先生的意思, 因为丁小娥带来的那个孩子, 他说就是云安郡主的儿子, 春府先生亲自给他起名李晨安, 希望的是他这一生能简简单单平平安安, 那孩子有些傻, 那孩子本就不受李文汉之待见, 就这样十七年过去, 自己对那孩子也早已不再抱任何期望的时候, 他却忽然之间鸣声雀气, 师兄三月三去广陵城, 就在三月三之前, 李晨安依旧是个傻子, 所以, 就算是师兄这些年查到了云安郡主的后人, 知道了他就是李晨安, 他本也应该杀了李晨安, 可他偏偏没有动手, 反而李晨安还在忠离若水的那场倚文昭旭的文会上一鸣惊人, 因此而吸引了他, 他们成为了望年之交, 师兄甚至因此而改变了曾经负面宁国的初衷, 将李晨安给托举了起来, 他就不担心李晨安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找他报仇, 温竹瑜想不明白,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师兄处事的性格, 除非师兄知道李晨安并不是云安郡主的儿子, 但这是私情亲口所说, 还能错的了吗? 就在这时候, 这西园里走来了一个人, 温竹瑜转头看了一眼, 来的是断了一条手臂的杨四贤, 杨四贤恭敬地站在了温竹瑜面前, 恭身义礼, 低声说道, 少爷, 以查明, 百花工却有高手, 但并不是半部大宗师, 在赏眉宣礼的时候, 温竹瑜因为立贵妃说的摄政王当, 以道周庄这句话, 而生了杀鸡, 然而, 他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一股凌冽的杀意, 冲他而来, 所以他没敢取出袖带中的小剑, 他只能离去, 是何人? 回少爷, 是一老一少两个道婶, 温竹瑜一惊, 太一道的那个清风道长和他的徒弟, 他们没有去周庄, 正是, 他们就在百花工中, 温竹瑜皱起了眉头, 过了片刻, 呼地说道, 速派人去燕府, 一定要看看丽阳公主有没有在府上, 小人遵命, 杨四贤躬身正要退下, 却又被温竹瑜给叫住, 等等, 再派人探摆花工, 看看那两个道士还在不在宫里, 入夜, 眉原漆黑, 温竹瑜依旧坐在这凉亭里, 眼里当然没有了那白雪红梅, 他在等, 安静地等, 而后, 他等来了两个消息, 丽阳公主并没有在燕府, 他于去岁的腊月初五, 就已离开了京都,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现在温竹瑜已能断定他去了江南, 第二个消息是, 百花工除了丽贵妃之外, 只有十二宫女和两个公公, 至于那两个道士, 他们已消逝无踪, 用飞鸽传说, 告诉小婉, 射阵亡危险,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四, 周庄, 没有下雪, 却阴风烈烈, 李晨安一行, 就在这一天五时时分, 抵达了周庄, 他原本就是一个周姓族群的村落, 但现在, 他已是一个很大的急震, 明儿个便是元宵, 又恰逢明儿个, 就是那位周大善人的六十寿臣, 所以, 周庄的街巷两旁的那些铺子前, 都挂上了崭新的大红灯笼, 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 也有着许多的行人, 茶楼九四里, 也几乎坐满了人, 多是江湖中人, 来自宁国各地的, 极有名气的那些门派中的侠客高手们, 路上擦肩而过者, 也多是背着刀, 或者跨着剑, 亦或别的武器的侠士们, 李晨安依旧和肖包子, 同成一匹马, 只是除了刘管家和苏二公子之外, 他们五人都戴上了黑色的面罩, 其实有些多此一举, 因为阿姆和王正浩轩离开木山刀, 就一直在京都, 他们在京都, 也没怎么和江湖中人接触过, 肖包子这也是第一次离开晚西斋行走江湖, 而晚西斋那地方虽然极为有名, 却因晚西斋都是女子, 而斋规规定, 晚西斋不接受任何江湖中人拜访, 所以, 也几乎无人认识肖包子, 小五更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但李承安依旧让他们戴上了面罩, 因为在双郊山里的时候, 他们遇见过北盖左丘不明, 而这丝断了一臂, 却并没有死, 戴着面罩行走江湖, 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就这街巷上也有戴着面罩的江湖中人, 因为既然人在江湖, 总免不了会杀几个人, 那也就免不了结下一些仇人, 只是刘管家心里微微觉得有些奇怪, 这桃花岛的弟子除除江湖, 若论仇人, 大敌也就是那个大刀王六了, 但如大刀王六这种江湖老游子, 他清楚这几个人的厉害, 他能够侥幸活下来, 也几乎没可能赶来寻这几个人报仇, 那他们为何戴着面罩? 恐怕是为了彰显桃花岛的神秘吧, 毕竟引门中人行走江湖, 也就是来江湖历练一番, 并不愿与江湖中人有太多的牵扯, 一行人就这么走在周庄的大街上, 李承安左看看又看看, 觉得很是新奇, 恍惚间有一种置身于横殿的错觉, 忽然,前面的阿牧停下了马来, 李承安的耳边传来了一声吼, 你瞎呀, 李承安的视线越过了肖包子的肩向前看去, 你根本说谁瞎啊, 你不瞎走路会, 撞着大爷我啊, 那是两群人, 一群四个, 另一群也是四个, 一群穿着黑色的短袄, 腰间挂着的是短刀, 另一群穿着青色的短袄, 腰间挂着的是长剑, 黑色的那四人身材略高, 比起青色这四人身材也更显梧, 此刻青色短袄中当头的那人的手落在了剑柄上, 他脖子一扬, 盯着他面前两步距离的那黑袄大汉, 大爷我撞了你, 你又想怎样? 黑袄的那个球然大汉, 那双铜铃般的大眼一瞪, 手也落在了刀柄之上, 恶狠狠说道, 大爷我想削你, 青袄汉子呲笑了一声, 墨北来的? 没扛着你们的那坡大棋? 莫要以为你们在墨北人母狗样, 到了这江南之地, 老子告诫你们一声, 好好地夹着尾巴做个人, 黑袄囚然大汉一听, 顿时就乐了, 他枪的一声拔出了腰间的刀, 老子不抗大棋也能砍了你的狗头, 抱上鸣来, 青袄汉子轻蔑一笑, 并没有拔剑, 而是淡淡地吐出了几个字, 青帮, 囚然大汉一震, 片刻又是枪的一声, 他的短刀归翘, 抱拳一礼, 原来是青帮的弟兄, 剑亮, 青袄汉子耸了耸肩, 记住, 这是在江南, 在江南的这一亩三分地上, 青帮不允许有更牛叉的人物, 耀武扬威, 何况这还是在江南的周庄, 周老太爷寿臣, 我等不希望有流血之事发生, 否则, 告诉你们, 帮主北马校西风魏长和一声, 我等敬重, 他是一个汉子, 此事就此结果, 若有下次, 青帮心力, 急需有人记齐, 走, 青袄汉子四人扬长而去, 黑曜汉子四人愣了片刻, 看了看周围围观的那些江湖中人, 脸色有些发烫, 也低头而去, 李晨安便觉得有些遗憾, 没打起来, 看来这大齐帮的傻大哥, 也不是太傻吗? 不过他的耳朵里, 却传来了一些围观的江湖中人的声音, 青帮的名头, 居然如此响亮了, 就连向来火爆的大齐帮的人, 也硬生生咽下了这口气, 看来咱们去投奔青帮没有错, 可不是吗? 青帮虽然成立不久, 但在江南之地, 便已开设了十二个堂口, 每一个堂口的堂主, 可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听说这次周大善人寿臣, 青帮来的是江南武林泰斗, 翻江倒海, 长白书, 长老先生, 如此看来, 青帮是给足了周大善人的脸面, 若是能够在寿宴上, 向长老自荐, 经青帮正在招贤那事, 我等指不定还能混上的乡主什么的当当, 有人呲笑, 就凭你妙手催花江流儿的那点本事, 你那张小白脸倒是可以骗骗小姑娘, 若论功夫手段, 你也想在青帮当的乡主, 做梦吧你, 那个叫江流儿的俊美少年, 脸色顿时一红, 却没敢拔剑, 但言语尚不能输, 他恶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若不是在周庄, 若不是不能坏了周大善人的规矩, 你以为我江某会怕了, 你铁拳猪一斗, 那叫铁拳猪一斗的汉子撇了撇嘴, 那三月三五零盟主大会, 咱们上去走两招, 给大伙助助兴, 好, 谁不去谁孙子, 行, 可别使你的那些对付小娘子的下三滥伎俩, 嘴炮, 李晨安没了兴趣, 一行人继续前行, 走着走着, 队伍停了下来, 这条名为三分巷子的街巷一侧, 有一间二层楼的客栈, 客栈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扁额, 客栈的一侧还竖着一根高大的旗杆, 匾额和旗杆的旗帜上都写着四个大字, 月来客栈, 李晨安顿时就乐了, 正是五十, 月来客栈的生意正好, 没有热情的小二或者老板娘出门来迎接他们, 但天下没有银子搞不定的事, 如果有, 那就再多加一些银子, 当小包子将两钉足足十两的银子砸在了老板娘的柜台上之后, 李晨安等人顿时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 阿牛, 你这不长眼的东西, 跪台后那胖老板娘的小眼一瞪, 没看见贵客来了吗? 还不快将贵客的马, 牵去马厩, 用最好的精料, 跪着, 王氏, 快带客人去楼上上房, 带会客人需要什么吃食, 接送去上房, 将房间里的暖炉多加一些炭, 一番吩咐, 胖老板娘堆起了一脸的笑意, 看向了小包子, 这位女侠, 你们想必也是前来参加周大善人六十寿臣的吧? 小包子点了点头, 胖老板娘连忙又道, 不瞒诸位大侠, 咱们周大善人一生积善行得, 故而江湖好友众多。 他老人家过寿, 天南地北来的江湖侠客, 那可是多得不得了, 这上房啊, 他俯过了身子, 神秘兮兮的低声说道, 我可只剩下了最后保留下来的两间, 至于这价格吗? 小包子细长的盐炸都没有炸一下。 他懂, 他从怀中取出了一张银票, 拍在了胖老板娘的面前。 一百两银子, 我们要在这柱上, 他看向了李晨安。 李晨安开口, 三天。 对, 我们要在这柱上三天。 胖老板娘喜滋滋接过这张银票, 欢喜地说道, 好, 只是女侠一人住一间房, 其余诸位六人住一间实在有些拥挤。 他的话尚未说完就被削包子打断, 就这样。 啊, 好, 王氏, 带客人去东一东二房休息, 看看客人需要吃点什么, 早些给客人送去。 李晨安一行, 正要随着这小二灯楼, 门口却呼地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滚滚滚, 哪里来的要饭的? 还背着一口棺材要饭, 晦气。 李晨安一听, 纸布, 转头, 便看见了门口站着的一个背着一口漆黑棺材的少年。 最引人注目的, 当然是那一口棺材。 它很长, 看起来比一般的棺材更长了那么一些。 它很旧, 似乎已经打造出来了许久, 以至于它的漆水有些斑驳。 然后, 李晨安才看向了这个悲观的少年。 许是因为背着这口过长的棺材的缘油, 他的背微微有些坨。 那口棺材, 用一条麻绳绑在了他的身上, 看起来绑得很紧, 这令他难以支起腰来。 他穿着一身同样漆黑的短袄, 腰间系着一条灰白色的布巾, 左右个别着一把两尺左右的短刀。 他的额头也缠着一条黑金。 黑金将他的头发向后竖起, 便露出了他那显得有些宽敞的额头。 于是, 这让他的脸也显得有些长, 比阿姆那张如刀一般的脸还要长。 但这张长长的脸上, 却有两道如剑一般丰锐的浓眉。 浓眉下有一双看似没多少精神, 实则已然神光内敛的眼。 再加上那如玄胆一般的鼻子, 和鼻子下那薄薄的嘴唇, 五官组合在这张长脸上, 反倒是有了些冷峻的味道。 这是一个挺好看的少年。 李晨安笑了起来。 他叫小秦。 秦见山庄的秦。 只是李晨安觉得有些奇怪的是, 小秦背着棺材从棺外而来, 要来周庄, 要来周庄找周大善人寻仇这个消息, 早已传入了江湖之中。 周大善人必然知道, 按理他应该早已请了江湖中人, 将这个叫小秦的少年击杀在下江南的途中。 可这少年居然来到了周庄? 他依旧背着那口棺材。 他四肢健全, 完好无损地来了。 是他杀了那些杀手? 还是周大善人根本就没将他放在眼里? 李晨安不知道。 至少目前这客栈里的那些江湖中人, 都仅仅是看着小秦, 并没有任何人有向这少年出手的意思。 只是这些江湖中人, 看向小秦的眼光里, 多为戏血。 或许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或许他们也都已知道了周大善人的安排。 在他们的眼里, 这少年大致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 小秦站在门口, 被那小二一声吼变, 显得有些拘束。 他似乎不太习惯, 抑或是有些腼腆。 他开了口, 声音有些低, 但言语很清晰, 我不是要犯的。 我住店, 就住一晚, 我有银子。 那小二乐了, 给钱住店人可以, 鬼不可以。 你可以进来, 你那棺材, 找个地方埋了吧。 小秦摇了摇头, 人要住店, 棺材也要住店。 另外, 这棺材里还没有死人, 所以没有鬼。 这时, 那胖老板娘站了起来, 脸上的神色却有些紧张, 这位少侠, 倒不是本店不给你住, 而是本店客满, 已没有了房间, 要不少侠去别的客栈看看。 小秦低头, 陈银片客, 别的客栈我已都去过, 接客满。 他呼地抬起了头来, 言语依旧很低, 却很真诚, 给我一个房间就行, 哪怕是马厩或者柴房。 我按照客房的价格给银子。 胖老板娘一听, 纠结了片客, 伸出了两根短粗的手指头, 二两银子, 柴房, 没有床, 没有被, 也没有火炉。 要住就住, 不住就走。 小秦没有走, 因为这周庄的所有客栈, 不知道是因为真的客满, 还是不敢让他去住。 他们都拒绝了他。 他赶了近半年的路, 杀了不少的人。 他很累, 他需要休息。 明儿个就是正月十五。 他只有今晚一晚的时间来休息。 他的手伸入了怀中, 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灰布袋子。 他将小布袋子里的东西, 全部倒在了柜台上, 只有一脚碎银, 其余皆是一些铜钱。 他很认真地数了一遍, 又很认真地数了第二遍, 这才抬头看向了胖老板娘, 脸色有些微红。 差了三千, 明天我再给你。 如何? 胖老板娘沉吟三夕, 似乎思想经过了激烈的斗争。 他说了两个字, 不行。 小秦收回了视线, 开始将这些碎银铜钱, 收入那布袋中。 既然不行, 那就只好去找个地方, 露宿一宿。 就在这时, 旁边一张桌子前坐着的一个汉子, 忽然说了一句。 小子, 叫老子一声大言, 老子给你三千银子。 这话一出, 此间顿时鸦雀无声。 这一屋子, 足足十桌数十个酒客, 这时候都在看着。 他们早已听说了, 有个背着一口棺材的少年, 向周庄而来。 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 究竟有着怎样的身手。 因为见过他身手的人, 都死了。 他一路走得很快。 那些人死了的消息, 落在了他的身后。 李晨安也在看着。 但小秦似乎并没有听见这句话。 他依旧在收拾着柜台上的那些铜板。 他想的是, 待会去买几个馒头, 最好能够找到一处破庙休息一会。 那就是最好的。 小秦继续收拾着他的铜钱, 没有回头。 旁边一桌的四人顿时就笑了起来。 于老二, 看来你们一安堂的名头, 不太好使啊。 恐怕是这不长眼的小子, 根本就没听过一安堂的大名, 要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那叫与老二的汉子面子, 就有些挂不住了。 他突然怕, 得一巴掌拍在了桌上, 一声大吼。 你聋啊, 老子给你说话呢? 你现在跪下给老子磕三个响头, 老子给你三钱银子。 小秦收完了最后一个铜板, 依旧没有回头去看那汉子一眼。 他将那挥布小呆的口子扎紧, 小心翼翼地揣入了怀中。 他背着那口棺材沉默地转身, 正要离去, 李承安呼地说了一句。 是冲着老板娘说的, 他那二两银子, 我给。 小包子立马从怀中取出了一叠银票, 找了找, 找到一张十两的拍在了老板娘的面前。 剩下的不用找了, 给他最好的酒, 最好的菜。 与老二扭头, 又恶狠狠地看向了李承安, 少他妈管闲事, 是不是活腻了? 李承安也没有看他, 他依旧看着小秦。 小秦一听, 指不, 转身, 抬头, 看向了李承安。 眼里有些欢喜, 但更多的是感激, 我不是乞丐。 李承安点了点头, 我知道。 小秦, 那算我欠你十两银子, 我会还你的。 顿了顿, 似乎为了对这句话有个保证, 他又补充了一句, 明天, 明晚, 不用明晚, 大致过了五十我就能还上。 这句话有点意思, 明个是周大善人六十大寿, 五十, 祝寿开席。 好, 那小二扭头看了看胖老板娘, 胖老板娘的内心似乎依旧挣扎了一下, 只有一下, 她的视线一直落在那一张十两的银票上, 然后她抬起了头, 也看向了小二, 点了点头。 小二带着小秦向后院的柴房而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 刚才羞辱她的那汉子此刻更加愤怒, 因为居然没有人搭理她, 这让她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 她枪的一声拔出了刀, 她哐当一家伙将凳子给踢到了一旁, 她凶神恶煞的踏前一步, 老子给你说话呢, 你他妈不知好, 她的刀向走来的小秦劈了过去。 二人只有一丈距离, 她用的刀长两尺七寸, 她叫于老二, 是一安堂的一个乡主, 江湖人称快刀老二。 所有人皆以为, 那背着棺材的少年, 肯定会死在于老二的这块刀之下, 因为那少年背着棺材, 便会很笨拙, 再加上于老二先手, 那一刀劈去的时候, 那少年尚未拔刀, 他本已来不及拔刀。 可是, 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就在于老二劈下的刀距离那少年面门, 只有持续距离的时候, 小秦出了一刀, 于老二分明是率先发难, 他的刀在那个胆子没有说出口的时候, 就已经向小秦劈了过去。 此刻那个胆子还是没有出口, 他的那最后一个字, 致死都没有说出口来。 小秦的手落在腰间, 拔刀, 出刀, 杀人, 收刀, 这一系列的动作, 已不是一气呵成那么简单, 而是在座的数十人, 极少有人能够看清, 绝大多数人看见的, 是一道荧光一闪, 而后便是一条血线飞起, 再后, 就是于老二手里的刀, 忽然掉了下来, 连着他的手臂一起掉了下来, 他的手依旧握着刀, 他的手和刀尚未落地, 他的人已停步, 而后, 缓缓地向后倒去, 他躺在了地上, 那双眼依旧睁睁, 仿佛还能从他的那双眼里, 看见那一刀的璀璨, 他死了, 小秦在那一瞬间, 不是出了一刀, 而是两刀, 第一刀斩断了他的手臂, 第二刀劈开了他的胸腹, 快刀于老二先出了一刀, 却连那少年的汗毛都没碰到, 可那少年居然出了两刀, 这两刀的速度有多快, 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没有人去看一眼死在了地上的于老二, 他们的视线, 进阶落在了那少年的身上, 此间又一次鸦雀无声, 小秦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于老二一眼, 此刻他依旧未看, 甚至他都没有看那些围观的江湖高手们一眼, 不知道是他不想看, 还是不屑于去看, 他的刀已带血归翘, 他的面色并没有因为杀人而有丝毫变化, 他依旧背着那口漆黑的棺材, 对前面已经停下的被吓得面无人色的小二说了一句, 带我去柴房, 啊, 好, 二人就在所有人震惊的注视下, 穿过了大堂, 来到了通往后院的那处月亮门前, 月亮门不高, 小秦小心翼翼地弯下了腰, 似乎生怕这口棺材与墙发生了碰撞, 胖老板娘目送着小秦, 和他背上的那口棺材, 消失在了月亮门后, 他那张胖脸忽然笑了笑, 他似乎对着江湖中人的厮杀, 已经见惯, 他收回了视线, 瞅了眼地上的那具尸体, 呼地叹息了一声, 晦气, 阿牛, 阿牛, 先来收尸, 丢去舟山喂狼, 大堂里的食客们, 似乎对此也司空见惯, 有人继续沉默饮酒, 有人对那少年那一刀, 在低声评判, 也有人起身, 放弃了一桌子的好酒好菜, 就这么匆匆离去, 他, 他这岂不是坏了周大善人立下的规矩, 压抑的气氛消失, 当李晨安等人来到二楼的时候, 他就是小秦, 他既然是小秦, 他哪里会在乎周大善人的规矩, 可是, 这毕竟是周大善人的地盘, 如果周大善人发一句话, 周砖金, 恐怕聚集了万数的江湖中人, 我承认, 他出刀的速度极快, 但无论再快, 他能万人敌吗? 何况那些前来祝寿的高手中, 就算没有大宗师, 可一镜的高手, 却有那么两个, 哪两个是一镜的高手? 一个是翻江倒海, 长白叔长老爷子, 一镜下街, 另一个是大齐邦邦竹北马啸西风魏长河, 也是一镜下街身手。 哦, 这小子明日定会去周园, 那必死无疑。 当然, 他不是自带了一口棺材吗? 他死了, 谁会将它放在那口棺材里? 恐怕会被丢去喂了野狗。 李晨安微微一笑, 正要进入东二房, 却呼得被萧包子一拽。 他被拽着去了东二房, 刘管家和苏二公子看了看, 跟着阿木等人进了东一房。 他本打算带着苏二公子回平江, 此刻却改变了主意, 隐门桃花岛的人为, 那个叫小秦的少年付了十两银子, 这消息一定会落在周大善人的耳朵里。 那么在周大善人看来, 他会将他们五人视为小秦一伙的。 刘管家很担心, 因为周大善人并不善, 他还有个响当当的称呼, 他叫黑心阎王。 越来客栈, 柴房? 小二极为紧张地将这柴房的一脚给收拾了出来, 回头看时, 才发现那少年已解开了捆覆那棺材的绳索。 他极为小心地将那口棺材给平放在了地上, 然后又极为小心地将那口棺材给暴入了柴房, 似乎生怕这棺材被摔坏了。 做了这一切, 他打量了一下这地方, 似乎很是满意。 于是那小二就看见了他嘴角酿起的一抹笑意。 客观稍等, 小的待会就将吃食给您送来。 多谢, 麻烦多给我两碗饭。 好。 小二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小秦从腰间取下了两把刀放在了一旁, 他坐在了铺着茅草的地上, 一只手搭在了那口棺材上。 手指头似乎无一时地在棺材板上扣了三下, 然后他盘歇而坐, 开始闭目养神。 直到那小二送来了饭菜, 他才关上了这柴门。 狂风在门外呼啸, 柴房里寂静安然。 周园, 这是一处巨大的园林, 也是周大善人的居所。 园林里自然是有甲山流水的, 只是流水或者河塘都已冰冻, 都被厚厚的积雪给覆盖。 园林里种了许多树木, 少不了就有这冬日盛开的梅树。 就在那梅林间, 有一栋古色古香的二层小亭。 周大善人此刻正坐在这小亭的二层楼上, 正煮着一壶茶, 在招待着两个极为重要的客人。 第二个这天气有些阴冷, 没有了阳光, 这梅花便显得有少许暗淡。 他蒸了两杯茶, 分别递了过去, 又道, 说来不怕二位见笑, 这梅林原本是想着学京都梅园那风格的, 结果呢? 他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老夫终究是个粗人, 画虎不成反泪犬。 这也就难怪招化十一年春, 那位贵人前来的时候, 对此嗤之以鼻, 说老夫莫要说学到京都梅园的神韵, 就连皮毛也相去甚远。 当时, 老夫本想将这一大片的梅园给平了。 那位贵人说, 就这样吧, 到了领冬时节, 他们总能给这里添一些艳丽的色彩。 坐在他左手的是, 青帮三大长老之一的, 那位江南武林泰斗, 翻江倒海长白书。 坐在他右手的是, 大骑邦邦竹北马啸西风魏长河。 此刻魏长河忽地问了一句, 老夫久居关外, 倒是不知道你说的那位贵人他是谁。 周大善人摆了摆手, 既然是贵人, 那当然就是贵不可言之人。 魏老弟还请体谅一下, 老夫真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魏长河没有再问这个问题, 今儿个周大善人, 既然邀请了他和长白书前来赏眉, 那夸耀一番他的背景, 这也极为正常。 只是, 他真的仅仅是这么个意思吗? 果然, 周大善人又开了口, 这些年来, 得那位贵人的照拂, 也得江湖弟兄们的帮衬。 老夫这周装, 还算经营得不错, 老夫的日子, 原本也无忧。 可是, 周大善人的视线, 在二人的脸上各看了一眼, 端起茶掌的瞎了一口, 长长一叹, 长兄魏老弟, 当已知道那个叫小秦的少年。 这是他们当然知道。 这事儿今, 整个江湖恐怕都已知晓。 有一少年从观外来, 他背着一口棺材。 据说他就是十五年前被灭的秦剑山庄侥幸活下来的后人。 他是来周庄, 找这个周大善人报仇的。 其实, 老夫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请了一些高手去会会他。 结果呢? 结果老夫请的那些人, 秒无音讯。 反倒是那少年, 他已来到了周庄。 就在刚不久, 总算是有消息传了回来。 老夫请的那些高手, 全死在了他的手上。 长白叔和魏长和微微一正, 你都请了些什么人? 其中有一安堂的左手剑丘陵, 有丐帮的八部追魂朱油仙, 还有姑苏慕容家的那位如烟剑, 慕容如烟等等。 长白叔和魏长和二人心里顿时吃了一惊。 因为单单这三个人, 在江湖中就极有名气。 左手剑丘陵, 武功已至二镜下阶。 他的剑法出神入化, 洗走偏锋, 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八部追魂朱油仙, 二镜中阶, 不说他的那一手打狗棍法, 单单他的轻功, 天下就少有人能及。 而姑苏慕容家的如烟剑, 慕容如烟, 他是一个女人, 却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他年仅三十二, 却已是二镜上阶的身手。 他被誉为慕容家, 除了家主慕容鹤之外的, 最有可能破一镜的天才。 他那一手无计可循的如烟剑, 就算是长白叔对上, 就算长白叔已是一镜下阶, 他也得要小心地应对。 这样的人物居然都死了。 长白叔难以置信地问了一句, 都是死在那少年手里的。 周大善人点了点头, 都是。 魏长河眉间紧促, 问道, 可查看过致命之处。 查看过, 全都死在一刀之下。 这话一出, 长白叔和魏长河顿时对视了一眼, 二人眼里皆是震惊。 能够一刀杀了这等高手, 岂不是说那少年至少已是一镜地伸手了? 听说他才十六岁, 木山刀的那个天才少年王正浩轩也是十六岁, 他才二镜上街。 这个叫小琴的少年, 他岂不是比王正浩轩还要天才? 这样的人, 若是任由他成长起来, 恐怕他会成为又一个大宗师。 想起十五年前的那件事, 两人此刻心里结实一尘, 面色变得极为凝重。 那他必须死。 周大善人一缕长须, 他当然必须死。 接着请二位前来, 也就是商量一下他, 如何去死。 他是来给秦剑山庄报仇的。 他若是真杀了老夫, 老夫本就该死。 老夫所担心的是, 他杀了老夫之后, 当年那些围攻秦剑山庄的人, 这些年日子都过得很不错。 周大善人又端起了茶盏, 那双花白的梅薇薇一条。 比如你们二人, 一个功成名就, 还成为了青帮的大长老, 一个在关外招兵买马, 成了一方豪强。 当然, 还有一安堂的那位, 还有, 太多了, 老夫已快忘记。 可老夫担心, 那少年并没有忘记。 周大善人瞎了一口茶, 放下了茶盏, 看向了窗外的那片梅。 十五年前的那一夜, 秦剑山庄上上下下, 死了三百六十七号人, 秦剑山庄数百年积攒下来的家业, 被大家伙瓜分一空。 小少爷那时候, 只有一岁, 他本不应该记得, 可他却偏偏来了, 是谁告诉他的那一切。 这些日子, 老夫思来想去, 恐怕只有一个人。 魏长河问道, 那一夜没有留下多余的一个活口, 会是谁? 周大善人沉音三息, 吐出了一个名字, 西韦。 长白书的瞳孔一缩。 西韦? 怎么可能是他? 当年谋算秦剑山庄, 不正是西韦的布局吗? 周大善人收回了视线, 说道, 西韦要消灭秦剑山庄, 这是因为, 少夫人是上车后炉战销的三妹。 他既然用寄灭了上车后满门, 当然就不会留下秦剑山庄这个祸端。 长白书不解, 又问, 那他应该将秦剑山庄的后人也一并杀死才对? 又怎会将那件事告诉了小秦? 西韦只想, 非常人能挤。 秦剑山庄就剩下了一个独苗, 这对西韦不再有任何威胁。 再说, 小秦根本就不会知道秦剑山庄被灭的主谋是他西韦。 老夫在想, 说不定那晚将小少爷带出去的人就是西韦。 他借着我们的手灭了秦剑山庄, 但他在小少爷的心里, 恐怕是天下最好的那个人。 这些年, 恐怕就是他教的小少爷的武功, 他就更是小少爷的恩人。 现在他告诉了小少爷仇人是谁, 他这是想要借着小少爷的手杀了你我, 夺回原本属于秦剑山庄的那些财产。 恐怕主要还是为了得到那把剑。 长白书和魏长河, 这才恍然。 那把剑, 当真在你手上。 周大善人点了点头, 却又摇了摇头, 原本确实在老夫手上, 但现在, 他已在那位贵人的手上。 长白书深深地看了周大善人一眼, 开口说道, 青帮来了弟子六十二, 加上魏老弟大齐帮的弟子三十八, 一百人杀一人, 不够。 周大善人也站了起来, 又道, 桃花岛不知你们二位听说过没有? 恐怕是传说中的隐门。 那小子在月来客栈, 里面有桃花岛的弟子五人, 他住宿的银子是桃花岛的人给的。 江南六二死在了桃花岛那五人的手上, 大刀王六不是他们其中之一的义和之江, 他已将你要杀苏家二公子的消息, 卖给了桃花岛的人。 而桃花岛的那个绝情刀王气放出了话, 他要娶苏家那个四小姐, 他恐怕也不会放过你。 一安堂的鱼老二, 就在刚才死在了小青的刀下。 他的刀极快, 快到了, 没有人看见他是如何出的刀。 他本就是一个高手, 如果再有桃花岛的弟子相助, 六人要杀他们恐怕并不容易。 长白叔心里一惊, 自从百年前的蜀山论剑之后, 再没有听说有隐门出事, 这事可就不太好办了。 周大善人微微一笑, 那位贵人说了, 管他什么门, 一并杀之。 何时动手? 半个时辰之后, 老夫出武士高手。 终究是人, 总有历劫的时候。 就算是这一百五十人也杀不了他们, 明日他们必来, 但内力体力的恢复却不会那么快。 今日他们不死, 明日就用他们的血来系那一把剑。 长白叔一愣, 那位贵人没走。 没走, 他说他想要看一出戏, 等两个人。 等谁? 一个是大宗施烟鸡盗, 另一个是宁国四公主宁楚楚。 阴云后, 西风烈, 越来客栈二楼的房间里探火正好, 当然感受不到外面的寒意。 但此刻正向周庄狂奔而来的宁楚楚, 却深深地明白了什么叫寒风刺骨。 他骑着马, 戴着五百身着红衣的娘子军, 就在这呼啸的狂风中顶风几尺。 他没有去封县, 他要去周庄。 所以, 丁大先生派去拦截他的那个长孙寒, 自然是扑了个空。 周庄距离七池县有些远, 正常需要十日矫程。 宁楚楚在听了七池县县令和县卫告诉他的那个消息之后, 当夜就启程。 那一天是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一。 他带着娘子军马不停蹄, 甚至夜不扎营。 除了必须喂马吃饭之外, 他们一直在赶路。 夜里, 也打着火把在赶路。 他很急。 倒不是他知道了李晨安就在周庄, 而是他知道了另一个消息, 丽阳公主在周庄。 这个消息, 原本不应该被七池县的小小县令和县卫知道, 但偏偏就有那么巧。 陈炳中心娜的那个小妾, 他的姐姐就在周庄, 就在周大善人的周园。 他不是周大善人的什么情形, 他仅仅是一个厨娘。 那些日子, 周园的厨房来了两个厨子, 手艺极好。 而后听说是御厨。 再后听说宁国的丽阳公主, 燕国公府的那位尊贵夫人, 来了周庄。 陈炳中那他妹妹的时候, 他来了一趟这七池县。 许是担心陈炳中对他妹妹不好, 他故意说了他在周园侍候那位丽阳公主的事。 他的意图当然是告诉陈炳中他能在丽阳公主面前说上话, 但这话听在陈炳中的耳朵里, 却让他知道了周庄恐怕有大事发生, 昭化十年和昭化十一年, 江南到大汉。 明州池南郡的万寝良田颗粒无收, 正是在昭化十一年, 周大善人以最低的价格收购了那万寝良田。 那时候就有传言, 说江南来了一个宫里的贵人。 而后至今, 从周庄每年都会有巨额的银子送去京都, 压标的正是江南标局。 江南官场, 就算是倒台于万知, 也不敢动那位周大善人一根汗毛。 因为江南的官员几乎都已知道周大善人背后站着一位京都的贵人, 但没有人知道那位贵人是谁。 陈炳中现在知道了。 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四公主宁楚楚, 丽阳公主通过周大善人大肆敛财, 还大肆囤粮, 朝廷却并不知道许不是什么好事。 丽阳公主是宁楚楚的姑姑。 只是丽阳公主是下嫁到燕府, 她的儿子燕子夫仅仅比宁楚楚小了一岁, 宁楚楚在宫里, 二人少有见面, 自然也并没有多少深厚的感情。 宁楚楚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姑姑是不是要谋果。 第二个想法是, 江南道五万官兵去了封县, 江北的粮被自己给劫了, 他们会缺少粮草。 这个姑姑会不会将周庄的粮草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在封县杀了李晨安。 李晨安和燕府之间没有友谊, 反倒是有过一些恩怨。 去岁在京都, 李晨安可是在聚仙阁将燕子夫从二楼给丢了出去。 听说这个姑姑心眼特别小, 再加之李晨安成为摄政王之后, 取缔了国公这一封号, 他恐怕会怀愤在心。 他甚至没有在燕府过年, 就去了周庄。 他究竟想干什么? 得去问个究竟。 如果能再结了他在周庄发出去的粮草, 那当然就更好了。 就这么日夜赶路。 至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四卫士出, 宁楚楚一行终于抵达了周庄。 比宁楚楚来得更早一些的, 还有两个姑娘。 一个叫温小婉, 一个叫苏梦。 他们当然不是同路, 却走在了同一条路上。 苏梦至五十末抵达的周庄, 他还在街头寻找住的地方。 也在找他的小诗歌王郑浩轩。 温小婉早已抵达了周庄。 他就住在越来客栈。 住在越来客栈的东三房。 东三房紧临东二房。 李晨安一行进入越来客栈的时候, 温小婉正在房间里梳妆。 客栈, 他看见了李晨安。 哪怕李晨安带着面罩, 他依旧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李晨安。 然后, 他目睹了小婷进来之后发生的所有事。 可他却在李晨安一行登楼的时候, 又回到了他的房间。 他关上了门。 坐在了庄台前, 扭头望着窗外千灰色的天空, 本以为内心能够从容, 却不料那颗心跳得更快了一些。 李晨安身边有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当然就是婉西斋的斋主萧姑娘了。 李晨安没有在意那个萧姑娘的身份, 他们一路从京都而来。 他们是要去蜀州的。 蜀州还有个叫钟离若水的姑娘在等着他。 那么自己呢? 自己来这里究竟是为了等小婷的到来, 还是等她的到来? 或许两者都有。 但门心自问, 似乎在意她更多一些。 又想起了那一夜。 可惜, 错过了那一夜。 温小婉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庄镜中自己的这张脸。 这张脸是很美的, 但她似乎并不满意。 于是取了妆和就着庄镜, 又开始精细地描了起来。 因为待会得去见见李晨安。 因为父亲飞歌传书送来的消息, 必须告诉李晨安。 冬二房的门已关上。 小包子背靠着门, 视线落在了李晨安的背上, 那双细长的眼弯成了月眼。 眼里丝毫没有这些日子行路的疲倦。 眼里反倒是有一抹蠢蠢欲动的精芒。 她的银牙咬着下唇, 她的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她忽然想到了在书中看见的一个词, 择日不如撞日。 那时不懂其中之意, 择日倒是可以理解为选择一个时候, 但撞日呢? 她笑了起来了。 如春日里烂漫的山花一样美丽。 只是, 她呼得想起还没吃午饭。 她担心尚未开始, 又被送饭的小二给打扰了雅兴。 于是, 她抿了抿嘴, 将这升起的强烈念头给压了下去。 她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李晨安的对面。 她双臂交叉着放在了桌上, 下巴就放在了手臂上。 她那双细长的眼睛睁开了, 就这么看着李晨安。 她的眼里是李晨安, 但她的脑子里却是那个状子。 于是, 她的脸呼得就红了。 这弄得李晨安一脸猛逼。 想啥呢? 啊, 没想啥。 没想啥你脸咋这么红。 哦, 小包子咽了一口唾沫, 当才练功差了点气。 李晨安有些担忧, 可要小心一些, 莫要走火入魔了。 对了, 那个叫小琴的少年, 你看出了她的那两刀吗? 小包子点了点头, 她的刀确实很快, 但她, 但她的内力似乎并不是太顺畅, 因为她本可以一刀解决的。 可她出了两刀, 这是因为她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刀宰了那个, 那个于老二。 李晨安一听, 恍然大悟。 你的意思是, 她第一刀砍了于老二握刀的手臂, 这便能让她避免受伤, 而后才有了第二刀砍死了于老二。 嗯, 小包子点了点头, 她应该是身上有伤, 再加之极为疲倦, 不然, 她的刀会更快。 什么境界? 应该在二进中间, 看出了她的武功路子没有。 小包子摇头, 单凭这两刀, 没有鹿子, 就是一个筷子。 这倒是和不二剑法修炼的方式有些像, 不二剑法就没有剑招, 全凭自己去创造。 李晨安眉间微粗, 因为她得到的消息是, 小秦是燕姬道收的弟子。 燕姬道练的是掌, 是江湖中独一无二的翻云覆雨掌。 可小秦用的却是刀。 李晨安想了想, 觉得这或许就是武功的某些相通之处。 燕姬道既然是大宗师, 那她的见识当然就并不局限于她自创的掌法。 李晨安一壶茶喝了两杯, 门外便传来了小二招呼用饭的声音。 小包子觉得自己料事如神, 二人去了隔壁的东一房用了饭, 和阿牧他们小做了片刻, 又回到了东二房。 酒足饭饱, 正是五时末, 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下午当无事, 择日不如撞日。 小包子关上了门, 上好了门栓, 依旧有些羞怯地看向了李晨安。 休闲。 李晨安微微一笑。 好。 小包子迈着扶风布走到了床前, 从怀中取出了那一张洁白的丝绸, 极为庄重地铺在了床上。 李晨安从身后抱着了他的小蛮腰。 小包子身子一颤, 接着就被李晨安给抱了起来, 放在了床上。 宽衣。 解带。 小包子满脸通红, 吐气如蓝。 又到了情绪酝酿的最好时候, 又到了本该水到渠成的时候。 小包子满心欢喜, 但不知为何, 偏偏又有些担心。 有些是他总是这样。 你担心什么, 他就真会发生什么。 就在小包子脑子里, 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门外果然传来了多多的敲门声。 李晨安的手一僵, 小包子睁开了眼。 眼里水汪汪, 本有万千春意。 可那春意却慢慢消退, 午夕之后, 变成了消沙的冬。 如窗外的寒风一般凛练。 敲门声再继续。 温小婉穿着一袭酱紫色的裙袄, 正翘生生站在门前。 她的脸色也不是太好看。 因为她已去了东一房, 但李晨安却并不在东一房。 那个萧姑娘也不在。 阿牧说他们在东二房。 他们, 那当然就是两个人。 孤男寡女两个人独处一房, 能做些什么? 当然不可能做诗词文章。 温小婉本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可终究一难平。 于是, 她还是忍不住走了过来。 恰好在最关键的时候, 敲响了这扇门。 她等了足足三十息。 门开了。 李晨安站在门前。 她的视线从李晨安的肩头越过, 便看见那萧姑娘坐在床前。 萧包子也看着她。 那双戏长的眼眉微眯眯着, 当她看见门口是一个姑娘的时候, 她的眼眯得更小了一些。 温小婉感觉到了一股杀意, 可她却并没有退让。 李晨安很是惊诧, 温小婉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她还没来得及问一句, 温小婉已一把将她给推开。 她抬步就走了进去。 她此刻已忘记了要将周庄之事告诉李晨安。 她不知为何, 此刻就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她要为自己的幸福, 与这个女人一战。 我叫温小婉。 她站在了萧包子的面前, 俯视着坐在床前的萧包子, 又道, 她已上过了我的床。 李晨安一听, 顿时就傻了眼。 温小婉这话太有奇异, 她正要过来解释, 却呼地听见了外面传来的嘶吼之声, 杀了她。 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敢来周庄撒眼。 然后有凄厉地惨叫声, 有更疯狂地喊杀声。 是小琴, 有人来杀小琴了? 走, 咱们去帮她。 温小婉没有动, 萧包子也没有动。 萧包子呼地笑了起来, 转头就看向了李晨安。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月来客栈已乱成了一锅粥。 一百余江湖中人涌入了月来客栈。 有人从正门而入, 更多的是从天而降。 他们落在了后院柴房外的天井里。 天井并不大, 于是还有许多的人依旧站在屋顶上。 四面屋顶都是人。 月来客栈已被这一百多个江湖中人给团团围困。 柴房的那扇门已破开。 门口已躺着四具尸体。 小琴左手握着刀, 右手放下了手里的碗。 她抬眼看了看屋子外那些明晃晃的刀枪, 又收回了视线, 看了看碗里还剩下一半的饭。 想了想, 她还是放下了手里的刀, 拿起了筷子。 就在门外许多人注视的目光中, 她大口地吃起了饭来。 那口漆黑的棺材就在她的身边。 棺材的袋子上摆着五盘子的菜。 盘子里的菜几乎已空, 另外还有两个盛饭的碗也已空。 她似乎已经吃了两碗饭, 但她还在吃第三碗。 她应该是很饿。 所以, 哪怕知道自己难以逃出生天, 她还是决定吃饱了再去死。 门口有两个握刀的汉子咽了一口唾沫。 他们对视了一眼, 在看向小秦的时候, 眼里露出了凶悍的光。 想吃饱了上路? 就算是阎王爷答应, 老子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二人踏步而入, 举刀, 一声大吼, 去死吧。 两道凌冽的寒光, 裹挟着呼啸的寒风, 就这么向小秦兜头劈了过去。 就在那一瞬间, 小秦的右手依旧握着筷子, 却已抓住了放在棺材上的刀。 他的腮帮子还在蠕动, 他的视线甚至还在碗里。 他随手挥出了一刀, 扫! 一道弧光滑过, 他的刀已放在了棺材上。 冲进去的两个人, 忽然间捂住了他们的腹部, 脸上露出了极度痛苦的表情。 他们亮起而退, 手里的刀落在了地上。 他们退出了柴房的门, 扑通一声倒在了雪地上。 腹部的血这时候才流了出来。 流得很快, 于是染红了地上的血。 门口的人不知觉地后退了两步, 距离那门槛, 有了一丈距离。 短短一丈距离, 仅仅是一个纵深的事。 可现在那门槛在他们的眼里, 却有如那鬼门关。 小秦继续吃饭, 原本他吃饭很慢, 因为他很珍惜每一顿饭。 何况今儿个这顿饭菜的味道极好。 他本想要仔仔细细地享用一番。 明儿个, 答应了还给那兄台十两银子。 但周园那地方显然已是龙坛虎穴。 银子必须得还, 那就必须努力让自己从那龙坛虎穴中活着走出来。 但现在, 那个周八匹似乎是等不及了。 他竟然派了这么多的人来, 小秦有些遗憾。 他的身上还有两道尚未痊愈的伤。 一道是丐帮的那个八部追魂猪油先给他留下的, 自己一刀切开了猪油仙的肚子, 但猪油仙的打狗棍却落在了自己的腰间。 腰有些疼, 另一道伤更严重一些。 那是姑苏慕容的慕容如烟留下的。 自己一刀捅入了慕容如烟的腹部, 但他那如烟一般的剑, 却也刺入了自己的腹部。 只是自己的经验更丰富一些。 那一件并没有过多的伤及内脏。 若是以往, 条理三五个月也就能恢复。 但这次要赶路, 要赶在正月十五前抵达周庄。 他没有得到休息。 仅仅是在伤口处敷了两剂止血的膏药, 然后用那不带一缠。 一旦动作剧烈一些, 那伤口就会崩裂, 就会再次流血。 他尽量避免自己流血。 因为血流得多了, 人也就虚弱了。 现在看来, 不流血恐怕是不行了。 他吃完了最后一口饭。 碗里干干净净, 没有剩下一厘米。 他站了起来, 紧了紧腰间的那条不带子, 不能让敌人看出他已受了伤。 不然, 那些敌人, 就会像狼嗅到了血腥味一样, 不要命地向自己扑来。 他的手, 又落在了棺材上。 极为自然地扣了三下。 然后拿起了他的两把刀, 站在了门前。 风很大, 天很阴。 看来又要下一场雪了。 院子里的人又挥舞着武器, 一步步向他逼来。 忽然, 这处柴房的屋顶破了。 有人从屋顶上落了下来。 小秦眉间一蹴, 屋里有那一口棺材。 他后退一步, 转身, 一枪正向他的后背刺来。 一刀正向他的脑袋劈来。 还有一剑正向他的腹部斩来。 门外, 那群人突然之间发起了凌冽的攻势。 他们大吼着, 踏雪而行, 鸡血顿时乱舞。 他们挥刀, 两面夹击。 站在远处屋顶上的长白书和魏长河, 眯着眼睛看着。 他们揭笑了起来。 没有人有三头六臂。 那个叫小秦的年仅十六岁的少年, 就算出刀再快, 他也无法前后接顾。 所以, 他必死无疑。 可就在这时, 长白书忽然一惊。 他看见了一把刀, 一把散发着森然寒意的大刀。 那一把刀从柴门外的左边劈了下来。 魏长河几乎同时一惊, 他看向了右边。 柴门的右边也有一把寒光凌冽的大刀劈了下来。 两刀, 封住了柴房的门。 两刀, 披瑟刚刚冲到门前的两个人。 两刀落地, 两人落地。 他们戴着面罩, 但看起来很年轻。 一左一右, 他们如门神一般地站在了门口。 门里, 小秦在那电光伙食之间, 劈出了三刀。 只有两声惨叫。 因为, 其中一人的脑袋被一刀劈得飞了出去。 屋顶上还有人。 小秦并没有飞出去杀人。 因为他得守好这口棺材。 他回头看了看。 王正浩轩和阿牧此刻也向屋子里看了看。 小秦咧嘴一笑。 王正浩轩耸了耸肩, 活着在感谢我们。 好! 敌人再致。 更多的人, 更多的武器, 更多的喊杀声, 于是也有了更多的哀嚎声。 柴房内外的打斗这一瞬间就进入了白热化。 木制的柴房根本就经受不起那些武器那些尸体的冲撞。 他轰然倒塌。 小秦站在了寒风中, 那口棺材被埋在了茅草下。 阿牧和王正浩轩手里的刀比这寒风还要凌练。 血随着他们的刀起刀落在空中挥洒。 胖老板娘来到这后院的时候, 他看见的是弥漫在风中的那无数的鲜血凝聚而成的花。 本来很美丽。 但他的柴房塌了, 这要修缮好, 就需要许多银子。 所以, 他很生气。 于是, 他一步就踏入了那血花之中。 他一声咆哮, 你们这些天杀的, 要打去老娘店外面打不好吗? 都去死吧。 他的手伸入了怀中。 然后, 刚刚跑来的苏梦, 便看见了漫天飞舞的银子。 带着血的银子, 要人命的银子。 远处屋顶上的长白书豁然一惊, 散财童子, 银如命。 散财童子? 正好迈入后院的李承安, 自然也看见了那漫天飞舞的银子, 也听见了远处长白书的那一声惊呼。 他极为好奇, 因为那胖老板娘的模样, 实在和散财童子扯不上半点关系。 就算非得扯上关系, 他大抵应该是散财童子他娘。 但不得不说, 用银子杀人, 用那么多的银子来杀人。 这效果确实令人感到震撼。 钱能买命, 大致这就是最好的权势。 李承安跨过了那月亮门, 就在这凌冽的寒风中, 就在那漫天的银子飞舞中, 就在那腥风血雨中, 就在那惨烈嘶吼中, 他抬头望向了那混乱的战场。 站在他左边的是温小婉, 站在他右边的是萧包子。 这算左拥右抱吗? 李承安只能苦笑, 只能用这么一问来化解此刻的尴尬。 萧包子被温小婉坏了好事。 他本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他甚至能够包容李承安的不爱, 但他受不了在那关键时候, 温小婉的闯入。 那张洁白的酬惊, 这是扑的第二次了。 他依旧洁白, 白得令萧包子有些厌恶。 如果不是李承安拦着, 温小婉估摸着已经死了。 现在二人之间的嫌隙并没有补上, 因为李承安来不及去向萧包子解释。 外面的打斗越来越激烈, 李承安担心小婷死了。 萧包子和温小婉终究也顾全了大局, 他们没有真的打起来, 他们还是随着李承安而来。 散财童子银如命, 十五年前是叱咤江湖的侠盗。 温小婉看着那空中乱飞的带血的银子, 又道, 那时他很年轻, 但武功却已踏入了二镜下街。 他喜欢用银子杀人。 他杀人的时候都有蒙面, 所以江湖中人极少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但他每杀一个人都会留下数量不等的银子。 据说银子的多少对应的是那条命的贵贱。 他和秦剑山庄的邵夫人有着极好的关系。 他当年去秦剑山庄打劫的时候, 输给了邵夫人。 邵夫人非但没有杀了他, 还赠送给了他文银万两, 还亲自送他出了秦剑山庄的大门。 十五年前, 秦剑山庄被灭之后, 江湖中边再也没有了散财童子的影子。 有人说他死在了关外。 也有人说他去皇宫珍宝阁道宝, 被宫里的高手所杀。 没有人料到他竟然在这里隐姓埋名了十五年。 想来, 他是为了找出秦剑山庄灭门背后的真凶。 小秦是秦剑山庄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少爷, 现在小秦有了危险, 他不得不出手了。 李晨安微微汗手, 心想这大致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 讲义气者, 为朋友两肋插刀。 不讲义气者, 插朋友两刀。 就在李晨安看着漫天的银子飞舞的时候, 阴暗的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面星红的大旗。 这大旗有着一根长长的旗杆, 旗帜在狂风中烈烈而舞。 铺展开来, 他竟然覆盖了这天井的上空。 就在那大旗一挥之下, 银如命洒出去的那些银子竟然被这大旗一家伙给卷了个干干净净。 银如命落在了一处房顶上, 他眉间一蹴, 面色顿时变得无比严肃。 他的视线顺着那旗杆看了去, 北马笑膝封卫长空。 远处, 卫长空右手握着旗杆, 他伸出了左手。 旗杆上的旗子又招展开来。 于是, 那些银子如雪花一样飘了下来。 他的左手在空中飞舞, 片刻, 他的脚下是一堆银子。 他看向了银如命, 眼睛微微一眯, 老夫找了你十五年。 老夫还以为, 你真的死了。 你可还记得十五年前, 你偷了老夫珍藏的那点碧血洗银枪。 银如命轻蔑一笑。 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你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你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银如命面色乎的一尘, 笑意消失, 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满是怒容, 亏了秦剑山庄的少庄主带你如兄弟。 你竟然理应外合, 勾结那些江湖鼠辈, 打开了秦剑山庄的大门。 你借着少庄主对你的信任, 在密室中偷袭了少庄主, 带走了放在密室中的那架酒消环佩琴。 长白书一听, 顿时就看向了魏长河。 魏长河勃然大怒, 银如命, 你羞得栽赃陷害老夫。 那命来。 他纵身从屋顶上飞起, 手中大旗一挥, 旗帜招展, 向银如命席绝而去。 银如命摸了摸口袋, 口袋里只剩下了二两碎银, 怕是买不了魏长河的命。 坍塌的柴房处, 小秦浑身都是血, 有敌人的血, 也有他自己的血。 当然更多的是敌人的血。 他的身周已躺着二十余具尸体, 他依旧站在那口棺材旁, 也未曾挪动。 似乎那口棺材对他极为重要。 重要到他宁可挨上一刀, 也不愿意后退一步。 他手里的两把刀指着地, 刀上的血顺着刀尖正在滴落。 他的面前又有十余个高手, 他依旧这么不叮不扒地站着, 就连脸上的神色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他甚至没有去看对面的那些敌人, 他的视线微微低垂, 看的是地上的血和血。 呼啸的狂风会让他眨眼。 眨眼间可能就有敌人的刀来。 所以他在听, 听敌人踩着茅草或者积血的脚步声, 听狂风中破风而来的刀剑声。 有刀来, 又有剑来, 五把刀, 三把剑, 还有两杆长枪。 他的手紧了紧握住的刀柄, 就在那两杆长枪距离他仅仅只有持续的时候, 他出了刀。 右手一刀, 一刀将两枪给荡开。 他的左手一刀就在那一刹那横扫而过, 然后一撩, 枪枪枪, 这一撩之下, 他的左手刀与刺来的三把剑碰撞在了一起, 他右手的刀又斜斜地砍了过去。 干净, 离落, 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也没有浪费一分多余的力量。 但是, 那劈来的五把刀中, 偏偏有那么一把他慢了半拍。 小青将四把刀戈挡开之后, 他的右手刀本应该横切而过, 将那四个人拦腰斩断。 但慢了半拍的那把刀, 就必然会劈中了肩膀。 中这一刀, 他会丢掉一条手臂。 他现在还不能付出这种代价。 所以他横切的那一刀, 变成了向上格挡。 他挡住了这一刀, 可另外四刀又向他招呼而来。 这四刀似乎发现了什么秘密? 他们的速度不一样, 角度也不一样, 但他们的目标却都一样。 小包子眯着眼睛, 呼地说了一句, 那小子若不退, 必死。 阿木和王正浩轩此刻已杀入了天井中。 柴房已经倒塌, 他们距离小秦已有些远。 就算是他们现在转身, 想去帮助小秦也已来不及。 何况他们面前还有更多的敌人。 木山刀的两把刀很稳, 也很锋利。 他们二人所用的刀皆是百炼钢打造成的刀。 在这个世界, 他们就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宝刀。 目前没有任何人的武器能够架住他们全力一刀之批。 他们面前那数十个江湖高手, 其中一大半手里都只剩下了半截武器。 这就很吓人了。 那些江湖高手只能退。 王正浩轩和阿木当然步步紧逼, 终究将那些人逼得退无可退。 他们也就距离小秦越来越远。 他们本以为小秦会跟上,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为了那口棺材, 小秦一步也没有动。 当阿木回头看时, 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心里一片冰凉。 他和萧包子的判断一样。 小秦, 必死。 但小秦并没有死。 死的是对面的那五个刀客。 他们站在下风的位置。 死于无形。 死得莫名其妙。 然后阿木笑了起来。 因为小五正向小秦走去, 带着一脸阳光。 还有他的那双无垢的眼。 多谢。 小秦很少给人说一个谢字。 他接触的人不多。 他也不喜欢说话。 但今日他说了两次多谢。 小五看懂了小秦的意思。 他咧嘴笑了起来。 这令小秦忽然觉得这阴沉的天空似乎都明亮了起来。 咿呀呀。 小五再说再比划。 小秦顿时一愣。 他当然是听不懂也看不懂。 但他知道了这个少年是个哑巴。 一个有残疾的人, 他怎么会如此的阳光。 小五沉阴三溪, 娶了一个茅草, 在一具尸体上沾了点血。 他在雪地里写了三个字。 不用写。 很简单的三个字, 却偏偏令小秦心里一暖。 似乎就连身上的伤痛都减轻了许多。 接着, 小五又在地上写了一行字。 你伤得很重。 接下来, 这里交给我。 这里明明还有许多敌人, 都是江湖高手。 可小五却偏偏说这里交给他。 小秦微微一笑, 他莫名地就信了。 他点了点头, 当真就这么在那口漆黑的棺材旁盘稀坐了下来。 他的视线看向了前方。 前方又有剑来。 小五已起身, 已转身, 站在了小秦的面前。 就在小秦震惊的视线中, 他看见了小五的那双锤着的守护地散发出了褶褶的荧光。 大背手! 佛在小五的心里。 魔也在小五的心里。 他放手成佛。 他出手微摸。 他出了手。 因为李晨安说, 只有死了的敌人, 才是最可爱的敌人。 那你们, 就都去死吧。 阿牧已收回了视线。 他已经放心。 因为小五不仅仅是武功厉害。 他还有杀人于无形的毒。 就在他们对面, 那黑压压的人群中忽然发生了骚动。 然后有了打斗之声响起, 有了惨叫之声传来。 王正好轩一愣, 还以为是敌人发生了内乱。 可片刻之后, 他的脸就黑了下来。 比这阴沉沉的天空还要黑。 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小师妹! 苏梦! 苏梦正在人群中挥舞着那把比他还要长的刀。 他那身裙凹上已满是血。 他的脸上也都是血。 王正好轩双眼猛地一瞪, 他不知道那是谁的血。 他只知道漂漂亮亮的小师妹, 本不应该染血。 他很生气。 他的双腿在地上一蹬, 他的身子如离弦的剑一般, 斜斜地冲天而去。 他的长刀拖在身后。 他在空中抡起了长刀, 一声大吼。 小师妹! 有我! 别怕! 苏梦横扫千军, 将身边的敌人逼开。 他抬起了头, 他看向了空中激劣而来的那个戴着面罩的少年。 他欢喜地笑了。 在木山刀的最近两年里, 情窦初开的少女不知道有多少次坐在山间的那条小溪边。 望着潺潺的溪水, 想着那个不开窍的小师哥。 少女一直在憧憬中, 希望某一天, 小师哥能够在夕阳中从对面的山顶飞来, 披着那万丈的霞光, 踏着山间弥漫的雾, 然后他落在了自己的身边。 在那静谧的山剑里, 将自己拥入他的怀中, 嗅着他的味道, 感受着他的温暖, 那大致就是自己的世界了。 可终究没有等到, 本担心永远也等不到。 却不料, 今儿个小师哥当真从天来了。 虽没有万丈霞光, 但狂风中一头长发乱舞的小师哥, 好像更帅气了一些。 有一种令他难以抗拒的野蛮狂野之美。 少女满眼桃花, 片刻, 那满眼的桃花就化为了满眼的血花。 王正, 好轩刀落, 刀起, 斩杀八人。 他距离苏梦就一丈距离。 突然, 他的眼里满是恐惧, 因为苏梦的背后, 有一枪而来。 此刻的苏梦, 却正傻呆呆地看着自己。 他似乎根本就不知道, 他已危在旦夕。 小心! 苏梦依旧在笑, 就像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美梦。 他还沉浸在那梦中, 那一枪刺了过来。 就在那一枪触及到苏梦后背衣上的那一瞬间, 那赶枪呼地停下, 没有再向前一寸。 三夕! 那赶枪悉然落地, 握枪的那人躺在了地上。 他的另一只手死死地捂着喉咙, 喉咙里的血鼓鼓地冒着, 从他的指缝间流了出来。 他的喉咙发出了呼呼的声音, 片刻, 他两腿一蹬, 就这么死了。 他的手从喉咙处滑落, 他的喉咙插着一把刀, 一把小小的飞刀。 一边的李承安摇了摇头, 把玩着一把小李飞刀, 呼地说道, 从别后, 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童, 喜欢一个人, 似乎就连脑子也变得愚钝起来。 温小婉和肖包子同时瞅了李承安一眼。 此刻, 王正浩轩的冷汗已湿透了他的衣裳。 他一步冲了过去, 一把将苏梦给抱了起来。 一刀挥出, 冲天而起。 他回到了天井, 依旧紧紧地抱着苏梦。 这是后怕。 这是担心失去。 这就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牧山刀天才少年王正浩轩从不知道何为怕。 现在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怀里的这个姑娘, 比他手里的刀更珍贵。 比他的命更重要。 肖包子抬眼瞅了一眼李承安。 他撇了撇嘴, 很想杀人。 于是, 他一步踏出, 真的要去杀人。 不杀人, 他一难平。 不杀人, 他的道心难闻。 他手握软剑, 冲天而起。 向那正在狂风中招展的那面大旗飞了过去。 他并不是要去帮银如命。 他仅仅是不喜欢那面新红的大旗。 本姑娘小小的酬精都没有染红。 你凭啥全是红的? 白马笑西风为长河这一旗下去, 几乎就要将散财童子银如命给卷入其中。 他万万没有料到, 仅仅是因为自己手里这面大旗的颜色问题, 惹来了一个满是杀意的绝顶高手。 如果他知晓原因,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会将这面在关外令人闻风丧胆的大旗换一个颜色。 他没有机会知道真相。 小包子清静滔天杀意的一剑, 曾经逼退过半部大宗师北盖左丘不明。 魏长河只是一镜下街。 小包子见起, 见气如虹, 气贯长空。 当他的这一剑刺出之后, 魏长河顿时感觉到一股刺骨寒意。 这寒意远比关外大漠最冷时候的那凄厉的西风更寒, 似乎将他给冻住, 令他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都不那么顺畅。 他距离小包子, 事实上还有足足三丈距离。 而他的大旗, 距离三才童子银如命, 仅仅只有三尺。 他本可以将银如命杀死, 再从容地来应对肖包子的这一剑, 可他却本能地收回了手里的大旗。 他站在了屋顶上, 他死死地看着凌空飞来的那个女人, 和那个女人的那一剑。 如灵大敌! 另一边屋顶上的翻江倒海长白书, 当然也看见了肖包子的那一剑。 他的那双老眼, 也死死地盯着那一剑。 在他的视线中, 那一剑切断了呼啸的寒风。 似乎令那寒风都为之一致, 见光就那样从寒风中穿过。 然后, 寒风中便是朵朵的剑花。 风似乎又起, 但那朵朵剑花却并没有随风而去。 他们仿若实质, 仿佛在空中生了根, 却偏偏又在向魏长河飘去。 逆翻而行, 仿佛速流而上。 一朵, 两朵, 三朵, 千百朵, 道剑, 剑一化形, 半步大宗师。 长白书一声大吼, 小心。 魏长河已经很小心, 他这辈子十五岁出道, 纵横江湖四十年, 他能活到现在, 他一直都很小心。 但此刻, 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心。 哪怕是十五年前在秦剑山庄的密室中, 面对少庄主的时候, 他也没有现在这般小心。 他手里的大旗已挥了出去, 那一片巨大的新红, 向肖包子盖了过来。 当然, 也向那朵朵画形的剑花盖了下去。 他并没有打算, 和一个半步大宗师去拼命。 他知道自己能够活着的唯一机会, 就是舍弃这面大旗。 他必须在这面大旗, 盖住了那个疯女人的时候离开。 去周园, 只有那地方才会安全。 然而, 地上的打斗, 此刻极有默契地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抬头望向了那面大旗, 还有大旗下, 显得有些渺小的那个女人。 当然也有那些令他们瞠目结舌的剑花。 王正浩轩依旧护着苏梦。 他也看向那一片天。 阿木的刀斜斜向下, 他眯着眼睛, 看着那些剑花。 小五已将他对面的敌人收拾干净。 他的手依旧光洁如玉, 竟然没有留下一滴血痕。 他的手已放下, 他的眼依旧干净成澈。 他也看着那一片天。 只是此刻的他不再如魔。 他更像一尊悲天敏人的佛。 站在里晨安身边的温小婉, 已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才知道, 那个女人竟然厉害如丝。 他甚至咽了一口唾沫, 心里生起了惬意。 但这惬意, 顷刻间便消失殆尽。 他又仰起了高傲的头。 全场只有两个人没有看向肖包子的那一剑。 一个是苏梦。 他的眼里没有剑, 只有他的小师哥王正浩轩。 另一个是小秦。 他已入定。 他已放心。 他选择了毫不保留地相信帮助他的这几个少年。 虽并不认识, 但有些人不需要知道名字, 就能感受到他的心。 有些人就算知道名字, 就算极为熟络, 他也会给你一剑。 他在运转着内力, 修复着身上的伤。 有旧伤, 也有心伤。 他必须让自己, 尽快地恢复一定的战斗力。 因为敌人还有很多, 也因为他必须活着, 不能让朋友死去。 朋友, 小秦活到十六岁, 还没有一个朋友。 他原本以为, 自己这一辈子, 是不会有朋友的。 因为朋友这个词, 在他的心里很重, 很圣洁。 江湖虽大, 但配得上成为他小秦朋友的人, 却很少。 但现在, 他已将这个哑巴少年, 将那两个为他出刀的少年, 还有那个为他付了十两银子的少年, 视为了朋友。 明天他还要去周庄, 还要还那个少年十两银子。 答应了朋友的事, 就算是死, 也一定要做到。 全场最不紧张的, 除了苏梦和小秦之外, 恐怕就只有李晨安了。 他虽然也在看着, 但他知道, 萧包子为何会有如此愤怒的一剑, 他也知道, 萧包子一旦愤怒, 他的剑会有多么可怕。 说来话长, 其实这一切, 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 大旗盖了下来, 就在许多人以为这面大旗会将那姑娘和她的剑花一并卷入其中的时候, 一朵剑花呼地出现在了那面大旗之上。 它是一朵本该早已消散的剑花, 可它已经存在了五溪, 却并没有消散。 他带着凌冽的剑衣, 他竟然用这剑衣穿透了那面大旗。 一朵, 两朵, 三朵, 刺辣一声。 卫长河还来不及丢掉手里的旗杆, 当然更来不及转身而逃。 那些剑花就在那一瞬间凝聚为剑。 道剑, 剑花落, 道剑声, 一剑光寒, 大旗从中而破, 旗杆也从中而破, 那道剑光就在卫长河惊骇的视线中变得越来越明亮。 这意味着距离卫长河越来越近, 卫长河撒手果断地丢掉了手里的旗杆。 反手, 手握住了背上那把大刀的刀柄, 他拔刀, 刀出鞘, 紧紧三寸。 那一剑已至, 那一剑已穿胸而过。 他的手就这么在后背定格, 他垂头看向了自己的胸膛。 没有险, 怕是错觉, 可怎么就拔不动刀了呢? 两片大旗在狂风中飘舞, 没有落地, 飘过了房屋的屋顶, 不知道飘去了哪里, 卫长河拔刀的守护地搭拉了下来。 出鞘三寸的刀枪的一声, 回到了刀鞘。 他依旧看着自己的前胸, 前胸的血如落笔与止的墨韵一般, 渐渐扩散了开来。 他看不见自己的后背。 后背亦是如此, 他占了足足十夕, 才一头从屋顶上栽落了下去。 那些江湖高手们, 无人会料到纵横江湖数十年, 在关外叱咤风云的一带大侠, 竟然死在了那女子一剑之下。 还不是真正的剑。 仅仅是一片剑花, 一道剑意。 没有人再出手。 他们已遍体声寒。 肖包子已经回到了李晨安的身边, 那把要命的剑已缠在了他的腰间。 他的气顺了。 他瞅了李晨安一眼, 焉然一笑。 这一笑间仿佛寒意进去, 仿佛春意来的。 对面屋顶上的长白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姑娘是晚夕斋的斋主。 肖包子眉梢一阳, 本姑娘是桃花岛的门房。 这话一出, 所有人又大吃了一惊, 桃花岛这个名字已在江南的江湖传扬开来。 这是个陌生的门派, 是一个并没有被人放在眼里的门派。 那姑娘仅仅是个门房, 可她却一剑杀了一镜下街的魏长河, 所有人撕的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 彼此对视。 方知那桃花岛, 竟然恐怖如斯。 长白书眉肩紧促, 隐门, 不干涉江湖中事。 肖包子抬头, 轻蔑一笑, 我就干涉了, 你又能怎样? 她的笑意呼的一脸, 一声嘶吼, 还不走, 想留在这里吃席吗? 滚。 呼啸的寒风, 不知何时停了下来。 鲜灰色的天空, 又落下了雪来。 初时细细碎碎细细疏疏疏, 但半个时辰之后, 却已成了漫天飘飞的鹅毛大雪。 越来客栈的这场, 战斗在肖包子的一剑之下, 就已结束。 所有人又在她的一个滚子之下, 跑得一干二净。 连他们同伴, 或者好友的尸体也不顾。 所谓的江湖好汉, 混吃混喝可以, 但没有人会和自己的命过不去。 就连长白书也不例外。 长白书没有再问, 也不敢再问。 他比任何人都滚得快。 他们都滚了。 留下了越来客栈之后院的一片狼藉。 银如命没有对李晨安等人说一声谢谢。 他指挥着小二们在搬运那些尸体, 也在打扫着这处战场。 小秦已从入定中醒来, 睁开眼的时候, 看见的是坐在他对面的小五的那双干净的脸和干净的眼。 没有刀枪剑挤之声, 也没有嘶吼呐喊之声。 他一开了视线, 才惊诧地发现战斗已经结束, 敌人一个不见。 小五看着小秦笑了起来。 他在雪地上写道, 跟我来。 你的伤需要治疗。 小五正要起身, 却呼得被小秦给拽住。 小秦也在雪地上写道, 我不能去, 我要守着这口棺材。 小五愕然片刻, 想了想, 又写道, 那就带上这口棺材。 大雪天的黄昏总是会来得更早一些。 这才深时, 天光已暗淡, 客栈外的大红灯笼已亮了起来。 客房里的灯笼也已点燃。 若是从天上向下望去, 整个周庄灯火最为璀璨的地方并不是周庄的极镇, 而是在距离这处极镇外两里地的周园。 周园很大。 周园里不仅仅是下人很多, 护院的高手也很多。 再加之名个就是周大善人的六十大寿, 远道而来的, 有着显赫江湖地位的那些侠客们, 受周大善人的重视, 也都住在周园。 当然, 他们都住在周园的外院。 最核心的那院, 除非受到周大善人的邀请, 否则无人能够进去。 这里的防守极为严密。 就在那院后花园的一处精美楼阁里, 周大善人端着茶盏眉间紧促, 脸色很是阴沉。 魏长河居然不是他一箭之敌。 半步大宗师, 这江湖中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半步大宗师? 长白书拱手, 用的是道剑, 而惊天下, 只有婉西斋休息的才是道剑。 周大善人一缕长须, 问道, 你的意思是, 婉西斋也是桃花岛这个隐门所扶持的? 这, 老夫认为不无可能。 另外, 那两个使刀的少年也很是厉害。 他们的刀法分明就是木山刀的刀法。 江湖这近百年里, 在咱们宁国, 嵩山剑院, 木山刀, 婉西斋被誉为江湖最厉害的三大门派。 如果桃花岛真的就是隐门, 如果木山刀和婉西斋本就是桃花岛的外门, 那么他们厉害也就不奇怪。 周大善人瞎了一口茶, 极为疑惑地说道, 可江湖这百年来, 从未曾听过再有隐门出世, 百年前蜀山论剑之约并没有到期, 长白叔摆了摆手, 他们并没有违背那个约定。 婉西斋和木山刀本就是江湖中的门派, 他们的弟子出山行走江湖, 这没有坏了那规矩。 老夫倒是以为, 那个背后的桃花岛并不是太重要, 毕竟真正的隐门距离我们很远。 反倒是现在婉西斋和木山刀的人站在了小秦的身边, 长白叔看向了周大善人, 俯过身子, 低声说道, 明儿个, 他们定会前来给你拜寿, 人多固然有人多得好, 但咱们身边能挡住他们的高手, 却一个没有。 周大善人放下了茶盏, 从一旁的奇蚌中抓出了一把旗子, 他取了一枚放在茶桌上, 说道, 有你。 他又放了一枚, 有意安堂的老帮主铁索兰江尼老先生, 他接着连放了五枚旗子, 盖帮将南分舵总舵主铁碗雷蓬, 蜀周袍哥会总嫖霸子陈东来, 岭南白莲叫大长老马新春, 安南到红花阁护法吕四娘, 还有铁胆双雄二人, 周大善人手里还有一大把的旗子, 他随手将这一大把的旗子丢在了桌上, 坐直了身子, 露出了一抹笑意。 老夫这周园, 虽不及当年情建山庄的防御那么完备, 但就凭他们几个少年, 要想攻进来刺杀老夫, 来者是客。 老夫不会将客人拒之门外, 老夫会让他们进来。 长白书一惊, 他没有再说什么。 他相信面前的这个老狐狸, 恐怕早已在这周园里布下了天罗帝王, 等着小秦他们的到来。 周大善人又争了一杯茶, 毕竟是少庄主之后啊。 可惜的是, 老夫也未能见过那个刚出生的小少爷。 这十五年来, 他在外面也受了太多委屈。 既然来了, 老夫当请他好生地吃喝一顿, 这样也算是将这些年的心结给解了。 你们的心也都渴安了。 你先去休息吧。 老夫再想想, 如何招待小少爷。 长白书起身离开。 周大善人又喝了两杯茶, 脸上并无音云。 因为, 就凭那几个少年, 哪怕里面有个半部大宗师, 也根本不可能杀得了他。 他不会死, 但他们, 一定的死。 放下了茶盏, 他向防卫更加森严的南院而去。 那地方住着京都来的那位贵人, 他已知道大宗师宴击到南来。 只要这位大宗师不出手, 明儿个就万事无忧。 可是, 那位贵人却不在南院里。 这大冷的天, 他去了哪里? 越来客战。 小秦背着那口棺材, 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楼。 他将那口棺材放在了冬二房的门前, 想了想, 忽然有些不好意思地, 向李承安说了一句, 我要一个担监。 李承安瞅了一眼那口棺材, 觉得这少年恐怕有些怪癖。 他应该是孤独已久, 他不习惯与别人同睡。 这倒是能够理解。 那你就去东三房。 温小婉一正, 我呢? 李承安微微一笑, 你和萧姑娘睡。 萧包子撇了撇嘴, 我们三人同睡。 阿牧等人顿时就惊呆了。 王正浩轩依旧搂着苏梦的小蛮腰, 这令站在他们身后的苏二公主眼皮子一跳一跳。 他却毫无办法, 因为妹妹对此非但没有排斥, 反而还一脸的羞怯。 那便是妹妹内心的欢喜。 这时王正浩轩也说话了, 我和小孟怎么睡? 萧包子回头, 瞥了他一眼。 可上下, 可左右, 可上下左右。 月来客栈里, 原本的住客在这一站之后跑了得干干净净。 空出来了许多的房间, 当然也就不存在上下睡的问题。 这令王正浩轩有些许遗憾。 不过, 当老板娘迎如命端上来了一大锅的狗肉之后, 他顿时将这遗憾抛在了九霄云外。 客栈的大堂里, 房门已经关上, 屋子里生着三个暖炉, 外面大雪纷飞, 房间里却很是暖和。 再加上这一大锅的狗肉, 配上一壶老酒, 在这样清冷寂静的夜里, 便是最好的享受。 只是小秦并没有下来。 小吴已给他检查了伤口, 也重新敷好了药。 对于小秦身上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伤, 小吴再敷药的时候, 迟疑了三膝, 终究还是没有去问。 小秦住在了东四房里, 陪着他的只有那口冷冰冰的漆黑的棺材。 他说, 他不吃狗肉, 但他要了三碗饭。 李晨安让银如命叫了厨子, 给小秦单独做了两个菜。 银如命没有提银子, 东四房的门已关了起来, 里面寂静无声。 大堂里围着一张大桌子, 吃着狗肉的李晨安他们, 却正在谈笑风声。 曾经的秦剑山庄, 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 李晨安喝了一杯酒, 看向了温小婉。 但回答这句话的, 却是并不是温小婉, 而是银如命。 曾经的秦剑山庄, 不仅仅在江南武林极为有名, 放眼天下武林, 它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银如命也喝了一杯酒, 砸扮了一下嘴, 又道, 不仅仅是因为秦剑山庄所打造的秦和剑, 秦代表着文, 剑代表着武, 秦剑山庄历代家主, 皆是文武全才, 还是锻造大师。 他们打造出来的秦, 是天下文人雅士最为追捧之物件。 他们锻造出来的剑, 更是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神器。 比如珍藏在越国喜剑楼的不二双剑, 比如嵩山剑院的镇院之宝莫问剑, 也比如百年前江湖大名鼎鼎的慈航道院里的那把无为剑, 说着这话的时候, 银如命看了看肖包子, 肖包子微微一正, 问了一句, 我这一把剑, 就是无为剑。 银如命点了点头, 大道无为, 刚柔并济, 若姑娘是婉西斋的弟子, 那这把剑必然就是无为剑。 秦剑山庄在三百余年的岁月中, 只打造了一把软剑。 除了剑和情之外, 秦剑山庄还打造过一把枪, 他就是那敢碧血洗银枪。 秦剑山庄和江湖各大门派的关系都极好, 毕竟江湖中人都希望能够从秦剑山庄得到最好的武器。 三百年来, 秦剑山庄就凭着秦和剑积攒了大量的银子。 你们难以想象的, 富可敌国的银子。 这便给他的父母也埋下了祸根。 昭化二年春, 秦剑山庄少庄主秦陵, 赢取了上车喉炉战销的三魅炉风铃。 当年的那桩婚事不仅仅是惊动了整个武林。 更是连庙堂中的许多高官大员都有前来祝贺。 他们婚后, 应该是很幸福。 要说遗憾, 大致就是邵夫人的肚子迟迟没见动静。 如果不是因为昭化三年东上车喉府发生的那件事, 恐怕秦剑山庄依旧风光的存在。 五年之后, 也就是昭化八年, 邵夫人终于有了身孕。 那时候, 秦剑山庄其实已有了诸多不止, 甚至吴国和越国都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希望他们去这些国家定居。 毕竟造秦驻见的记忆, 秦剑山庄无人能及。 邵夫人有了身孕之后, 终于有了去往他国的想法, 因为她没有等到细微死去的消息。 可就在昭化八年东, 就在邵夫人诞下了小公子的那个夜里, 迎如命抬起头, 望向了屋顶, 呼的一笑。 你们不知道, 秦剑山庄历代的主人都有个臭毛病。 他们重义气, 重朋友, 也重幸运。 被姑娘所杀的那个魏长河, 曾经就是邵主人最信任的朋友。 不仅仅是魏长河, 约个周八皮寿宴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曾经都是邵主人的朋友。 那夜之前, 邵主人其实就已收到了风声, 但因为邵夫人即将临盆, 无法出行。 所以邵主人便邀约了那些所谓的朋友, 齐聚秦剑山庄。 他本是希望这些朋友能够帮助秦剑山庄抵御外敌。 可是, 根本就没有外敌。 要灭了秦剑山庄, 要瓜分了秦剑山庄三百年家业的, 正是他亲自请进来的这些朋友们。 所以, 那晚上秦剑山庄的庄门并不是被外面的人给攻破。 秦剑山庄上上下下进千口人, 全部是被邵主主的朋友所杀。 他们选了个最好的时候。 邵夫人的武功原本极高, 可他刚好诞下了小少爷才十余天, 他的武功不及以往一半。 邵夫人战死。 邵庄主被魏长河在密室偷袭而亡。 秦剑山庄地库的银子被他们瓜分一空, 所有值钱的物件也被搬了个空。 最后一把火, 将秦剑山庄偌大的庄园烧了得干干净净。 就此, 天下再无秦剑山庄。 但老天终究还睁开了一线眼, 竟然给秦家留下了一个后人。 只是, 银如命摇了摇头, 就算你们真的是隐门中人, 就算你们真帮着小少爷明儿个去了周园, 你们只会有去无回。 李承安嘴角一翘, 那地方是龙潭虎穴。 恐怕比龙潭虎穴还要可怕。 十五年过去, 当年那些参与了秦剑山庄灭门一世的那些人, 而今都是江湖中的一方巨拨。 金岁周八匹举行六十大寿, 他放出了手里还有一把神剑的消息, 这说明他已知道秦剑山庄还有后人活在世上。 他以此剑为耳, 要钓的正是小少爷这条鱼。 他邀请天下武林豪杰来参加他的寿宴, 不过是让那一群人知道小少爷的存在, 是要让他们一并再次联手, 断了秦家的根。 小少爷真的来了。 今儿个小少爷, 有你们帮助, 侥幸活了下来。 那明日周圆寿宴, 你们觉得周八匹还会再给小少爷活下去的机会吗? 不过是白白送命罢了。 我倒是有个不情之请, 若是你们能够带着小少爷离开, 去隐门, 保全秦家的唯一血脉, 才会上策。 李承安端着酒杯, 小包子从那口锅里终于找到了一根长约四寸的肉条。 他一脸喜意地将这玩意儿夹到了李承安的碗里, 这才问了一句, 过了足足五年, 细微才设计灭了秦剑山庄。 这似乎不是他的风格。 银如意摇了摇头, 非细微所为, 小少爷是细微所救。 肖包子一正, 难以置信, 他怎么跑秦剑山庄来了? 细微是老庄主的至交好友。 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商氏出了个叛逆子弟, 他叫商敌, 商敌就是秦剑山庄的常客。 商敌离开江南去京都的时候, 老庄主送给他了一张情。 情名绕梁。 商敌凭此情普举无数, 成为一代大家。 你如何知道这些? 因为我本是少庄主的情人。 情人? 当银如命毫不在意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不仅仅是李承安吃了一惊, 肖包子和温小婉更是心里一振。 一来是对银如命这一身份极为惊诧, 二来, 这个词带给了他们某些触动。 李承安这一刻想起了前世。 上辈子没有妻子, 却有情人。 很多的情人, 妻子和情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妻子只有一个, 妻子才是根。 情人只是可欣赏的花, 可把玩的花瓶。 妻子是避风的港湾, 港湾不会动, 不会变, 他永远都在那里。 他还会永远亮着一盏灯, 等待着那个还没有回家的男人。 情人是精神慰藉之所, 但往往在那慰藉之后, 却令人更加空虚, 更加迷茫。 有人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也有人心怀愧疚, 转身去寻找那盏指引自己回家的灯。 他默默垂头, 拿起了筷子, 将碗里的那四寸之物夹起, 放入了嘴里。 他细细地咀嚼着, 味道不错。 这辈子重活一世, 他需要的是那静谧的港湾, 他不需要去找寻那精神的慰藉。 温小婉此刻所想, 却不是这样。 他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的眼渐渐地亮了起来, 情人那也是爱, 是更加无私的爱。 他可以什么都不要。 名分, 名声, 家庭, 财富, 繁此种种, 至少现在的他觉得, 这些都不重要。 他可以独守空房, 只为等某一天李晨安的到来, 然后再默默地目送他离开, 再继续等待。 周而复始, 花开花落, 直到某一天, 人老朱黄容颜不在。 他是宁国摄政王。 他已有了钟离弱水和这个萧姑娘。 那自己能成为他的情人就好。 江湖很大, 当情人的女人不少。 有的为了钱财, 有的为了炫耀, 也有的苦苦煎熬, 只为某一天能熬出个头来。 他不是, 他只是单纯地觉得, 能够成为他的女人就好。 我年轻时候, 还算是有几分姿色吧。 天下没有不偷心的猫。 男人, 哪怕是如秦林这样的男人, 哪怕他娶了如花似玉的炉风铃, 他依旧会在外面觅食。 我, 我不知道该说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 秦家的人各个风流倜傥, 还顶着秦剑山庄的耀眼光环。 那一夜, 他满脸泪水。 那一夜, 我举起了酒杯, 将自己灌醉。 我没有抗拒。 就那样,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嫁人, 也没有去喜欢过第二个男人。 银如命呼地自嘲一笑, 举杯, 不说那些了。 你们可得把你们的男人看紧了, 这稍不留神, 指不定他在外面就住了不知道多少个巢。 小包子此刻呼地问了一句, 那, 你们可有孩子。 银如命端着酒杯的手, 停在了空中。 他的眼在那一瞬间, 变得空洞了三溪。 但他很快就又牵强地笑了笑, 摇了摇头, 没有。 真的没有吗? 除了他自己, 恐怕无人知道。 李晨安微微一叹,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所有的遇见, 都是命中注定。 来, 喝酒。 小包子扭头, 看了看身边的牛。 银如命又喝了一杯酒, 又问了一句, 周园的高手一定很多, 你们究竟有何依仗? 李晨安微微一笑, 大宗试验激道, 当已抵达了周庄。 银如命一正, 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夜已黑, 风渐起, 雪很大。 就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里, 燕姬道抵达了周庄。 他没有去找任何一家客栈。 他也没有去周园。 他去了距离周庄十八里地的周山。 绵延数百里的周山到了这里便是尽头。 周山很高, 四野无人家。 可偏偏周山的一处极为隐秘的山谷里, 却有两盏灯火。 他站在距离那灯火不远处的一棵树梢上, 背负着双手, 看着那处的灯火, 皱起了眉头。 那里, 本应该早无人住。 那里, 本应该以无人知晓。 那里, 他原来很熟悉, 现在, 依旧很熟悉。 那里的灯, 也有十五年没有再亮过。 可偏偏今儿的他却亮了。 除了他, 还会有谁会点上了那两盏灯? 莫非是某个入山, 碰巧找到了那木屋的猎户? 不会是猎户。 猎户会点亮屋里的灯, 不会点亮外面的那盏灯。 那是一处并不宽阔的木质小楼。 一盏灯挂在了小楼外面的屋檐上。 一盏灯亮在了屋子里。 烟机道落在了这小楼的门前。 他看着这扇虚眼的门, 却迟迟没有伸手将它推开。 他抬头望着这扇门的门没处。 那里挂着一串风铃。 风铃已显得很是陈旧, 但当风吹来的时候, 他依旧摇摆着, 发出了叮叮当当的清脆的声音。 就像在招魂, 又像在迎接回家的人。 这里本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在京都。 那个家虽然每个夜里都灯火通明, 可在他的心里, 那个家是漆黑的。 是冷冰冰的。 是令他内心极为排斥的。 这里却不一样。 这里虽小, 虽简陋, 却偏偏是他眷顾的家。 同样是女人。 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区别, 偏偏就那么大。 他只认这个家, 因为他的心里只有, 那个女人。 听着这风铃声, 看着这串熟悉的风铃的样子, 眼睛到的眉间, 隐隐露出了一抹痛苦的声色。 他不愿再去回忆从前。 但从前的记忆, 却偏偏又是那般的刻骨铭心, 仿佛就在昨日, 就在眼前。 那串风铃是他挂上去的。 他说听到风铃声响起, 就会觉得是他回来了。 那是他的期盼。 是他的守望。 是他和他共住的巢。 他不允许有任何人, 侵占了他和他的巢。 哪怕这是一处空置了十五年之久的空巢, 燕姬盗起了沙翼。 可偏偏就在这时, 里面有水流声响起。 这声音他很熟悉。 屋里有一处温泉。 十五年前,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这大雪纷飞的夜里, 泡在那处温泉中, 用瓢摇起那温暖的水浇在他的身上。 一模一样的浇水声。 是该死的。 他居然污了那一池温泉。 他正要推门入, 屋里有一个声音传来。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果然还是来了。 可惜, 你那情人却以化为了一堆白骨。 既然来了, 那就进来吧。 让我也学他那样, 给你搓搓背。 但我肯定没有那狐狸精的手艺好。 可我还是想要试试。 燕姬倒落在门上的守护的一江。 这个声音他很熟悉, 也很讨厌。 他是他的妻子, 丽阳公主宁木雪。 他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也有一张很美的脸。 还有一具傲然的身体, 却偏偏生了那一副蛇蟹般的心肠。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怎么知道这里? 燕姬倒深吸了一口气, 有一阵风来, 那盏灯笼在风中摇曳。 那风铃声又再次响起。 他沉默片刻, 推门, 走了进去。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五。 元宵? 对于宁古而言, 元宵这个节日极为重要。 这是新的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日。 也是一元赴始, 大地回春之时。 家家户户会在今夜再次团聚, 点上灯笼期许光明, 吃碗汤圆, 希望团团圆圆。 想来玉京城的大街小巷, 恐怕已挂上了许多的花灯。 文坛也将会在今夜, 举行一场元宵文会。 周庄也有节日的气氛。 当然是不能和京都的盛况相比的。 不过周园却格外的热闹。 倒不是因为元宵, 而是周大善人的六十大寿。 周庄急镇距离周园有两里地, 这一天从早到午, 这条两里地的路上, 三五成群结伴行的人, 几乎就没有停歇。 多为江湖中人, 各个带着刀枪剑。 他们从天南地北而来, 但因为门派的名气不是太大, 也或者自己本身的名声也不太响亮, 他们并没有受邀入住周园。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去周园参加这场寿宴的热情。 原本这份热情是更高的, 可昨儿个发生在越来客栈的那一站, 却令他们的热情降低了许多, 桃花岛这个门派的名字在他们的耳朵里已极为响亮。 桃花岛一个门房就是半步大宗师, 这实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毕竟当下江湖, 莫要说半步大宗师, 就算是一镜的强者, 也并不是太多。 可人家一个门房就是半步大宗师, 那核心的高手, 岂不是个个都是大宗师? 这特么谁惹得起? 可后来听说, 桃花岛并不是江湖中的门派, 而是隐门, 隐藏的门派。 这个玩意儿, 江湖中的人几乎都不记得了。 太过久远, 彼此的距离也太远。 按照百年前的鼠山协议, 隐门不得干涉江湖中士。 隐门派出的江湖行走, 不得超过三人。 这似乎就不足为据了。 周大善人寿宴, 恐怕有江湖中人数以千计。 就算那桃花岛派出来了三个江湖行走, 就算三人都是半步大宗师, 他们如果敢在寿宴上弄出什么幺蛾子, 江湖别的不多, 但人多。 听说隐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少。 他们武功再高, 一旦陷入江湖那浪潮之中, 恐怕也会被淹死在里面。 怕个屁啊! 莫说周大善人会做出怎样的安排。 他们若是违背了当初的协议, 那咱们天下武林中人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他们也是人! 可不是真正的神! 是人就怕挨刀, 就怕流血, 就会死。 隐门本来就人才凋敝, 死一个可就少一个。 咱江湖最不缺的, 偏偏就是人。 走走走, 去看看周大善人珍藏的那把宝剑, 去看看, 那个叫小秦的少年是怎么给司法。 于是, 通往周园的路上, 或者就在周园里面, 传来的都是欢声笑语。 左儿个的月来客栈, 虽然死了几十个人, 甚至连魏长河都丢了性命, 但在江湖中人的眼里, 这些都不是事。 人在江湖飘, 迟早会挨刀, 都是提着脑袋闯荡的人。 要么功成名就, 要么, 十六年后, 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越来客栈, 老板娘寅如命, 亲自煮了一大锅的汤圆, 还煮了十几个荷包蛋。 李晨安等人已下了楼, 以为坐在了那张大桌子前。 小秦是最后一个下楼的, 他依旧抱着他的那口棺材, 他将那口棺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旁, 手指头似乎无意识地在那棺材板上扣了三下。 他来到了桌前, 腼腆一笑, 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让大家久等了。 许是因为这些日子赶路得疲倦, 也或者是因为对李晨安等人的信任, 向来极为自律, 也极为谨慎的小秦, 昨个晚上睡得很沉很沉, 这大致他的这十六年里, 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 这些人让他觉得很放心, 有他们在这里, 让他觉得很安全。 他本就像一只流浪的猫, 却在这里找到了能够信任的同伴, 只是他并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罢了。 迎如命让小二将一碗一碗的汤圆和荷包蛋端了上来, 他的脸上却并没有欢喜, 反而还很是紧张。 他知道这些少年们去了周园会面对什么, 他也要去, 他死了没有关系, 但他们还年轻, 能够活下去当然是最好的。 温小婉昨夜已将他父亲温主与飞哥传输送来的消息告诉了李晨安, 他本以为李晨安会选择离开这里, 但李晨安在听到了那个消息之后, 仅仅是沉吟了树西, 依旧决定今日去周园。 温小婉没有问缘由, 因为萧包子没有问缘由, 阿牧他们更是无所谓。 既然如此, 那就同去赴死。 去周园不急, 所以大家火吃得很慢。 小秦呼地抬头看向了李晨安, 说了一句, 周园, 我必须去。 你们大可不必同去。 李晨安嘴里含着汤圆想了想问了一句, 能不能等过两天再去? 我不能再等了。 那就是, 今日必须去。 小秦坚定地点了点头, 李晨安将嘴里的汤圆咽下, 那我们陪你一起去。 小秦一震, 他没有多想, 仅仅是以为这便是出于朋友的意气。 他也忽略了, 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问过这几个人的名字, 若是还有命回来, 再问也不迟。 他迟疑了三夕, 没有拒绝朋友的帮助, 他依旧看着李晨安, 极为认真地说了一句, 周明芳是我的。 李晨安点了点头, 好, 其余人若是对你动手, 他们就是我们的。 小秦心里一片温暖, 这一次他没有再说多谢, 因为朋友之间不用说谢。 没有人注意到坐在一旁的银如命看了看小秦, 眼里闪过了一丝极为痛苦的神色, 然后他又低头吃着汤圆, 也没有人注意到小秦的碗里多了一个荷包蛋。 四十, 风很大, 血也很大, 小五再次给小秦上了药, 重新包扎了伤口之后, 他们准备出发了。 小秦将那口棺材背在了背上, 用那根麻绳仔细地绑好。 他的背又驮了下去, 又小心翼翼地背着这口棺材走出了越来客栈的门。 王正浩轩牵着苏梦, 拦住了苏巡和刘管家。 他极为慎重地对苏巡说道, 你们现在回平江城, 小梦你也一起回去。 苏梦一正, 我不, 乖, 听话, 你得回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等我父亲来苏府提亲。 苏梦羞涩垂头, 便听王正浩轩又道, 我估摸着我父亲已经到了平江城, 应该很快就会去苏府。 我晚两天再去。 二舅哥, 你提前回去, 准备两条狗。 苏巡一正, 准备狗干啥? 王正浩轩踏出了门, 苏梦看着他的背影, 小嘴一嘟, 当然是炖着吃, 他喜欢。 小包子一听, 有些遗憾, 因为此件事了之后, 他们将前往封县。 一行人走入了风雪中, 就这样向周园而去。 苏梦目送着他们离开, 这才依依不舍地上了马车。 刘管家驾着马车向平江城而去。 车厢里, 苏巡仔细地看着妹妹, 问了一句, 你真的喜欢她? 苏梦坚定地点了点头, 她究竟是谁? 你别管, 她很厉害。 有多厉害? 姑苏慕容家根本就不在她的眼里, 这场雪过了, 江南的春就该来了。 这话让苏巡呆了片刻, 她没有再问。 她掀开了车帘的一角, 看了看外面的风雪, 心想, 正月十五了, 这应该是江南的最后一场雪了。 周园, 周大善人是那么好杀的吗? 他们究竟凭借的是什么? 周园, 主愿, 周大善人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喜庆的大红色的紧缎长袍, 可她的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意来。 距离五十, 还有个把十辰。 她坐在望春阁中, 却看着外面凌冽的风雪。 她的心, 渐渐变得比这风雪还要冷, 只有个把十辰了。 但她邀请的那几个有头有脸的高手, 却一个都还没有来。 长白书就坐在她的对面, 面色也极为难看。 周大善人忽然伸出了手, 将昨夜放在茶桌上的棋子一枚一枚地捡了起来。 蜀洲袍哥会总嫖把子陈东来, 年前就已抵达了周园。 他还在周园小住了三日, 说是难得有这机会来一次江南, 要去平江城走走。 他说去拜访一下丐帮江南分舵总舵主铁碗雷鹏, 说, 一定会在正月十五之前, 随雷鹏同来周园。 领南白连叫大长老马新春, 安南到洪花阁护法吕四娘等人, 他们也是在年前就已到了江南。 他们的贺礼早已送到, 只是他们有许多就有在平江城。 也是说好了的同来, 长白书沉音片刻, 或许待会就会到。 周大善人将所有棋子全部放入了棋问中, 没有说话, 也没有点头或者摇头。 他已有了极为不妙的预感。 他在等平江城传来的消息。 当然, 他更在意的是昨夜一宿未归, 至今依旧未归的那位住在东原的贵人的消息。 那位贵人, 没有带一个侍卫。 他甚至连随身的丫鬟也没有带走一个。 他是独自一人离开的。 他会去了哪里? 茶壶里的水上未煮开, 门外有个老人匆匆走了进来。 他站在了周大善人的面前, 躬身一礼。 低声说道, 老爷, 平江城周大善人抬起了头, 心里一咯噔, 说, 平江城出现了大变故。 怎样的大变故? 黄承司的人, 当今的那位提举大人王正经中, 亲率三千御封卫, 将平江城关府里的所有人, 包括于道台和大都督宋十名, 都给抓了起来。 周大善人心里大吃一惊, 他张大了嘴巴, 忽然之间明白了, 调虎离山。 封县, 摄政王去封县, 将整个江南的府兵, 全给吸引去了封县。 平江城的防御形同虚设, 御封卫无声而来, 他好大的胆量。 五万府兵, 他若是去了封县, 焉能活得下来。 周大善人突然又是一阵, 不对, 他根本就没去封县。 封县是假。 他应该以至平江城去主持江南乱局。 一定是这样, 他抓捕江南道的官吏极为正常, 但这和江湖中人有什么关系? 那老管家又躬身说道, 那位王正经中大人,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他在拿下了那些官吏之后, 封闭了四方城门, 然后, 然后他大肆抓捕江湖中人, 据说跑出来的没几个。 据说平江大牢, 以色不下那么多的人了。 周大善人这就惊呆了。 你的意思是, 老夫的那些好友, 来不了了。 这倒没有, 他们几个武艺高强, 在关闭城门的时候, 就得到了消息。 他们逃了出来, 距离周庄想来已不远。 周大善人这才长长地浴了一口气, 他沉阴片刻, 派车马去迎接他们。 遵命! 老管家转身离去。 周大善人和长白叔对视了一眼, 青帮恐怕遭了殃。 长白叔面色阴冷, 他就不担心那五万兵马, 杀回平江城。 周大善人站了起来, 望着外面的风雪, 过了片刻才说了一句, 恐怕那五万兵马回不来了。 你且稍坐, 老夫出去一趟。 周大善人离开了这望春阁, 来到了西院的清幽阁。 他推门走了进去, 此间坐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断了一条右臂, 却背着一根碧绿的打狗棍。 他是北盖左丘不明, 另一个是一个先锋道骨的老者。 他白眉白须, 穿着一身白衣。 他的背上背着一把细长的剑, 腰间别着一个已包姜了的酒葫芦。 他就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六大欺人之一的一仙, 快火神仙苍南天。 两个半部大宗师, 他们居然在这里。 周大善人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拱手一礼。 李晨安就快到了。 他在长白书面前的那番表现, 竟然是庄的。 他竟然知道李晨安来了周庄。 他还知道李晨安正向他这周园而来。 左丘不明的老眼微微一瞇, 露出了一抹怨毒的神色。 这小兔崽子倒是胆大包天。 这便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快火神仙一缕那雪白的漂亮长须, 却微微一笑, 问了一句, 那烟机倒在哪里? 收了你的银子, 李应为你消灾, 但说好了的, 如果烟机倒跑来了, 银子不退, 老夫走人。 就在这时, 门里又走进来了一个人, 一个披着一身风雪的衣着滑贵的妇人。 她就站在这门口, 就这么看了看那两人, 面色有些倦怠, 极为平淡地说了一句, 烟机倒不会来, 李晨安必须死。 她转身离去, 苍南天煤烧一羊。 她是谁? 烟机倒之妻, 丽羊公主。 那把剑, 就在她的手上。 周大善人转身, 对, 但我劝你们, 若是还没活够, 就别去打那把剑的主意。 待会诸授的时候, 李晨安他们是你们的。 那个小秦, 我要亲手杀。 好。 周大善人抬步, 走到了门口, 呼得又转过了身来, 极为严肃地说了两句, 李晨安必须死。 她若是没死, 你我就准备亡命天涯吧。 正月十五, 朝中休暮, 京都已没有落雪, 天空湛蓝, 阳光甚好。 昔日向府门眉上的那匾额, 已经换了。 现在它叫静贤斋。 既不能静, 又不得闲, 为何取了这么个名字? 门下市中程静庭, 提着一坛子画屏春坐在了温竹雨和年成凤的面前, 很是好奇地问了这么一句。 年成凤瞅了一眼温竹雨。 温竹雨一缕短须, 嘿嘿一笑, 现在的忙, 不就是为了以后的敬贤吗? 他叫了一个婢女去取了酒钟, 又让府上的管家, 去聚仙阁定一桌席面送来。 老国公, 您老得六十大寿, 将至, 这可是一件大事, 到时可得好生庆祝一番才好。 程静庭捏了温竹雨一眼, 老夫可不是来请客的。 周庄, 那个周大善人, 今儿个六十大寿。 摄政王可就在周庄。 听说那地方聚集了许多的江湖中人, 你们真不担心他的安危。 一婢女送来了酒钟, 温竹雨一脸微笑地取过了酒坛子, 拍开了泥风, 倒了三中酒, 递了过去。 这才说到, 要说不担心吧, 这当然是假的。 可担心并没有什么用, 关键还是看最终的结局。 不过老国公放心, 那小子可比你想象的还要狡猾, 他死不了。 程静廷迟一片刻, 要说他小子的狡猾老夫, 曾经倒是领略过一二, 但这次这个事可太大。 说说, 你现在知道的情况, 多少也让老夫, 能够新闻一些。 温竹雨喝了一口酒, 江南道的平江城, 已被黄承司完全控制。 抓住了于万芝和宋世明二人, 整个江南道, 就不会再有大风大浪。 摄政王以自己为二, 完成了江南道的平稳过渡。 这几天, 我和年兄去拜访了许多春府先生的门生故旧, 其中有那么一些人, 还是愿意出来为国效力的。 江南道所需官员的名册, 明儿个当会送到你的案头, 你再仔细审审。 若是没有问题, 这些官员就将前往江南道赴任。 至于摄政王在周庄的危险, 燕姬道当, 已知周庄。 程静廷脸上的忧虑之色, 并没有因为温竹雨的这番话, 而消散。 他的眉间, 反而还皱得更深了一些。 燕姬道去了周庄。 正是, 但问题是丽阳公主, 就在周园。 我知道, 丽阳公主并不能阻止燕姬道行事。 程静廷沉阴三夕, 老夫这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但总觉得似乎忽略了什么。 昨日程哲回府, 老夫说起这担忧, 程哲说了一句话, 令老夫心生警觉。 他说了什么? 他说, 丽阳公主至迹过人,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周园。 他既然在年前就去了, 当有着充分的准备。 温竹雨眼睛一眯, 可没有人会料到燕姬道会去周园。 不, 老夫倒是以为, 当小秦从光外向江南而来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恐怕就已引起了丽阳公主的注意。 丽阳公主绝不会允许卢三小姐的儿子活在世上。 另外, 他很清楚江南道在宁国之众。 毕竟江南的许多官员和他多少都有些牵扯, 就连那个周大善人的背后似乎也有他的影子。 他生性多疑。 而江南道, 他的手伸的最长, 说是他的根基也不为过。 他恐怕不会轻易相信, 摄政王仅仅是借到江南去往蜀州。 他要守住江南道, 不让自己所做的那些是败露, 那就必须杀死摄政王。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一方面, 江南道数万官兵去封县拦截。 另一方面, 在周庄用武林中人行刺。 不要忘记了, 还有个夏侯卓。 你放夏侯卓进入了江南道。 而今尚不知道他那三万大军的去向。 若是他也去了周庄, 摄政王可并没有翅膀。 温竹语又端起酒中瞎了一口。 过了片刻才又说了一句, 四公主宁楚楚在周庄。 不够。 玄甲营在周山? 也不够。 你孙女云臣郡主成一人带着广陵水师的五千人也在周山。 沉静庭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他也去了。 对, 因为钟离府更不愿意看见摄政王出现意外。 钟离邱阳那小王八蛋呢? 温竹语微微一笑。 他在桌憋, 商势百年, 富可敌国。 商城相若是泉下有之, 恐怕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大骂他的这些不孝子孙。 沉静庭这才端起了酒中。 如此说来, 江南事算是完美解决。 那现在最热闹的当是周圆。 周圆很是热闹。 周大善人很高兴。 因为那位贵人回来了, 并带回来了一个最好的消息。 他不知道那位贵人究竟是如何阻止了那位大宗师前来的。 这不重要, 也不是他能去问的问题。 他只知道, 只要烟机倒不来, 那么他藏在府上的那两个半部大宗师, 就是无敌的存在。 哪怕摄政王身边的那个萧姑娘, 同为半部大宗师。 这不自己这边还多出了一个吗? 另外, 从平江城里跑出来的那几个高手, 此刻也回到了周圆。 虽然他们风尘仆仆, 但稍事休息之后, 对付木山刀的那两把刀也绰绰有余。 有一种聪明, 叫自以为是。 望春阁里, 周大善人的面前, 围坐着刚从平江城回来的那些高手们。 他李承安假冒隐门弟子之名, 却不知道他身边有那个碗西斋的斋主, 还有木山刀的那两把刀, 这在京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那位贵人别无要求, 这里也并没有什么摄政王, 只有隐门中出来的一个弟子。 杀了他们, 保你们一世富贵。 众人面面相去, 这才知道这场寿宴居然是为了刺杀宁国的摄政王。 常白叔沉阴片刻, 问了一句, 若是败了呢? 退一万步而言, 若是败了? 那位贵人也以为我们准备好了后路。 后路在何方? 去安南道, 入吴国。 周大善人站了起来, 已至午时, 客人也该到了。 诸位请随老夫去主院, 李承安是你们的, 小秦, 是我的。 我要用少庄主打造的那把剑, 亲手杀了小秦。 他背负双手抬步而行, 富贵当在险中求。 李承安死, 宁国变天。 这天便是你我可自由, 展翅翱翔的天。 风雪中, 李承安一行站在了一处巨大的牌坊前。 牌坊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周园二字。 进去李许便是周园的大宅。 银如命不无担忧地又看了看李承安, 周明芳很怕死, 周园里有家丁三百, 周明芳还有贴身护卫高手三十余人。 自从小秦从关外而来的消息传出之后, 周园里又来了许多的武林高手。 今日是他六十大寿, 单单我们一路而来遇见的江湖中人就已不少。 那么他那园子里只会更多。 而我们, 就算加上我, 也就七人。 我带的银子可不多。 如果现在回头, 跑快一些, 跑出周庄, 跑出江南, 去到关外, 或许还能留下一条命来。 李承安沉吟片刻, 他并没有就这么走入这处牌坊。 他依旧站在这大雪中, 无视了往周园而去的那些江湖中人的好奇注视。 他似乎在等着什么。 小秦依旧背着那口漆黑的棺材。 只是棺材上头已落满了雪。 他也没有继续走。 他看向了李承安, 不知道停下来的缘由。 他没有去问, 他只知道李英不会是胆怯害怕。 李承安确实在等。 按照原本的计划, 当江南到各地的官兵都向封县而去之后, 他的目的就已达到。 王正经中会带着黄承司的人进行抓捕行动。 从平江城开始, 这一计划的执行时间本应该在今夜。 今夜元宵, 那些贪官污吏们当会家人团聚。 这要抓捕, 当然就得齐齐整整。 但昨夜那只海东青回来了, 他带来了王正经中送来的消息, 他竟然已经行动。 整个过程虽有战斗, 但平江城里剩下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兵族根本就不是御风卫的对手。 他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江南到最重要的道府平江城, 算是落在了朝廷的手中。 这是一个点。 这个点拿下, 接下来要拿下江南到这个面, 就会很轻松。 因为那五万听命鱼鱼万之和宋实名的官兵, 他们回不去。 他们会在封县背情赋于顽抗着死, 举手投降者将发配去蜀州开山种地。 他里承安来周庄, 当然不是来给那什么周大善人助寿的。 他就是个幌子, 他也知道自己此行周庄, 带着肖包子和阿牧等人瞒不过有心人的眼。 尤其是京都来的人, 他本也没有刻意地去隐瞒。 他本应该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立刻离开周庄, 也并不是去封县, 而是应该去平江城。 可昨晚他思考了许久, 还是改变了这个原定的计划。 小秦要报仇, 他无法阻止小秦去报仇。 他甚至想让小秦等上几天, 都不行。 因为小秦说他不能再等。 李晨安不明白小秦为什么不能再等。 他明明才十六岁。 既然已经等了十六年, 再等六天, 这算得了什么? 灭掉周庄很容易, 只需要让王正经中带着御风卫前来, 很快就能将周庄踏平。 这样, 没有任何危险。 但小秦的视线很坚定, 他的心也很坚定。 李晨安不希望小秦死在了周庄, 倒不是有多深的感情, 只是小秦的那双眼, 澄澈而简单。 小秦已将他们视为了朋友, 李晨安回忆上辈子, 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可以命相托的朋友。 他很珍惜这辈子, 自己身边的这些朋友。 那就只能救下小秦。 如何去救? 他必须等那只鸟回来, 才能安心。 但五十一道, 路上已没有了前往周园的那些江湖中人。 小秦沉默了许久, 抬起了头来, 眼里依旧澄澈而简单。 你们能陪我走到这里? 我已非常感激。 其实, 我知道你的担忧, 也知道你对我的好。 但我必须去, 必须在今天的武士去。 我不会怪你们, 我会尽量回来, 还你那十两银子。 如果我真能回来, 我这条命, 也是你的。 说完这番话, 他背着那口漆黑的棺材, 抬步而行。 银如命伸出了一只手, 似乎想要抓住他, 但他终究没有抓。 他的手垂了下来, 过了三夕, 他也看向了李承安。 他是少庄主的儿子, 我是少庄主的情人, 我若是不帮他一下, 去了九泉, 也难给少庄主一个说法。 你们, 应该都不是普通的江湖中人。 你们本也没必要牵扯其中。 我随他去, 你们且回。 银如命摸了摸搭脸里的三十钉银子, 抬步跟随小秦而去。 李承安不知道, 小秦凭什么能够杀得了周大善人。 他也不知道, 小秦为什么还能心存侥幸, 能够活着回来。 周园里面, 前来参加周大善人寿宴的江湖高手, 其中就有不少, 本就是曾经灭了秦剑山庄的凶手。 他能想到的小秦的唯一希望, 就是燕姬道。 因为温竹宇送来的消息里面有提起, 燕姬道是小秦的师父。 燕姬道已来了周庄, 但现在却并没有他的消息。 阿牧和王正浩轩, 还有小巫也都看向了李承安。 李承安却望着风雪弥漫的天空, 就在他急迫的视线中, 那只海东青终于飞了回来。 小包子将竹筒里的纸条递给李承安看过之后, 李承安这才咧嘴笑了起来。 走! 去周园! 燕姬道来了? 不是! 那谁来了? 宁楚楚, 还有一个你不认识, 他叫程一人。 小包子愣了三膝, 扭头看向了李承安, 又一个好妹妹。 不是! 哪会是谁? 钟离秋阳的未婚妻, 一行人抬步走热这道牌坊, 迎着风雪向离许外的周园而去。 此刻, 小秦已到了周园的门前, 迎如命就站在小秦的身后。 那扇巨大的门是开着的, 门口站着两个护卫。 风雪虽大, 但已能听见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 小秦回头, 看向了迎如命, 多谢你主的荷包蛋, 很好吃。 你回去吧。 迎如命摇了摇头, 眼里的神色很是复杂。 我随你去, 若是真有那命能活着回来, 我以后多给你煮一些荷包蛋吃。 小秦腼腆一笑, 其实我骗了他们, 我知道自己没有机会活着回去。 那你为何不听那公子所言, 再多等几天? 小秦沉阴片刻, 真的不能再等了。 多等几天, 那公子肯定有办法帮你杀周明放。 小秦脸上的笑意, 似乎被这寒冷的冰雪冻住, 他的眼里流露出了一抹痛苦的神色。 这神色让迎如命心里一疼, 小秦已经转过了头去, 他依旧背着那口漆黑的棺材, 背依旧是驮着的, 可他却仰起了头, 向前走了去。 秦剑山庄的仇人很多, 今天他们难得聚在一起。 若是过了今天, 要再去找他们, 就很麻烦了。 这是我的事, 你回吧。 迎如命当然没有回, 他毫不犹豫地跟上, 走入了周园的那扇门。 没有人阻拦。 小秦背着那口棺材, 一路畅通而行。 并不是他锁过之处没有人, 事实上, 周园里里外外的院落里, 都是人。 都是带着各种武器的江湖中人。 可偏偏当小秦出现之后, 那些人自觉地让出了一条路来。 他们都看着小秦, 也看着小秦背上的那口棺材, 还看着跟在小秦身后的那个胖胖的女人。 他们的眼里并没有惊讶的神色。 他们眼里只有细血。 仿佛看着一个死人。 周大善人也当真是个大善人。 六十大寿的寿宴, 本应该欢天喜地, 本不应该出现这最不吉利的棺材。 可偏偏周大善人却打了招呼, 来者皆是客。 无论什么人来, 皆不能阻拦。 尤其是那个背着一口棺材的少年。 有些人原本不知旧理, 但随着一些言语的传言, 他们才恍然大悟, 才知道这个背着一口棺材而来的少年叫小秦。 也不知道是秦还是秦。 这个叫小秦的少年, 居然是十五年前被灭的秦剑山庄的后人。 还是那位风流的少庄主的亲儿子。 他既然背着棺材跑这里来了, 那么这位周大善人, 恐怕还真就是曾经的秦剑山庄的大管家。 他背叛了秦剑山庄。 但他现在依旧活着, 并拥有极大的势力。 他的背信弃义在这些人的眼里就显得不再重要。 江湖骂和庙堂一样。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至于过往的不光彩, 又算得了什么? 甚至这位周大善人今儿各将秦剑山庄最后的登除掉之后, 他若是愿意开宗立派, 恐怕还有许多的武林中人屈之若负地前来投靠。 毕竟他有巨大的财力。 混江湖不容易, 赚银子也很难。 投靠周大善人, 这显然是一条光明的出路。 不羞耻。 反倒是这个叫小秦的少年, 胆识倒是可以。 但结局, 却已注定。 于是, 道路两旁的人群中, 就起了许多言语。 多是挖苦或者嘲讽, 绝对没有一句是在感叹颂扬。 银如命的脸色很难看。 他的手里, 甚至已拽住了两钉银子。 但小秦的步履依旧稳定。 他根本就没有去听。 他的双手向后背着, 扶着背上的那口棺材。 没有人注意到, 他的手指头, 在极有节律地扣着棺材板。 多多的声音很小。 风雪声很大。 周遭也很是吵杂。 他拱着背埋着头, 就这么走着。 他丹田中的内力, 正在缓缓地运转。 他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希望, 在抵达主院的时候, 自己能够进入最佳的状态之中。 他的脑子里, 也没有丝毫杂念。 他没有再去想, 那几个上不知道名字的少年, 回去了没有。 他甚至也没有去想, 身后的那个女人, 为什么就这么不怕死地, 跟着自己前来。 他摒弃了一切。 于是体内的内力流转得更快, 似乎也变得更浑厚了一些。 昔日的那些伤, 不知道是因为那哑巴少年的要好, 还是别的缘由。 他没有感觉到丝毫疼痛, 他觉得自己已恢复如初。 当他跨过主院的那道门槛, 站在了主院的天井里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知巅峰。 他走到了天井的最中央。 这才抬起了头。 这里的人不多。 对面主院的那栋房射的回廊下, 摆着一张太师椅。 椅子上大喇喇地坐着一个, 穿着一身喜庆红袍的老人。 他的精神极好。 红光满面。 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剑。 天井两旁的回廊里, 各坐了八九个人。 他们的视线进阶落在了小秦的身上。 只是他们的眼里有些疑惑, 因为他们要杀的那个人竟然没有来。 周明芳眉间微醋, 露出了一抹失望的神色。 就在这时, 有一护卫跑到了周明芳的身边, 低声耳语了一句。 周明芳这才笑了起来。 他又看向了小秦。 小秦也正好看向了他。 小秦的视线落在了周明芳脸上无息, 然后他才看了看左右两边的人。 他说了一句话, 很好, 差不多都到齐了。 这话的意思倒是明显, 但听在这些人的耳朵里, 却只觉得好笑。 但小秦却并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笑。 他又背着那口棺材, 继续前行。 他距离周大善人越来越近。 周大善人左右的护卫, 顿时紧张地拔出了刀剑, 但周大善人却摆了摆手。 小主人前来给老夫拜寿, 等无需紧张。 他依旧坐在那张椅子上, 就这么看着小秦来到了这处回廊的屋檐下。 小秦距离他, 还有一丈距离。 小秦腰间插着的刀长不过三尺。 就算小秦拔刀再冲来, 姑且不说两旁的护卫, 单单他周明芳就足以拔出放在身边的那把剑。 小秦没有再向前走, 他也没有拔刀。 他目无旁人地解开了绑着那口棺材的绳索, 将那口棺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前面。 是竖着放的。 他就站在棺材的旁边, 手指头又在棺材板上扣了三下。 这才抬头又看了周大善人。 眼里并没有什么仇恨的怒火, 也没有什么凌冽的杀意。 他的言语很平淡。 你叫周明芳? 你这是明知故问。 不, 我担心走了这么远的路杀错了人。 你觉得你能杀得了老夫? 小秦想了想, 我知道你是一镜下级的高手, 我还知道你的剑很快很厉害。 但我既然来了, 总得要试试。 周明芳笑了, 试试是你的刀块, 还是老夫的剑块? 你既然没有让他们对我动手。 想来你对你的剑是自信的。 那把剑, 是不是就是情人? 周大善人一缕长须, 没错。 它就是, 你父亲这一生所打造的唯一的一把剑。 周大善人拿起了这把剑, 拔出了剑。 你的父亲半生风流情人无数, 他将此剑命名为情人剑, 倒是剑如其名。 好剑啊。 周大善人抚摸着情人剑的剑身, 就像抚摸着情人的身子。 你父亲说, 曾经迷惘的心, 唯有情人牵着我走出寂寞。 情人在怀, 便不再问流年落花, 规矩何从, 相距虽短, 期待永长, 诸此剑已未相思。 他看向了小情, 视线变得凌冽了起来。 拔刀! 让老夫用这把情人剑, 送你上路。 小情踏前一步, 站在了这口竖着的棺材前。 他拔出了刀! 两把刀! 他又踏前一步, 像坐在椅子上的周大善人, 劈出了两刀。 他平生最快的两刀。 周大善人瞳孔一缩, 手里的情人剑发出了嘹亮的剑影, 仿佛情人在欢唱。 枪枪枪枪! 一剑, 两刀, 在短短的瞬间连续碰撞了石余下。 小情的刀割飞了周大善人红袍的一脚。 周大善人的剑刺穿了小情的左边肩胛。 小情后退一步, 周大善人已起身。 他眯起了眼睛。 手里的情人剑如情人一般散发出了夺目的光泽。 他踏步向前, 一剑而来。 小情两刀再去, 迎如命瞪大了眼睛。 他仿佛看见了小情如飞蛾一般像熊熊的大火扑了过去。 坐在左右回廊下的江湖高手们也瞪大了眼睛, 皆仔细地看着周大善人的这一剑。 皆认为那个叫小情的少年南逃这一剑之威。 就在二人刀剑再次相接的那一刹那。 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被吸引的那一瞬间。 那口竖着的漆黑的棺材的盖板忽然开了。 那棺材板开得无声无息。 风很大, 血也很大。 所以并没有引起左右回廊那些高手们的注意。 也就在那一刻, 李晨安等人恰好迈步走入了这处天井里。 他们吸引了所有高手的注意。 在那些高手的心中, 这几位才是今日寿宴的正才。 那些高手们在这一瞬间已站了起来。 铁碗雷鹏已捧着他的铁碗, 一步跨出了回廊。 蜀州袍哥会总瓢把子, 陈东来也拔出了刀飞出了回廊。 岭南白莲轿大肠老马新春, 瞳孔一缩, 举剑齐眉, 穿风雪而来。 此间有高手十八人。 左右个九。 左边的左丘不明独臂握紧了手里的打狗棍。 他盯着的是李晨安。 右边的那个快火神仙苍南天此刻好争以狭地放下了茶盏, 拔出了背上的长剑。 可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 他们忽然转移了视线。 所有人都看向了那口棺材。 出了回廊的那些高手也站定在了天井中的风雪里。 回廊里已站起来的那些高手握着自己的武器, 也转头定格在了那口棺材上。 李晨安等人的视线也落在了前方的那口棺材上。 小秦手里的双刀将周大善人的一箭挡住。 小秦就站在那口棺材前七尺之垫。 他挡住了周大善人的视线。 那口棺材长六尺五寸。 就在那棺材板已打开了一半, 棺材板上未倒地。 棺材里面突然刺出了一杆枪。 一杆五尺长枪。 这一枪并没有任何浩大的声势。 他的枪声或者枪尖甚至都没有散发出丝毫内力透出的光芒。 他悄悄地向前刺了出去。 速度也不是如闪电般的那么快, 却极其平稳, 也极其坚定。 他给人的感觉极为温柔。 仿佛情人伸出的手。 这温柔的一枪就在棺材板都还没有触地的时候刺了出去。 刺破了风。 刺破了血。 刺穿了小秦的身体。 刺入了周大善人的腹部。 穿透了周大善人的身体。 枪尖透体而出。 这时, 那棺材板材倒在了雪地上。 发出了噗。 得一声闷响。 周大善人根本就没有料到那口棺材里会藏着一个人藏着一杆枪。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小秦前来刺杀周大善人并不是用他手里的刀。 而是依靠的棺材里的那一杆枪。 枪已停。 枪杆毕率。 周大善人后背的枪尖荧光闪闪。 碧血! 洗银枪! 这一瞬间, 时间仿佛静止。 周大善人睁大了眼睛。 他低下了头看向了腹部的那杆枪。 小秦没有看。 他似乎早已知道会有这么一枪透体而来。 他在笑。 嘴里流着血,他却笑得很开心。 周大善人抬起了头,视线越过了小秦的肩膀,想要看见小秦背后那个杀他的人。 可他却并没有看见。 其余人看见了。 李承安他们当然也看见了。 看见的是那人的后背。 那不是一个人。 那是半个人。 那个人没有双腿。 他有一头很长的长发。 应该是个女子。 因为他的头上别着一根银簪,还别着一朵以前枯萎的梅花。 他的长发就在凌乱的风雪中狂舞。 那朵梅花被吹得飞了起来,飞去了很远的地方,不知道落在了何处。 小秦的血和周大善人的血顺着枪杆流了出来。 他已松开了握枪的手,他已落在了雪地上,看上去就像是坐在了雪地上。 于是就显得很矮。 周大善人自然就看不见。 那一枪似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 他垂着头,没有人看见他已泪流满面。 小秦! 我的儿! 银如命亡魂大帽,他疯了一般地冲了过去。 他的这声吼,令李晨安等人大吃了一惊。 他的这声吼,也令快活神仙苍南天等人从那惊骇中清醒了过来。 周大善人和小秦串成了一串。 当周大善人还低头看着那一感无法想象的枪的时候, 小秦手里的刀已悄悄地递了出去。 一刀插入了周大善人的左胸。 一刀插入了周大善人的右胸。 周大善人手里依旧紧紧地握着那把情人剑, 他一剑刺入了小秦的左下腹部。 银如命的那一声惊呼传了过来。 周大善人忽然狂吐了三口血。 他死死地盯着静在咫尺的小秦, 颤巍巍地伸出了另一只手。 你,你,你不是邵夫人的儿子? 小秦在大笑。 笑得喷血,他还在笑。 我当然不是,他,他才是。 他才叫小秦。 你本就应该死在他的手上。 那,那你,你是谁? 我,我,你记住了,我,我叫小剑。 小秦,小剑,秦剑山庄有秦也有剑。 哈哈哈哈,你,你原来是,是少庄主和,和这个女人的,死生子。 你们,杀了李晨安,动手。 周大善人发出了最后一声狂吼,他还没有断气, 他在顽强地支撑着自己,想要亲眼看见李晨安死。 他背后的那扇门户地开了,从那门里走出来了一个衣着滑跪的妇人。 他的左右,有许多的侍卫。 他站在了回廊里,他背负着双手,冷漠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 还愣着干什么? 关门。 李晨安身后的那扇大门嘎吱一声关了起来。 他轻轻地挥了挥手,动手。 杀死李晨安,本宫许你们永世富贵。 快活神仙苍南天等人一听,再次向李晨安等人杀了过去。 丽阳公主好征以侠地坐在了刚才周大善人所坐的那张椅子上。 身边有一公鹅已递给他了一盏炖得刚好的燕窝。 他接过了这盏窝,没有再去看场中的打斗。 因为烟机到来不了,李晨安就必死无疑。 然而,他刚刚吃了一口,却并没有听见院子里传来的打斗声。 他抬起了头来,端着燕窝的手顿时就顿在了空中。 院子里落下来了一个人,一个一身被鲜血染红,看上去似乎极度疲倦的人。 他就站在了李晨安等人的面前。 他忽然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就这么一个举动,竟然将那一群十八个高手下得后退了一步。 他没有武器。 但他掩着嘴咳嗽的那只手却飞红。 被血染红。 有他咳出的血,也有被他所杀之人的血。 他是燕机道。 宁国尔经已知的唯一大宗是燕机道。 他还没有说一句话。 李晨安身边的小五却说话了,咿咿呀呀。 他指了指依旧站着的被那赶枪穿透的小剑。 他向小剑走去。 再不去,小剑就真的凉了。 银如命就站在小剑的身边。 此刻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院落中正在发生什么。 他的眼里都是泪。 他的眼里只有泪光中模糊的小剑的脸。 他很慌。 比他这辈子任何时候都要慌。 十五年过去。 在月来客栈看见小剑的第一眼, 他就知道他是他的儿子。 因为小剑和秦林几乎一模一样。 还因为他知道少夫人卢三小姐, 生下的是个女儿,不是儿子。 那一夜,小剑出生。 自己连一口奶都还没有喂。 他就被秦林抱走。 他是秦家的种。 银如命以为秦林抱他回去,是要认阻归宗。 但就在第二天的夜里,秦剑山庄满门被灭。 从此,儿子不知所踪。 他以为儿子已经死了。 直到江湖中传来秦剑山庄的后人从关外而来的消息, 他的心里,才又生起了一抹希望。 他真的来了。 背着一口棺材而来。 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却不敢相认。 因为,他不愿自己的儿子背着一个私生子的名头, 低着头活一辈子。 现在,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因为儿子就要死了。 儿子死了, 他也没有活下去的打算了。 小剑显然也很诧异。 他的嘴角在流血, 内脏里反涌出来的血。 他的那双眼已显得有些暗淡, 却依旧看着面前的银如命的那张脸。 母亲。 母亲这个称呼, 对于小剑而言太过遥远, 也太过陌生。 在关外的大漠之中, 在那黄沙漫天的地方。 在那棵老胡杨树下的小房子里, 住了整整十年。 他的身边只有小琴和他的两把刀。 除了照顾妹妹小琴, 他几乎都在练刀。 练得只有一招, 拔刀。 在某个夕阳下, 他会和妹妹小琴靠在那棵老胡杨树上, 望着大漠里那艳丽的晚霞, 说起关于母亲或者父亲的话, 师父将他们兄妹二人丢在了这里。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究竟是谁。 小琴从小就没有双腿。 小琴说, 他们就是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就像掀在树梢上的那只羽翼尚未丰满的雏鹰一样。 为了生存, 他必须学会自己去飞。 那年兄妹俩才五岁。 三年过后, 师父又来了。 这一次告诉了他们的身世。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背上背负着那血海神仇。 小琴原本并没有练武。 就在那年, 师父带来了那杆枪。 他叫碧穴洗银枪。 师父让小琴只练一枪。 师父说, 那叫温柔一枪。 用最温柔的方式去杀那个最大恶极的仇人。 只有一次机会。 他们配合着练这一枪练了足足七年。 去岁春, 师父带来了那口棺材。 小琴从那之后就住在了那口棺材里。 已经长大的兄妹二人再也没有聊起过父亲母亲。 这个原本令人温暖的称呼, 成了他们心中埋着的痛。 小剑已从师父的口中知道自己和小琴同父异母, 只是他也以为自己的母亲死在十五年前的那场大火中。 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女人竟然叫自己一声。 你, 你是我, 母亲? 嗯, 银如命拼命地点头。 他伸出了手将小剑嘴角的血擦去, 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他慌忙撕下了自己衣上的一条袖子, 想要将小剑嘴里的血给堵住。 小剑却笑了起来, 他笑得很开心。 他似乎已忘记了, 他就要死了。 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私生子这个身份。 他的开心是, 这十几年来所幻想的母亲, 他居然活着, 居然就在自己的身边。 这让他觉得很温暖, 却又让他心里疑痛。 他声音愈发地低, 娘, 孩儿不笑, 他的话音未落, 小五已走了过来。 当小五走过来的时候, 对面屋檐下作者的丽阳公主已站了起来。 哐荡, 一声, 他手里的燕盏落在了地上, 摔得粉碎。 小五没有回头, 去看一眼, 他在看着小剑的伤, 两膝, 他拔出了那杆碧血洗银枪。 这本是大忌, 但他偏偏就这么做了。 在那赶枪拔出来的一瞬间, 小五的手陡然明亮。 他的手掌落在了小剑的伤口上, 一脚将以死透的周大善人给踹得飞了出去。 他就这么将小剑抱到了那口以平放的棺材里。 他也进入了棺材之中, 地上的那个叫小琴的姑娘艰难地爬了过来。 他的手扶着棺材, 眼里的泪扑刷刷地往下掉。 求你, 求你救救我小剑哥哥。 他匍匐在地, 冲着那口棺材不停地磕头。 地上出现了一个坑, 坑里是红色的血。 小五从棺材里走了出去, 捡起了棺盖, 拍了拍小琴的肩膀。 就在小琴惊叉的视线中, 他在地上写了一行字, 不要让任何人揭开了这棺材的盖子。 他又夸入了棺材中, 躺下, 将这盖子给盖上。 棺材里并不是漆黑一片。 小五在发光。 他如佛一样。 丽阳公主没有看那口棺材一眼。 他死死地盯着站在大雪中的燕姬道, 满脸难以置信。 你怎么出来的? 燕姬道没有转头去看他一眼。 这便是发至内心中的最深的厌恶。 他走了过去, 站在了小琴的身边, 捡起了地上的那杆壁血洗银枪。 他练的是拳。 可当他握着这杆枪的时候, 哪怕是那两个半步大宗师, 也齐齐后退了三步。 他已如这杆枪一样。 他脸上的疲倦, 颓废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 枪在他的手里, 似乎就不再会有什么温柔一枪。 碧绿的枪杆似乎急不可耐地, 发出了如龙银一般的声响。 银色的枪尖朝着天。 枪芒在这一瞬间闪下了所有人的眼。 他就这么沉吟了足足舞蹊, 他似乎终于做出了决定。 丽阳公主后退了一步, 又后退了一步。 他的心在站立。 他已感觉到了燕姬道传递给他的滔天杀意。 你不能杀我。 你若是杀了我, 子夫会恨你一辈子。 他再次后退了一步。 他已退到了正房的那扇洞开的门前。 但锁定在他身上的杀意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还愈发地浓烈, 以至于让他遍体生寒。 为了那个女人, 你连结发之气也不过。 嫁给你这么多年, 你在家里待过几天。 丽阳公主声嘶力竭地又吼道, 我哪里不如那个女人。 我做的那一切, 还不是为了燕府。 我灭了秦剑山庄, 还不是为了你能回家。 我是个女人, 可我为了你, 却守着火寡。 凭什么? 他又后退了一步, 站在了那道门里。 他的侍卫早已围在了他的面前。 他伸开了手臂, 忽然大笑起来。 没错, 你和卢三小姐青梅竹马, 但那又怎样? 你终究没有娶到他。 他伸出了一只手, 指着远处的燕姬道。 壮弱癫狂, 是你害得上车侯服满门被灭。 我是宁国公主。 他卢三小姐凭什么和我争? 你敢做初一, 我就敢做十五。 你不回家。 你以为我身边就没有别的男人? 子夫不是你的儿子。 我给你戴了绿帽子。 哈哈哈哈。 他退入了房中, 关上了门。 他的脸上带着猙獰的笑。 他刚刚转身, 背靠着门。 燕姬道面色冰冷如霜, 挥手, 支出了手里的枪。 无比霸道的一枪。 枪如一道光, 碧绿的荧光。 一枪而去, 穿透八人。 穿透了那扇厚厚的门。 丽阳公主感觉到胸口一疼。 她低头, 看见的是透体而出的枪。 碧屑, 洗银枪。 这是卢三小姐曾经所用的枪。 他看着那银色的枪尖。 恍惚觉得, 卢三小姐从这枪尖里走了出来。 正看着他骄傲地笑。 周园外面又来了许多人。 有穿着红衣的女人, 也有满脸消杀的男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浑身是血。 他们显然不久前才经历过一番生死之战。 只是在这周庄, 他们是与何人一战。 那些江湖中人无人敢问, 皆退必三射。 内院的门依旧是关着的, 里面发生的事还没有传出来。 外面的这些人并不知道那位兽星已经死了。 但现在他们知道情况有些不妙。 毕竟周大善人的寿宴上来了这么一大群凶悍的官兵, 他们显然不是来助寿的。 他们显然也不是来这里躲避风雪或者讨一杯酒水的。 结论就很简单。 恐怕周大善人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这一下只怕难以善了。 于是, 有胆小者开始后退。 毕竟混江湖的通常不敢与官兵去斗。 当然, 也有大胆者还没有走。 他们留了下来, 倒不是要帮着周大善人度过这一劫难。 而是想要看看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宁楚楚带着娘子军站在了周园内院的大门口。 他推开了门, 伸手一挥。 还剩下的两百余娘子军如风一般地冲了进去, 举起了手里的弓, 瞄准了左右两边的那些江湖中人。 成一人骑着战马, 穿着盔甲, 站在了门口。 他也伸手一挥。 他手下还剩下的一千多名将士, 分支散开, 包围了这处院子, 举起了他们手里的刀。 宁楚楚来到了李晨安的面前。 楚楚而立。 抬眼, 看着李晨安。 楚楚动人。 你没事吧? 没事。 杀了他们。 宁楚楚转身, 抬手, 落下, 娘子军手里的剑如雨一般飞了出去。 苍南天等人已知大势已去。 在燕姬道到来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萌生了退役。 只是他们没人敢率先飞出去, 因为那样必然会引动大宗师的杀机。 这群穿着红衣的女人进来, 反倒是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机会。 在那些剑雨射出去的一瞬间, 苍南天等人就以拔地而起, 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挡住了那些剑雨, 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风雪之中。 跑得比兔子还快。 燕姬道并没有追, 因为他已不能追。 他体内的鱼毒上未能排除干净。 沙丽阳公主那一枪, 已耗尽了他余下的所有魅力。 但他依旧如枪一般地站着。 只要他站着, 那些人就不敢动。 现在宁楚楚他们终于来了。 燕姬道的脸, 这一瞬间变得比雪还要白。 他盘膝坐在了雪地里。 片刻, 身上有蒸腾的雾气。 又片刻, 他被那白茫茫的雾气包裹。 仿佛一个巨大的剑。 周大善人的尸体, 被宁楚楚派了人挂在了一根竹竿上, 竖在了一栋三层高的楼阁顶端。 那深大红的兽袍, 哪怕是在大雪之中, 也很是显眼。 远远看去, 就像那楼阁顶上绽放了一朵梅。 只是那朵梅并不美丽。 令那些江湖中人心生寒意。 请客间, 数以千计地前来给周大善人注授的江湖中人坐鸟受散。 跑了个干干净净。 热闹的周园在短短的半炷香之后, 变得安静了起来。 那月, 银如命紧张地跪在了那口棺材旁。 他已闭上了眼。 他没有再流泪。 他在祈祷, 向诸天神佛祈祷那个哑巴少年能够救回他儿子的命。 阿木河王正浩轩依旧站在里晨安的左右。 萧包子却捡起了那把情人剑, 蹲在了那个叫小秦的姑娘身边。 这是你父亲所住的剑。 萧包子将这把剑递了过去, 但小秦却并没有接。 他抬起了头, 梨花带雨。 他生得很美丽, 就像阳春三月盛开的梨花一样。 我没有情人, 我也不会成为谁的情人。 我不需要这把剑, 多谢。 萧包子一正, 你, 你恨你的父亲。 小秦沉默片刻, 擦了擦脸上的泪。 我的记忆里没有他的样子, 也没有娘的样子。 听过他的一些事, 说不上很, 只是觉得很陌生。 也对,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你还年轻, 萧包子看了看小秦的下半身, 没有去问他为什么失去了双腿。 你们的仇既然已经爆了, 往后就好生地活着。 小秦那双已哭红的眼忽然间变得空洞迷茫了起来。 他正正地看着萧包子, 视线却并没有聚焦在萧包子的脸上。 十五年过去了, 在这些岁月中, 他和哥哥小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报仇。 在那大漠黄沙中, 哥哥练刀, 无论酷暑还是严寒。 自己练枪, 为了那温柔一枪, 不知道练了多少枪。 杀死周明芳的信念, 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漫长的枯燥寂寞的时光。 他们原本所想, 在杀死周明芳之后, 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如果再能够多杀几个仇人, 多拉几个垫背的, 这就算值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去想过, 还能够活着。 活着? 接下来又做什么? 小秦的视线落在了那口棺材上, 他垂下了头。 如果哥哥能够活下来, 便听哥哥的安排。 如果哥哥死了, 那自己就随他死去吧。 今生相伴十五年, 黄泉路上有自己在他身边想来, 他不会太紧慕。 萧包子起身, 手里握着这把情人剑。 他走到了前方的回廊, 捡起了剑鞘, 将这把剑插了进去。 就像抹上了情人的眼, 他回到了李承安的身边。 李承安正在低声地问着宁楚楚, 遇见了夏侯卓。 不是。 那和谁打了一仗? 丽阳公主的人。 李承安一正, 宁楚楚又道, 丽阳公主让周大善人训练了一支千人的兵。 我到了周庄之后, 给你消息去了周山, 在周山遇见了他们。 幸亏一人赶到。 不然, 我辛苦弄来的那些银子, 恐怕就没了。 哦, 那他是怎么回事? 李承安指了指被捡包裹的燕姬道。 宁楚楚摇了摇头, 我们找到了那处小屋, 他就浑身血淋淋站在那处小屋前。 小屋子前后死了许多人, 也都是江湖中的人。 许是, 许是有一场激战。 李承安没有再问。 他抬不向正方走了过去。 他站在了门前, 看了看他敢插在门上的枪。 他伸手, 拔出了这杆枪。 他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丽阳公主就靠着另一扇门。 他还没有死。 他在笑。 他一手捂着伤口, 任由血从指缝间流出。 他看着李承安, 眼里却并没有什么怨恨。 你赢了。 李承安既然赢了, 他自然就是输了。 只是他此刻的表情, 却并没有输了的沮丧。 他显得很是从容。 甚至没有将死时候的惧怕, 反倒是有一种得到了解脱的味道。 就在李承安的视线中, 他呼得又开了口。 却不是向李承安说什么,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他竟然吟诵了李承安在去岁中秋时候所作的一首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阴不实, 沉满面, 病如霜。 他似乎陷入了某种美好的回忆中。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甜蜜的微笑。 他依旧在继续诵读, 嘴角虽然流着血, 但那声音却很平稳, 也满含深情, 夜来幽梦呼唤香, 小轩窗, 正梳妆。 他的神色渐渐暗淡, 眼眸里有痛苦的光芒在闪烁。 虽然微弱, 却是他此刻内心的真实体现。 想来他年轻的时候, 他在十五六岁那如花一般年龄的时候, 他和那些追求美好未来的少女们, 并没有什么两样。 但不知道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许和他的相公燕姬道是有一些关系的。 他终究没有活成他憧憬的那样。 他终究偏离了本应该繁花似锦的那条路, 走入了漆黑的深渊之中。 到现在落了个这般凄惨的下场,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长断处, 明月夜, 短松刚, 他的眼角有泪低落。 不知道是对今日是之悔恨, 还是对往日情之愧疚, 亦或者对某个人之失望。 李承安没有去问, 因为没必要去问。 人世间爱恨情仇的是太多, 如果非要说一个缘由, 大致就是各有各的命吧。 丽阳公主抬眼, 她将嘴里的一口血给咽了回去, 栩栩又抖。 我很喜欢你做的那些诗词, 我曾经多希望你就是个最纯粹的文人。 李承安, 那夜中秋, 你做的第十六首诗, 读给我听听。 李承安看着丽阳公主,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丽阳公主。 她以三十有二, 却依旧立志, 只是此刻的那张脸更加苍白, 那双眼里的生机正在见识, 就像即将凋零的花。 那首词名为破阵子, 李承安副手而立, 抬头, 嘴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八百里分灰下至, 五十弦翻赛外生。 沙场秋点兵, 马坐狄卢飞快, 宫如霹雳贤惊。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丽阳公主的双眼愈发空洞, 她仔细地听了这首词, 过了三夕, 我懂了。 你懂什么了? 皇兄将这天下交给你, 正是因为这首词。 你错了, 我要去迎回皇长子。 丽阳公主脸上, 呼的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神色。 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她没有去和李承安说说, 那什么皇长子。 她在交代她的后世, 我死后, 能不能将我埋在周山, 能够看见那处小屋的松岛之上? 可以, 只是, 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何不放下? 丽阳公主冷笑, 我是给她添堵。 我的坟就在那凤林小屋的对面, 我就想看看, 她是不是还有那心情, 在那小屋里, 和那狐狸精颠乱捣缝, 我死了变鬼, 也要看着她难受的样子。 她咳嗽了起来, 剧烈地咳着, 吐出了一口又一口的血。 她咳得弯下了腰, 这令李承安心里一声长叹。 她终究还是问了一句, 卢皇后, 是不是你杀的? 过了午夕, 丽阳公主终于止住了咳嗽, 她抬起了头来, 红光满面。 她根本没有回答李承安这个问题。 她竟然说了一句, 令李承安无比震惊的话, 那个贱人, 本就该死。 她的面色越来越红, 她的眼却渐渐地暗淡无光, 她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 就要顺着这扇门滑落下去。 李承安一把扶着了她的肩头, 急迫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 丽阳公主嘴角一翘笑了起来, 依旧没有回答。 她的脑袋缓缓地搭烂了下去, 说了最后一句话, 后宫有一颗大叶蓉, 这是半句话。 但这半句话的意思已非常明显, 那颗大叶蓉很容易找到, 只是那颗大叶蓉和卢皇后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加上宫里的那一颗, 京都就有了五颗大叶蓉, 莫非其中还有别的什么秘密? 丽阳公主的双眼依旧睁睁, 但那一抹笑意却涌住在了她的脸上。 许世忠得了解脱, 其实并未解脱。 李晨安将丽阳公主的尸体放在了这间屋子里的那张床上。 她走了出来, 捡起了地上的那杆壁血洗银腔。 风雪依旧, 天井中那些人也依旧, 那口棺材的盖板还没有揭开, 这说明小五还未能将小剑给救回来。 银如命依旧跪在那口棺材旁边, 她已跪成了一个雪人, 她的身边还有一个雪人, 她就是小秦。 肖包子的肩膀上, 吸着一只鹰。 宁楚楚坐在回廊上, 双手撑着下巴, 微微仰着头, 看着天井上空飞舞的雪。 不知道她在想着什么, 也或者什么都没有想, 只是在感叹着, 命运的无常。 燕姬到身上的那个茧, 越来越小, 也越来越亮。 估摸着她, 就要破茧而出, 体内的毒荡块被她排除干净。 温小婉垂着头, 她的手里拿着那把情人剑, 她在抚摸着那把剑。 她似乎也在想着什么。 阿牧依旧默默地站着, 只是, 王正浩轩跑哪里去了? 阿牧那张如刀一般冰冷的脸, 微微一笑, 小师弟听见了院里有狗叫声。 李晨安愣了一下, 挺好, 穿着一身酱紫色长袍, 披着一张雪白雕球大厂的成衣人, 走到了李晨安的面前。 抬头, 杨梅, 我要走了。 去哪里? 钟离秋阳, 还在平江城的望江码头等我。 好, 你去吧, 带我向他问一声好。 行, 我向你告别, 是要提醒你。 你还欠我一匹马? 一匹最好的马? 李晨安摸了摸鼻子, 这个, 我记着, 现在还没有。 对了, 你们何时澄清? 成衣人忘记了那片马的事, 羞涩一笑, 邱阳说再过两年。 好, 再过两年, 我和若水前来祝贺。 那可就这么说定了。 小包子回头看了看一眼, 成衣人已转身离去, 宁楚楚已来到了李晨安的身边, 低声问了一句, 姑姑她, 死了。 宁楚楚垂头, 脸上的神色有些暗淡。 毕竟是我的姑姑, 我去看看她, 将她送回地灵, 葬在地灵的旁边如何? 她的遗愿, 是就埋在周山, 那处小屋对面的松岗上。 终未能解脱。 是啊, 她至死也没有放下。 李晨安背负双手, 仰头望着昏暗的苍穹。 苍穹恰有两只大雁飞过。 她有杆发, 言语有些悲凉。 问世间, 情势何物, 直叫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克, 老赤几回寒暑。 欢乐去, 离别苦, 就终更有痴儿女。 君阴有雨, 渺万里曾云, 千山暮雪, 指引向谁去? 横坟路, 寂末当年萧谷, 荒烟依旧平处。 千秋万古, 为流带骚人, 狂歌痛饮, 来访燕秋处。 萧包子转身, 温小婉抬头, 宁楚楚双眼寒春。 远在蜀州立州城的钟离若水, 此刻, 正独坐窗前, 提起了手里的笔, 落笔于纸上, 两情若是酒肠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姐姐, 姐姐, 钟离若水歌笔, 抬头, 便见妹妹钟离若化手里, 拿着两串冰糖葫芦跑了进来。 她眉眼一弯, 从钟离若化的手里, 接过了一串冰糖葫芦, 小小地舔了一口。 淡淡的甜, 淡淡的凉。 怎么了? 今儿个晚上, 这蜀州城的文庙, 要举办一场元宵文会呢? 咱要不要去瞧个热闹? 钟离若水, 微微一愣。 文会? 是啊, 每一年的中秋元宵这等佳节, 宁国的许多地方, 都会举行文会。 以往自己是很喜欢去看看的, 因为许多好的诗词, 总是在那不经意间就诞生了。 但现在, 自从李承安的诗词出现之后, 他忽然发现, 自己对这什么文会生不起多少兴趣来。 倒不是看不起天下文人。 而是李承安的那些诗词, 确实如一座巍峨的大山一般, 令天下学子望而心叹。 至少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超越他。 读过了他的诗文之后, 对别的诗文再难入言。 这就像吃惯了山珍海味, 对那粗茶淡饭, 就难以下咽。 姐姐就不去了。 钟离若化舔了舔那冰糖葫芦, 偏着脑袋, 想了想, 那我也不去了。 你不是喜欢那样的热闹吗? 钟离若化小嘴一嘟, 没有姐夫登台迎视作父, 那热闹便觉无趣得很。 对了, 钟离若化凑到了姐姐面前, 极为期盼地问了一句, 可知道姐夫到哪里了? 可知道他几时能够到这利州来。 钟离若水揉了揉妹妹的脑袋, 也舔了一口冰糖葫芦, 还不知道呢? 他转头望向了窗外挨挨的白雪。 他, 这就要看江南之事何时能了? 不过, 等他到了利州, 当也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 钟离若化若有所思, 然后抬起小手掐指一算, 春暖花开, 桃花是开在三四月, 这才正月十五, 岂不是还要两三个月他才能到? 差不多吧? 你老这么关心他但傻。 钟离若化偏着小脑袋, 仔细地想了想, 我想和他比比我, 已有多高了。 和我比不一样? 不一样? 为何? 母亲的来信中不是说了吗? 我若是到了他的肩膀, 差不多也就能嫁给他了。 钟离若水顿时无语, 他瞪了妹妹一眼, 你还小, 好好练武去, 别想着这有的没的。 嗯, 我这就练武去。 钟离若水没料到, 妹妹今儿个会如此听话, 便看见钟离若化当真, 就转身向外走去。 还留下了一句话来, 元爷爷说, 这蜀州的什么袍哥会总瓢把子, 也跑去江南了。 我怀疑, 他们对姐夫不利, 我要练好武功, 以后保护你和还有姐夫。 钟离若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门口, 他忽然站住了脚步, 转过了身来。 姐姐, 我倒是觉得, 与其在这里等着姐夫, 莫如咱们等二月末的时候去江南, 只不定路上便能遇见他。 如何? 不如何? 为啥? 这样, 你不是就能早些见到你的秦王了吗? 他来蜀州, 还有一件事。 啥事? 接回那位皇长子呀。 钟离若化撇了撇小嘴, 耸了耸肩膀, 颇有一番小大人的模样。 要我说, 他直接就当了那皇帝。 立你为后, 我为妃, 咱姐妹在后宫里, 总不会有什么矛盾吧? 我不会和你争风吃醋的, 大不了让他在你的宫里, 多住那么两晚上。 不是说家和万事兴吗? 咱们就心塌一个大大的江山大大的家。 奶奶在天之灵, 当会欣慰, 估摸着那桃花山上的桃花, 都会开得更艳丽一些。 钟离若水微微一愣, 瞪了妹妹一眼。 你最近都看啥了? 别去瞎想。 这算啥瞎想。 太祖时候, 他不是娶了人家三姊妹的吗? 可别欺负我不懂。 你这当姐姐的, 可不能那么自私。 人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姐夫那么厉害。 难道你还想独自拥有她? 钟离若化毫不示弱的, 也瞪了钟离, 弱水一眼。 那萧姑娘, 可不一定就是个省油的灯。 干柴烈火啊, 指不定人家萧姑娘后来居上。 你…… 钟离若化扮了个鬼脸, 转身就跑了。 钟离若水微微一叹, 又坐在了窗前。 望着窗外的血, 咬着冰糖糊落, 忽然觉得有点酸。 片刻, 他微微一笑, 那笑意里, 却带着一抹欺然的味道。 提笔又落于纸上, 眼里有沉天下窄, 心中无视一床宽。 如果那个萧姑娘, 能陪着陈安走一生, 也是好的。 背中离若水惦记的李陈安, 此刻依旧在周园, 依旧在主院的天井中。 血依旧, 只是这天井里燃起了一堆篝火。 篝火上面挂着一口极大的锅。 锅里已冒出了热腾腾的烟雾, 那狗肉的香味就这么随风飘散了开来。 那口棺材的盖子还没有被掀开。 烟机道身上的内茧倒是变得更加璀璨, 也缩小了许多。 片刻, 似乎有波的一声脆响传来, 那璀璨夺目的茧乎的就破了, 却并没有消散。 而是悉数进入了烟机道的体内。 他睁开了眼, 脸上的疲倦已消散殆尽。 他耸了耸鼻子, 从地上站了起来, 却并没有走到篝火旁。 他来到了那口棺材前, 蹲在了小琴的身边, 将小琴从雪地上轻轻地抱了起来。 地上太亮, 对你身体不好。 他抱着小琴来到了篝火边, 将小琴放在了一张椅子上, 又极为轻柔地说了一句, 放心, 小剑不会有事。 小琴擦了擦脸上的泪, 看向了燕姬道, 师父, 哥哥他, 他真的不会有事吗? 燕姬倒点了点头, 揉了揉小琴的脑袋, 微微一笑。 当然, 因为旧小剑的那少年, 一属天下无双。 这句话似乎给了小琴一个莫大的宽慰。 他那双漂亮的眼, 顿时就亮了起来。 师父, 那少年叫什么名字? 他叫小五, 和你一样, 也是个孤儿, 只是他活得很认真。 我指的是, 他对生活的态度很认真。 他也深有残疾, 他是个聋哑人,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更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热爱。 待会他出来, 你看见他的眼你就会知道。 往后, 师父希望你和小剑也能如小五那样。 你们的仇已爆了, 未来, 未来,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琴低下了头, 极为自卑地小声说了一句, 可是, 可是我没有走路的腿。 燕姬倒看着小琴的眼里满是慈爱。 在李承安的眼里, 他却看见了那慈爱深处藏着那抹痛苦和无奈。 哪怕他是大宗师, 他也没有办法让小琴拥有一双可自由行走的腿。 于是他也看向了小琴, 想了想开口说道, 不, 心有意, 可遇风万里, 梦无影, 星辰大海又何惧? 你有你的小剑哥哥, 还有我们? 你的小剑哥哥和我们, 就是你的腿! 只要你想, 四季的花都会为你绽放。 小琴眼睛呼得一亮, 他扭头便看见了墙角的那树梅。 雪依旧很大, 那梅花却如火一般怒放, 夜幕渐渐降临, 周园主院里的灯笼皆已亮了起来, 一锅狗肉并没有吃完。 一来有些人此刻的胃口并不好, 比如牵挂着儿子生死的银如命, 也比如牵挂着哥哥的小琴, 烟鸡道也没怎么吃。 他因为小琴的担忧, 同在担忧。 小琴似乎已不再惧怕未来, 可他却在惧怕着现在, 那个和他共同生活了足足十五年的哥哥, 若是小五没能将他就回来, 只怕小琴将不会去在乎什么未来。 没有了小剑, 他恐怕不需要未来。 就在所有人担忧的注视下, 那口关闭了足足两个多时辰的棺材盖板, 忽然间掀开了, 银如命已冲了过去。 烟鸡道也一把抱起了小琴, 站在了那口棺材前。 李晨安等人也都走了过去。 小五从棺材里站起, 面色苍白如纸, 神色极度疲倦。 小剑依旧躺在棺材里。 小五看了看众人, 忽然咧嘴一笑。 这一笑, 在所有人的眼里, 比那春天里绽放的百花都要美丽。 咦呀呀, 小五很累, 却又很高兴。 他的眼依旧干净澄彻, 他脸上洋溢出来的欢喜, 令所有人安心。 我儿, 可救了回来。 小剑哥哥可还有危险。 小五, 怎样? 小五一步跨出了这口棺材, 蹲在了雪地上, 写了几行字, 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需要调养至少半年, 不要打扰他。 我很饿。 他话音未落, 银如命再一次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小琴也在那一刻从烟机道的手臂里挣脱, 他匍匐在地。 他们向小五而拜。 这一拜, 拜得小五手足无措。 他闪了开来, 面色顿时焦急。 咿呀呀, 他将二人扶了起来, 在地上又写了几行字, 无需谢我。 他是我朋友。 朋友, 当生死相依。 另外, 他需要静养, 不要吵着了他。 他将棺材的盖板再次盖上, 又看了看众人, 鼻子耸了耸, 台步就像那锅狗肉走了去。 眼镜倒仰头, 任由大雪落了他一脸。 他长长地淤了一口气, 低头时, 便看见了小秦那张和卢峰林几乎一模一样漂亮的脸上绽放出的笑意。 小秦看了看那口棺材, 又看了看正在狼吞虎咽的小五, 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他已相信哥哥无性命之忧。 他已知道哥哥有了真正的朋友。 燕姬道看着那张美丽的脸心里, 却又是一疼。 他垂下了头, 过了片刻才抬了起来。 他走到了李承安的面前, 呼地说了一句, 毕竟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去帮我把他葬了。 李承安微微一正, 他的遗言是想要葬在那处小屋对面的山岗处, 面朝那小屋。 你怎么看? 燕姬道似乎没有料到丽阳公主会有这么一个要求。 他思索了片刻, 才悠悠一探。 一生中得罪他一次心愿吧? 就让他看着, 又何妨。 二人离开了周园, 燕姬道抱着丽阳公主的尸体。 李承安没有让萧包子等人同去。 因为燕姬道只叫了他, 许事有些话, 燕姬道不想有第二人知道。 一颗老松下, 一座小小的新坟, 燕姬道给这座坟添了最后一棚土, 看了片刻, 转身坐在了李承安的身边。 他指了指山谷之下。 你好奇的那处小屋就在那里。 夜色已暗, 这处山岗距离谷底的小屋有些远, 就着手里的灯笼也根本看不清楚。 其实, 在皇城寺的卷宗里, 对你这个事倒是有一些记载。 燕姬道不足为奇, 但还是问了一句, 怎么说的? 你和卢家三小姐原本青梅竹马, 可偏偏丽阳公主也爱上了你。 据说丽阳公主是在昭化元年的元宵夜, 于玉带和上游花灯的时候, 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也就是那一眼, 丽阳公主随后了解了你, 再后就非你不嫁。 昭化三年冬, 上车后府被灭的那个晚上, 事发之前, 你应该是知道了消息。 你去了一趟宫里, 又去了一趟上车后府里。 你接走了卢三小姐, 将她送去了秦剑山庄。 你和秦剑山庄的少庄主秦陵, 本是至交好友。 上车后府被灭之后, 再昭化四年秋, 你与丽阳公主成婚。 长孙金红认为, 这应该就是, 你昭化三年冬, 那夜入宫时候, 与丽阳公主或者皇上的交还。 你娶丽阳公主, 皇上放过卢家三小姐。 但你根本就不喜欢丽阳公主, 在大婚当晚。 你没有进洞房, 昭化八年, 初夏, 秦剑山庄少庄主秦陵与卢三小姐大婚, 同年冬, 卢三小姐诞下了一个女儿, 她就是小秦。 就在小秦生下来, 仅仅十来天, 秦剑山庄被灭。 李晨安扭头看向了燕姬道, 呼地说了一句, 你有一个好兄弟。 燕姬道已闭上了眼睛。 秦陵为你被吓了所有。 他们成婚是假, 掩盖卢三小姐肚子里那孩子是真。 那孩子是你的。 小秦, 是你的女儿。 灭了秦剑山庄的根本就不是西围, 而是被激怒的丽阳公主。 你也知道燕姬夫不是你的儿子, 所以在京都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在意燕姬夫的死活, 甚至还希望我能杀了她。 这处风铃小屋, 是你为卢风铃而建。 当年你大婚到晚跑了, 就是跑到了这里。 你在这里和卢三小姐度过了近四年的快乐时光, 直到卢三小姐怀上了你的孩子。 你终究不能明媚正娶卢三小姐, 所以, 她只好嫁给了你的好兄弟秦陵。 卢三小姐成了秦剑山庄名义上的少夫人, 瞒过了所有人。 可你却忽略了女人那敏锐的直觉。 丽阳公主将对你的失望或者愤怒, 发泄到了秦剑山庄的头上。 小秦的腿, 恐怕就是丽阳公主亲手砍断。 是不是这样? 燕姬倒睁开了眼, 在灯笼那灯光的映衬下, 她的眼里已满含泪花。 我对不起我兄弟秦陵。 我更对不起风铃。 还有我的女儿小秦。 长孙惊鸿有些事猜得并不对。 那夜我入宫, 是去见了我的小妹丽贵妃。 李晨安一政, 所以, 这是丽贵妃给你出的主意。 燕姬倒点了点头, 小妹足智多谋, 燕府不能为了上车侯府与皇室为敌。 我就不了上车侯府, 我只希望能够救出风铃, 所以小妹才去求见了皇上。 我也只能带走了风铃。 李晨安没有再说, 也没有再问。 她呼得一笑, 走吧, 你也该认下小秦这个女儿了。 不, 我不希望她恨我一辈子。 燕姬倒起身, 遥望着远处的那处风铃小屋, 我送你回去。 你呢? 不知道, 要么浪迹天涯, 要么, 就在这风铃小屋过一辈子。 李晨安指了指那处心坟, 住在这里, 她一直看着。 你不觉得隔应? 其实, 现在在想来, 她也是无辜的,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 李晨安没有点头, 也没有摇头, 只是悠悠一叹, 愿就愿那个元宵夜里, 她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李晨安终究没有去那风铃小屋里看一眼, 却遥遥地听见了夜风中传来的风铃声。 原本那风铃声应该是悦耳动听的, 可她在漆黑的山谷中响起, 却令李晨安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二十年前上车后府灭门, 卢皇后遇害。 十五年前, 秦剑山庄满门被灭。 这似乎是两起毫不相关的事。 可偏偏李晨安去觉得这两起事的背后, 都隐藏着一只, 他隐约间能够捕捉到的一只手。 只是其中还有诸多矛盾之处, 依旧不得见。 比如上车后府灭门, 卢皇后遇害。 从表面看, 似乎是西韦利用了上车后卢战销掌握的强大兵权, 在京都散布了他有不成之心的谣言, 因此而引起了皇上的猜疑。 在有些微布置在朝中的某些势力, 比如姬太等人的推波助澜, 皇上当然会怕。 于是便有了昭化三年十月初三的那场血染焕花锡的惊天事件。 上车后府是卢皇后的娘家, 那便是卢皇后在后宫的最大仪仗。 上车后府被灭, 这相当于直接斩断了卢皇后的依靠。 当卢皇后诞下皇长子之后, 他再被谋杀, 他究竟是被谋杀, 还是有人得了皇上的授意? 这在李承安看来, 极有可能是后者。 那么上车后府被灭的深层后果, 是皇位的继承人的变更, 没有了上车后府, 没有了卢皇后, 那卫生下来就应该是太子的皇长子, 他失去了这一资格。 谁在这一事件中得到的利益最大? 那便是曾经东宫的那个胖子, 也就是宁楚楚的哥哥宁之意。 他们的母亲, 在卢皇后死了之后, 被封为了皇后。 他就是怀皇后, 他的身后是怀国公府。 假设这些事件的背后, 是怀皇后所为, 他的目的本已经达成, 他只需要等他的儿子长大, 拗到皇上退位, 等他儿子登基为帝, 他就是宁国的皇太后。 可从皇城司里记载的消息来看, 皇上却并不喜欢宁之意, 以至于皇上去了长乐宫, 荒废朝政多年, 也没有将帝位传给宁之意。 而怀皇后之死, 她是在诞下宁楚楚之后, 因南产而死。 这样的时代, 南产死人很正常。 可若是她的死不正常呢? 李晨安呼的一惊, 怀皇后死后, 后宫就剩下了姬贵妃和丽贵妃二人。 此后, 皇上却没有再封谁为后, 宁之意依旧在东宫。 只是满朝文武, 对于这个太子, 都没当一回事。 她的母后死了。 她身后的怀国公府垮了。 她也就是个失事的太子, 在你死我活的皇权争斗中, 如果再不得皇帝宠爱, 她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她果然死在了去岁的那场京都之变中, 还没来得及减肥。 然后就剩下了一个二皇子宁之行和三皇子宁之远。 二皇子宁之行的结局, 和她的那两个哥哥几乎一模一样, 去岁京都之变, 姬太一戏完败。 姬贵妃, 玄良自尽。 宁之行就算在京都, 她也成了一个无权无事可有可无的破落王爷。 这就只剩下了一个在后宫里与世无争的, 喜欢除地的丽贵妃。 还有一个在地灵首灵的三皇子。 在所有人的眼里, 二皇子宁之行已死在了双交山。 如果没有那个失踪了的皇长子, 宁国地位本应该落在三皇子宁之远的头上。 他什么都不用做。 熬死了这几个哥哥, 他就是唯一的继承者。 只是皇上在去岁的中秋夜里, 偏偏将他李承安树立成了失踪的那个皇长子, 偏偏让天下百姓皆以为他李承安真, 就是那个皇长子。 偏偏那个熙维也不知道那根金出了毛病, 居然将宁国的江山送到了他的手上, 这太戏剧。 戏剧的东西往往就极不真实。 假如这一切斗争的背后, 真的就是丽贵妃, 当熙维将这江山送到自己手里的时候, 是不是就一家伙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 这领他二十年所谋成了一场空。 他依旧在后宫除地, 本以为当自己成为了摄政王之后, 他应该派人来请自己去见一见。 可他没有这样做。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他在等什么? 也或者自己和长孙金红都看走了眼。 再说秦剑山庄被灭这事, 看起来仅仅是一段孽缘所引起。 他是江湖中的一件大事, 他与朝廷大事无关。 所以, 他在皇城司的记载里也并不是很详细, 甚至关于这件事的卷宗 也没有放在绝密的第八层楼里。 但刚才燕姬道却说定国侯府被灭那晚, 他入宫去见过丽贵妃, 将卢家三小姐带走, 是丽贵妃出的主意, 是他在皇上面前求的情。 这, 这倒是可以理解为当妹妹的知道哥哥的那番情谊, 想要成全了他们。 看来他倒是深受皇上宠爱, 不然作为皇帝, 既然要灭了上车侯府, 那根本就不会放出去一个卢三小姐。 但他此举, 却一定会得罪了丽阳公主, 反倒是令燕姬道与丽阳公主之间的矛盾无法缓和, 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这样做, 没有任何好处。 他不仅仅是害了丽阳公主, 还害了燕姬道, 当然还有受了无妄之灾的秦剑山庄, 可以认为是他无心之过。 可若是他有心, 他从中能有什么好处? 似乎损人不利己, 这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 二人抵达周园的时候, 李承安依旧想不明白, 只能将这些事抛在了脑后。 他又看向了燕姬道, 燕姬道看着那满缘的灯光。 天井里也没有了人, 毕竟风很大雪也很大, 屋子里有炭火, 暖火。 既然已经都过去了, 为何还不能放下? 燕姬道自嘲一笑, 有些事哪能那么容易放下? 小青,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用去做, 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和小剑留在周庄, 和银如命一起去经营那处客栈。 李承安沉吟三西点了点头, 那等小剑醒来, 我问问他们的想法, 毕竟是他们自己的路。 好, 燕姬道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匣子, 递给了李承安。 李承安还以为, 这是燕姬道, 要给小青的什么传家宝, 一些银票。 他们在关外穷了太久, 我仅仅是希望他们往后的日子能够过得更好一点。 李承安接过了这个小匣子, 问了一句, 灭了秦剑山庄的那些凶手, 我会去将那些人都杀了。 在风陵小屋, 丽阳公主究竟是怎么制住了你的? 燕姬道呼的一笑,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 李承安摸了摸鼻子, 我实在有些好奇, 我不相信, 除了大宗师, 还有谁能困住一个大宗师? 燕姬道沉吟三西, 说了两个字, 迷离。 李承安一听, 顿时一惊, 哪里来的迷离? 应该是上车喉府被灭的那碗没用完的。 那碗谁在上车喉府下的迷离? 这当然不会是孙铁县。 孙铁县仅仅是因为喝多了酒, 丢失了他亲手制作的迷离。 长孙金红在黄城寺曾经告诉过李承安这件事, 他说, 他其实叫长孙铁县。 知道这件事的人, 除了樊桃花之外, 你应该是第二个。 他曾经喜欢喝酒, 他的迷离是天下一绝, 他被一个人请去喝了许多酒, 那一夜, 京都死了许多人。 那一夜就是昭化三年十月初三。 那业务满京都, 迷离满了上车后府。 长孙金红没有说, 孙铁县是被谁请去喝了许多酒。 也没有说是谁从孙铁县身上带走了迷离。 现在燕姬道说, 应该是上车后府被灭那碗没用完的。 难道就是丽阳公主? 燕姬道没有回答李晨安。 他转移了一个话题, 已过去二十年了, 当年事已不再重要。 我大致能够猜到你, 或者温竹宇在怀疑什么。 所以我离开京都之前, 去过一次宫里, 和小妹聊了聊。 先皇既然成了先皇, 他再在后宫里待着, 确实有些不合适。 三皇子已十六岁, 他毕竟是皇子, 封他一个王爷吧, 小妹和他去他的封地。 偏远一些也行, 当然, 如果你们不放心, 就放在眼皮子底下的某个地方也行。 我知道你没有对燕府动手讲了许多情面, 那就不妨再讲一次, 让他们简单平安地过一辈子。 至于你此去蜀州迎接皇长子, 我向来不问这种事, 我只是比较奇怪一点。 李晨安问, 你奇怪什么? 那天在云集别野与怀国宫一战之后, 樊老夫人和你在房里说了一席话,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 只是那之后, 就有了你要去蜀州接回皇长子这么个说法。 是不是樊老夫人临终前告诉你的? 李晨安点了点头, 我奇怪的就是, 樊老夫人竟然一开始就知道, 皇长子在蜀州, 定国侯府在蜀州的势力极为强大, 他为什么不让蜀州的人, 护送皇长子回京都? 而是要你去一趟。 李晨安心里一震, 思量片刻, 钟离若水, 因为京都之便去了蜀州。 我本就要去蜀州找钟离若水, 接皇长子只是顺便, 也或者樊老夫人让我亲去迎接, 这是给皇长子一个好的印象。 等接回了皇长子, 他登基为帝之后, 我这摄政王不当了, 这皇帝总不至于对我不利吧。 燕姬倒仔细地想了想, 李晨安这番话也有一些道理, 但他还是嘱托了一句, 小心一些, 倒不是我怀疑樊老夫人会对你不利, 而是谁也不知道, 那位皇长子的品性如何。 嗯, 李晨安点了点头, 笑道, 如果他登基为帝之后, 真要宰了我, 你可要来救我一命。 燕姬倒也笑了起来。 好, 那我就带着小秦和小剑, 我们一起去塞外。 虽然风沙大了一些, 但也有别样的风景。 时候不早了, 我要走了, 对了, 你去吴国, 可得要更加小心。 主要是你的身份。 喜剑楼或许会因为你是吴喜臣的弟子, 不为难你进去, 但你还是宁国的摄政王。 我离开京都之前, 听说吴国谈判的使者, 就快抵达京都。 如果谈判并不顺利, 你去了吴国之后, 只怕会受到无人的攻击。 就算吴国的军队, 不堂而皇之地杀你, 吴国的江湖, 水并不比咱们宁国浅。 吴国也有大宗师, 有两个。 长孙金红在各国都有碟子, 想来吴国也是有的。 你千万记住, 用好黄成丝的那些小鬼。 另外就是, 温竹宇在吴国也待过两年, 他最清楚吴国的情况。 你蜀洲之行若是顺利, 回京之后, 当好好问问温竹宇。 我帮不了你什么。 我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毕竟你的那些诗词文章, 真的很不错。 死了, 可惜了。 再会。 燕姬到语重心长地, 给李晨安说了这喜话之后, 落在了天井里。 他去了亮着灯的那处房前。 他站在紧闭的窗前, 看了片刻里面的人影。 想来, 他是有看见小秦的。 他就这么看了时期, 终究没有进去。 他徐徐转身, 冲着李晨安摆了摆手, 踏着夜色中的风雪而去。 他去了舟山深处的那处小屋。 他站在了那处小屋前面, 却瞪大了眼, 那处小屋塌了。 吃梨破碎。 那个极为陈旧的风铃, 就放在倒在地上的门板上。 门板上还放着一盏亮着的灯笼。 灯笼下压着一张纸。 燕姬到强忍着滔天的怒火, 拿起了这张纸。 瞳孔猛地一缩, 片刻, 他深深地看了看这倒塌的小屋, 转身离去。 李晨安推开了门, 走了进去。 肖包子终于放下了心来。 宁楚楚也长长地淤了一口气。 温小婉依旧抱着那把情人剑, 他一脸笑意地看着李晨安, 只是那笑意中有一抹无人觉察到的依依不舍。 明日, 他将启程回广陵城, 带着这把他从肖包子那里要来的情人剑。 他会住在竹鱼小柱, 就像一只留守的孤雁。 期待他某一天能回来, 也或者此生再难相见。 他会将他做的那首摸鱼儿, 燕秋辞交给梁漫漫。 由梁漫漫来谱曲, 他为自己而唱。 小秦也看着李晨安, 他的脸上带着笑意, 也带着谢意。 他已知道他叫李晨安, 是尔金宁国的摄政王。 是他救了他们。 他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那位萧姐姐说, 无须感谢。 他们都是好人, 可惜自己是个废人。 不然, 当跟着萧姐姐一起牧牛, 萧姐姐似乎很喜欢牧牛。 他说起牛的时候, 那双漂亮的眼里, 神采奕奕, 很是好看。 他说冬就快过去, 春就要到来。 他说春来之后, 漫山遍野绿意盎然, 是牧牛的最好时候。 小秦想象不出那样的画面, 他一直生活在大漠黄沙中, 这才来周庄, 他也一直在那口棺材里。 但现在他很期待, 期待小剑哥哥完全恢复了, 去看看和大漠黄沙不一样的景致, 或者买一头牛, 像萧姐姐那般悠闲的放牧。 小剑一醒来, 只是依旧躺着, 却并不是在那口棺材里, 而是在火炉旁的一张床上。 他偏着脑袋, 看见了李承安进来, 他想要坐起, 却被小五给一把笨住。 他的脸上带着歉意的笑, 实在不能起来, 欠你的十两银子, 只好等我好了之后再还你了。 李承安没有拒绝, 嗯, 好好养伤, 伤好了再还我。 他看向了宁楚楚, 搜查得怎样了? 开阳他们还在搜查, 抓住了一个老账房, 宁楚楚眼冒荧光, 恐怕发财了, 发大财是不可能的。 李承安甚至连那些账簿都没有翻一翻, 他仅仅是问了问那个老账房。 周元这些年赚来的绝大部分银子, 和那些地里所产出的粮食, 几乎全部运去了京都, 交给了丽阳公主。 十余年来, 交到丽阳公主手里的,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那老账房当然不知道, 丽阳公主将那些财富用在了何处。 李承安倒是能够猜到一二, 皇上修建长乐宫, 那天亮的消耗, 可不是那趟能够承受。 所以丽阳公主灭了秦剑山庄, 一来是弄死了自己的情敌, 二来, 还扶持了一个新的力量, 来帮他赚银子弄粮食。 倒是一举两得, 但人终究是有私心的。 周大善人这些年偷偷地积攒下来的也不少。 嗯, 存盈一千二百余万粮, 粮只有三千余十, 也不错。 李承安看了看那老账房递过来的账册, 这些银粮, 悉数压界回京都, 他看向了宁楚楚, 笑道, 要不你带着你的娘子军压界这些粮回京? 宁楚楚一听, 我不。 这是大事。 宁国现在缺钱缺粮, 我也不。 宁楚楚脖子一扬, 抿了抿嘴, 倔强地说道, 我, 我要去蜀州。 你跑蜀州去干啥? 啊, 我去看看若水啊。 再说, 你这一路去蜀州可也有诸多危险, 我就算武功不怎么厉害, 但我不还有两百多的娘子军吗? 李承安当然知道宁楚楚之意。 好吧, 这周园的是已了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出发去蜀州? 宁楚楚问道, 先去一趟封县。 去封县? 宁楚楚吓了一跳, 那地方接下来可是有一场大战。 我知道, 所以明天一早, 我们就出发, 去封县。 按照军情一处大统领阵望送来的最新消息, 叶珀率领的一百悬甲营士兵大致还有三天抵达封县。 与此同时, 夏侯卓率领的三万北部边军将士, 大致也将在三天后抵达封县。 江南到大都都宋十名调集的五万官兵, 其中已有两万余已抵达封县, 还有两万余正在去封县的途中。 而在距离封县仅仅三里地的枫叶山里, 黄承县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股不知道来路的势力。 据说这股势力有千来人。 从着装来看, 他们并没有军武中的制式盔甲, 锁穿皆是藤甲。 但从他们在山中的行动来看, 他们却有着极为严明的纪律, 也有着和山匪完全不一样的军事素养。 这领阵旺很是担心, 以至于他派了不少碟子在严密地监视着这股势力的动向。 从明辨的实力来看, 封县之战似乎毫无胜算。 李承安离开玄甲营独自前往周庄, 这本也就是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这个计谋儿经已完成, 王正经中的人已控制了最为紧要的平江城。 李承安就算离开周庄要去的地方也应该是平江城, 而不是已成为战争焦点的风险。 你还有别的布置? 这话是阿牧问的。 因为风险将聚集敌军足足八万。 战争的场面和江湖的打斗可不一样。 在那千军万马之中, 他根本没有把握能够保证李承安的安全。 李承安微微一笑, 倒不是布置在风险, 而是在这周山。 说完这话, 阿牧等人就见李承安走了出去。 他从袖带中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烟花, 用火折子点燃, 猛地扔向了天空。 请客, 这烟花在空中绽放开来。 这是信号。 但这信号是要召唤谁来。 半个时辰之后, 呼啸的狂风中传来了急迟的马蹄声。 片刻, 黑压压一群打着火把的人冲入了周园。 他们消杀地站在了主院的外面, 内院的天井中落下了一个人来。 他是玄甲银银郑周正。 他站在了李承安的面前, 拱手一礼。 属下见过摄政王。 宁楚楚等人顿时一呆, 这才知道李承安来周庄原来早已有了布置。 他竟然翘无声息地将玄甲银主力放在了这里。 就算是他宁楚楚和成一人不来, 他也不会有答案。 李承安看着周正微微一笑, 今儿个元宵, 厨房里还有许多好吃的, 叫弟兄们吃好喝好睡好。 明儿个咱们走。 吃了饭之后, 你与苏木星来这里一趟。 周正又拱手一礼, 属下遵命。 他转身离去, 李承安却并没有回房。 又过了片刻, 风雪中又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又一个人落在了天井中, 他站在了李承安的面前, 没有行礼, 却咧嘴一笑。 他是安自在。 他率领的五百蒙虎鹰战士, 竟然也在周山。 我以为这里会打一仗, 却不料屁事没有。 李承安也笑道, 这愿我, 我高估了那些江湖众人的血性, 让你们在山里头吃了不少苦头。 安自在摆了摆手, 我倒是不担心那些狗屁江湖众人。 我原本很担心夏侯卓会跑到这里来。 风险距离周庄并不远, 指不定夏侯卓还真会来, 所以我将你们都叫了过来, 都先去用饭吧。 周大善人的寿宴, 那些席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待会吃了饭过来, 安自在点了点头, 问了一句, 莫非你还想去封县? 有些事, 总得解决掉, 不能给江南道留下隐患。 安自在眉间微醋, 沉吟片刻, 并没有劝阻李承安打消这个念头, 他也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李承安回到了房中, 来到了小剑的身边。 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出发, 你和小秦是怎么打算的? 小剑想了想, 我说过, 我若活着这条命, 就是你的。 只是现在我这情况跟着你只是个累赘, 我先养伤, 伤好之后, 我带着小秦去找你们。 好, 李承安将桌上的那个小匣子, 取来地点了小秦, 这是你们的师傅留给你们的。 师傅去哪里了? 他呀, 他说, 他要去游历天下。 哦, 小秦打开了这小匣子, 满眼疑惑地, 抬头望向了李承安。 这是什么东西? 在荒芜人烟的大漠长大的小秦, 他只知道银子, 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银票, 可以当银子使用的银票。 小秦小嘴一张, 这么多? 你们的师傅, 希望你们未来的日子, 能够过得更好一些。 王正浩轩探头一瞧, 也吓了一跳。 师兄, 我们那师傅, 怎么就那么吝啬呢? 我们出山, 莫要说给二两岁赢, 就连要饭的碗, 也没给我们一个。 吃他一只, 鹅还要我爹来赔钱。 他摇了摇头, 转身去了院子里。 还有一条没来得及处理的狗。 夜已深, 窗外有呼啸的寒风, 望春阁里, 有热乎乎的茶飘香。 茶桌前围坐着五个人, 他们是李晨安, 安自在, 周正, 苏穆兴, 还有周十八。 茶桌上摆着一张地图, 各自的面前, 还有李晨安真上的一杯茶。 却没有人去喝茶。 除了李晨安, 其余四人皆盯着那张地图, 脸上的神色颇为凝重。 主要还是实力上面表现出来的悬殊过大。 江南道的府兵, 虽然有五万之数, 但事实上, 他们并不可怕。 因为府兵的战斗力太弱, 他们在江南的日子太好过, 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训练。 他们甚至都没有见过血。 他们的意志力极为薄弱, 一旦遇见了不要命的对手, 他们就必然溃败。 但夏侯卓的三万边军, 却不能小事。 他既然敢带到江南, 那肯定就是, 他手里最精锐的兵。 何况风邪山里, 还有一只不明情况的, 训练有素的一千兵马。 再看自己这边的情况, 悬甲银笼共五百人, 安自在重新改编的蒙虎营, 也是五百来号人。 至于宁楚楚, 还剩下的两百多个娘子军, 这场军事会议, 李晨安都没有让宁楚楚参与, 显然他的那两百多号人, 基本上可忽略不计, 也或者就当作是李晨安的亲卫。 一千人对八万, 这似乎是个痴心妄想之事。 但在分析这一千号人的优势, 其一, 他们的武器是百炼钢所打造的刀, 他们的盔甲虽然不是百炼钢所打造, 但比宁国军队中的制式盔甲, 无论是在防御上, 还是灵活性上, 都强大许多。 其二, 这一千人都有武功, 并且身手都还不错。 其三, 他们的身上都带着至少两个烟花。 虽然不大, 但杀伤力却不弱。 其四, 小五在离开京都前所配置的迷离, 肯定无法覆盖于整个战场, 但对于局部的战场却有着巨大的作用。 所以并不是不能一战。 以安自在的经验来看, 这一战的神算其实并不是太小。 这一战若是打下来, 许能载入史册成为以少胜多的实战经典。 唯一的问题只有一个, 八九万人的战场一旦铺开, 那会绵延树里之地。 李晨安这家伙, 偏偏要去。 那么大的战场, 自己这边只有千人, 肯定得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这便无法顾及到李晨安的安危。 至于宁楚楚那两百多号娘子军, 将堂堂摄政王的性命交给他, 这实在太不靠谱。 我同意这一战。 安自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抬眼看向了李晨安, 又道, 我唯一的要求只有一个。 你, 要么就待在这里等消息, 要么你去平江城。 周正也看向了李晨安, 属下同意安将军的看法。 李晨安这就很郁闷了。 他想了想, 我去有我去的道理。 安自在摆手, 我管你什么道理。 莫非你又想, 以自己为耳, 引下喉酌来攻? 这耳一次两次还行, 若是多上几次, 一个不好, 可真会被鱼给吃了。 你死了我怎么给若水小姐交代? 我回了京都, 温主与他们问起, 我如何回答? 李晨安摆手, 且慢。 你们先听我说, 江南道的这五万府兵, 是由指挥使谢靖所率领。 平江城被黄成司拿下的这个消息, 我估计不日便会传入谢靖的耳朵里。 这个谢靖, 年四十, 出生君武, 可不是一个愣头青。 当他听到了江南道道台狱万枝和大兜都宋十明, 已入了大狱这个消息之后, 他可并不一定就会为他们去报仇。 苏穆兴此刻也看向了李晨安, 问了一句, 你这意思是让谢靖率兵投诚。 李晨安点了点头, 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要么继续造反, 要么就必须向我表装。 他知道自己手里这五万僵士是个什么玩意儿, 造反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那只要我召唤他一声, 他必然前来向我效忠, 安自在眉间微醋。 这, 倒是个理。 那你就待在这里, 手输一封, 我们去了封县之后交给他, 让他独自前来这里见你。 不, 李晨安否定了安自在这一最稳妥的提议。 我不仅仅是要他来见我, 我还有任务要交给他, 既然曾经受命想要杀我, 那当然得拿出足够的诚意。 安自在眼睛一亮, 临阵反戈。 对, 夏侯卓必须死,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付出太大的代价。 五万府兵与三万夏侯卓的精锐边军一战, 打肯定是打不赢的, 但我们的人却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混乱的战场里, 掠取到最大的胜利。 安自在等人沉思片刻, 这个计策当然是最好的, 但万一那个谢敬他不降呢? 你依旧不必亲自前去。 你们以为我想去啊? 李晨安站了起来, 背负着双手来到了窗前。 窗外有大红的灯笼在风中摇曳, 也有速速而落的大雪在那星红的光线下飞舞。 我去了封县, 一来是可以给谢敬一个定心丸, 甚至还能让他蹲凑那五万府兵奋力一战。 二来, 我在封县, 夏侯卓才会迫不及待地来杀我。 我需要这场战斗在最短的时间内胜利结束。 安自在等人看向了李晨安的背影。 急着去蜀州? 李晨安转身, 摇了摇头, 倒不是急着去蜀州。 而是因为吴国的使者当已抵达了京都。 这一场谈判, 按照我离开京都之前与温竹宇的商议, 根本就没得谈。 吴国的使者必然会恼怒而归。 这个消息会传遍天下。 那么接下来吴国的使者归国之后, 恐怕乌鸦关那边的战事就会开启。 让外必先安内, 试验军将在乌鸦关与乌国军队誓死一战。 宁国的粮草军需现在就得向乌鸦关送去。 国内绝对不可以出现任何动乱。 所以我才这么迫切地需要拿下江南道。 稳定江南道, 江南的钱粮是乌鸦关之战的保障。 夏侯卓率兵下江南, 这是一件好事。 在封县除掉这个毒瘤, 宁国国内小患或许会有, 但至少大患不会轻易发生。 京都谈判之事, 必须在消息传至江南之前, 将夏侯卓消灭。 不然我担心会有人因此又起了异心。 李承安坐在了桌前, 端起了茶盏, 杀鸡儆猴, 死一个夏侯卓, 总是能让某些人暂且将心里的异心给藏起来。 至于以后, 李承安喝了一口茶, 咧嘴一笑, 皇长子归位登基为帝, 那就是他需要去处理的事了。 我妈, 我必须带若水去吴国走一趟。 安自在一惊, 宁国和吴国若是真开战, 你还敢跑去吴国?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李承安耸了耸肩, 你忘记了, 我其实是个师仙。 师仙个屁! 吴国使团若是谈判失利, 你觉得无人会以师仙待你?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六, 在周园的李承安一行于黎明时候, 冒着漫天的风雪离开。 他们来到了周庄急镇。 昨个周园发生的事, 早已传遍了整个周庄, 急镇上的街坊们, 无不震惊于周大善人的结局, 也无不震惊于来者的强悍。 而后, 他们听到了一些消息, 消息说是宁国的那位摄政王, 来了周庄, 保护他的, 便是神秘的隐门桃花岛所派出的高手。 摄政王他竟然来了周庄? 他就住在月来客栈。 周大善人聪明了一辈子, 却偏偏糊涂了这一件事, 他竟然派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 去围攻了月来客栈。 虽说他的目标是, 那个叫小秦的少年, 可摄政王在月来客栈啊? 宁国至今无地, 摄政王在宁国, 就是天下第一。 他这不是太岁头上冻土吗? 还真应了那句话, 老寿星上吊, 他活腻了。 这不, 昨儿的他那六十大寿可, 就在许多武林高手, 和地方民宿的见证下, 被摄政王给活生生搅黄了。 不应该说是搅黄了, 他被弄死了。 他那庞大的周园, 也一家伙被灭了。 也是摄政王仁慈, 没有祸及他人。 不然, 昨儿的周园, 定会血流成河。 此刻摄政王的车架, 来到了周庄急镇。 许多人从房间里探出了脑袋, 想要看看, 摄政王究竟生的是怎样的一副模样。 然而没有人知道, 谁是摄政王。 李承安依旧和肖包子同成一匹马。 这显然, 不符合摄政王的形象。 反倒是, 走在队伍前头的七宇轩昂的阿牧或者王正浩轩。 他们倒是更像摄政王。 队伍在越来客栈门前小停了片刻。 小剑小情二人, 和迎如命, 留在了越来客栈。 小五, 给了迎如命几剂药膏, 还有几剂药。 接下来, 小剑就需要半年左右的敬仰。 众人在周庄急震分别。 温小婉背着那把情人剑离开了队伍向广陵城方向去, 没有和李承安挥手告别。 王正浩轩并没有离开队伍, 去平江城。 他思来想去, 他爹当已向苏府提亲。 苏府而惊之局面, 想来是不会拒绝这桩婚事的。 就算是真要应付一下, 弄那啥比武招亲, 也是在四月初一。 还早, 来得及。 先去封县要紧, 因为师兄说, 李承安的命比任何事都要重要。 就在许多百姓和武林高手的注视中, 队伍离开了周庄, 向风险而去。 这些人回头再看那越来客栈的时候, 便觉得那越来客栈显得愈发地高深了起来。 但在一些江湖众人的眼里, 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个叫小情的少年留在了越来客栈。 他是曾经的情剑山庄的余孽。 是他和那个只有半身的女子杀死的周大善人。 那么周大善人的同党, 岂会放过他们。 果然, 当李承安一行离开周庄个把食尘之后, 越来客栈的门口来了三个人。 然而, 他们还没有踏入越来客栈的门, 那门里却走出了一个人。 他是燕姬道, 大宗师燕姬道。 他站在了门前, 根本就没去问这三个人的名字。 他伸出了一只手, 就这么轻飘飘一回, 就听见, 砰砰砰。 三声, 三人背着一掌三十鸡飞, 飞得很远, 一边飞, 一边吐着血。 落在地上时候, 已没有了丝毫气息。 燕姬道转身回房, 关上了门。 这一关, 那门就再也没有开过。 快活神仙苍南天站在了其中的一具尸体前, 他俯下身子, 仔细地看了看。 北盖左丘不明也站在了一具尸体前, 也仔细地看了看。 翻云覆于手, 燕姬道。 没错, 要不要联手杀了他。 左丘不明话音未落, 苍南天忽然抬头望向了左丘不明的身后, 他的眼陡然大睁。 眼里满是骇然。 跑! 他转身就跑, 左丘不明根本就没有回头, 因为能够让半部大宗师逃跑的只能是大宗师。 这周庄, 只有那一个大宗师。 他双腿一曲, 身子如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二人消失在了风雪之中。 暗处, 从周园跑出来的那些高手们, 也在片刻之后, 悄然离开。 这一天, 周庄急镇的茶楼九四客栈, 呼得就空了。 甚至从这一天之后, 周庄极少再有江湖中人前来。 江湖传言, 大宗师燕姬道曾经与秦剑山庄少庄主秦陵秦童手足。 而经秦陵的儿子回来了, 燕姬道恐怕会帮助那个叫小秦的少年重建秦剑山庄。 而地址, 则极有可能就在周园。 这是后话。 燕姬道确实也住在了越来客栈。 只是, 他究竟什么时候走? 究竟要去哪里? 却并没有人知道。 李承安一行向封县而去这件事, 也落在了许多人的眼里。 封县之事, 因大量府兵的聚集, 已不再是什么秘密。 在某些人看来, 摄政王李承安悄然来了周庄, 却将江南道的府兵, 成功引向了封县。 江南道的道府平江城, 轻易地落在了李承安的手中, 他的目的已经完成。 他还去封县做什么? 如果他是为了去剿灭那五万府兵, 他应该带着大军前往才对。 可他仅仅只带着千来好人。 那么, 他是不是在封县, 也有另一手的布局呢? 他这一去, 顿时吸引了江南道各州官员的视线。 这些官员们, 在得知到台渝万芝被捕之后, 便知道大势已去。 他们有许多, 都是渝万芝一系的人。 李承安竟然拿下了渝万芝, 那么他们, 一个也跑不了。 除非他死在了封县。 当广陵州的知府大人霍传明 带着他的儿子霍子龟赶到平江城的时候, 他才知道, 摄政王在江南道干出的这些惊天大事。 他很慌, 他的亲家江南之造曹法曹大人, 也下了大雨。 他不知道李承安让他来平江城所为何事, 他以为这是李承安将他调至异地, 而后抓捕。 毕竟霍家在去岁时候, 做过对李承安大不利之事。 迎接他的是黄承司的提举大人王正经中。 然而王正经中却并没有将他拿下, 反而一脸笑意地将他带去了制造司的衙门。 摄政王说, 江南制造很重要。 摄政王还说, 你与他是同乡, 他说过, 要给你的儿子主持婚礼, 只是现在还有些事暂时来不了, 叫你放心, 曹发的女儿, 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 曹玉并没有入狱, 依旧住在曹府。 摄政王说, 你要当江南道的倒台, 还欠缺一些经验, 先当的江南之造, 王正经中呼得, 俯过身子猥琐一笑, 吓了霍传明一大跳, 便王正经中低声说道, 那个, 商家已经全尽了大狱, 江南苏家, 是我亲家, 你当了江南之造, 剩下的事, 你看着去办, 不用给我面子。 说完这些话, 王正经中拍了拍以目瞪口呆的霍传明。 走吧。 霍传明咽了一口唾沫, 极为震惊地问了一句, 去哪? 我亲家家里, 给你接风洗尘。 没有人料到李晨安拿下平江城之后, 任命的第一个人, 会是霍伏的霍传明。 更没有人料到, 他将霍传明, 任命为了江南之造。 但温竹宇等人知道, 对于摄政王的这一安排, 其背后的意图, 在温竹宇看来, 倒并不是有多复杂。 江南之造司, 是整个江南道商业的重中之重。 皇宫义政殿, 内阁首府衙门。 温竹宇给尚书省尚书令齐瑶, 和中书省中书令年成凤, 蒸了一杯茶, 又道, 按照摄政王所定下的未来五年的国策, 他此举的意图, 是要在江南道, 大举推行工商业的发展。 江南道有, 最好的商业基础, 有最为成熟的营商环境, 也有整个宁国最好的商业契约精神。 摄政王说, 作为此国策的试点, 朝廷要从江南道的变革中去学会如何放手, 如何给工商业提供最好的服务, 如何将江南道的经营经验传至其余四道, 继而覆盖整个宁国。 经验很重要。 但他说, 思想观念的转变更重要。 关, 不是管。 管得越多, 工商业的发展就越难。 温主语看了看二人精仪的神色, 笑道, 是不是难以理解? 其实这就是我们固有的思想,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也限制了我们的眼光。 江南之造这个职位很重要, 摄政王说他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的官员, 也就是说, 他任命或传名为江南之造, 倒不是, 说或传名有多丰富的营商经验, 仅仅是或传名听话。 他在江南之造司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摄政王给他的指示。 他说从目前的商业形势来看, 他暂时不需要这些官员能有多少创新的观点, 他们能将他的计划完整地执行, 这就是最好的。 至于效果嘛, 大致一两年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 顿了顿, 温主语没有再说这事, 而是看向了尚书令奇谣。 丽贵妃的想法,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封三皇子宁之远, 为锦亲王这个没有问题。 但封地放在泉州, 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 齐摇一政泉州为何不合适? 那地方在领东道之南, 距离京都遥远, 领东道现在有定国侯府的神武军在, 丽贵妃和三皇子在那地方, 当更安全。 这个安全并不是指的他们的生命安全, 而是宁国的安全。 皇长子回归登基为帝, 三皇子远在泉州, 无论丽贵妃想做点什么都没那么容易。 温文主语却说了一句, 但泉州距离东里岛并不远。 泉州要入京都不易, 但如果出海去东里岛, 却很容易。 东里岛是怀国公怀时的祖地, 那地方孤悬海外, 事实上宁国对东里岛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甚至尔经的宁国朝廷都不知道东里岛现在究竟怎么样, 上面究竟有多少人口, 多少兵丁。 等等, 这在我看来是大危险。 东里岛的舰船可入长江, 可从玉广大运河直至京都。 齐瑶心里猛的一阵, 老夫确实疏忽了, 那封地放在何处为好? 此事再想想, 吴国的使团当快要到了, 红卢寺那边的接待, 不冷不热就行。 要不要出城迎接? 你我就不用了, 让红卢寺少卿李文渊带几个官员去就行。 这, 会不会显得太轻视了一些? 温竹于摆了摆手端起了茶盏, 本来就不欢迎他们, 何来轻视之言? 我倒是认为, 摄政王的那句话, 说得很有道理。 什么话? 量宁国之物理, 节宇国之欢心, 这种思维, 不是蠢就是坏。 按照他的意思, 这吴国的使团到来, 还得向咱们缴纳食宿费才行。 这是, 你再叮嘱一下红卢寺。 吴国的使团, 若是不交银子, 让他们住客栈去。 奇遥顿时一惊, 他一缕长须瞪大了眼睛, 看着温竹语, 不仅仅是三百年的宁国, 向上追溯于别的朝代, 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来者是客! 作为礼仪之帮的宁国, 这是传统。 客人来了, 当然得要好生地招待, 还要用最好的东西去招待。 这彰显的是宁国作为中原正统文明的大度, 还有宁国帝大物博之富裕, 哪怕再不富裕, 在外人的面前也必须表现得富裕。 这叫脸面。 甚至在这些别国使者离开的时候, 皇上还会大家赏赐, 以显皇上之仁后。 这在礼部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接待流程。 陪吃, 陪喝, 陪笑, 甚至送上貌美如花的姑娘。 总之要陪好, 总之绝不能让客人受到任何委屈。 可现在李晨安却来了这么一出, 会不会让人家瞧不起? 温主与眉梢一扬, 我倒是认为人家前来, 本就对咱们宁国瞧不起。 摄政王说, 弱国无外交, 咱们现在在别国的眼里, 正是弱国啊。 奇遥陈阴三夕, 既然是弱国, 不是更应该避免发生冲突吗? 李氏这么个礼, 但摄政王的意思是退一步就会退无数步, 那不如不退, 反正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 如果吴国要战, 那就战, 好好地打一仗。 他说打一仗至少有两个好处, 其一, 激发宁国百姓的血性, 让宁人这些年被压弯了几辆, 再一次直立起来。 其二, 战争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 它往往能促进某些行业的飞速发展, 比如冶炼, 军工, 制造, 运输等等, 也能通过实战检阅一下咱们的军队, 没有经历过真正战争洗礼的军队, 根本称不上什么虎狼之事, 只是一院子地修建得很整齐, 很好看的花瓣了, 也就是绣花枕头。 所以乌鸦关的备战, 大张旗鼓地, 让兵部和户部去办吧, 让吴国的使臣知道, 咱们正在准备和他们一战, 不惜一战。 正月时期, 吴国的使团抵达了京都玉京城的南门。 使团的规模颇大, 有马车八辆, 还有前后护卫各百。 在其中的一辆马车中, 吴国太子吴谦合上了面前的一卷书, 抬头看向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儒雅老者。 那老者白眉白须白发, 面容轻瘦, 但那双眼却依旧很是清亮。 他也在看着小桌板上的一卷书, 他看的是, 宁诗词极缘百篇。 到了, 回先生, 到了, 转眼二十多年, 没来这玉京城了。 老者合上了书, 沿路疑惑之色, 还没有人来迎接我们。 回先生, 这个, 宁国没有皇帝, 那个摄政王也去了江南。 而今宁国主政者是内阁首辅温竹语, 先生认识, 他曾经在弟子的东宫当过两年时间的幕僚, 恐怕应该是他亲自前来。 老者一缕长须撇了撇嘴, 对温竹语这个名字有些不喜。 对于宁国而今昭中的巨变, 他早已知道。 作为吴国大儒, 太子太父, 他这次陪太子处使宁国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 他很想见见宁国的那位摄政王李晨安。 李晨安的诗词文章已有一些传入了吴国。 在他看来, 李晨安所做的那些诗词, 甚是了德, 每一首居然都不在那本, 宁诗词极缘百篇中的任何一首之下。 他确实当得起诗仙这个名头。 只是, 在吴国的蝶子将李晨安的生平事迹报给他了之后, 他实在难以相信天下会有人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 五, 可一招顿悟亦飞冲天, 但文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心理。 文需要的是后击而薄发。 他李晨安在广陵城当了十七年的傻子, 这是后击吗? 云书贤实在难以相信。 他和李春甫曾经见过, 也曾经屏竹叶谈。 对于春甫先生的学识, 他自然无可挑剔, 但学识这个东西, 却不能如五人的内力那样, 强行灌输给另一个人。 姑且不论李晨安的真实身份是啥, 就算是春甫先生手把手一直教他, 装了十七年的傻, 忽然之间一飞, 冲天成了诗仙, 春甫先生又不是神仙。 所以, 云书贤对李晨安极为好奇。 第二, 他认为这场谈判根本就没有任何难度。 陪着太子殿下前来, 这将是太子殿下登基之前的又一笔丰厚的证据。 他已经很老了, 也已经位级人臣。 这场简单的谈判大致是不需要他出面的。 宁国积若已久, 摄政王李晨安又是个纯粹的文人。 文人这个东西, 做诗词文章才是本分, 治国嘛? 他弄的那什么宪法? 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所以, 宁国真正的治国者, 当是温竹宇这个吃货。 这个坑货。 想到了温竹宇。 云书贤嘴角一抽抽, 似乎想到了一些令他不太愉快的过往。 他承认温竹宇有治国之才。 不然当年温竹宇离开吴国东续城的时候, 皇上不会三次亲自去见他。 但他并不想见到温竹宇。 他就是来会会曾经的友人。 比如花满亭花老大儒, 也比如那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江湖旗女子, 樊桃花。 可惜的是, 再来的途中, 才得知樊桃花在宁国的京都之变中死去。 还有那位作曲大家伤敌, 他也死了。 那就只能和花满亭主查论到了。 二人下了马车, 站在了玉京城南门的城墙下。 阳光正好, 城墙依旧危恶, 进出城门的商旅也很多。 似乎那场京都之变并没有给这座城和这些人造成太多的影响。 只是, 使团之行程早已递交给了宁国的礼部。 按照道理, 宁国当派出众臣前来迎接。 可人哪? 温竹宇尔竟是宁国的内阁首府大臣, 宁国没有皇帝, 太子殿下亲来, 按照礼制, 他温竹宇当亲帅群臣前来迎接, 云书贤眉间微粗, 一缕白须, 视线落在了城门处。 城门处只有几个战得笔直的守城士兵, 哪里有前来迎接他们的官员的影子? 他温竹宇虽然与老夫昔日有些过节, 可他毕竟在东宫当了两年幕僚, 殿下曾经也是他的主子。 这思, 莫非是当了那首府大臣, 眼睛就长到了头顶上去了? 太子吴谦也不知道呀。 前方他的礼部官员, 此刻也正站在门洞口焦急地等待, 确实没有宁国的官员出来迎接, 会不会是递给宁国礼部行程的日子错了? 今儿个正月时期, 定好的我等卫时到, 为时亲手拟定, 怎可能错的了? 吴谦这就有些难受了。 他本以为自己以太子之尊前来, 温竹宇必然会带着群臣岛履相迎。 若是他们的态度足够好, 看在温竹宇的脸面上, 这次谈判, 吴国甚至可以后退一步, 仅仅将乌鸦官一线弄到手里就行了。 乌鸦官太重要, 那地方曾经是庸国的领土。 乌国与宁国之间, 原本还有个小小的庸国作为缓冲。 可宁国竟然趁着乌国国内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 将庸国给吞并了。 这是乌国不能容忍之事。 乌鸦官在宁国的手里, 乌鸦官居高临下。 出乌鸦官, 就是乌国的八百里平川下渊荡。 若是宁国举兵, 直接就会威胁到乌国五大产良帝之一的下渊州。 下渊州有名万户, 有良田数万寝。 整个下渊州义工难守, 以至于乌国不得不在下渊荡, 修建了七座城寨, 屯兵十万之巨, 以防宁国入侵。 幸亏这二十年来, 宁国国运衰退。 那位先皇竟然耗费巨资, 去修建了长乐宫, 还不是朝政住在了长乐宫里修道? 这二十年多亏了那位宁国的丞相姬态。 因为他, 宁国变得越来越穷, 也越来越弱。 驻扎在乌鸦关的赤燕军, 终究没有踏出乌鸦关一步。 但这并不是一个长久之事, 只有将乌鸦关纳入乌国的领土, 乌国屯兵于乌鸦关之上, 才能真正地杜绝这一巨大的隐患。 所以他来了, 带着朝中诸多大臣。 他来的原本正是时候, 宁国皇上驾崩, 那个事先成了摄政王, 他也不是朝政, 或者他根本就不懂朝政。 他竟然离开了京都, 要跑去蜀州, 找他的未婚妻, 终离若水。 又一个荒唐的王爷, 这是吴国之大姓。 姬态的余孽遍布宁国各斗, 他虽然死了, 但他的那些党羽, 却依旧会在宁国兴风作浪。 哪怕温竹宇成了内阁首辅, 没几年功夫, 他根本就无法完成对姬态余孽的大清洗。 宁国依旧在风雨中飘摇, 他们根本不敢开启任何战断, 因为他们会怕内部的乱。 在太子吴谦想来, 温竹宇是巴不得用乌鸦官来换取宁国南部边境的和平, 那么此行当轻松愉快才对。 那么, 当他的车架抵达玉京城的时候, 当得到最高的礼遇才对。 但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他惊疑不定之时, 城门处终于有了动静, 他和云淑贤接望了过去, 距离有些远, 却依旧可见城门处来的只有区区三个官员。 他带来的礼部尚书余定之, 此刻似乎正在和他们交流。 没多久, 余定之匆匆走了过来。 他的脸原本很白, 此刻漆黑。 他躬身一礼, 殿下, 来迎接殿下的是宁国红卢寺少卿李文渊。 吴谦眉间一蹴, 就一个红卢寺少卿, 另外两个是红卢寺小小的主部。 温竹宇呢? 回殿下, 那李文渊说, 温竹宇没空。 余定之咽了一口唾沫, 又说了一句, 李文渊还说, 说什么? 他说, 宁国的官员现在都很忙, 没空接待咱们。 如果殿下没啥事, 就回去吧。 太子吴谦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他们虽然并不是受宁国之邀前来交流, 但他们出行宁国的目的, 早以国书的行事, 正式地送到了宁国礼部官员的手里。 宁国三省肯定早就知道, 自己一行前来并不是交流, 而是谈判。 关于领土的谈判, 宁国对此并没有回国书拒绝。 那么按照规矩, 自己一行前来, 宁国当以礼相待, 然后吗? 大家再坐下来, 好好谈谈。 现在宁国居然只派来了一个小小的红鹿寺少卿, 还不是来迎接自己一行的。 他居然是来劝自己离去, 这实在有荒唐, 以至于吴谦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没告诉他, 我们是来谈判的。 回殿下, 臣当然告诉了他, 可他却说, 却说摄政王不在, 这是没啥好谈的。 吴谦又惊呆了。 怎么? 他们莫非还敢与吴谷一战? 这, 殿下, 于定之右拱手一礼, 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他说, 摄政王的意思是, 欢迎太子殿下来宁国游玩。 去看看京都八景, 去一红楼听听曲儿, 至于谈判, 那摄政王倒是委任了和殿下谈判之人。 这不就得了, 说明那李承安还不至于真的傻吗? 啊, 殿下, 可他说, 宁国在接待方面, 摄政王也有新的规定。 什么规定? 于定之又咽了一口唾沫, 有些艰难的低声说道, 殿下一仗一应费用接字里。 吴谦又张大了嘴巴, 他愕然地看着于定之, 过了片刻才面色一寒, 宁国穷成这样了。 你去将那什么李文渊给本宫带来? 下官遵命。 于定之转身离去, 云书贤捋着长须沉吟片刻, 为师隐约记得, 这李文渊好像是春府先生的长子, 那他就是李承安的大伯。 春府先生最重礼节, 这李承安到底是个少年郎, 怕是不懂规矩。 太子吴谦却摇了摇头, 本宫不这么看。 你是如何看的? 就算李承安不懂规矩, 温主宇当懂。 温主宇最重大事, 他应该比谁都清楚, 吴国一旦对宁国开战, 宁国会有着怎么的损失? 除非, 除非温主宇认为, 宁国之损失棘手, 可承受。 亦或他认为, 吴国的大军, 无法攻陷吴牙官。 吴谦又皱起了眉头, 他是吴国太子, 并不是每个太子, 都是无能之本。 他有文学上才华, 他的老师云书贤本, 就是吴国大儒。 他还有军事上的才华, 他十五岁就去了 吴国最厉害的神英郡。 在神英郡待了足足三年, 得到了吴国上将军 勾中的大家赞赏。 允文允武有勇有谋, 便是吴国上下 对这位未来的皇帝的评价。 他看出了这件事 背后的某些情况, 本宫小看了李承安。 他去了江南, 既然宁国敢如此强硬地 面对本宫, 江南道, 当已归顺于他, 蜀州道, 本就是定国侯府在经营, 其余三道, 只怕江南道归顺的消息 传出之后, 其余三道的那些官员 会立刻向他表忠。 是, 这场谈判, 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 错在, 真将李承安 当成了一个傻子, 云书嫌醋没汉手。 咱们还要不要进这玉京城? 要! 本宫倒要看看 李承安安排了何人来谈, 更想看看, 他想要怎么和本宫来谈。 说完这话, 吴谦转身, 对警随在他身后的 一名将军模样的人 吩咐了一句, 速速告知机书房在宁国的密探, 本宫要李承安的所有消息。 那将军拱手一礼应下, 他转身去了一辆马车里。 片刻, 那马车里 飞出了三只信鸟。 而此时, 余定芝已带着李文渊三人 来到了吴谦的面前。 吴谦背负着双手, 一脸高傲的模样。 他瞇了一眼李文渊, 视线落在了湛蓝的天空上。 这副气魄 着实下了李文渊一大跳。 在红炉寺为官, 转眼就近二十年。 这二十年中, 他接待过许多别国的高官大员, 但接待一国太子, 还是花姑娘上教头一回。 倒不是以往没有别国太子来过宁国。 而是作为一国之储君, 接待之士已上升到了礼部, 至少也得是礼部的尚书亲来。 他一个小小的红炉寺少卿, 没纳资格。 可这一次, 温主语却偏偏就要他来。 还说, 这就是陈安的意思。 还说见了那什么太子, 无须卑躬屈膝, 要拿出宁国之大气度。 更不能丢了摄政王的脸面。 对, 可不能丢了陈安的脸面。 于是, 原本微微拱着身子的李文渊, 直起了腰。 他也背负着双手, 也灭了吴谦一眼, 也抬头看向了湛蓝的天, 鼻孔朝天。 本官红炉寺少卿李文渊, 阁下, 就是吴国的太子。 宁国的意思, 已经向贵国的那位礼部尚书大人讲清楚了。 若是太子殿下还不明白, 那本官就再次重申一次。 这一家伙弄得吴谦心里, 顿时没了底气。 宁国一个小小的红炉寺少卿, 在本宫面前都这样嚣张了? 谁给他们的胆怯? 难道那李晨安当真就是个愣头青? 难道温主与世, 无法违抗李晨安的命令? 你不配与本宫说话? 让你们的首辅大臣, 温主与前来。 李文汉一听, 温大人日理万机, 哪里有空来处理这等小事? 你竟然认为本官不配与你说话? 殿下请回。 本官那红炉寺也还有许多事需要处理。 说完这话, 李文汉挥了挥手, 他竟然真的就这么带着另外两个官员走了? 他走了? 吴谦就傻眼了。 这不按常理出牌啊? 站住! 李文汉转身, 本官是宁国之臣, 你义吴国的太子, 本官又没拿你吴国一个铜钱的兴奉。 你叫本官站住就站住。 要进城可以。 本官先将规矩给你讲清楚。 你这, 带着这么多人来, 如果你们要住在红炉寺, 每人每天十两银子。 你们若是不住在红炉寺, 那自便。 至于谈判, 明日上午晨时, 请准时到红炉寺进行谈判, 过期不后。 因为我们都很忙。 告辞。 李文汉又转身走了。 这一家伙, 就把吴谦给弄猛逼了。 先生, 这情况完全出乎了我们出发之前的预料。 先生以为, 这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强硬的勇气。 云书贤促眉看着那巍峨, 却也显陈旧的高大城墙。 刚才太子殿下和那李文渊的对话, 他当然听得清清楚楚。 他也从中听出了异样的味道。 他也很想知道, 究竟是谁给了宁国如此强硬的勇气。 在吴国京都东旭城的时候, 对于本次太子殿下亲自前往宁国谈判, 皇上很高兴, 群臣也在朝会上对太子殿下大家赞赏。 这次谈判虽然不是打仗, 可谈判的结果, 却和征战并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比征伐别国来的更加重要。 兵不血刃便能为吴国开疆拓土。 拿下的, 还是对吴国威胁最大的乌鸦官。 这功绩, 足以让太子殿下载入史册, 也足以让太子殿下登基之后稳定整个朝局。 虽然看似此行不难, 但太子殿下并没有轻视, 甚至还极为重视。 所以东宫的幕僚们为此行可能遇见的挫折做了诸多的假设。 比如, 温竹宇是了解吴国的。 他既然成了宁国的内阁首辅大臣, 这一场谈判极有可能是他亲自参与。 正因为他了解吴国, 他更了解宁国而今之局面, 他的态度应该是出师强硬。 而后小退一步, 再后吗? 当时与太子殿下说说旧日之情, 割让吴牙关,让宁国的军队退至玉丹河一线。 后退白里! 吴牙关置玉丹河中间的这白里之地, 便是两国的缓冲之地。 宁国的损失并不太大, 却给了宁国一个喘息的机会。 内乱这个东西, 通常会伤及国本。 宁国本来就穷, 那个事先摄政王, 他肯定是需要先稳定内政, 让被姬太祸害了二十来年的宁国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吴国目前也没有在罚宁国之心。 只要这界线重新划定, 吴国甚至还能给予宁国一些帮助。 因为宁国还有另外三面之敌。 这次谈判选择的时机也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宁国内乱刚刚平息, 宁国的皇帝驾崩, 朝中姬太一系授手, 宁国上下的官员将被大清洗。 那个摄政王年仅十八, 他才刚刚握住那权柄, 想来还不知道怎么去用。 他的背后倒是有高人向他举荐了温竹宇。 但就算温竹宇再厉害, 他也没有三头六臂。 他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给宁国官场换血。 所以这两年之内, 他根本无法抽出精力来应对边疆战士。 他需要的是一个吻字。 东宫所有的幕僚一切思考, 都是围绕着温竹宇来分析。 没有任何一个人重视那个诗仙摄政王李承安。 就算是他云书贤也同样如此。 朝政上的事和写诗词文章是两码事。 李承安在诗词上的造诣当是天下第一。 但在治国之上嘛, 他就是被一无所知的白丁。 就看他推出什么重工商, 而后福农, 还有那令人忍俊不惊的宪法等等。 这是典型的书生治国。 全凭脑子里的理想去想, 根本就没有切合国家之实际去制定可行之国策。 再加之, 他为了一个女人, 竟然就这么将急需处理的国事给丢下跑了? 这依旧是书生的表现。 细文看得多了, 便觉得江山并不重要, 心里没有百姓, 反而是他那红颜之己。 这样的人, 还是宁国权势最高的人, 老夫在想, 细为此举之意, 他将宁国江山丢给了李承安。 高啊! 无牵一正, 高在何处? 贾李承安之首, 让宁国灭亡。 他细为当初攻陷这玉京城的时候, 没有选择自己去当皇帝, 一来恐怕是他年岁已高, 膝下无子。 二来, 他在宁国的名声实在不太好, 他若是当了皇帝, 恐怕宁国会有许多的人站起来反他。 与其那样, 不如就让那位师仙来登基为帝。 李承安的名声太好, 极无瑕疵。 这样的人会受到宁国百姓的拥戴, 朝中的官员 至少也不会升起强烈的反抗。 他不会治国理政。 而今看来, 他还狂妄自大。 他虽然离开了京都, 但显然权力并没有真正交给温朱宇。 不然岂会是他的大伯李文渊前来, 李文渊有如此态度, 当时他李承安离开京都之前面受激怡, 让他这样做的。 无间惊恶片刻并没有出言反对老师的这番言语。 他的心里觉得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他依旧没有小看了李承安。 因为他比云淑贤更了解温朱宇。 如果李承安如此不堪, 还大权独揽。 温朱宇断然不会出山。 一旁的礼部尚书余定之, 却深以为然。 他愤愤说道, 无知小儿。 他本该留在京都, 对殿下此行扫踏一带。 他竟然派了个小小少卿前来。 这简直就是对我等的羞辱。 殿下, 他躬身一礼, 莫如我等就此回去, 兵伐宁国。 无间却微微一笑, 不急, 来都来了。 走了这么远的路, 大家也都倦了, 进城吧。 还去红卢寺? 不, 找个好些的客栈, 大家都好生休息。 那谈判之事。 无间摆了摆手, 谈判, 依旧是要谈的。 但不能是明日晨时。 谈判的时间, 由本宫决定。 他抬不向马车走去, 又丢给了余定之一句话。 安顿好了之后, 你去宁国的礼部说一声, 就说本宫途中染了风寒。 谈判, 等本宫风寒之急好了再说。 巫国太子亲率使团前来, 这当然是一件大事。 义正殿。 温竹宇放下了手里的奏折, 看了看公事而立的李文渊, 笑道。 怕。 怕。 怕啥? 李文渊直起了身子, 怕他们真跑回去, 然后打过来。 温竹宇站起身子, 走向了茶台前。 放心, 吴倩一定会进城来。 为何? 因为, 他会好奇。 好奇咱们为什么会这样对他? 温竹宇坐下, 点了点头, 他是一个极有心机的太子。 这种人通常想得比较多, 通常也不会被他人的意见左右。 再说, 这位太子这次前来的目的, 可是为了得到一份大功劳。 我估摸着, 他这次若是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他回去之后, 吴皇恐怕就要将皇位传给他了。 他不会无功而返。 坐在茶台一侧的年城凤, 给温竹宇蒸了一杯茶, 也看向了李文渊, 笑道。 你就放心吧, 去准备明日谈判之事即可。 温竹宇沉阴片刻, 嗯, 准备倒是要有所准备, 只是,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恐怕不会被咱们牵着鼻子走。 姑且不去理会他, 温竹宇看了看年城凤, 公布皇上书那边, 军械司所造的烟花, 得分批送至乌鸦关了。 正月十五的那场大雪已过去, 对于江南道而已,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场雪了。 毕竟已经历了春, 今儿个已至雨水时间。 到了雨水, 距离春风拂面大地回暖就不远了。 李晨安一行从周庄出发, 走得并不快。 突进了许多的村庄, 他时不时会停下来, 去到那些依旧被大雪覆盖的农田里看一看。 这一路的村庄, 倒是有许多的农人, 不似别的地方那么凋敝。 这一路的田地, 也事后的不错。 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江南道确实是宁国最大的粮仓之一。 只是农人们的脸上, 依旧是菜色, 收成是可以的。 但江南道的税负, 却比宁国许多地方都要重。 这并不奇怪。 轻负税的政策尚未下来。 得等到从京都而来的那些官员到了江南道之后。 那些政策才会推行, 这恐怕还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 看吧, 这就是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夜幕降临的时候, 队伍歇在了一处开阔的湖水旁。 李晨安和苏木星站在湖畔, 眺望着远处一处村子里的鸟鸟吹烟, 又道, 江南, 不仅仅是百姓, 包括商人, 他们承担了宁国三成的税赋。 要说公平这肯定不公平, 但奈何其余各道, 无论是商业还是农业都发展不起来。 不是他们比江南的百姓懒惰, 而是受限于地理, 气候, 交通, 当然还有主政的父母官的施政方针等等。 苏木星看了看李晨安, 所以, 这就是你决定优先提振商业和手工业的原因。 我依旧保留我的看法, 宁国的地是不缺的, 缺的是种地的人。 从京都而来, 许多地方的田地都荒废, 许多的村子都没有了人。 若是在推行商业和手工业, 这会让更多的农人放下手里的锄头, 去经商逐利。 岂不是会荒废更多的田地? 梁从何来? 按照你的说法, 吴国此次谈判必然杀鱼而归, 南边恐怕会开启战士。 越国国内皇位之争正是最为激烈的时候, 这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新皇登基的这两三年里, 他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异己, 尚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但大荒国占领的九英城, 却像蝎子一样, 相入了我们宁国的北方, 尽可攻退可守, 随时都得防战。 另外回合, 谢两国也不是什么善来, 若是知道宁国缺粮, 我以为他们非但不会卖给我们, 指不定还会再次举兵而来。 钱固然重要, 但我还是觉得两笔钱重要。 对于苏穆兴的这番话, 李承安没有反驳, 他甚至极为欣赏的也看了看苏穆兴, 这家伙是有心的。 他对尔经宁国之形式分析得挺到位, 也对宁国可能面临的局面归纳得很到位。 只是苏穆兴受限于他的学识, 并不知道一旦农耕技术发展起来, 农业的效率会有巨大的提高。 比如更好的篱笆, 这个时代所用的篱笆, 是最简陋的慕斯。 这个玩意儿它耕作的效率简直低得令人发指。 如果农炼下放置民间, 让铁器这个高贵的玩意儿变成个寻常之物。 铁梨得以推广, 耕翻田地的效率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再比如水车。 好吧, 根本就没有水车。 农田的灌溉, 要么就靠自流的水, 要么就需要人来挑。 可如果水车得到了推广,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再结合水利工程的建修, 农田的灌溉问题将得到妥善的解决。 农人靠天吃饭, 这个最大的弊病至少能得到有效的缓解。 也比如更科学的施肥、 播种、 培育等等。 一旦这些东西得到普及, 一旦农人有了最好的生产工具, 还有了最好的耕作技术, 农业的产量将得到巨大的提升, 务农的人却会变得更少。 这些日子, 李晨安一直在努力地回忆。 这些知识不是他的专业。 但对于农村出生的他而言, 细细地去想, 总还能想起一些。 所以接下来, 他将写一本关于农事的书交给公布。 等接到了那位皇长子回京都的时候, 这事就必须得办了。 你相信这样的麦田, 母产能翻一翻吗? 苏木星一正, 摇头, 若是遇上好的年景, 一亩地多收那么二三十斤, 算是最好的。 嗯, 但我估计两年吧, 两年之后, 你会看见母产翻一番这样的情景。 苏木星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不可能。 一旁, 坐着湖畔洗脚的萧包子, 此刻也抬起了头来, 看向了李晨安, 把牛累死也不可能。 晚西斋的庄稼, 当时耕种的最细致的, 毕竟我们没啥事做。 晚西斋的土地算是上成, 取水也极为方便, 田地里不会有一棵野草, 可就算是那样, 一亩地产出小麦最好的时候, 也就一百五十斤, 翻翻。 那岂不是三百斤? 萧包子又摇头, 你没中过庄稼, 不懂, 像这样的地, 风调雨顺, 能够说个百来斤, 也算是好的了。 李晨安咧嘴笑了起来, 他没有去争辩, 千年以来的历史中, 有许多的人致力于农业产量的提高, 但这是确实太难。 自己的那些想法, 必须付诸于实践, 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空口的东西算不了数。 所以他没有再说这个话题。 对了, 慕容姑娘去哪里了? 京都知事之后, 他就回了嵩山建院, 说是要闭关。 哦, 这些日子, 你可吃了不少苦头。 苏慕欣咧嘴一笑, 他那张原本白白净净的脸, 而今已满是风霜, 他那双原本握笔的手, 而今变成了握着一把剑。 他依旧不会武功, 但不妨碍他练剑。 若说没吃啥苦头, 这显然是在骗你。 初时确实不习惯, 不过现在倒是已经适应了。 李晨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呼地问了一句, 去江南道当个官。 如何? 苏慕欣一听, 怦然心动。 他骨子里依旧是个文人, 何况他还是招化二十一年的榜眼。 他的理想抱负本就是入朝为官主正一方, 只是那时候细为当正, 他毫无机会。 此刻听李晨安这么一说, 他沉阴片刻, 却摇了摇头。 恩师给我说了一句话, 改变了我的一些固有想法。 李晨安没烧一羊, 花老哥给你说了啥? 恩师说, 锋利的宝剑必然经受过无数次的魔力。 卧笔或可治理一地成为一个能臣, 但卧剑却可开疆拓土为你书写一副壮丽山河。 李晨安有些惊诧, 他抬头望向了夜空中的那轮突跃, 等夏侯卓授手, 你去北部边军先当个游击将军。 未来, 战争不可避免, 会有你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时候。 苏穆兴文言大写, 这便意味着他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身份。 这也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宁国的正式军人。 我所说的这游击将军和尔金边军里的游击将军有些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来, 我和你仔细说说, 李晨安在和苏穆兴说着他对于边军改制的一些想法, 以及对建立一支宁武族的构想。 苏穆兴读过许多的兵书, 对宁国军武也有较深的了解, 但对于李晨安此刻提起的所谓的宁武族, 他却从未曾听过。 他眉间微醋, 听得很仔细。 萧包子依旧坐在湖畔的石头上, 双脚依旧静在水里。 这让李晨安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 因为湖面是结了冰的。 他泡脚的那地方, 是他用剑挖出的一个窟窿。 那水, 就不冷吗? 还是萧包子身上的那股火热之气, 迟迟未找到机会散去。 宁楚楚此刻, 也来到了湖边。 他眉敢脱了鞋子洗脚。 他在听着李晨安对苏穆兴说的那些话。 渐渐的, 他的眼也亮了起来。 在李晨安的嘴里, 宁武族是一个全新的兵种。 他们为部族, 却穿重甲, 戴铁头盔, 背十二十公母, 戴剑尸五十之术。 令赴长歌, 腰悬短刀, 须坐刀日行二百余里地。 这, 如果将自己的娘子军改编成宁秀族, 是不是也可行? 这个念头在宁楚楚的心里滋生了起来。 那些抢来的银票他原本是准备上交给李晨安的, 但听李晨安说一样, 这样的兵族花费极大, 他改变了主意。 这些银票得留着, 恐怕还不够, 还得继续去抢。 得让开阳他们去招强壮一些的女汉。 最好当然是江湖中人。 他们的训练强度极大, 就必须保证他们的营养。 简单说就是, 吃得要好, 睡得要好。 李晨安说, 宁武族先招募五千人, 武器盔甲由兵部特别配给。 自己的女秀族可没这个待遇, 得自己掏银子去买。 那就先让开阳他们招募七百余人, 凑够千人之数。 李晨安并不知道宁楚楚心里所想。 他依旧在和苏木星讨论着这件事。 当然, 这是他突发奇想, 至于苏木星最终会将这所谓的宁武族弄出个啥样, 总不会比尔金边军的战斗力更低吧? 权当是一个探索。 可他不知道宁楚楚却当了真, 听得无比认真。 同在这突跃之下, 封县外三里地的偌大一片军营中, 府兵指挥使谢靖, 此刻正坐在营帐里。 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 他的面色很是凝重。 坐在他对面的, 是他的至交好友, 也是他的幕僚黄赫先生。 黄赫端着茶盏看了看谢靖的脸色, 心里咯噔一下, 他猜到了一些事。 平江城, 出事了。 谢靖沉阴片刻点了点头, 将手里的这张纸递了过去。 黄赫一瞧, 眉间紧促。 他仔细地看了三遍, 这才将这张纸放在了挨戟上, 才喝了一口茶。 大人有何打算? 摄政王, 不简单。 黄赫放下茶盏微微汗手, 好一手调虎离山, 再来一手釜底抽薪, 将难道大势已去。 谢靖双手处着大腿, 这一刻仿佛苍老了三十岁。 他徐徐站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陪我出去走走。 二人离开了帅杖, 站在了清冷的月光之下。 你有何建议? 黄赫垂头思索良久, 才看向了谢靖。 路, 只有两条。 要么一反到底, 要么, 趁着现在大错, 尚未酿成帅兵向摄政王投诚。 顿了顿, 黄赫又到, 一反到底, 大人手中有五万兵族, 但这五万兵族, 除了大人宁的那三千轻卫之外, 其余四万余, 说句难听的, 都是饭桶。 如果大人有心要造反, 那就必须与夏侯卓合作。 夏侯卓是铁了心要反的, 不然他没那胆子, 私自率兵来江南。 夏侯卓有三万精锐, 说起来倒是强大, 毕竟宁国四面皆敌, 最强大的赤燕军和神武军都在边境。 如果夏侯卓有那本事杀了摄政王, 从江南至京都玉京城, 途中没有一个关爱, 也没有一个城池的兵能阻挠他半步。 京都虽有御林军万余, 但四方卫城的兵, 却在去遂京都之变的时候, 被杀了的金光。 四方卫城形同虚设, 夏侯卓可直接兵临玉京城下。 至于他能不能攻下坚固的玉京城城墙, 这就要看城里防守将士的心态。 如果他提着李承安的脑袋去京都, 如果他在玉京城还有内营, 说不定他还真能打下玉京城。 谢静仔细地听着, 此刻才问了一句, 那你的意思是投靠夏侯卓。 黄赫却摇了摇头, 不, 如果太子殿下没死, 我会建议将军投靠夏侯卓, 但太子殿下死了。 夏侯卓就算占领了玉京城, 他一个太子家奴, 他敢去做那皇位。 就算他真有那胆子去做, 他也是万万坐不稳的。 所以, 我给将军的建议是, 我更看好摄政王。 谢静眉间微醋, 就因为他是摄政王。 不仅仅如此, 将军, 莫要忘记了他, 还是皇长子。 谢静一正, 他不是假的吗? 黄赫一缕短须微微一笑, 先皇都没有说他是假的, 谁敢说他是假的? 谢静顿时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如果李承安接不回那位真的皇长子, 那么他就是真的皇长子, 他才是宁国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退一步而言, 如果李承安真接回了皇长子, 那位皇长子也才是宁国的正统传承者。 至于夏侯卓, 他啥也不是, 他只有死路一条, 摄政王当还有两天抵达封县。 那我等就在这里等他到来, 我再去向他赴京请罪。 不, 黄赫否定了谢静的这一想法, 赤后探得摄政王仅仅只带了千人前来, 而夏侯卓也将在二日之后抵达枫叶山下。 既然将军选择了投诚, 那就得拿出真正的诚意。 我要怎么做? 黄赫举头望远, 月色正好, 将军当带上两名青隋, 现在就出发。 去见摄政王? 等他到了这里, 我担心一切都晚了。 好, 我这就去, 你与我同行。 清冷月麾下, 三起悄然离开了这处大营, 向李承安驻扎之处狂奔而去。 与此同时, 军情一处的大统领郑望正站在李承安的面前。 李承安极为惊讶地看着郑望。 你说, 藏在枫叶山里的是友军? 枫叶山并不高。 作为舟山山脉的知系, 他仅仅是纵深颇为辽阔。 枫叶山不高, 却灵密。 倒不是那些落尽了红叶的枫树, 而是山里有许多的松柏。 就在枫邪山的一处山坳里, 在一处极为隐秘的山洞中, 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山洞颇大, 里面极为干燥, 也很暖和, 是一处绝佳的藏身之所。 但他藏不了五千人, 里面只有五十余人, 皆是夏运虎的亲卫。 此刻那盏灯就放在一张简易的小木戟上。 夏运虎正看着面前的那个老人, 他是丁大先生。 坐在丁大先生身边的, 是一个面容冷峻的, 背着一把枪的少年, 他叫长孙涵。 很显然, 二人是从平江城一路急驰而至。 此刻丁大先生的眉梢上, 还挂着尚未融化的冰晶。 这么急着来, 显然是有狠急的事。 会是什么事? 夏运虎没有问。 因为丁大先生如果要说, 自然会说。 果然, 丁大先生在喝了两口热水之后, 捧着那杯子开了口, 周大善人死了。 摄政王向风险而来, 大致后天抵达, 他只带着一千人。 夏侯卓也将于两天后抵达。 夏侯卓一路抢杀而来, 他的三万人里有五千骑兵。 江南道在途中的两万余辅兵也将在两天后抵达。 五万辅兵的统帅是指挥使谢靖。 平江城已被王正经中率领的三千余封卫控制。 平江城里的所有官员都被下了大狱等着发至京都授审。 你这地方, 当已被黄承司的蝶子发现, 因为李晨安身边出现的一千人是从周山出来的。 统领是定国侯府的那位安自在安大将军。 李晨安早有布置, 他竟然敢往封县而行。 封县当也有老夫至今不知道的布置, 以免出现误会。 老夫以为, 当向摄政王表明, 你这支队伍的身份。 丁大先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消息很班杂, 但夏运虎听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李晨安的一百户位来封县, 这是掩人耳目, 同时也是吸引有布臣之心的人在封县聚集以击杀他。 他偷偷跑去了周庄, 将周大善人的周园给灭了。 同时, 黄承司的王正经中带着三千余封卫, 趁着平江城空虚的时候, 一举抄了江南道官员们的靠山, 整个江南道不会再有大的风浪。 封县一战, 消灭了最大的威胁夏侯卓之后, 宁国眼目下的危机就算暂时渡过。 至于那五万辅兵, 夏运虎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因为他手里的这五千人, 其中的五百是一直跟着他在双交湖打劫的所谓水匪。 他们是他一手操练出来的兵。 他相信, 这五百士兵就可将五万辅兵一举击溃。 至于其余的四千五百号人, 这些人皆是曾经常乐宫里的护卫。 皇上在常乐宫驾崩, 这群护卫群龙无首也不知去处。 他回到了常乐宫, 带走了这四千五百人。 这些人说不上身经百战, 但当年也是从许多人中挑选出来的身强力壮的汉子。 他带着这些人藏在枫叶山的墓地, 是为了突袭夏侯卓的军队。 他们以意待劳。 夏侯卓很急, 一直在赶路。 他们是疲惫之士。 以五千人对三万, 自己这边占据了天时地利。 至于人和, 反正大家都没有。 可一战, 只是伤亡恐怕会比较惨重罢了。 丁大先生急急忙忙赶来的意思, 是摄政王并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 使他担心, 摄政王依旧以为自己是黄承司的叛徒。 那必然会引起大的误会, 自己的兵在和夏侯卓生死决战的时候, 摄政王那一千人, 若是给自己的后辈来上一家伙。 大先生, 他跑封线来干啥? 丁大先生两手一摊, 我咋知道呢? 按理, 这个局已完美无缺, 他可悄然去平江城, 也可去蜀州, 可老夫也没料到, 他会跑封线来啊。 夏云湖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恨得牙痒痒, 心想, 你都已经是摄政王了。 你又不需要什么军功, 这不是闲得慌来给老子添乱吗? 可长孙大人曾经吩咐过属下, 在细微的真实身份没有揭开之前, 命属下依旧, 依旧当那个黄承司的叛徒, 我也没办法向摄政王表明身份啊。 谁知道细微是谁, 万一就在他身边呢? 丁大先生沉阴片刻, 在封县的一间客栈, 老夫有看见黄承司的人留下的暗记, 小韩, 小韩拱手一礼, 请大先生吩咐, 你去一趟一间客栈, 也留下暗记, 约黄承司的人在客栈后的那棵枫树下一箭, 但你不要露面, 老夫写一张纸条你, 放在树下就行。 晚辈遵命! 丁大先生取了笔墨, 写了一行字, 交给了长孙寒。 长孙寒起身离去, 丁大先生这才又开口, 被夏孕虎说道, 丽阳公主死了。 夏孕虎震惊地看向了丁大先生, 迟一片刻问了一句, 这么说, 卢皇后的仇算是报了。 丁大先生一缕长须眉间微醋, 我现在怀疑长孙金红告诉的我的她的猜测, 她是错的。 为何? 老夫思来想去, 若是说丽阳公主因爱生恨, 被细微所利用, 做出了昭化三年的那件大事, 这合情合理。 但丽阳公主害死卢皇后, 丁大先生呼得摇了摇头, 那时候, 丽阳公主和卢皇后在后宫相处极为融洽, 她也知道皇上对卢皇后的宠爱。 你说, 她和卢家三小姐争风吃醋, 至于连累了卢皇后吗? 夏运虎知道那些曾经发生的事, 此刻一听, 问了一句, 究竟当年上车侯府, 是不是真有了不臣之心? 丁大先生想了想, 这是在皇城司并没有任何记载, 若是要探寻那时候的真相, 想来樊老夫人当是清楚的, 因为当年樊老夫人与卢湛霄的关系极好, 只是她已死了。 那么大致, 就只有云安郡主才知道, 那夜从梅园逃离出去的, 还有卢湛霄的长袭曲子兮, 她理应也知道, 其中旧理。 可这么些年过去, 皇城司却并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 夏运虎沉阴三夕, 又问了一句, 昭化三年那夜, 圈禁在洛英宫里的那位宁锦玉也逃了出去, 他在越国而今如何? 丁大先生摇了摇头, 我已离开皇城司二十年, 不知道这些年里, 可有宁锦玉的消息。 这些事故且放下。 丁大先生站了起来, 封县之战, 结束你有何打算? 夏运虎也站了起来, 我寻思去一趟蜀州。 去蜀州, 找大皇子。 嗯, 西威竟然将宁国交给了李晨安, 他恐怕不会让大皇子, 活着回京都。 丁大先生沉阴片刻, 呼地说了一句, 也好, 顺便保护好摄阵王的安全。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十九。 夜, 月朗星熙, 李晨安一行, 已抵达了封县, 并没有入城。 队伍驻扎在了, 距离封县三里处的武善园。 武善园就在枫叶山下。 他们位于武善园的东南方向, 指挥使谢靖率领的五万府兵就在武善园的西北方向。 两军相聚大致也就七八里地。 五万府兵以齐聚, 摆在武善园上便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片营房。 要去蜀州, 必须从西北方向穿过武善园。 也就是说, 必经谢靖所部的大营。 只是此刻谢靖却并没有在他的大营里。 他在李晨安的身边。 曾经各位齐主, 你作为指挥使, 听命于于万芝和宋石鸣。 这在本王看来并不是什么大错。 谢靖万万没有料到, 这位年轻的摄政王会轻描淡写地说出这番话。 他本以为一定会受到摄政王的苛责, 甚至用鞭子抽自己一顿也不为过。 因为自己干的这事, 若不明真相, 真的就是在造反。 但此刻谢靖并没有向李晨安表明这件事背后的真相。 他想要看看这位摄政王究竟有多大的胸襟。 他连忙躬身一礼, 小一说道, 摄政王, 这是小人一时糊涂。 李晨安摆了摆手, 指向了远处隐约可见的风线的万家灯火。 你没有入城去扰民, 这说明你还有些良心。 对了, 我记得你曾经在西部边军当过定远将军, 李晨安扭头看向了谢靖, 脸上带着笑意, 在大将军吴勉的麾下对吧。 吴勉在被皇上调入京都认上将军的时候, 他将你也从西部边军带了回来, 放在了这江南道。 你记不记得当年吴勉的手里, 还有一个车骑将军下运虎? 谢靖又万万没有料到, 这位年轻的摄政王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经历。 离开西部边军转眼已逝, 已是近二十年。 自己在这江南道任了一个府兵指挥使, 说是指挥使, 但江南道真正掌握兵权的, 却是大都督送十名。 上将军告诉自己, 不要去争。 也告诉自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在江南闲过余生。 余生, 那时自己才二十岁出头,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这余生实在有些漫长。 但闲事的日子, 确实比在西部边军时候, 那日夜紧绷的日子更令人惬意。 自己似乎也就这么慢慢的习惯, 慢慢的堕落, 也渐渐的懂得了享受。 除了操练自己的那三千清兵之外, 他不过问任何事。 这一趟, 就是二十年。 家安在了平江城, 家里有妻子, 也有了三个孩子。 本应该就这么淡然的老去, 然后悄然的死去。 却不料, 宁国呼的变了天。 更没有料到, 摄政王竟然向江南而来。 他谢敬不属于姬太一系, 宋石鸣让他率兵绞杀摄政王, 这便是逼迫他选择一个站位。 这个位, 其实并不难站。 不需要黄鹤给他出任何主意, 他也知道, 接下来要怎样去做。 因为上将军无免, 再去遂率兵, 去乌鸦关的时候, 途径江南道, 与他见过一面。 他很想跟着上将军, 再去乌鸦关前线, 却被上将军拒绝。 吴大将军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了他一句话, 天下任何人可疑死。 但摄政王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你, 就留在江南道。 江南道是宁国的重中之重, 摄政王会下江南的。 摄政王果真来了, 宋石鸣根本不懂得带兵打仗, 他还怕死。 他果真将五万辅兵的指挥权交到了自己的手里。 他率领着这五万大军没有入城, 而是驻扎在了武善园的西北边, 并不是为了恶守摄政王向西北而去, 而是夏侯卓的兵将从西北而来。 他谢敬, 原本的目的并不是如宋石鸣交给他的任务, 去围杀摄政王李承安, 而是阻止夏侯卓挥军南下。 他并不了解, 这位掌握着宁国大权的摄政王,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他仅仅听说, 这位爷的诗词文张了德, 被先皇封为了诗仙。 他还听说, 这位摄政王就是那位遗失了皇长子。 这事, 他问过上将军吴勉, 当时吴勉沉默了许久, 才点了点头。 这一举动让他心里颇为怀疑, 而后又听说他和西北的女儿在一起, 上车侯府的那笔账可就在西北的头上。 但令他奇怪的是, 吴大将军本是上车后卢战销的亲信家奴, 但吴大将军似乎没有找西北报仇的意思。 他去了乌鸦关, 他说他依旧不知道西北究竟是谁。 他还说西北的女儿跟在摄政王身边又何妨。 许多是超出了他泄静的认知, 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当年西部边军的一个纯粹的军人。 他不应该去思考这些与战争无关的事。 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保障这位摄政王的安全, 如何将夏侯卓所部剿灭在吴扇元。 收敛了思绪, 他又拱手一礼, 回摄政王。 末将当年在西部边军时候, 确实认识夏运虎, 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哦, 那你知不知道夏运虎在黄承司当了副提举之后, 他判出了黄承司? 谢静沉音三息, 末将听说过。 那以你对夏运虎的认知, 你觉得他为何会判? 这, 谢静抬头看向了李晨安, 末将认为此中必有隐情。 夏运虎在西部边军战功卓著, 他对手里的兵极好, 与我们这些袍则相处也极为不错, 他并不是一个对权势有野心的人, 他做出那事没有道理。 李晨安咧嘴一笑, 说了一句令谢静摸不着头脑的话, 那我就放心了, 既然你主动来了, 你知不知道夏侯卓也带着三万边军士兵来了? 他是要来杀我的, 你瞧瞧, 我也就这么牵来好人, 谢静抱拳, 面色诚恳而言锁, 夏侯卓交给末将。 这话令李晨安微微吃了一惊, 他疑惑地问道, 但俯兵的战斗力, 你认为能抵挡得了夏侯卓的三万精锐吗? 回摄郑王, 末将的三千轻卫, 是末将亲手训练, 他们才是这一战的主力, 末将定会尽全力绞杀夏侯卓, 你准备和夏侯卓正面一战, 末将希望摄郑王允许, 不, 李晨安伸出双手, 将谢静弯着的身子, 扶得直立了起来, 匹夫之勇虽可嘉, 但能智取当更好, 接下来你听着, 按照本王的意思去做, 末将席耳恭听, 小包子站在夜风中望着璀璨星空, 他的耳朵微微一动, 便听见了李晨安说给那位谢将军的一番话语, 他眉眼一挑, 这头牛, 真笋, 就喜欢他那骨子里的话, 枫叶山北路, 从燕云关长途拔尸而来的夏侯卓所部, 驻扎在了这里, 中军率仗中, 身材魁梧的夏侯卓, 那张原本就漆黑的脸, 此刻更黑, 他那双如豹子一般的严死死的盯着面前单膝跪地的赤后, 他以这样盯着这赤后盯了足足斩茶的功夫, 他脸上的肌肉在跳动, 他的眼里仿佛已冒出了火来, 天气明明很冷, 可那赤后额头上的汗, 却已湿了他面前的那片地, 此刻那赤后的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夏侯卓终于开了口, 冰冷的话仿佛是从他的牙缝中挤了出来, 现在你才告诉本将军李晨安, 这才抵达武善园, 他还是从周庄那边过来的, 那他岂不是根本就不再从广陵城直接去往封县的那百人队伍中, 碰, 的一声巨响, 夏侯卓将桌上的茶盏砸在了那赤后的额头上, 那赤后一个亮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没有去摸额头上的伤口, 他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 又跪在了夏侯卓的面前, 额头的血滴落在了地上, 将, 将军, 末将该死, 末将一直尾随着那只百人的队伍, 末将, 末将, 夏侯卓呼地起身, 一脚将那赤后踹得飞了出去, 那赤后又慌忙地爬了起来, 丝毫没有注意嘴角流出的血, 他向夏侯卓爬了过来, 张大头, 亏你还是老子赤后营的百夫长, 夏侯卓走了一步, 站在了这个叫张大头的赤后百夫长的面前, 老子那么相信你, 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你个狗约的, 你口口声声一直尾随着那只百人的队伍, 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没有发现那只队伍有异样, 跪在地上的张大头, 咽下了一口血墨子, 慌忙又道, 将军, 末将真的一直盯着那只队伍, 并, 并未能发现异样, 那这近二十天的时间里, 你在那只队伍中见过李晨安? 没有, 夏侯卓勃然大怒, 他抬起了巴掌, 正要落下, 却听那张大头惊呼的一句, 将军饶命, 末将, 末将, 虽然未曾见到李晨安, 但, 但末将一直盯着, 盯着那头驴, 夏侯卓一听, 饿了, 他这一巴掌没有扇下去, 老子叫你盯着李晨安, 你却盯着一头驴, 母驴? 将军英明, 料事如神, 当真是一头母, 夏侯卓又是一脚, 张大头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他被这一脚踹出了帅杖, 落在了外面的烂泥地里, 片刻, 再无声息, 夏侯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胸中的那股怒火墙自愣了下去, 他转头看向了坐在桌脊旁的一个老人, 那是一个穿着一身宽大漆黑长袍, 带着一张漆黑面巾的老人, 他就这么坐在桌脊旁, 就这么看着夏侯卓踹死了那个百夫掌, 他的那双花白的眉都没有跳一跳, 就像死的是一条狗, 他甚至端起了茶盏, 撩起了面巾的一脚, 还喝了一口茶, 这才淡然地说道, 你冤枉了他, 何来的冤枉? 老夫的女儿就在李承安的身边, 这不是什么秘密, 老夫的女儿本就是婉西斋的斋主, 他骑着一头黑驴而来, 那头黑驴原本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你那赤后百夫掌了解这些情况, 李承安葬在那只百人的队伍中, 他担心遇刺不管露面, 你这赤后百夫掌当然就看不到李承安本人, 但那头驴既然在, 说明老夫的女儿就在, 老夫的女儿在, 说明李承安就在, 夏侯卓阴沉着脸看着这黑袍老人, 片刻, 他走了过去, 坐在了那黑袍老人的对面, 希老, 可李承安这首暗度陈仓之计并不高明, 他是西伟, 他竟然在夏侯卓的帅杖中, 西伟一缕长须, 真真假假, 谁又能说得清楚, 现在李承安不是来了吗? 那和他有没有在那只百人的队伍中, 有什么两样? 夏侯卓外表粗犷, 却并不意味着他傻, 能够再成为北部边军主帅, 他当然有他的脑子。 这能一样吗? 李承安明明可以不来, 但他却偏偏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 夏侯卓俯过身子, 伸出了一根粗壮的手指头, 扣了扣桌子, 他这是有备而来, 他就是想要再封县, 将本将军给埋了。 西伟放下了茶盏, 抬眼看向了夏侯卓, 他只带来了一千人, 就在咱们前面三十余里地的武善园, 还有五万辅兵, 是他的敌人。 钟离破的三万鼠兵, 是不是如老夫所预料, 去了燕云关? 赤燕君在乌鸦关不能动, 神武军在东渠关也不能动。 你告诉老夫, 他哪里还有人? 就黄承司的那些小鬼。 那些小鬼若是赶来, 正好将他们一并清理干净。 夏侯卓坐直了身子, 满脸疑惑, 因为他也想不出来, 李承安还有怎样的后手。 但李承安确实来了, 他没可能是来寻死的。 那他跑来干什么? 夏侯卓看向了西伟, 这一路而来, 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西伟微微微一笑, 就是老夫将宁国拱手让给他这事。 还请西老解惑。 西伟许许站起, 走到了帅长的门口, 望了望夜空中的星辰。 老夫只有一个女儿, 并没有儿子。 老夫若是登基为帝, 你觉得定国侯府会如此安静吗? 老夫若是真当了皇帝, 你觉得朝中的文武大臣, 会同意吗? 宁国, 一定会乱。 越国便有了入侵宁国的最好的借口。 越国的那位四皇子赵苗与太子之斗正在最关键的时候, 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大大的军功。 可别忘了西固城还屯兵三万之术, 随时可以举兵东来。 宁国面临的局面, 不仅仅是一个乱字可书。 西伟背负着双手, 又仰头望远, 会亡国的。 他转过了身来, 眼里露出了一抹寒芒。 宁国若是亡了, 老夫没有任何好处。 你, 他伸手向夏侯卓一指。 你同样没有任何好处。 与其那样, 不如将宁国交给李晨安。 先皇不是散不出, 他是皇长子吗? 老夫本以为他会登基为帝, 却没料到他只是, 当了个摄政王。 他要去迎回皇长子。 皇长子是卢皇后的儿子。 朝中有许多官员是爱戴卢皇后的, 那位皇长子是宁国正统, 他会得到所有人的拥戴, 这不符合你我的利益。 夏侯卓眯起了眼睛, 这就是你现在又要杀了李晨安的理由。 对, 杀了李晨安, 谁来当皇帝? 三皇子宁之远。 如何? 夏侯卓给西维珍上了一杯茶。 既然西老宁相中了三皇子, 那我当然会用他为帝。 只是, 那魏力贵妃, 西维摆了白手。 种花, 是为了欣赏。 种田, 是为了收获。 就像将军你带兵, 是为了打仗, 为了开疆拓土。 没有人会没有目的地去做一件事, 丽贵妃也如此。 三皇子登基为帝, 她就是宁国的皇太后, 唾手可得之事。 你觉得, 她也会像李晨安那样拒绝吗? 夏侯卓不知道, 但设身处地去想, 至少她是不能拒绝的。 那权柄可比天下最好看的花, 还要诱人。 大致也只有李晨安这个傻子, 会选择去接回那什么皇长子。 可皇长子不死, 恐怕就算三皇子登基为帝, 往后也有诸多事端。 西维点了点头, 所以此战结束之后, 夏侯将军当率兵入蜀。 入蜀? 对, 皇长子就在蜀州。 夏侯将军, 如果将皇长子擒获或者斩首, 三皇子和立贵妃会如何感谢你? 丰厚败将, 这是必然。 夏侯将军成了宁国上将军, 手握举国之兵权。 那时候, 你想为卢皇后报仇, 才有机会。 夏侯将眼睛一亮, 西老可知道皇长子藏在何处。 西维摇了摇头, 樊桃花当知道。 可樊桃花已经死了。 正因为她已经死了, 她一定会将蜀州的兵 布置在皇长子所处的那个地方。 甚至老夫猜测, 她在蜀州耕耘那么些年,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皇长子。 她的兵, 是为皇长子而练。 那么蜀州之地, 尤其是在偏远的某个地方, 藏兵越多, 就意味着距离那位皇长子越近。 夏侯将军现在就应该派出赤后去蜀州, 先探个究竟。 夏侯浊沉吟片刻, 对西维的这个建议没有拒绝, 但她又将话题给拉了回来。 明日, 我军就可抵达武善园。 我军面对的, 并不是李承安的那一千人, 还有江南道的五万府兵, 这五万府兵的统帅是谢靖。 此人, 曾经在上将军吴勉的麾下。 吴勉在京都之变的时候, 率领的是赤燕军, 西老宁似乎对赤燕军有很大的影响。 吴勉, 是不是听命于你的人? 西维没有否定。 他点了点头, 夏侯浊眼睛微微一眯, 吴勉是上车后卢战骁的家奴。 宁老, 可是上车侯府的仇人。 吴勉对卢战骁忠心耿耿, 若是说他背叛了卢战骁, 我实在难以相信。 西维笑了起来, 召化三年十月初三, 那时候你在何处? 我在九阴城。 如果老夫说上车侯府被灭这时, 根本不是老夫所为。 你信吗? 夏侯浊顿时一愣, 因为那件事太大, 哪怕他在边境九阴城里, 也听说了那件事的详情。 皆说那是西维所为, 他此刻却否定了这个说法, 西维当然看出了夏侯浊脸上的疑惑。 你说说看, 老夫射击灭了上车侯府满门, 对老夫有什么好处? 夏侯浊又是一愣, 不就是为了削弱宁国之武力吗? 不就是为了给你推翻宁国铺路吗? 西维摇头一笑, 你错了, 上车侯府被灭, 造就了定国侯府的崛起。 赤燕军依旧在, 又多了一支强大的神武军, 宁国武力何来的削弱? 再说, 雍国已灭亡这么多年, 老夫出使时候, 却有为雍国复仇之心, 但这么多年过去, 老夫那心思也就慢慢地淡了。 夏侯浊一噎, 顿时无言以对, 却依旧难以置信。 那上车后府究竟是怎么回事? 西维呼的一笑, 没有回答夏侯浊的这个问题。 过去了的事, 就让他过去, 人活着, 最重要的是, 面对未来。 他站了起来, 谢静, 可信任, 你的三万边军, 可与谢静的五万府兵联合。 八万大军啊! 谢静将听你命令行事, 李承安不管做出了什么布置, 也无济于事。 许多时候, 所谓的计谋在强悍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谢静会来见你, 你们商议好明日之战, 但你要牢记, 万万不可举兵南下。 夏侯浊一听, 问道, 举八万之兵, 为何不可南下? 因为你会将神武军给招惹回来。 京都玉京城里, 有一个温竹雨, 玉京城的城墙很厚, 玉京城的五成兵马斯那些将士的战斗力, 可不比你这三万边军差。 夏侯浊也站了起来, 那您的意思是, 此战结束之后, 去蜀州, 若是未能杀掉李承安呢? 也去蜀州, 就为了那个皇长子, 不仅仅是为了那个皇长子, 还要为长久计。 蜀州之地, 一守难攻, 若你拿下蜀州, 方能尽可攻退可守。 老夫严禁于此, 至于你如何选择? 自便。 告辞。 蜀老要去何处? 去见一个老友。 蜀维台步走出了帅帐, 走入了惺惺点点的夜色之中, 就在这帅帐外的一处临时搭建的瞭望台上, 三十名弩手瞄准了蜀维的后背。 夏侯浊就站在帅帐的门前, 直到蜀维完全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他也没有下令放箭。 因为他无法判断, 西维那些话的真假。 但有一句确实是真的, 蜀州之地, 一手难攻。 若是拿下蜀州, 这宁国如何变化? 皆可不拒。 那么明日在武善园一战, 谢敬真的会如西维所说的那样前来和自己会合吗? 他没有等多久, 就等到了侍卫的回报。 谢敬, 真的来了? 西维这个老东西, 确实有点东西啊。 这一夜, 夏侯卓帅战里的灯亮到了天明。 这一夜, 京都玉京城最大的客栈越来客栈里, 也有一盏灯亮到了天明。 吴国太子煮上了今晚的第四壶茶, 他抬头看向了礼部尚书于定之, 呼得一笑, 为何要愤怒? 于定之满脸怒气, 臣不得不愤怒。 他伸手向外一指, 臣今日, 去了洪卢寺, 他们竟然不允许臣去见见温竹雨。 说什么, 温大人没空。 想当年在咱们东旭城, 温竹雨这狗东西, 跑陈家里来吃吃喝喝, 足足三天。 陈本以为终究有些情面, 陈本想去向他问个清楚, 是不是那个李晨安一手遮天, 没有给他权力。 陈还以为他是受了委屈, 寻思若是他在宁国不得志, 去咱们吴国, 也是能一展报复的。 可殿下您猜猜, 那李文渊是如何给臣说的? 吴谦梅梢梢一条, 怎么说的? 李文渊说, 温大人发了话, 昨儿个定的谈判时间, 咱们没去。 这往后要谈吗? 就等着。 他说, 这不是摄政王的意思, 这就是温大人的主意。 这个狗东西。 一旁的云书贤, 此刻也笑了起来。 于大人莫及, 这正是温竹雨惯用之法。 不就是为了激怒我们吗? 我们急什么? 不就是多花费一些银子罢了? 这不收到了消息, 夏侯卓率兵已知封县, 那位摄政王能不能活着离开封县? 这未可知, 以老夫看来, 他大致是不能活着走出去的。 我们急啥? 等封县之战的消息传回来吧。 那个摄政王死了, 温竹雨惠来求着我们谈。 明儿个, 咱们去太学院, 去见见花满亭。 这老家伙, 是个很有思想的人。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二时, 天光微亮, 武善元大雾弥漫。 李晨安坐在营帐前的一张小凳子上吃早饭。 行军打仗的早饭很简单, 就是一碗粥两个馒头。 大家都一样。 肖包子就坐在李晨安的身边, 看了一眼这个有些秀气有些偏弱的男人, 又看了看碟子里的两个拳头大小的馒头。 他加了一个馒头, 放在了李晨安的碟子里。 伙食太差了一些。 他抬头向封县方向张望了一眼。 等这场战事结束, 得让王正浩轩去城里抓几条狗来顿了补补身子。 李晨安一听, 觉得有些热。 一旁捧着碗蹲在地上的王正浩轩一听, 眼睛顿时一亮。 他啃着馒头, 一脸欢喜地说道, 是应该补补。 再说, 狗肉这个东西, 过了春分就没那位了。 其实吧, 这些年吃了那么的狗, 还是皇城司里弄的那只黑狗, 味道最好。 但若是说记忆最深刻的, 还是师父养的那条狗。 那狗东西, 他若是不朝着小师妹狂吠, 他还死不了的。 阿牧转头, 看了王正浩轩一眼, 那张冰冷如刀的脸上, 带着一丝悲愤, 吃饭。 莫要提师父的那只狗。 狗死于狂吠, 人死于话多。 王正浩轩闭嘴, 决定往后只吃狗不说狗, 只是他心里依旧想了一个问题, 每一次吃狗肉, 师兄那筷子可也没有少加一块。 师兄, 设口是心非的人? 就在大家伙喝着粥吃着馒头的时候, 安自在走了过来。 物太大, 这要打起来可就是一场万战。 打起来的时候, 你, 你们, 都不要参战。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保护他的安全。 四公主那边,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待会全部过去, 他那毕竟还有两百多号人。 李承安没有反驳, 因为论武功, 他依旧是个菜鸟。 论军事指挥, 他显然是不如安自在的。 与其添乱, 不如躲着, 毕竟他还不想死。 叶珀他们来了没? 昨夜就到了。 肖包子呼得抬头四处张望, 问了一句, 我的驴呢? 跟着叶珀, 叶珀说, 这一路将他事后得很好。 肖包子撇了撇嘴, 这驴东西, 也是个建立忘义的主, 当载来炖了。 王正浩轩顿时一喜, 正要说, 这是, 他可以代劳。 不料就在那浓雾中, 那头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小黑驴屁癫癫地跑了过来。 他来到了肖包子的身边, 伸出驴头, 在肖包子的身上蹭了蹭, 裂开驴嘴, 发出了啊饿呀, 饿几声驴叫。 滚! 肖包子瞪了小黑驴眼。 小黑驴驴脸似乎一黑, 他迟一片刻走到了距离肖包子三尺之处。 趴下, 驴眼看着肖包子, 一脸的哀怨。 李承安觉得这驴成了惊。 安将军, 枫叶山里的那三千人, 不用防备。 谢靖那边, 也不用防备。 夏侯卓拔营出发了没有? 安自再看了一眼李承安, 没有问, 为何不防备这两方人马的原因。 正在拔营, 估计抵达五扇元的时候, 当已是五十。 五十啊, 五十好, 雾以散尽, 不会对烟花和迷离造成影响。 仗, 就按照昨夜你的方案, 去打。 我们吗? 我们去封县走走。 安自再没有阻止, 因为封现在战场的后方。 至于李承安跑封 现去干啥这不关他的事, 作为一名将军, 他懂得分寸。 好, 但你必须带着他们同去, 毕竟这里距离周庄并不是太远, 小心一下那些江湖中人。 说完这话, 安自再带着周十八离开。 虽然只有一千人, 但这一仗 却必须打出十万人的威风。 虽然手里有着各种力气, 但要让这些力气 发挥最大的作用, 却需要更加细致的安排部署。 安自在的营帐中 开始了最后一次的战斗讨论。 李承安等人吃完了早饭, 当真与宁楚楚会合一起, 一行人就在这浓雾中 向风险而去。 京都, 越来客战, 巫国太子吴谦 也正带着几个大臣 分成了三辆马车, 随着云淑贤的马车 向宁国的太学院而去。 掀开车帘的一角, 吴谦看着街道上往来的人群, 过了片刻, 才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 见眉心目的少年说道, 宁国的穷是真的穷。 这大街小巷里的人, 绝大多数的衣服上都有补丁。 再看他们的面色, 也多是菜色, 但本宫却越看越疑惑。 对面那少年抱着一把剑。 此刻一听, 他抬起了头来, 并没有向车窗外看一眼。 他酷酷地问了一句, 殿下有何疑惑? 按说, 穷困人家, 整日所思, 即是下一顿锅里能煮什么? 他们为一日两餐愁, 为养家糊口愁, 脸上当然就会带着那散不去的愁容。 可偏偏这玉京城里的这些人, 一个个竟然脸上都洋溢着欢喜。 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哪里来的欢喜? 那少年沉阴三夕, 转头看了一眼, 收回视线, 又看了吴谦一眼, 那就是穷欢喜。 吴谦一噎, 摇了摇头, 发现自己和这个天鹰阁的少年高手, 确实说不到一块。 于是, 他干脆闭上了嘴, 又继续地看着。 京都当然也是有富人的, 但他发现,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真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就像这冬日里那抹灿烂的阳光一样, 街上并没有什么巡逻的捕快。 但车队走过了这么些巷子, 处处秩序井然, 人们各自在忙碌, 似乎是充满了希望在忙碌。 他呼得一惊, 希望。 他又仔细地看着那些百姓, 希望这个词在他的脑子里愈发地清晰了起来。 李英没错, 他们虽苦, 却已看见了不久之后的甜。 这就是希望, 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希望? 温竹宇, 李晨兰? 他心里又是一阵, 眼睛徐徐地眯了起来。 马车停了下来, 他和那抱着剑的少年下了马车, 抬头, 便是太学院的那巨大排方。 转头, 他看见了排方前的那面石碑。 云书贤以抬步向那处石碑走了过去, 二十年前是没有这石碑的, 一行人站在了那石碑前。 云谦抬眼一瞧, 心里陡然又是一阵, 不知觉地诵读了起来,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而读书。 李晨啊! 太学院已开学。 此时正是陈时末。 偌大的太学院里, 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好一番朝气蓬勃的气象。 但那气象并没有令吴谦或者云书贤惊诧。 读书嘛, 本就该这样。 他们惊诧的是, 这石碑上的这几行字。 他们在这石碑前止步,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看着, 看了很久。 云书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扭头看了看太子, 言语颇为沉重。 看来, 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位摄政王了。 吴谦申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先生, 他抬手指了指这石碑上的字, 那张很是英俊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如果说这等发人深省的话, 是花满亭花老大如说出来的, 亦或是春甫先生说出来的, 本宫当深信不疑。 可落款却是李晨安, 他这才刚满十八岁, 十七岁之前, 他是广陵城家喻户晓的一傻子。 吴谦摇了摇头, 难以置信地说道, 就算他那十七年间真在装傻, 真在韬光养晦, 可这几句话, 无论是分量, 还是其中的深渊义, 却堪比圣人言。 陈阴三夕, 吴谦又摇了摇头, 语气极为肯定。 不, 在本宫看来, 他就是圣人言。 在吴国, 他的那些诗词传来, 学宫中多有学子不屑一顾, 但本宫知道, 那不过是他们心中的不服气罢了。 其实, 在内心的深处, 他们无法否定李晨安的诗词, 当得起诗仙之名。 本宫亦是如此, 但诗仙与圣人却不一样, 诗仙做诗词流芳百事, 圣人驻京义勇传人间。 诗词这个东西, 可陶冶情操, 但经义却是一种思想。 圣人之言, 开启的是天下人的智慧, 指引的是天下人要追寻的方向。 它是一条路, 也是一盏灯。 这几句话, 为天地立心, 为生明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读书人该走的路, 这就是指引读书人的一盏灯。 这等思想, 非熟读圣学, 非极为了解圣学, 还必须参透圣学, 才可能在圣学的基础上, 总结出如此精炼, 却令人震耳发聩的精义来。 它, 是李晨安这个和本宫年岁相仿的少年, 能凝聚而出的思想吗? 如此伟大, 如此光耀, 本宫, 实难相信。 会不会是, 无千惊疑地看向了云书贤, 会不会这等思想, 原本是花老大如所名物? 为了让李晨安, 坐稳设阵王之位, 花老大如假李晨安之名, 来告知天下学子, 让李晨安在天下读书人的心中有至高无上之地位。 云书贤也难以相信, 这些话是出于李晨安之口。 在内心之中, 他是赞同太子殿下的这番见解的。 毕竟花满庭和他也年岁相仿, 同为大如, 花满庭读了一辈子的, 书教了一辈子的书, 研究了一辈子的圣学文章, 他能有这等名物, 倒是有可能。 但若说这等思想是出于那个十八岁的少年, 这让天下的那些大如闷的脸面往哪个? 所以他点了点头, 殿下之分析不无道理, 他的话音未落, 有一老者恰好走来。 咦? 这位老大人好生面熟, 他是国子健祭酒庄别石。 云书贤扭头一瞧, 顿时笑了起来, 他拱了拱手, 庄凶, 幸会! 啊, 原来是云凶! 幸会幸会! 庄别石连忙也拱了拱手, 面露喜色, 却呼得又惊讶地问了一句, 那个, 云兄, 我听说你们前来是来谈判的, 这谈判已经谈好了。 云书贤顿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哎, 我等到是带着诚意来谈的, 可奈何温主宇温首辅不给咱脸面啊。 这不, 温大人将我等给梁在了一旁, 我等闲来无事, 便寻思来找花老大人围炉煮茶, 庄凶还在这太学院任教, 庄别石摇了摇头, 五年前调去了国子健, 不是, 云兄, 我咋听说这谈判安排在昨个晨时? 咱们的门下是忠诚老国公, 可是在红炉寺等了你们半天, 结果你们没来, 后面才又听说是贵国太子染了风寒, 殿下好一些了没有? 要不要请御医去给殿下看看? 啊, 这就不必了, 我等待有随行御医。 云书贤摆了摆手, 并没有向庄别石介绍太子无谦, 而是转移了一个话题。 他指了指这碑文, 庄兄, 真的是李晨安的话, 庄别石微微一笑, 云兄不必怀疑, 这等言语, 当然是摄政王亲口所说。 这么说, 这位摄政王不仅仅是学富武车那么简单了。 可不是吗? 庄别石一缕短须, 极为骄傲地挺直了腰杆, 脸上红光焕发, 天下之才若有一旦, 摄政王当独占巴斗。 这格调就很高了, 一旁的吴谦心里就很不服气, 便看向了庄别石, 又听庄别石豪迈地说道, 咱京都流传着一句话, 天际生我李承安, 必将风骚文坛五百年。 摄政王可不仅仅是诗词文章了德, 他的思想, 他的胸怀, 他的治国理念, 他的, 总之, 咱们这位摄政王啊, 当是千古第一人。 云兄若是在玉京城多待上一些日子, 当会明白, 我可不是在胡言乱语。 对了, 云兄想见花老实在有些不巧。 云书贤一正, 花老不在这太学院。 嗯, 花老受摄政王之启迪, 决定游学天下, 他在年三十就已离开。 他去哪里游学? 庄别石摇了摇头, 这不知道, 花老逃离满天下, 说不好就跑去了某个不知名的相熟教书去了。 云书贤颇为遗憾, 此刻才注意庄别石的手里捧着一本书。 庄兄这是, 啊, 国子剑新编传的教案, 这是出稿, 我这不正要送去太学院给教习们看看。 云书贤微微一愣, 通常而言, 一国之教案不会轻易改动, 因为这东西是供给全国的学子去学习的东西, 科考将以此中内容为准。 要变动教案的内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除非是有了不得的明篇需要添加于教案之中让天下学子去学习, 莫非哪位大儒又有了精妙著作。 庄别石咧嘴笑道, 是咱们的摄政王有一名篇加入其中。 云书贤和吴谦等人一听又大吃了一惊。 云书贤俯过身子, 好奇问道, 能否给老夫瞧瞧摄政王这一名篇? 当然可以。 庄别石翻开了手里的书地了过去。 云书贤接过一瞧, 麦探翁。 麦探翁, 伐心烧探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食指黑。 麦探得钱何所赢。 身上衣裳口中石, 云书贤不由自主地将这首长诗给低声吟送了出来。 这首诗听在余定之等人的耳朵里, 倒并不觉得如何。 但听在太子吴谦的耳朵里, 他心里却猛然一紧, 瞳孔呼的一缩, 顷刻又恢复了常态。 云书贤又默看了这首长诗两遍, 这才抬起了头来。 将这本书还给了庄别石。 庄别石极为期盼地看着云书贤, 云兄乃吴国大儒, 又记得当年在幻花戏论道, 云兄之犀利剑士可是大杀四方。 对于摄政王所作的这首长诗, 云兄有何高见? 云书贤晒然一笑, 摆了摆手, 过去之事休要再提, 最后不还是输给了花老头吗? 他指了指装别石手里的这本书, 问了一句, 那位摄政王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是在家里忽悠感而成, 还是他真见过寒冬腊月的麦探翁? 这是不一样的。 这有助于他对李晨安做出一个全新的判断。 诸多文人流传于是的精妙文章, 并不一定是身临其境官所感。 文人有个东西特别厉害, 那就是想象力极为丰富。 许是书读得多了的原因, 天晴可作落语之诗, 酷暑可写大雪之词。 不见山, 可会出山岳之雄历, 不见河, 可描出河流之绢秀。 等等, 李晨安是去岁下道的广陵城。 这首长诗肯定是在去岁完成。 或许就在去岁之东, 李晨安烤火望雪, 因着暖炉中燃着的踏而念及卖炭的老翁, 故而成此长诗亦有可能。 但庄别诗说的却并非如此, 我也是听花老所言。 去岁腊月, 大雪满京都, 摄政王与花老同行, 飞乘坐马车, 而是漫步于大雪中的街头。 花老说, 时已傍晚, 天寒地冻, 恰欲一老翁于街边卖炭。 摄政王见之, 心里一酸, 便随口作出了这首诗, 买下了那老翁一牛车的炭。 这就是这首, 卖炭翁的由来。 花老认为, 此诗书尽了民间百姓之疾苦, 然而这样的疾苦, 似乎并不被当政者所重视。 甚至当政者, 恐怕都不会去多看一眼。 但这偏偏就是老百姓最真实的处境。 花老提议, 将此诗入国学, 让宁国的读书人去读这首诗。 其意在于, 让宁国的读书人, 多去看看民间百姓的真实生活, 去想想, 为什么百姓会生活得如此贫苦。 花老希望宁国的读书人, 有朝一日, 成为一方父母官之后。 脑子所想, 不是左手捞银子, 右手捞官帽子。 他希望宁国的官员, 能够为宁国的百姓多想想, 多做一些事, 少一些像麦探翁这样的气苦老人。 这正是摄政王, 经施政之核心。 摄政王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 老有所养, 又有所教, 平有所依, 男有所住的相对公平的宁国。 这目标很是远大, 但未来却极为美好, 所以, 朝中的官员们都很忙。 任重而道远啊, 摄政王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等, 当上下而求索。 他, 装别时伸出了大拇指, 不是老夫自夸, 咱们这摄政王, 乃宁国之光, 不仅仅可风骚文坛五千年, 他还将带领宁国, 屹立于世界之巅。 说完这席话, 装别是乎地, 俯过了身子, 在云书贤的耳畔低声又说道, 云兄, 我建议你告诉你们, 那位太子殿下一声, 鸡太死了, 宁国而今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了。 在摄政王的领导之下, 宁国朝廷和百姓将渐渐一新, 朝中昔日之避震, 皆以西数清理干净, 而今的围观者, 皆有着与摄政王共同的理想, 而今宁国的学子们, 皆以摄政王为榜样, 宁国的百姓, 视摄政王为明灯, 宁国的军人, 为摄政王马首是瞻, 宁国已宁成了一股绳, 虽然现在暂时还穷了一点, 但宁人的脊梁却正在挺起, 我们真的不怕打一仗。 谈判什么罗? 乌鸦官本就是宁国的国土, 怎么可能割让给你们吴国? 告诉你们那位太子爷, 莫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好好治理吴国, 好好和咱们摄政王成为朋友。 未来, 你们太子登基为帝, 我们摄政王也登基为帝, 两国修好, 对彼此, 那是有莫大的好处。 老夫严禁于此, 发自肺腑啊! 若是你家太子不信, 装别时摇了摇头, 那你家太子真瞎了眼睛。 一旁仔细听着的吴谦顿时一将, 但他却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他又扭头看向了那面石碑。 他并没有见过李承安, 但此刻李承安的模样, 却在他的脑子里, 变得渐渐清晰了起来。 一个有着师仙知大才的十八岁的少年, 一个懂得民间疾苦的, 能将目光放在百姓身上的摄政王, 一个不惧改革, 勇于探索, 并能落于实处的先行者, 一个对爱也不放弃的痴情人。 这样的人, 当然是世间少有的大能人。 这样的人, 当然有足够的资格, 成为他吴谦的朋友。 若为朋友, 这是他吴谦之心。 但这样的人, 若是带着宁国真就这么走下去, 对于吴谷而言, 好处与坏处是并存的。 至于如何取舍, 吴谦一时难以决定。 装别时与云淑贤告辞。 云淑贤又看了他那面石碑, 走吧, 既然花老也不在, 咱们先回越来客栈。 一盏茶炉, 两杯新鸣, 云淑贤抬眼看向了举气不定的太子吴谦。 殿下, 您若不是太子殿下, 当能与李晨安成为好友。 可殿下您偏偏就是太子殿下, 此间设回国之后, 皇上将昭告天下, 您将登基为帝, 成为吴国的王。 为王者, 称为孤, 云淑贤端起了茶盏, 为孤者, 吴有, 为吴国祭。 李晨安, 死了更好, 灭了宁国的这盏灯, 吴国在您的手里, 才会永世昌盛。 吴谦深吸了一口, 也端起了茶盏, 浅瞎了一口。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扭头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那少年, 开口说道, 初一, 告诉天音阁阁主, 请七剑下天山。 杀李晨安? 走在封县街头的李晨安, 忽然没来由地打了个寒颤, 他抬头看了看大雾弥漫的街巷。 只以为这天气太寒, 街巷两旁的铺子都已开了门, 那些石铺里冒出来的热腾腾的烟雾, 与这浓雾混杂在了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的香味。 但那些石铺看起来生意并不好。 唉, 一间草饼铺子的老板, 懒洋洋靠在门柱上, 这些该死的, 他们竟然要杀射阵王。 他们竟然真的敢派了那么多的兵来杀射阵王。 隔壁, 一间煎饼铺子的老板, 探出了脑袋来, 咧嘴一笑, 狗急跳墙了呗。 昨儿个不是就传来了平江城的消息, 那些王八犊子, 被射阵王派去的黄城寺的人, 一家伙打草搂兔子, 给端了老窝。 还有周庄那个狗屁吃人不吐骨头的周八皮, 六十大寿, 被射阵王亲自给干掉了。 再忍忍吧, 咱们江南道的春天, 可就快来了。 草饼铺子老板扭头, 但这些该死的要杀射阵王啊。 射阵铺子老板撇了撇嘴, 射阵王是仙人下凡, 就凭他们老子不是吹, 他们恐怕已在射阵王的瓮中还不自知。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一仗打了就好了, 该死的都死了, 往后恐怕真就会太平了, 咱们的生意也会更好做一些了。 草饼铺子老板沉音片刻, 呼得低声问了一句, 老高, 你说, 摄政王会不会真来了咱们封县? 这谁知道。 那叫老高的老板翻动着煎饼, 又说了一句, 最好是别来, 毕竟刀剑无眼, 咱宁国好不容易出了个救世之王, 可别就这么死了。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救世之王? 我也是听邱老爷说的, 邱老爷说, 摄政王接下来会推行一系列的革新, 对咱们这些小商贩极为有利。 另外, 邱老爷府上的小少爷也即将启程去京都, 说是摄政王精碎要举行一场秋为招贤那事。 邱老爷说,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因为整个宁国的官场, 恐怕会有大变动。 草饼铺子老板一听, 呼得问了一句, 可有传言说, 摄政王和西老贼的女儿在一起, 这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路过此间的萧包子, 顿时就扭头瞅了一眼那胖老板。 老黄, 你这话不对, 西老贼的女儿当然是西小贼。 摄政王会不知道, 他既然知道, 还和那西小贼一起, 这说明什么? 叫老黄的胖子沉音片刻, 说明那个西小贼是个狐狸精。 小包子小嘴一鸣, 手落在了腰间的剑柄上。 李承安一瞧, 连忙奔住了他的手。 俩老板浑然不知, 他们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煎饼铺子老板还在说, 你就想着狐狸精? 那说明摄政王根本不倔。 摄政王以宽厚的胸怀, 去感化了那西小贼, 那他就不是小贼了。 那是什么? 洗心革面了呀, 那就是良民, 指不定未来还会成为摄政王的妃子。 小包子这才好受了一点, 却不料又听草饼铺子那老板嘀咕了一句, 就怕摄政王宅心人厚, 被那小狐狸精给迷住了。 莫要忘了摄政王的原配夫人, 可是钟离府的那位三小姐。 至于西小贼嘛, 可观, 刚出荣的草饼, 这位小娘子美如天仙啊。 客官们里面请, 喂喂喂, 小店的草饼味道极为鲜美。 这生意没法做了。 李晨安一行没有进店, 他们向一间客栈走去。 一间客栈, 就是这客栈的名字。 终于不再是越来客栈。 黄承司军情一处的大统领郑望就住在这里。 他正在大堂里吃着早饭, 此刻见李晨安一行走了进来, 他连忙站起迎了过去。 公子, 随小的来。 郑望带着李晨安一行, 去了二楼的客房。 他关上了门。 客房里有一个人, 他是杨四贤? 他已起身, 躬身一礼, 老奴见过摄政王。 李晨安站在了杨四贤的面前, 嘴角一翘, 我忽然发现, 你比细维还要神秘。 杨四贤又道, 老奴哪敢与细维相比, 老奴的身份也就那么两三个。 摄政王请坐。 杨四贤伸手一饮, 李晨安坐在了茶桌前。 杨四贤也坐在了李晨安的对面, 用他的那条毒壁煮上了一壶茶。 李晨安一直看着杨四贤, 在这老家伙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你请我来, 是为了何事? 杨四贤抬头看向了李晨安。 陈寅武昔, 能否不去蜀州? 李晨安眉间一蹴, 为何? 这, 杨四贤似乎很是纠结。 他唯一的那只, 手下意识地搓了搓, 蜀道难行, 鱼龙会愚孽众多, 白衣蒙也没打算放过你。 他们儿竟都齐聚在了青帮门下, 当下江湖门派众多, 青帮实质上你是第一大帮派。 周园之事看似结束, 但当年, 围攻秦剑山庄者众。 周明芳虽不是死在你的手里, 但在那些江湖中人看来, 是你给小秦撑了腰, 这笔账, 他们会记在你的头上。 江湖的水很深, 暗地里谁也难以预料, 庙堂中的某些人, 会与江湖中的势力勾结, 对你不利。 此去蜀州极为凶险。 就算你从蜀州出来, 再去吴国会更为凶险。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何况你深信民国黎明百姓之未来。 回京都, 如何? 杨四贤的这番话, 语重心长, 听在其余人的耳朵里, 当然极有道理。 甚至李晨安也赞同杨四贤的这番看法, 但他却并没有同意。 你为何会如此关心我的生死? 杨四贤微微一笑, 我没有孙女, 但我想, 若是我有孙女, 他恐怕真会喜欢你。 李晨安瞪了杨四贤一眼, 蜀州之事, 你究竟知道多少? 杨四贤收敛了笑意, 极为认真地说道, 或许比你知道的更多一些。 谁让你来劝我回京呢? 西微。 李晨安大吃一惊。 西微? 对, 就是西微。 西微是谁? 西微就是西微。 直大意者, 像光明者, 皆是西微。 李晨安眯起了眼睛, 因为这句话, 伤敌曾经说过, 只是他听到的是燕姬道的转述。 你是西微的人, 老夫是谁的人,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西微说, 你去蜀州九死一生, 毫无意义。 为什么? 杨四贤侦查, 陈阴片刻。 你去蜀州, 荡恰逢三月。 三月又怎样? 三月, 桃花开。 三月, 桃花当然会开。 但这和李晨安去蜀州的危险, 有什么关系? 小包子听不懂, 阿牧等人当然也听不懂。 李晨安略懂, 却难以置信。 杨四贤没有解释, 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因为他也隐隐有些猜测, 他同样难以置信。 这就是西微让我转达给你的原话。 至于其中究竟有何深意?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天下若是还有一个人不希望你死, 他一定是西微。 李晨安又无法理解。 杨四贤淡然地说了一句, 西微虽在黑暗之中, 但他一生却在追寻光明, 而你, 就是他要找的光明。 宁国漆黑的夜里终于有了一盏灯, 他当然会仔细地护着这盏灯, 不让他被夜色吞没。 他原本和你非亲非故, 可他却因为你, 没有攻打皇城, 甚至将唾手可得的江山交到了你的手里。 至于原因, 很多, 但那些原因里面一定有一条, 是他极为看重你的才华, 不是诗词文章, 而是你治国理政的思想。 他应该是与你在思想上, 有着诸多共鸣之处。 他老了, 他将他毕生之期待放在了你的身上。 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为了那理想的传承, 也或者理解为他认为你能实现他所知所想。 当然, 现在他更不希望你死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杨四贤转头看了看萧包子, 视线又落在了李承安的脸上。 他是萧姑娘的父亲, 天下为父母者。 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有个好的归属, 他不想他的女儿守寡。 回京都, 蜀州之事, 他会去解决。 萧包子内心一颤, 李承安却眉间一蹴, 他如何解决? 或许他会饮一壶酒, 展一山的桃花。 李承安起身, 告诉他, 如果钟离若谁少了一根头发, 我不会放过他。 杨四贤竟然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说了一个字, 好, 细微根本就不会去杀钟离若水。 因为钟离若水那寒疾, 不用他动手, 也必死无疑。 杨四贤又问了一句话, 你还是要去蜀州。 李承安也丢给杨四贤了一个字, 对, 他带着萧包子等人离开了一间客栈, 杨四贤独自喝了一壶茶, 呼得摇头一笑, 皆在你意料之中, 秦之一字, 才是求荣。 大物见诞。 李承安一行离开了封县, 走入了武善园。 安自在率领着五百蒙虎营的战士, 周正也率领着五百悬甲营的战士, 他们已至武善园的中部, 他们就站在了川武善园而过的那条关道上。 这条从封县通往长江横江渡的关道上, 没有一个商旅行人。 早在数天之前, 当指挥使谢静带着江南道的府兵集结于此的时候, 他已派人封闭了横江渡。 偌大的武善园只有白的雾和白的雪。 区区千来好人丢在这里, 不险山不露水并没有多少存在感。 但对面树里地的西北边却并不是这样。 枫叶山北路的夏侯卓所率领的三万边军精锐以拔营启程。 昨儿晚上听了西韦的一番分析。 半夜的时候, 府兵指挥使谢静真的来了。 和谢静一直聊到天江明。 他终于打消了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 决定出风携山, 与谢静所不会合, 不管李承安再不再封县, 大军都必须向前推进。 站在枫叶山的山腰子处, 尘风烈烈, 寒气逼人, 昨晚一宿, 没睡的夏侯卓此刻却精神百倍。 站在他身后半步距离的是, 跟随了他多年的幕僚游珠。 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 此刻游珠也正看着, 就快集结完毕的那三万将士, 心里依旧有些忧。 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 大将军, 这一步踏出去, 可就再无法收回了。 夏侯卓点了点头, 其实, 咱们一脚离开燕云关的时候, 就已无法再收回了。 老夫心里, 还是有几个疑问。 你问, 太子殿下, 当真不是自已身亡? 不是, 殿下是被谋害致死。 他李承安为了成为宁国的皇帝, 他就必须铲除, 拦在他面前的所有阻碍。 毫无疑问, 太子殿下的存在就是他登基为帝, 最大的一个阻碍。 夏侯卓那张漆黑的四方脸上的那双眼, 忽然一凝, 又道, 可怜太子殿下, 他的心地如此善良, 他甚至还将李承安视为知己。 他不知道人心之险恶,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哪里有什么知己? 游诛沉吟两息, 可李承安并没有登基为帝。 你错了, 这才是李承安最狡猾的地方。 你以为他, 真的是要去蜀州, 赢回那什么黄长子。 夏侯卓摇了摇头, 如果那个黄长子真的存在, 真的就在蜀州, 他一定会死。 先皇就算加上那个黄长子, 也就四个儿子, 太子死于东宫, 二皇子死于双交山, 那位黄长子死于蜀州, 宫里就剩下一个三皇子。 丽贵妃聪明, 懂得隐忍,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让三皇子抛头露面, 去抢些许风头, 三皇子许能封王离京, 落个善终。 莫要忘了, 他李承安也有个黄长子的名头, 虽然先皇并没有明止昭告天下, 但他却完全可以, 借着这个名头, 名正言顺的登基为帝。 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他造成威胁。 自古以来, 圣者为王败者为寇, 他成了皇帝, 便可自立金策, 成为无人敢于去质疑的黄长子, 从此坐稳皇位, 太子殿下的冤屈, 再也无法得以申诉。 夏侯卓深吸了一口气, 殿下带我恩仲如山, 我, 不甘啊。 游猪又私存片刻, 细为这个老东西, 他本就是为了霍乱宁国, 本将军而经所行之事, 也是在霍乱宁国, 所以他的那些话, 倒是不需要去质疑。 他不过, 是为了借助本将军的剑, 去宰了李承安, 让宁国再次陷入混乱之境罢了。 夏侯卓如此一说, 游猪便无话可说, 但谢敬这人, 大将军不能全信。 夏侯卓摆了摆手, 谢敬举兵便是谋反。 自古以来, 谋反之罪不赦。 江南道尔, 竟已落入了李小贼的手里, 谢敬, 无路可退, 也无路可走, 唯有投靠本将军一同谋反。 可是, 老夫说一句本不该说的, 万一没有攻下玉京城, 真去蜀州。 夏侯卓抬眼, 看着正在出山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嘴角一翘, 没有回油猪的这个问题, 他一声冷笑, 背上了长刀, 跨上了战马。 走, 杀那小贼。 为太子殿下报仇。 昭化二十四年正月二时。 五时, 武善园浓雾散尽, 闭空如洗, 阳光明媚。 白雪挨挨的武善园上, 却有着一股浓烈的消杀之气。 夏侯卓的三万边军, 与谢敬的五万府兵, 在武善园的西北边会合。 足足八万人的大军, 黑压压一大片, 此刻正纷然地, 站着没有多少温度的阳光之下。 按照昨夜二人所商议的决定, 除了谢敬的三千清兵之外, 其余四万余府兵, 皆交给夏侯卓指挥。 谢敬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 甚至建议, 让那四万七千府兵, 作为此战之前军。 这就是夏侯卓, 相信了谢敬的最大的理由。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什么最重要? 手里的兵最重要! 谁手里握着的兵多, 就意味着能在这乱世多分一杯羹。 夏侯卓当然没有推辞, 他的三万边军可是他的命根子, 让那四万七千府兵去打前阵, 一来可以看看这些府兵的战斗力, 二来, 可一探李承安那小贼的虚实究竟在哪里? 事后已回报, 对面只有千来好人。 这显然不是那小贼的主力。 那小贼哪怕再蠢, 他也不会认为区区千人能挡八万大军。 在夏侯卓看来, 自己这边哪怕是八万头猪冲过去, 也能将那一千人给淹没, 给碾碎, 将他们践踏的尸骨无存。 中军战车之上, 夏侯卓与谢敬并尖力, 他已拔出了长刀, 已发出了号令。 浩浩荡荡的大军, 已如潮水一般向风陷方向蔓延而去。 队伍行军的速度并不快, 因为夏侯卓需要探得李承安的虚实。 他很是谨慎。 他将斥后赢的八百斥后都派了出去, 向武善元的四面八方去打探李承安可能埋下的主力。 战车上, 夏侯卓注视着前方, 本将军一路而行, 一路而私。 赤燕军却在乌崖关, 沈武军也却在东驱关。 京都之变, 定国侯府暴露了从蜀州而来的那三万部族, 京都之变结束, 那三万部族并没有回蜀州。 原本本将军以为那就是李承安敢动江南道的依仗, 但现在看来却并不是这样。 谢静眉间紧促, 一脸的担忧。 此刻一听夏侯卓所言,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夏侯卓那张漆黑的四方脸, 问了一句。 所以, 大将军敢从燕云关来, 另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李承安敢不敢不理回燕云关。 夏侯卓一声冷笑。 当然, 宇文峰虽然带着肃林公主移仗回了大荒城, 但镇守九阴城的宇文记并非善类。 他更喜欢打仗。 没有了宇文峰的约束, 只要本大将军离开燕云关, 他必然会带着九阴城的数万铁齐前来扣关。 燕云关若破, 燕云十八周必丢。 燕云十八周若是丢了, 江南道就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姑娘。 京都亦是如此, 所以, 那小贼必须派大军去守。 他还有哪里的兵? 他只能让定国侯府的那三万鼠兵前去。 甚至本将军带着三万士族大摇大摆的来, 他都不敢让那三万鼠兵拦截本将军, 因为他不敢多耽误一个时辰的时间。 那三万鼠兵倒是跑得很快, 至今也还没有听见燕云关破的消息。 谢靖眼睛一眯, 说道, 大将军此举, 可是会亡国的。 如果荒人真的破了燕云关, 大将军恐怕会成为宁国最大的罪人。 大将军您, 就不怕被万民托骂吗? 夏侯卓裂开大嘴笑了起来。 谢将军, 太子殿下被那小贼谋害而亡? 他脸上的笑一呼的收敛, 瞳孔一缩, 浑身散发出了一股冰冷的杀意。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怀皇后驾崩的时候, 本将军恰在京都。 怀皇后给本将军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保太子之江山。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长长地淤了出来, 吐出了一道浓浓的白雾。 太子都没了, 本将军还保这江山有何用? 他李晨安窃国就是正义。 他姓脸? 不姓您? 天下百姓不唾沫他, 反而还拥护他。 这本身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那本大将军卖国, 又如何? 谢靖无言以对, 他只能点了点头。 成王败寇, 若是大将军攻陷了京都, 李晨安当被万民唾骂。 而大将军您, 才是您国救世之英雄。 哈哈哈哈, 下猴灼狂笑。 此言有理, 杀了李晨安那小儿, 活捉了温竹语。 谢将军, 你功不可没, 多谢大将军提拔。 就在这时, 各路的赤后, 分支回来了不少。 赤后营新上任的嬴政马勇, 将各路情报汇集, 来到了战车旁。 他拱手一礼, 报大将军。 我军方员十里之内, 除了前方那一千敌军之外, 未见异常。 夏侯灼眉间一蹴, 陈鹰片刻, 给本大将军仔细地探查封携山, 还有封县, 若发现隐秘敌军, 火速来报。 末将灵命! 马勇打马而去。 夏侯灼狐疑地嘀咕了一句, 李小贼, 莫非他根本就没有在这里。 谢靖想了想, 说道, 当是如此, 或许他去了平江城。 夏侯灼养两夕, 那消灭了这一千人, 咱们去打下平江城。 谢靖一惊, 不是直接兵发玉京城吗? 不急, 江南道才是宁国之众。 我等拿下了江南道, 以江南道为根基, 这里有钱, 有粮, 还有人。 这里是宁国之腹部, 与七强公京都, 莫如切断京都之功虚, 饿死他们。 总会有人受不了, 必然有人前来, 寻本将军投诚。 京都自乱, 从哪儿乱? 江南道还有一只广陵水狮, 在定国侯府的手里, 拿下了广陵水狮, 咱们的路才会宽阔, 才会一帆风顺。 谢靖万万没有料到, 夏侯卓打的是这个主意。 他并不知道, 李承安还有怎样的后手。 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来, 李承安手里, 确实已没有了, 可落在此处, 阻挡夏侯卓的棋子。 他应该, 只有那一千人了。 那一切, 都只能靠自己了。 他摸了摸腰间的剑, 看了看夏侯卓的背。 忽然, 那赤后盈盈, 正又飞快地打马而来。 报大将军, 那一千敌军, 正向我军前军冲来。 夏侯卓笑了, 此不量力。 他还没下达进攻的命令, 又听那赤后报了一句, 大将军, 李承安, 就在那一千敌军之中。 夏侯卓顿时瞪大了眼睛, 当真, 属下亲眼所见。 他也随着那一千敌军冲来。 对了, 那头黑驴也在。 那个姑娘就骑着那头黑驴, 那姑娘的身后就是李承安。 哈哈哈哈。 夏侯卓仰天狂笑, 苍天啊, 你终于开眼了呀。 殿下啊, 明在天之灵保佑, 那小贼, 他是真的傻呀。 夏侯卓很是激动, 壮若癫狂。 他万万没想到, 李承安会如此愚蠢。 这简直就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泪骨, 传本大将军令, 杀光他们。 徐李承安守机者, 赏万机。 第505章武善园之战下, 震天的战鼓在武善园响起。 前军的四万余辅兵的统领已换成了夏侯卓的人。 他叫车链。 他是夏侯卓手里的轻车都尉, 是夏侯卓手下三大猛将之一。 他带着他的三百亲卫, 接管了这只四万七千人的府兵。 这些府兵, 在他的眼里, 连诸狗都不如。 当那战鼓响起的时候, 居然有不少的府兵停下了脚步。 他们想跑, 车列手中长刀一挥, 斩去二人头颅。 他站在了马背上, 气韵丹田一声大吼, 传本将军令, 三百都军押后督战, 凡后退一步者, 斩。 于是, 三百匹狼就这么驱赶着 四万多只羊, 浩浩荡荡地向前冲了过去。 远处, 枫叶山上。 夏侯卓没有注意, 派往枫斜山的斥候, 一个都没有回来。 夏运虎擦了擦长刀上的血迹, 又眺望着远方滚滚雪尘的那处战场。 他皱起了眉头, 又摇了摇头。 这摄政王, 当真是个不省心的主。 断衫! 末将在! 一个穿着藤甲的魁梧战士, 站在了夏运虎的面前。 他拱手一礼, 折了手, 却呼得一震。 他的手没有放下。 脚下的武扇园上, 出现了一只剑, 一只漆黑的剑。 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剑, 那是一只速度极快的, 以骑兵为风使的剑。 站在高处, 那千人的队伍, 此刻在狂奔中, 变成了栩栩如生的一剑。 战马的铁蹄, 他的地上的积血狂乱而舞, 有个声音却将那有如雷动的铁蹄声 给压了下去。 悬甲营, 冲锋。 夏运虎豁然一惊。 悬甲营? 那竟然是长孙先生亲手训练而成的 最为神秘的悬甲营。 他夏运虎是长孙先生的心腹, 曾经还是黄承司的附体举大人。 他听说过悬甲营这个名字, 他也知道, 悬甲营只有区区数百人。 但就算是他, 也从未曾见过悬甲营。 悬甲营第一次出山, 当时随里晨安去双胶山剿匪。 那一战并没有惊动天下。 悬甲营之名, 也没有传扬出去。 天下人, 依旧不知道, 有这么一支这黑甲骑黑马跨营刀的神秘军队。 此刻, 他们出现在了五扇缘。 看上去确实只有数百只树。 他们已拔出了营刀。 他们的刀, 在阳光下折折生辉, 分外耀眼。 但他们只有数百人。 与对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敌人相比, 他们就像一颗石头, 置于一壶水。 小小的石头, 投入宽阔的一壶水中, 虽可激荡起, 急许涟漪, 那也仅仅是急许涟漪。 李晨安这小子, 怎地如此愚蠢, 他会将长孙先生的一番心血给葬送在了这里。 夏运虎眉间一蹴, 虎目一瞪, 举起的手猛地向下一挥, 鬼影军, 冲锋, 杀敌, 保护是阵王之安全。 这支三千人的军队叫鬼影军, 他们没有家, 他们如鬼一样随着夏运虎躲在黑暗之中四海为家。 此刻他们从风斜山上冲了下去, 奇迹如风, 骑士如虎。 夏运虎依旧站在枫叶山的山巅, 依旧眺望着山下的战场, 他的心跳得愈发得快, 他握着长刀的手心, 已满是汗, 那支箭的箭矢已凿入了敌军之中。 箭矢却不是骑兵, 而是一群扛着刀跑的飞快的部族。 箭矢与箭矢已经脱了截, 这是打仗之大戒。 在他的预料中, 箭矢最多时息便会消失于敌军的茫茫人海中。 随之而去的箭矢也难逃此截, 他的鬼影军也是部族, 从山上冲至战场至少需要一炷香的功夫。 等鬼影军到, 只能给他们收尸了。 摄政王, 下运虎黯然垂头, 心里极为愧疚, 终究令长孙先生失望。 然而, 当他再次艰难地抬起头, 看向那处战场的时候, 却豁然一惊, 漆黑的箭矢依旧在。 他们已凿入了敌军的前阵之中, 他们没有被敌军给吞没, 反而如敲入了竹筒中的蝎子一般, 将那竹筒给崩开, 那些敌人在他们银色的长刀之下, 如退潮的水一样向两旁挤了过去。 中间, 箭矢所向之处, 竟然没有一个敌人。 这便是势如破竹。 撕裂, 崩开, 悬甲营一往无前, 剑尾跟了上来, 忽然间如扇子一般展开, 仅仅数百人的部族, 他们竟然用手里的刀赶着那人潮不断地后退, 如撕开的一匹布, 已不可再缝合。 敌军前军已溃败, 辅兵如此不堪, 是车列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他想来, 那千来好人就算再厉害, 就算自己的这四万七千人的前军无法将他们消灭, 当也可削减他们骑兵之锋芒。 祖骑速, 捡骑士, 再若骑风, 这是对付骑兵最佳的办法。 在西部边军任职多年的车列, 显然有丰富的对阵经验。 何况自己这边有着巨大的人数优势, 但现在, 他举着长刀在撕心裂肺的吼叫, 拦住他们, 给老子围堵上去, 砍马腿, 砍他们的马腿, 都军队, 后退者, 杀。 然而, 他的吼叫毫无用处, 这些府兵哪里见过如此阵仗。 当周正率领五百悬甲营战士如疾风而来的时候, 当他们的长刀劈下, 带走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的时候, 这些根本就没见过血的府兵在那一瞬间就崩溃, 他们怕死, 怕那些冰冷冷的长刀落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怕回不去了, 家里可还有老婆孩子在等着, 摄政王死不死关老子屁事, 活着才特么的是王道, 这几乎是所有府兵所想, 于是, 他们只能退, 向后退不行, 没对面的刀块, 那就只能向两边退, 退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那就转身撒腿跑, 他们跑得很快, 甚至为了跑得更快, 许多人直接就丢下了手里的兵器, 中间的人向两边一跑, 左右两翼的人一瞧, 总不能比中间的那些家伙跑得慢吧, 跑慢了要挨刀, 于是乎, 两翼的人连悬甲营的影子都没看到, 也转身撒腿就跑, 崩溃就在那一瞬间, 比乍营来的还要迅猛, 就算是车列吼破了嗓子, 也无济于事, 中军战车上的夏侯卓早已眯起了眼睛, 他当然知道, 府兵之不堪, 他如车列一样, 万万没有想到会如此不堪, 他转头看向了谢靖, 冷冰冰问了一句, 这就是你的兵, 回答将军, 准确说来, 他们是曾经的那位江南道大多都送十名的兵, 夏侯卓又看向了前方那极度混乱的战场, 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一群饭桶, 猪狗不如的东西, 终究还是得靠本大将军的人, 一头小黑驴站在雪白的五扇园上, 前方是厮杀整天血肉横飞的战场, 后方, 后方就一头驴两个人, 两个人依旧骑在驴背上, 李承安双手环抱着萧包子的小蛮腰, 下巴就处着萧包子的右边后肩甲上, 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那惨烈的战场, 并不知道他的下巴抵着萧包子, 这让萧包子的内心有些异样, 那是怎样的一种异样呢? 杨苏苏令他心头激荡, 吹到他耳后的那股暖暖的鼻息, 更是令他春心摇晃, 这谁受得了? 萧包子虽然也看着前方的战场, 但显然他的心思, 根本就没在那战场之上, 死多少人与他无关, 就算是胜败, 也与他没多少关系, 在李承安决定要上战场的时候, 他就想好了, 如果真败了, 那就跑, 骑着小黑驴跑, 一般的战马根本就追不上, 一家伙跑到婉西斋去, 他呼地笑了起来, 只是李承安在他身后并没有看见, 若是李承安看见, 当能发现他那笑意里藏着的小心思, 婉西斋可是他萧包子的地盘, 他那茅屋在网归山的山妖子处, 距离那些弟子们的茅屋有些远, 安静, 无饶, 回到婉西斋, 正是春天, 茅屋的门给他一关, 萧包子银牙咬着下唇, 忽然觉得这冬天也不太冷, 女儿得当少穿一件衣裳, 对, 脱去这臃肿的棉袄, 这样才能更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温度, 还有他指尖的那抹温柔, 就在萧包子的思绪飘向春天的时候, 耳畔忽然传来了李承安的声音, 看起来大致上是赢了, 萧包子撇了撇嘴, 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高兴, 他觉得输了好, 赢了这个男人, 当能拥有天下, 但若是输了, 自己就能拥有这个男人, 天下这个东西不在萧包子的思考范围之内, 他仅仅是想要拥有这个男人就行, 还不是陪着他一辈子, 嗯, 大致只需要度过一个春就好, 但现在这一千好人居然就要赢了, 那还是得陪着他去蜀州, 据说去往蜀州的路多山, 估摸着走入蜀州山道的时候, 也已是春天, 春暖花开, 以山为床, 以天为备, 以星辰为灯, 萧包子眼睛一亮, 呼得咽了一口唾沫, 应了李晨安一句, 那啥时候启程去蜀州, 李晨安一正, 还应该去平江城看看, 萧包子沉阴三夕, 我倒是觉得先去蜀州比较好, 你不是记挂着若水妹妹吗? 也对, 平江城已无大事, 那这里这一战结束之后, 咱们就去蜀州, 萧包子很兴奋, 好, 李晨安不知萧包子所想, 他又看向了那处战场, 四万余府兵已经溃败, 但并不意味着, 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就已结束, 敌人的主力, 还没有上场, 敌军中军, 战车上的夏侯卓下, 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断左, 末将在, 本将军命你率中军, 万人正面迎敌, 末将遵命, 熊猛, 末将在, 本将军命你, 率五千右翼, 向敌军包抄, 末将遵命, 张一仙, 末将在, 本将军命你率五千左翼, 向敌军包抄, 末将遵命, 你们记住, 这一千敌军, 当是李晨安那小贼, 知最精锐的护卫, 本将军给你们足足两万人, 不可放走一个, 给本将军将他们斩杀干净, 泪鼓, 出发, 鼓声再次响起, 夏侯卓手里的三名大将, 飞驰而去, 片刻, 原本放在中军的三万大军, 其中的两万, 迅速开始向前方移动, 与此同时, 周正率领的五百悬甲营战士, 以无损的战斗结果, 继续发起了冲锋, 他们所过之处, 就是一条宽阔的大道, 四万余辅兵, 根本就没顾及车裂那都战队的刀, 他们只知道跑, 那三百都战队, 显然无法控制这庞大的战场, 他们甚至被跑来的辅兵, 给宰了不少, 还踩死了不少, 站在风邪山上的夏运虎, 放眼看去, 五善园到处都是人, 这本是一件好事, 可偏偏那头小黑驴没有离开, 他还处在那里, 他背上的那两个人, 还紧紧地抱在一起, 夏运虎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多情的种子, 你也分个地方, 分个手好不好, 那些跑出了主战场的辅兵, 此刻就是刘斐, 他们跑着跑着, 就有那么一些误打误撞的, 向李承安跑了去, 万一里面有夏侯卓安排的刺客怎么办, 李承安身边, 就只有一头驴, 和一个姑娘, 夏运虎没有多想, 他戴上了面具, 提起了刀, 展开身形, 向李承安所处的方向, 飞了过去, 悬甲营, 周正一马当先, 夜魄, 紧随其后, 战马的冲锋, 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他们已深入战场, 迎面来的, 便是段佐所率领的一万中军战士, 夏侯卓没有出动他的那五千骑兵, 那是他的老本, 在他看来, 消灭这区区千人, 动用了足足两万兵足, 这已经是他对这千人的足够重视, 他和谢靖, 依旧站在战车之上, 观察着整个战场, 他脸上的神色已变得轻松, 但谢靖脸上的神色, 却变得更加严肃了起来, 夏侯卓身边, 还有万人之数, 尤其是那五千骑兵, 令谢靖一时间, 找不到杀死夏侯卓的机会, 但那两万冲出去的边军兵足, 恐怕最多就是斩查时间, 就会将李承安的那一千人消灭干净,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怎么办才好, 谢靖沉吟三溪, 呼地开口说了一句, 大将军, 末将还有三千护卫, 这三千人才是末将亲手训练而成, 末如末将就带着这三千户, 为钱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夏侯卓却摆了摆手, 不用了, 谢将军久居江南, 等此战结束之后, 咱们就挥兵去平江城, 本将军久居边境, 对江南极为陌生, 到了平江城, 还要仰仗谢将军, 给本将军引荐一下江南的豪身士族, 既然咱们要扎根在江南, 那就少不得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 所以, 谢将军犯不着去涉险, 后面的事, 才是大事, 谢靖哑然, 心里愈发地焦急, 他又看向了战场, 两军相聚估摸着, 已不过十丈, 十丈距离, 骑兵顺息就至, 可就在这时候, 就在段左举起了手里的刀, 一声大吼, 杀光他们, 他的话音未落, 就在前方, 突然有轰, 得一声巨响传来, 谢靖瞳孔一缩, 便见一阵烟雾声腾而起, 紧接着, 又是数声猛烈的爆炸响起, 在段左的中军中央炸了开来, 夏侯卓猛然瞪大了眼睛, 正向李晨安飞奔而去的夏运虎, 陡然止步, 向爆炸之处看了过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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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烟弥漫, 积血狂乱, 周正举刀, 气罐长虹, 破, 随着他的那个破字出口, 旋甲营所有战士举起了刀, 银色的刀在阳光下泛起了森然的寒芒, 他们急迟而去, 带着凌冽的杀意, 把鱼颗烟花在敌军中军爆炸产生的威力无比巨大, 不仅仅是直接杀死杀伤了爆炸处方员杖许的敌人, 他那震撼的爆炸声还有耀眼的火光, 有如降下的天雷一般摧毁了这一万边军的战斗意志,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 神秘的东西往往就是最可怕的东西, 他们亲眼看见自己身边的袍泽在那巨响声中, 在那灿烂的光芒之下纷纷倒地, 有人当场毕命, 还有许多人被炸裂开来的铁机梨重伤, 有人瞎了眼睛, 有人断了手臂, 也有人腹部被破开, 肠子留了一地, 他们倒在了地上, 发出了惨烈的哀嚎, 然后被依旧向前冲锋的袍泽给踩死, 踩成了泥, 最前方的兵足陡然止步, 回头而望, 所有人在那一刻, 进阶失神, 进阶惊惧, 进阶惶恐, 进阶不知所措, 周正长刀劈了下来, 一刀出, 死三人, 战马依旧狂冲, 周正的长刀, 左劈右撩前砍, 叶破手里的长刀, 亦是如此, 就在他们那一道道如匹炼一般的刀光中, 断左的前军, 就这么轻易地被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就在夏侯卓那难以置信的视线中, 这个口子渐渐变大, 那只漆黑的箭矢已凿入了断左所部, 随着后面那五百步足的到来, 那一万边军, 竟然在尚未回过神来的那树溪之间, 就被凿开了一半, 断左率先醒过神来, 他也不知道, 那是啥玩意儿啊, 可此刻一瞧, 玩犊子了, 敌人已经进入了自己这万人大军的中部, 若还没有拦住, 自己这万人将很快被他们凿穿, 步兵, 一旦被骑兵凿穿了阵型, 这基本上就败局已定, 他亡魂大帽, 举刀一声大吼, 都特么傻了吗? 拦住他们, 杀死他们, 他吼着几嗓子, 顿时引起了跟在玄甲营后面的安自在的注意, 安自在一瞧, 以敌军主帅, 周十八, 末将在, 你, 去砍死他, 末将领命, 周十八提刀, 他本用的是枪, 但在见识过李晨安弄的那无坚不摧的刀之后, 他改用了刀, 他拔地而起, 一飞冲天, 向敌军中间的那扯着嗓子嚎叫的将军飞了过去, 此刻, 两翼的各五千将士, 以包抄而至, 安自在咧嘴一笑, 憨憨, 李小花撇了撇嘴, 末将在, 你, 帅五百人, 给老子将左翼拦住, 末将领命, 安自在手里只有这五百人, 他将所有人全部交给了李小花, 去应对敌人左翼的进攻, 那么, 右翼怎么办, 他什么都没有做, 他就这么站在了战场后方的边界处, 他副手而立, 看向了右方, 右方有数千人狂奔而来, 李晨安说, 那是友军, 但军情一处的那个阵王, 却不知道这支友军的统帅是谁, 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这特么的, 打仗最忌讳的, 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情报, 安自在思来想去, 也想不出李晨安哪里还有支援的友军, 但敌人左翼有大致五千之数, 憨憨他们虽然武器锋利, 但除了婉西斋的那百多个姑娘之外, 其余人的功夫并不高, 与悬甲营完全无法相比, 盔甲虽然防御能力也相当不错, 但若是被多砍几刀, 也是会破的, 所以他只能将五百人全部派去, 必须为悬甲营凿穿敌阵赢得时间, 他看着那支越来越近的军队, 徐徐眯起了眼睛, 那不是一支临时凑数的军队, 他们跑得很快, 但阵型却没有丝毫混乱, 他们前进的方向确实是敌军右翼, 他们冲到了敌军右翼, 与敌军的战斗已经打响, 看起来确实是友军, 会是谁, 安自在不知道, 战车上的夏侯卓也不知道, 他原本以放松的心情, 在那近百声爆炸响起的那一刻, 又提到了嗓子眼上, 当黑甲骑兵凿入断左锁步的时候, 他的心渐渐有些凉, 但他并不认为会输掉, 因为只要断左组织起防御, 将敌军骑兵陷入其中, 那么左右两翼抵达之后, 敌军的骑兵将寸步难行, 没有速度的骑兵不可拒, 他们会被绞杀成泥, 然而, 当又一支队伍向他的右翼冲来的时候, 他的心顿时沉入了谷底, 那是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他们穿的是藤甲, 手里的武器也参差不齐, 他们和那千人的悬甲队伍显然不一样, 他们是谁, 是谁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夏侯卓没有迟疑, 他对身边的另一个骑兵将军, 下达了命令, 武风, 末将在, 你, 帅五千骑兵, 消灭右翼之敌, 末将灵命, 片刻, 浩浩荡荡的五千骑兵, 向右翼冲去, 速度越来越快, 安自在皱起了眉头, 他飞到了空中, 从腰间取下了两个烟花, 他点燃了烟花, 微微一笑, 将这两个烟花, 向敌军骑兵队伍丢了过去, 武风一马当先, 冲得正快, 他身后, 突然传来了两声震天的巨响, 又是那不知名的玩意儿, 武风吓了一跳, 回头望去, 就在那生疼的硝烟中, 有战马的嘶吼, 也有人的惨叫, 这还不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是, 冲锋的战马受了惊吓, 这是骑兵最担心的, 背惊的战马, 抗拒了骑兵的控制, 他们撒开蹄子, 向各个方向狂奔而去, 无论马背上的骑兵如何使唤, 他们已若癫狂, 武千骑兵胯下的战马, 在那两颗烟花的爆炸声中, 四散奔逃, 亲眼看着这一切的武风, 牙子剧烈, 他在狂叫, 在嘶吼, 在怒骂, 然而无济于事, 战车上的夏侯卓, 显然也看见了骑兵战争的绷解, 他的心陡然落入了谷底, 哪怕今儿个有艳阳高照, 他亦觉得浑身仿佛被冰冻, 他拽紧了拳头, 他几乎就要咬碎了自己的牙, 这是他用十万边军的良想来养的三万精锐, 这是他原本用来保证太子殿下顺利登基的最强大的武力, 他本以为从燕云关而出, 只要不是和赤燕军或者省武军正面对抗, 他的三万大军定会所向披靡, 可现在, 李承安那小贼仅仅只用了数千人, 关键还在于最初的那千来人就令自己陷入了深渊之中, 不是他们有多厉害, 而是他们手里的那神物, 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他身后半步距离的泄境, 此刻却松了一口气, 他也不知道那神物是什么, 他在看向那处战场的时候, 心里在暗自庆幸, 上将军无冕的那番告诫, 救了他一命, 现在该是自己向摄政王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夏运虎听说过烟花, 却并没有见过烟花, 但此刻, 他看着那些被惊了魂的散兵游泳, 看着同样被惊了魂的四散奔逃的那些战马, 他知道, 那玩意儿一定就是李承安发明的烟花, 这东西的厉害, 远远超出了夏运虎的想象, 他看着那依旧弥漫的雪尘, 嗅着空气中传来的硝烟味道, 他这才明白李承安敢用一千人来对抗八万敌军的勇气何在, 夏运虎本就是军旅出生, 只需要一眼, 他就知道, 这个东西对一场战争的胜负有着怎样的决定性的作用, 出其不易, 歧视浩大, 杀伤力极为惊人, 有如雷霆天法, 对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战士, 哪怕是最精锐的战士, 在他爆炸的那一刻, 定会惊察失神, 而那仅仅只有五百之术的骑兵, 恰好就在他们失神慌乱的那一刻, 如死神一般降临, 非一般人能够直面死亡, 在死亡来临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生, 战争最怕的就是手里的战士有了退却之心, 一旦他们不敢抵抗, 放弃抵抗, 无论怎样的战争都会崩溃, 恐惧这个东西如瘟疫一样会传染, 一人跑, 十人逃, 百人崩, 千人溃, 万人, 战争的崩溃往往就如决堤的水, 没有人再能将决堤的水给收回来, 哪怕是他夏运虎, 亦或是那位夏侯卓清灵, 也不行, 所以, 李晨安敢于发起此战, 其一事虽只有千人, 却有一股一往无回之气势, 其二, 便是那烟花的出其不意产生的巨大效果, 这小子, 难怪长孙先生会如此看重于他, 夏运虎咧嘴笑了起来, 此战之结局, 已定, 他又扭头向李晨安站立的地方看了去, 小包子握着手里的无微剑, 那些奔逃的士兵, 没有人去自寻死路, 似乎也没有夏侯着安插在其中的刺客, 另外就是, 李晨安身边, 出现了一群穿着红衣的姑娘, 夏运虎沉阴片刻, 转身, 向风斜山而去, 而此刻, 谢静已离开了那辆高大的战车, 他去了队伍的后方, 那里, 是他的三千亲外, 他站在了这肃然而立的三千人面前, 徐徐开口, 大声说道, 而等随我多年, 不是兄弟, 已胜似兄弟, 现在, 是我带着兄弟们走向一条光明大道的时候了, 兄弟们, 拔出你们的武器, 顿时, 枪枪枪枪的声音不绝于耳, 谢静扫射了一下众人, 又高声说道, 对面, 不是敌人, 对面, 是摄政王的神兵, 我们面前的才是敌人, 他叫夏侯卓, 他率三万边军弃光而来, 意图杀死摄政王, 意图令咱们民国灭亡, 兄弟们, 你们同意吗? 不同意, 三千人举枪齐吼, 齐声如雷, 直观云霄, 站在战车上的夏侯卓吓了一跳, 他扭头望了望, 不知道, 他们不同意啥, 就在这时, 谢静跨上了战马, 拔出了刀, 兄弟们, 跟我上, 杀了夏侯卓, 保护摄政王, 他打马而行, 身后三千骑随之而动, 他们扬着手里的武器, 面色激动, 放猴儿吼, 杀了夏侯卓, 保护摄政王, 夏侯卓尚未收回视线,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便看见那三千骑在泄静的带领下, 向他狂奔而来, 你, 赵伟, 末将在, 本将军命你, 率五千后军, 挡住那群小人, 赵伟抬头一瞧, 滚滚雪尘中, 那些骑兵如狂龙一般席卷而来, 他吓了一大跳, 末将领命, 他一家伙飞到了后军, 所有人听命, 随本将聚敌, 枫叶山的山巅处, 站着两个穿着黑袍戴着黑金的老人, 粗略一眼瞧去, 他们几乎一模一样, 如果再戴上那顶漆黑的斗篷, 那不可能有人能够将他们分辨出来, 此刻两个黑袍老者都看着下方的战场, 他们当然听见了那惊天的爆炸声, 也看见了一朵朵闪耀的火花, 还有那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 他们还看见了那只漆黑的箭矢, 视如破竹一般的疯狂前行, 而后, 他们看见了从风斜山冲出去的那三千步足, 最后, 他们看见了夏侯卓后军出现的巨变, 至此, 已无悬念, 左边的那黑袍老者, 扭头看向了右边的那黑袍老者, 小于荡针撤大鱼, 此战, 可载入史册, 右边那黑袍老者, 一缕长须微微一笑, 现在你该相信李承安才是宁国之天命啊, 左边那老者微微汗手, 但真正的黄长子, 他确实还活着, 右边老者沉阴三夕, 这一步重要, 重要的是, 李承安这小子重情重义, 人这个东西, 有时候很是矛盾, 重情重义, 这本是一个好的品德, 但放在一个帝王的身上, 却并不合适, 如果没有钟离弱水, 他成为宁国皇帝, 宁国一定会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 宁国极有可能在他的带领下, 当真站在世界之巅, 左边那老者此刻说了一句, 可正因为钟离弱水, 续岁三月三, 他才引起了你的注意, 你这意思, 是要杀了钟离弱水, 右边老者摇了摇头, 离开京都的时候, 是想要这么做的, 但到了这里, 老夫改变了主意, 不杀了, 钟离弱水之寒疾, 无人能治, 不二周天觉, 不是谁都能炼成的, 所以, 钟离弱水必然会死, 只是再多拖延两年的时间罢了, 左边老者又问了一句, 两年时间对宁国很关键, 你为何改变了主意? 右边老者抬眼看向了吴善元, 他看的是那头黑驴, 还有骑在黑驴上的那个姑娘, 当然, 距离甚远, 他也就看见个小黑点, 他那张被面巾遮盖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慈爱的笑意, 我想, 宁国有温主语, 两年时间也就是弹指一挥间, 让他去经历一番与钟离弱水的生离死别吧, 一个男人要真正成熟, 总得走一些坎坷崎岖的路, 左边那老者沉阴树西问了一句, 那接下来你去哪里? 蜀州! 左边老者眉间一蹴, 还是要去蜀州? 去干啥? 右边老者徐徐眯起了那双老眼, 三月, 桃花该开了, 三月, 桃花该开了, 这是一件常识, 但偏偏这句话, 听在左边那老者耳朵里的时候, 却仿若一道惊雷, 他的瞳孔陡然一缩, 死了的桃树还会开花, 右边老者长长地淤了一口气, 大宗师啊, 哪有那么容易就死了? 左边老者静怡说道, 可广陵城桃花山上的那座坟里, 却有他的尸体, 尚未腐烂, 右边老者沉默了许久, 燕姬倒差点死于迷离之下, 迷离, 整个天下, 除了长孙铁县和他的青传弟子小五之外, 原本无人能做, 而迷离这个东西, 他断然不可能保存二十年之久, 可偏偏这东西, 出现在了丽阳公主的手里, 他用迷离将燕姬倒迷地晕了过去, 他的迷离从何而来? 左边老者骇然一惊, 长孙铁县虽然死了, 会不会是小五所配置? 右边老者摇了摇头, 小五倒是有配置一些迷离, 却从未曾泄露出去嘶吼, 所以, 你这是怀疑, 右边老者点了点头, 长孙铁县年轻时候, 就是他军队中的郎中, 长孙铁县这辈子最信任的人, 不是他的哥哥长孙金红, 而是那朵桃花, 老夫以为, 如果这天下除了小五之外, 还有董德, 配置迷离者, 唯有他, 左边老者似乎为了消化这个信息, 他带立了足足十息, 才又说了一句, 可他真的死了, 就躺在桃花山上, 李承安亲自去埋的, 右边老者微微垂头, 希望他真的死了, 若还活着, 那才真正可怕, 无论如何, 老夫要去蜀州看看, 再会, 再会, 若有, 若真有消息, 烧个信到平江城西街的城隍庙, 好, 你也保重, 咱们都老了, 得好生活下去, 活下去看看, 这个世界, 会不会变成细微所憧憬的那般模样, 枫叶山上的两个老人, 各奔东西而去, 他们都是传说中, 细微的装扮, 但无人知道, 他们究竟是谁, 也无人知道, 他们接下来将去向何处, 更无人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细微, 五善元的战斗, 已进入了尾声, 悬甲营凿穿了段佐所率领的一万大军, 他们冲到了前方, 并没有对夏侯卓的后军发起攻击, 而是迂回而来, 再次凿入了溃散的大军之中, 张一仙带领的五千左翼军队, 未能与中军的段佐所不会合, 他们被蒙虎营的五百战士给拦了下来, 同为部族, 张一仙本以为可轻易将这五百人给斩杀, 然而, 真正两军相接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他才知道, 就算是大将军, 也完全不了解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他们的刀枝锋利,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双方的兵器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切豆腐一样, 自己这些兵族手里的兵器, 就是豆腐, 随着咔嚓声响起, 接着响起的, 就是自己士兵的惨叫声, 手里的刀断, 随之而来的, 就是命断, 没有人是他们的义和之将, 他们突入阵营, 仿佛在砍瓜切菜, 张一仙顿时明白, 其余各阵为何会迅速溃败, 这仗, 打得憋屈, 也打得无可奈何, 那头小黑驴依旧站在五善园的后方, 只是此刻, 那头小黑驴的旁边多了许多人, 都是些穿着一身红装的女人, 他们是宁楚楚的娘子君, 宁楚楚就站在那头 小黑驴的旁边, 对肖姐姐羡慕极了, 他时不时瞅一眼那头黑驴子, 心想, 若是自己也有这么一头, 若是李晨安也能和自己侧驴奔腾, 当也是神仙眷驴, 但他没有驴, 在李晨安没有接回大皇兄之前, 他也无法大胆地去爱, 毕竟在世人的眼里, 李晨安就是他的太皇兄, 卒卒, 就在宁楚楚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肖包子身后的李晨安忽然叫了一声, 嗯? 宁楚楚扭头看向了李晨安, 这个夏侯卓, 听说是你哥的家奴, 宁楚楚点了点头, 是母亲给哥哥的人, 哦, 那你觉得他该不该杀? 宁楚楚一正, 李晨安这忽然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他觉得有些怪异, 夏侯卓曾经入京都的时候, 他倒是见过, 那时还小, 当然谈不上对这个家奴有什么感情, 何况, 这次丢弃了燕云关, 带着这么多的兵跑来, 是要杀李晨安的, 该杀? 好, 走, 我们去杀夏侯卓, 宁楚楚又是一愣, 抬眼望去, 敌军后方的战斗已经打响, 那是谢敬的三千骑兵, 与赵伟率领的五千部族, 混站在了一起, 夏侯卓依旧站在那高大的战车之上, 而前方战场, 玄甲营已将那一万敌军撕裂开来, 撕开了数道口子, 敌军的溃败当在瞬息之间, 右翼的蒙虎营五百战士同样也杀入了那五千敌军之中, 如蒙虎入了羊群, 左翼, 那三千不知来路的藤甲士兵也已占了上风, 他带着两百余娘子军分裂左右两路, 将李晨安和萧包子护在了中间, 就这么向尚未结束的战场走去, 他们穿过了前军, 两百娘子军原本严阵一带, 结果敌人根本没有一个向他们冲来, 周十八斩杀了车链, 他飞在了空中, 手里踢着车链的人头一声大吼, 而等的将军已被老子宰了, 而等放下武器, 老子饶你们一命, 他将那人头抛入了敌军之中, 有士兵接住, 一瞧, 车将军死了, 车将军真的死了, 投降, 我们投降, 兵败如山倒, 他们原本就失去了战役, 此刻他们的主将战死, 他们瞬间崩溃, 一个个皆放下了武器, 举起了双手, 就这么茫然地看着, 从战场中间徐徐走过的那群, 穿着红衣服的姑娘, 还有那头驴, 周正一瞧, 带着玄甲营战士, 也护卫在了李承安的两旁, 左右两翼的那些敌军一瞧, 这一掌还打个屁啊, 中军都降了, 老子们也降了吧, 当李承安一行, 来到那战场前的时候, 整个战场的战斗都已结束, 包括后方的那场战斗, 那些边军将士, 傻傻地看向了战车上的大将军, 夏侯卓, 此刻的夏侯卓, 却看着向他走来的那头驴, 他当然看的不是驴, 而是驴背上的那个姑娘身后的少年郎, 小黑驴停下了脚步, 夏侯卓看得更仔细, 也更清楚, 他居然咧嘴一笑, 你就是小贼李承安, 李承安撇了撇嘴, 说出来一句令所有人震惊的话, 我是你大爷, 封县, 武善园就在封县外三里地, 武善园上将发生的这场战斗, 在府兵集结于此的时候, 封县的百姓就已知道, 只是他们之前并不知道那数万的府兵, 集结在武善园的西北边是要和谁一战, 直到昨日, 他们才听说, 那些府兵, 要杀的是摄政王, 这显然是个吓死人的消息, 这令封县的百姓心里极为担忧, 听说摄政王已抵达了封县, 他竟然就带着百来号人, 这怎么打? 摄政王必输无疑, 必死无疑, 有百姓想要去给摄政王通风报信,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 摄政王究竟在哪里, 封县的县令张剧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当然不介意摄政王死, 但他不希望摄政王死在了封县, 而后, 他又听说北部边军的大将军夏侯卓, 带着三万大军, 也向封县而来, 这些天杀的, 老子在封县当县令才半年, 县衙后院, 张局很生气, 也很无奈, 为了当这县令, 老子托人给倒台大人, 送了足足万两银子, 那是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啊, 他对公身站在面前的师爷, 发着牢骚, 本以为在这封县, 当个三五年的县令, 捞上十万八万两的银子, 再去给倒台大人送去三五万两谋一个知府的官, 可现在, 他双手一摊, 半年, 咱们捞了多少银子回来, 那师爷咽了一口唾沫, 低声说了一句, 回老爷, 才捞回来六千两, 瞧瞧, 这本都没弄回来, 这笔生意, 巨亏, 师爷抬起了头来, 那双老鼠般的眼眯溜溜一转, 说道, 老爷, 虽然倒台大人倒了台, 但如果摄阵王死了, 他俯过了身子, 低声说道, 老爷您想想, 摄阵王将那么点人, 很明显, 他并不知道, 武善原有大军正在等着他, 现在除了五万辅兵之外, 还有三万夏侯大将军的边军, 李晨安他必死无疑, 他死了, 将难道的形势必然发生巨变, 于到台他们再被放出来, 官复原职也不是没可能, 老爷, 有的是机会, 张举一听, 捋着下巴的那两撇八字胡须沉音片刻, 可如果李晨安没死呢, 那师爷摇了摇头, 他又不是神仙, 武兜头不是已回报了吗? 李晨安拢共就千来好人, 而五万辅兵已和夏侯大将军的三万边军会合一处,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李晨安, 一千人对八万, 老爷, 这结局还用得着去想吗? 张举一听, 眉开眼笑, 便听师爷又说道, 现在老爷您要做的, 是将咱封县的厨子都弄到老爷您的府上, 准备上好酒好菜, 迎接府兵的大统领, 还有夏侯大将军, 老爷, 您若是和夏侯大将军拉上了关系, 莫要说知府, 恐怕成为金官也不是没可能, 张举眼睛一亮, 咧嘴一笑, 还是你这老东西看事情看得明白, 你现在就去, 他的话音未落, 那五都头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老爷, 张举满面春光, 是不是摄政王的人全军覆没, 摄政王也被生情活捉, 五都头一震, 摇头, 不是, 那夏侯将军胆子真大, 莫非他砍了摄政王的脑袋, 五都头瞪大了眼睛, 咽了一口唾沫, 老爷, 您弄反了, 是摄政王大获全胜, 摄政王已将夏侯卓, 给生情活捉, 张举一听大吃一惊, 这怎么可能, 老爷, 现在外面全是府兵和边军的溃兵, 老爷若是不信, 出去一瞧便知, 张举不信, 他带着二人飞快地走了出去, 站在了衙门的门口, 放眼所见, 满街都是极为狼狈的兵, 他看了足足十夕, 也听到了那些溃兵说出的消息, 他一家伙就瘫倒在地, 双目无神, 这, 这怎么可能, 八万人啊, 八万打一千, 还特么输了, 这才多久, 这特么才小半天时间, 就算是八万投猪, 也不至于啊, 这大将军, 老子也能当啊, 他的师爷连忙一把将他给扶了起来, 老爷, 既然发生了如此变故, 老爷得赶紧做出打算才好, 银子没捞回本, 怎么打算, 老爷, 得跑路, 银子是小事, 命, 才是大事, 张举一巴掌拍在了大腿上, 对, 逃命, 走走走, 回府, 你们也回家收拾戏软, 随老爷一并逃命去, 莫要说张举等人没有料到战争的结局会变成这样, 封县的百姓们也万万没有料到, 当武善园之战的消息随着那些溃兵传来之后, 封县的百姓们顿时陷入了疯狂之中, 几乎所有铺子的门都开了, 几乎所有院子的门也都开了, 百姓们走了出来, 一个个面色激动奔走相告, 有人眼面而起, 有人热泪盈眶, 有人仰天长笑, 也有人相拥而笑, 摄政王赢了, 这就是天意, 这就是天命, 摄政王天命所归, 以千人而大百八万, 这是何等的厉害, 对, 你们可有听见武善园传来的惊雷之声, 那可是百姓道天雷, 这大冬天的, 何曾有过天雷出现, 瞧瞧, 咱摄政王来了, 老天爷降下天雷, 将那些该死的乱臣贼子给劈死了, 对对, 你们没见那些逃兵衣衫褴的模样, 他们当真是被雷劈过, 只不过, 他们运气好逃了出来, 邪, 终究不能压正, 一个穿着富贵的慈祥老者, 此刻一缕长须说道, 诸位, 这便是宁国的国运所归, 这便足以说明摄政王, 就是老天爷派来拯救咱们宁国的, 大家伙被张举那混账玩意儿, 盘剥了半年时间, 老夫以为, 此战摄政王大胜, 那混账东西, 恐怕会卷起铺盖卷跑路, 你们, 当去将他擒货, 另外, 此时已静暮时, 摄政王还有他的神兵们, 奋勇一战, 此刻当都饿了, 诸位父老相亲, 咱们是不是该, 各自都去弄些饭菜, 送往午膳园去, 犒劳一下这只神兵, 做人, 得有良心, 如果摄政王败了, 那些该死的叛军进了城, 你我还能在这里喝茶聊天吗? 老者的这番话一出, 所有的察客们深以为然, 片刻, 各自离开, 又片刻, 整个封县家家户户都冒起了吹烟, 也有一部分身强力壮的汉子们, 拿着棍棒菜刀向衙们涌去, 恰好将正要跑路的张举, 给逮了个正正, 而此刻的午膳园上, 令楚楚抬头看向了战车上的夏侯卓, 呼的一声怒吼, 你这奴才, 瞧瞧本宫是谁, 还不给本宫滚下来受死, 夕阳挂在了风邪山上, 有夜风起, 吓吼啄呼地打了个白子, 他觉得有些冷, 他看了看宁楚楚, 咧嘴一笑, 当真从那战车上走了下来, 没有带上他挂在战车上的那把跟随了他多年的刀, 他站在了距离宁楚楚仗鱼之处, 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那张漆黑的脸上此刻, 居然露出了一抹慈爱的神色, 殿下, 转眼十年未见, 殿下已成人, 见之如娘娘亲临, 老奴心甚畏, 说完这几句话的时候, 夏侯卓仿佛忽然之间就老了, 他的脸上再没有蒸伐四方时候的那种坚硬果敢, 他的脸上现在有些颓废, 有些失落, 还有些似乎是解脱, 宁楚楚终究心地善良, 他似乎想起了童年时候, 这夏侯卓回京树职, 那时候母后已经去世, 就在太子哥哥的东宫里, 他跪地向太子哥哥发誓, 是会把太子哥哥登基为敌, 这是他的信念, 他并没有因为母后的去世而改变, 他牢牢地抓住了西部边军的兵权, 并一直在尽力地给太子哥哥造势, 甚至为了太子哥哥能吻压二皇兄一头, 他不顾骂名, 让出了九英城, 导致九英城落在了荒人的手里, 他本以为父皇能够同意太子哥哥前去清征, 他必会协助太子哥哥夺回九英城来送给太子哥哥一份莫大的军功, 然而, 父皇却在长乐宫里根本就没有回来, 朝中姬太一系掌握着大权, 并没有将太子哥哥的请求送到父皇的手里, 他只能握紧了北部边军, 远眺着丢失了的九英城, 他放弃了率兵去夺回九英城, 因为那会让他手里的兵损失惨重, 他不能没有足够的兵, 他希望能够凭着自己手里的兵, 让姬太等人有所忌惮, 他的这一目的还是有些效果的, 太子哥哥在东宫的那些年还算是安稳, 当然, 也或许是太子哥哥在东宫表露出来的宽厚与无害, 并没有直接侵犯到姬太等人的利益, 也或者, 姬太原本就是在等着某个机会, 太子哥哥在去碎京都之变中死了, 他带着三万金锐离开了燕云关, 这是卖国之死罪, 可他依旧那样做了, 只是为了给太子哥哥报仇, 他认为京都之变李承安得到的利益最大, 他认为太子哥哥就是死在李承安的手上, 或者因李承安而死, 他认为罪魁祸首就是李承安, 所以, 他在听闻李承安要接到江南去蜀州之后, 毫不犹豫地就率兵而来, 他做错了吗? 如果站在国家之大义来看, 荒人如果抓住了那一线战机, 真攻下了燕云关, 他将背负万事之骂名, 但如果, 站在作为一个家奴, 对主子的忠心这一角度去看, 他无疑尽到了忠义之职责, 他信守了当年对母后的承诺, 和对太子哥哥的承诺, 哪怕背负一事骂名, 也在所不惜, 宁楚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语气也变得轻柔了一些, 后悔了吗? 夏侯卓咧嘴一笑摇了摇头, 奴从未曾后悔过, 当太子殿下的死讯, 传到北部边军之后, 奴婢门三日而私, 太子殿下宅心人后, 他怎么就会被人给害死了呢? 好人, 为什么就难以偿命呢? 他是咱们宁国的储居, 未来, 他就是咱们宁国的皇帝啊。 他登基为帝, 许多大臣都能得以善终, 哪怕是姬太如此对他, 太子殿下也没有诛他九族之心, 可偏偏那些大臣们就容不得他。 夏侯卓转头看向了李承安, 就算你要窃国, 太子殿下在给我的信中, 说他将你视为之己。 你当这摄政王也好, 你登基为帝也罢, 杀一个人畜无害的皇子, 还是一个将你当成朋友的皇子, 你心里过意得趣吗? 李承安微微一叹, 看向了夏侯卓, 极为真诚地说道, 我若是说我, 从来没有想杀太子殿下之心, 你信吗? 你信吗? 夏侯卓如何能信? 自古以来, 为了那张龙野, 兄弟相残都极为正常, 何况这李承安还是个外人, 怕李承安想要握住那权柄, 就必然杀死正统的太子殿下, 这不是什么阴谋思想, 这就是最为正常之事。 夏侯卓自嘲一笑, 你赢了, 你怎么说都行,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我就没有料到, 西维那老东西会当着我的面, 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还让我心甘情愿地跳了进去, 如果不是西维的劝说, 我根本就不会与谢敬合作, 我会等, 等你的人和谢敬的人打起来, 我有的是时间等, 因为你必须去蜀州, 而我, 并不是必须去京都, 我会等到你的这一千人和谢敬打出个结果, 从而观察, 你这千人之战斗力, 也会着等到你埋设的伏兵出现, 可西维那老东西, 却骗了我, 若不是他, 就算我战败, 本也可以远走他乡再等机会。 李承安心里倒是微微一正, 他没有料到, 西维为了这件事, 在背后做了许多事, 他看了看萧包子, 又转头看向了夏侯卓, 没有去问西维劝说了什么, 而是说起了令夏侯卓很是惊诧的事,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登基为帝吗? 因为我对那玩意儿并没有多少兴趣。 京都之变前, 太子殿下来顾我所住的梅园, 那时是秋, 梅花当然没开, 我俩却在梅园聊了许久, 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太子, 未来也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皇帝, 至于心词手软, 他可以心词手软, 我本想要助他一臂之力来当个恶人, 他下不了决心去做的事, 我来做, 他举不起的刀, 我来举, 他不忍杀的人, 我来杀, 必须要杀一些人的, 不然, 宁国会出大问题, 想来这一点你也应该知道, 他太胖, 这不利于他的健康, 我甚至还给他拟定了一份减肥的计划, 只是我没有料到京都之变会来得如此之快, 也没有料到对他下手之人会如此果决, 他确实不是因为先帝嫁崩而亡, 他确实是被人所害, 夏侯卓未曾料到李承安没有否定太子殿下的死因, 他瞳孔一缩, 谁害了殿下, 我也不知道, 我或许会追查, 也或许不会去理会这件事, 适者一议,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你, 你想为他报仇, 这无可厚非, 你擅自离开燕云观, 这是死罪, 谁也就不了你, 你还有什么意愿, 说完就可以去死了, 李承安不是个心慈手软之人, 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让夏侯卓活下去, 倒不是夏侯卓丢失了九阴城, 也不是他擅自离开了燕云观, 而是这夏侯卓是要来杀自己的, 这种人的思想会很顽固, 目标会很明确, 偏偏还有那种实力, 放虎归山这种事他绝不会去做, 哪怕夏侯卓看上去, 似乎有了悔过之心, 他也没打算改变主意, 他不想去防备自己的后背, 更不想因为所谓的仁慈, 去考验别人那复杂的内心, 天色渐暗, 今夜是无法赶路了, 他命令周正等人, 在远离战场的雪地上搭好了营房, 就在他的营帐中, 夏侯卓坐在了他的对面, 萧包子坐在了他的左手, 宁楚楚坐在了他的右手, 他还有些问题需要问问夏侯卓, 比如, 他给夏侯卓蒸了一杯茶地了过去, 你对大荒国怎么看? 宇文峰当得起萧雄二字, 夏侯卓捧着茶杯盾了盾, 又到原本的北末有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四十七个, 咱们宁国将之统称为荒人, 是因为他们不是耕种, 也没啥文化传承, 就是一些骑在马上竹草而居的放牧者, 没有固定的居所, 食物也只有牛羊, 他们极为好战, 讲求的并不是什么传承, 更不讲什么礼仪, 他们只讲求武力, 他们只信奉武力, 宇文峰出生于秀山部落, 在昭化十七年春, 秀山部落所放牧的秀水源大汉, 导致了秀山部落的牛羊没有草吃, 他率领秀山部落的年轻汉子, 开始为部落找寻生存之路, 他杀开了一条血淋淋的路, 短短三年的时间, 他纵横万里之地, 征战了整个草原, 将草原上的四十七个部落, 全部打得落花流水, 所有部落的酋长, 接奉他为王, 他用强大的武力, 统一了整个草原, 而后将偌大的北末, 划分为了二十七州, 将大荒城, 建立在了距离宁国边境最近的南西州, 此举极有深意, 从大荒城至九英城, 不过区区三百里地, 此人与其余的荒人有很大的不一样, 李承安微微一正, 有何不一样? 他懂得中原的文化, 甚至他对中原文化还极为了解, 他率领绣山部落的汉子去打仗并不是蛮干, 而是采用了诸多的策略, 他统一北末之后, 对北末的管理方式, 采用的几乎都是中原诸国的那一套, 他划分了二十七州, 建立了州城, 让原本游牧的荒人定居了下来, 他让荒人中的女子放牧, 男子开垦荒地, 他引入了中原的种植技术, 而今, 荒人种出的粮食产量并不会比民国低多少, 他将原来各部落的精壮男子编入了他的军队, 组建了北末铁骑十三万支树, 拆分为十三支骑兵营, 称为北末十三鹰, 分属于六大边军, 但最厉害的一支骑兵, 却是他亲手训练的五千骑, 他们被称为神鹰, 总之, 此人无论是在军事上, 还是在政治上, 皆有着极高的造诣, 未来, 大荒国恐怕会成为宁国心头之患, 你若是登基为帝, 万万不可小觑此人, 李晨安沉吟片刻, 他没有料到夏侯卓对宇文峰有着如此之高的赞誉, 当然, 此前他也没有去关注过那天远地远的大荒国, 听闻宇文峰这个名字, 还是去岁三岳在广陵城的时候, 钟离若水在桃花山庄和他闲聊的时候, 提起过一嘴, 他说是宁楚楚说的, 如此看来, 当时的宁楚楚对这个宇文峰就看得很重, 想来那时的夏侯卓就已通过书信告诉过太子宁之意, 故而宁楚楚知道一些关于宇文峰的事, 这个宇文峰曾经在中原某国求过学, 夏侯卓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应该是, 李晨安没有再问, 但对于大荒国和宇文峰, 他却极度重视了起来, 当派出黄成寺的蝶子, 去密切关注宇文峰的一举一动了, 目前尚不能发起对大荒国的战事, 九英城现在没有办法夺回九英城, 因为吴国使者的谈判不会有好的结果, 吴国使团回国之后, 随时都可能发起对宁国之战, 以而今宁国之国力根本就撑不起两场大战, 宁国之北尚有燕云关可守, 宇文峰没有率兵来攻, 这里面恐怕也有他大荒国国内的某些矛盾存在, 但吴国不一样, 吴国太子吴谦即将登基为帝, 他若是拿下了乌鸦关,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功劳, 而乌鸦关所处之位置, 不仅仅是对吴国极为重要, 对宁国同样极为重要, 守住了乌鸦关, 就能将吴国的大军死死地摁在关外, 若丢失了乌鸦关, 吴国大军随时可以应马于丹河, 甚至木马安难道, 李晨安瞎了一口茶, 抬眼, 问了一句, 你还有什么眼? 夏侯卓当然知道自己必死, 他也没有抱丝毫侥幸心理, 他看了看宁楚楚, 他能看出, 四公主喜欢上了这个摄政王, 这是个好事, 也是四公主最好的归属, 善待四公主殿下, 宁楚楚一听, 顿时脸蛋飞红, 李晨安微微一正, 这个你放心, 其他呢? 夏侯卓咧嘴一笑, 昨晚到现在, 我还立你未尽, 很饿, 让我吃饱了, 自行了断。 好! 就在这时, 营帐外转来了嘈杂声, 还有许多凌乱的脚步声, 李晨安抬头, 便见阿牧走了进来, 来了许多人, 什么人? 说是丰县的百姓, 他们来干啥? 送吃的, 好多好多的吃的, 说是要感谢你, 要犒劳我们, 接还是不接? 李晨安想了想, 起身, 接, 咱们一起去接, 你也跟着去看看。 夏侯卓也站了起来, 跟着李晨安等人走出了营帐, 来到了营地外, 放眼看去, 许多的灯笼火把, 照亮了这偌大一片雪地, 空气中飘荡着各种饭菜的香味, 那些灯笼火把之下, 是一个个带着期待, 却又很是畏惧的老百姓, 他们的面前, 是一长牌的穿盔戴甲手握长刀的悬甲营战士, 周正也不知道这是啥情况, 万一这里面有刺客, 怎么得了? 但李晨安却偏偏偏走了过去, 对周正说了一句, 让战士们把刀都收起来, 宁人的刀, 我希望永远不要对着宁人, 李晨安这随口的一句话, 另站在他身后的, 吓吼啄猛的一阵, 宁人的刀, 永远不要对着宁人, 宁人的刀, 是用来保护宁人的, 但自己, 却带着刀要来杀他, 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 如果是太子殿下在这里, 他又会怎么做呢? 李晨安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 夏侯卓抬头看着李晨安站的笔直的后背, 他的内力虽然被那萧姑娘给封闭, 他身上的匕首虽然被那个叫阿牧的少年收走, 但如此近的距离, 他相信自己全力一拳, 就算杀不死他, 也够他喝一壶的, 他没有出拳, 他想看看李晨安接下来会做点什么? 李晨安并不知道没有内力的夏侯卓, 依旧是个危险的存在, 玄甲营的战士在周正的一声命令之下, 皆收起了长刀, 皆站在了两侧, 李晨安向前而行, 站在了对面的一个老者的面前, 那老者抬头看了看, 他并没有见过李晨安, 但他知道这个少年一定就是李晨安, 他连忙跪了下去, 他仅仅跪了一半, 膝盖尚未沾的就被李晨安一把扶住, 他的耳边传来了一个低柔的声音, 老人家, 您这是要折杀了我吗? 那老者一震, 在李晨安的搀扶下, 徐徐站了起来, 他惊诧地看着李晨安, 距离很近, 就着火把灯笼的光芒, 他看见了那张年轻帅气, 面带微笑的脸, 摄政王? 老者的声音都在颤抖, 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 权倾天下的摄政王会如此随和, 他更没有料到, 这位爷竟然会亲手将他给搀扶起来, 我就是李晨安, 那群带着各种吃食而来的百姓们, 原本就瞪大了眼睛, 看着那少年将那老者扶起, 此刻在一听, 方知这位少年就是摄政王, 群情顿时激动, 又有几个老者在此刻呼地发出了一声激动的欢呼, 草民, 拜见摄政王, 随着这声音响起, 那数以千计的百姓, 慌忙将手里的吃食放下, 呼啦啦一家伙在地上跪了一大片, 有山呼声起, 草民, 拜见摄政王, 这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另站在李晨安身后的夏侯卓, 豁然一震, 这叫什么? 这叫民心, 这些百姓的声音发自肺腑, 他们跪在这冰冷的雪地上是心甘情愿, 自古以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里虽然仅仅只有千来个百姓, 但他们却代表了宁国所有的百姓, 想来李晨安的那些惠民之举已传入了江南道, 他令这些百姓们看见了美好未来的希望, 李晨安摇头一笑, 诸位父老乡亲, 都起来吧, 谢摄政王? 那些个德高望重的老者, 带着百姓们站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面色激动, 心潮澎湃, 他们来的时候, 原本极为忐忑, 因为他们的地位极其低下, 哪怕是在县太老爷的面前, 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直视一眼, 何况这位可是宁国的摄政王, 但偏偏, 这位摄政王的身上没有那种令他们极为反感的趾高气扬的气势, 反而他就像一个寻常书生一样, 这领所有的百姓们感到很舒服, 哪怕知道这位爷就是摄政王, 他们此刻也都直起了腰, 也都一脸欢喜地直视着这位摄政王, 摄政王, 站在李晨安面前的老者功身一礼, 打仗这种事, 咱老百姓帮不了您太多, 咱们只能为您祈祷, 希望您能将那些乱臣贼子统统杀掉, 听闻摄政王大胜之消息, 小老儿与封县的几位德高望重的组长商议, 希望能为摄政王, 为摄政王的这支天兵做点什么, 于是便号召了封县的百姓们, 做了一些不入眼的吃食, 想着将士们都饿了, 希望, 希望摄政王莫要嫌弃, 李晨安一听, 牵起了这位老者的手, 老人家贵姓, 这一举动顿时令这老者受宠若惊, 他说话的声音都微微有些颤抖, 老朽, 老朽见姓刘, 单明一个洞子, 哦, 刘大爷, 老者又吓了一跳, 小老儿万不敢当摄政王如此称呼, 李晨安没有在意, 他依旧牵着流动的手, 视线看向了那些百姓们, 父老乡亲们有心了, 说来, 我们确实也饿了, 你们送来的饭菜, 可正是时候, 比啥都好, 他这话一出, 让所有人顿时放下了心来, 毕竟在老百姓的心中, 堂堂摄政王吃的, 恐怕都是山珍海味, 这些吃食, 虽说都是他们各自家里最好的, 但怎能与宫里的御膳相比, 他们原本很担心摄政王会拒绝, 但现在摄政王分明很高兴, 于是, 他们更高兴, 便听李晨安又恳切地说道, 宁国这些年饱经磨难, 我知道大家伙的日子, 过得都并不太好, 这磨难, 不是什么天灾, 而是, 人磨, 我知道姬太掌权的这些年,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科捐杂税, 层出不穷, 付了一大批的官员, 苦了所有的老百姓, 现在, 姬太已经授手, 京都的官员已完成了更换, 江南到平江城的所有官员, 也都已经落马, 等待他们的, 将是律法的审判, 接下来整个宁国的官员, 凡有罪者, 一个都逃不掉, 接下来, 惠民立民的诸多举措, 将在新的官员上任之后, 大力推行, 日子会好起来的, 因为宁国有你们, 有你们这些勤劳朴实的, 最可爱的人, 李晨安一席话说完, 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许多人喜极而泣, 许多人嚎啕大哭, 他们心里苦, 此刻却已无需再去述说, 夏侯卓闭上了眼, 彻底放弃了对李晨安的狠, 他甚至生起了一个念头, 若是李晨安登基为帝, 恐怕宁国才会真的有未来, 接下来在李晨安的招呼之下, 将士们从百姓的手里, 接过了那些吃食, 三五成群的, 就这么坐在雪地上吃了起来, 李晨安邀请了那几位老者, 也带着一些吃食去了营房, 他和这些老者同席, 也让夏侯卓陪坐在了一旁, 饭菜很丰盛, 李晨安一边吃, 一边与那几位老者谈笑风声, 说的有国事, 也有诗词, 更多的是, 这几个老者说的江南道的一些隐秘事, 夏侯卓也没有客气, 他很认真地吃着他这一生最后的一顿晚餐, 他吃得很饱, 觉得, 去死也值得了, 那就去死吧, 他起身, 向李晨安告辞, 他在阿木的陪同下, 找了一处远离人群的地方, 阿木递给他了一粒药丸, 他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他望着满天的星辰, 脸上带着一抹笑意, 低声说了一句, 殿下, 奴来陪你了, 事业, 夏侯卓足, 茫茫的武善园上, 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坟婴, 无碑, 坟头朝着京都方向, 昭化二十四年二月一, 转眼间, 距离武善园之战, 已过去了十天, 武善园之战的战事, 已传遍了宁国的大江南北, 当然已传入了京都, 已在玉京城的月来客栈, 住了近一个月的吴国太子吴迁, 终于得到了武善园之战的消息, 早春的阳光已有了些许温暖, 但站在院子里, 披着一身暖阳的吴迁, 此刻非但没有感受到这暖意, 反而还觉得比领冬更冷了一些, 他的手里, 还拿着这张刚送来的情报, 他已看过了足足五遍,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他拿着这张纸, 走到了庭院中的那处凉亭里, 坐在了云书贤的对面, 云书贤侦查, 抬头, 何是如此严肃, 太子云迁将这封情报递给了云书贤, 云书贤放下茶盏结果一看,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谢敬倒戈, 有天雷驻阵, 有伏兵三千, 李承安千人有如神柱, 五百悬甲骑兵, 如入无人之境, 北部边军三万大军, 仅仅一个时辰崩溃, 封县数千百姓送酒菜, 他竟然赢了, 就算是有伏兵三千, 就算是有谢敬的五万伏兵, 但从这情报看来, 关键还是他的那五百骑兵, 以五百之数的骑兵, 要破数万人的布阵, 云书贤又摇了摇头, 为师虽是个文人, 却也读过一些兵书, 这若是真的,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吴谦深吸了一口气, 眉间的神色依旧严肃, 这些日子, 在这玉京城里, 听了许多关于李承安的故事, 积书房也送来了许多关于李承安的情报, 先生, 这小子, 是个狠人啊, 首先, 能够背着一个傻子名头, 寅院十七年, 天下间何人能够做到, 虽说历史的记载中, 有这种装疯卖傻掩盖自己的人, 这种人通常都是在因为失事, 为了狗活, 才会去做的, 也就是说是迫不得已, 并且是在心智极为成熟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来掩人耳目, 但李承安却从三岁读书启蒙的时候, 就开始装傻, 这一装就装了十四年, 他为什么要装傻, 他是怎么做到, 在三岁这个年龄, 就装傻的, 还装得天衣无放, 广陵城那么多的人足足十四年, 都没有看出其中的端倪, 他又是为什么会在去岁的三月三, 恰好是钟离若水, 在画屏湖以文选序的时候, 决定不装了呢, 他并不是直接和钟离若水接触的, 他展露第一缕在文学上的才华, 是在四公主宁楚楚的面前, 他一直在广陵城, 当根本不认识四公主才对, 可偏巧, 他在画屏湖的烟雨亭里, 偏巧四公主就去了烟雨亭, 天下有之妖巧的事, 本宫倒是以为, 他的背后有高人指点, 有人告诉了他, 四公主去了广陵城, 去了画屏湖, 要去烟雨亭, 故而, 他提前一步去了烟雨亭里等待, 他的目标, 不仅仅是钟离若水, 他的诗词, 明明可以正大光明地夺得魁首, 抱得美人归, 可他却没有那样做, 而是通过四公主宁楚楚, 去转了一手, 这一手转的妙啊, 一箭双雕, 他让宁楚楚对他方心暗许, 又让钟离若水, 对他爱得死心塌地, 于是乎, 他靠着这两个女子, 拥有了他们背后的强大力量, 定国侯府站在了他的身后, 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通过宁楚楚, 他结识了太子殿下, 得到了长孙金红的赏识, 又得到了皇上的赞誉, 他成了皇城司的副提举, 还是朝中监察司的建议大夫, 他的爷爷是李春甫, 李春甫虽然早已去世, 却在朝中给他留下了许多可用之人, 他凭着这些力量和机态正面斗, 此举赢得了许多大臣的认可, 让他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他就是这么积蓄资本的, 直到京都之变, 本宫倒是认为他应该和西维认识, 甚至说不定这一切的谋划, 都是西维在他背后出的主意, 不然, 西维的女儿怎么会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西维的女儿, 在他身边二人同其一缕, 表现得如此亲密, 却并没有引来中离弱水, 或者宁楚楚的反对, 他们似乎对此并无意见, 就像早已达成的某种协议, 吴谦洋洋洒洒说了这么一席话, 将李晨安短时间崛起的历程, 似乎分析了一个透彻, 听起来合情合理, 去思索, 似乎也无懈可击, 他用他的才华, 征服了三个绅士了德的女子, 他靠这三个女子的背景, 谋了一个偌大的宁国, 这样的人, 当然不是傻子, 像他这样的人, 极为可怕, 其心若冤, 其至尽妖, 其谋, 宁国正儿八经的皇子, 而今可就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三皇子, 听说朝中, 正在商议给这位三皇子封王之士, 封地据说会放在蜀州, 蜀州, 是中理府经营了多年的地盘, 这位三皇子去了蜀州, 不是流放, 而是圈禁, 其谋狠毒, 偏偏还装出了一副大义的模样, 本宫记得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天下之人, 最可怕者, 便是举大义之旗, 行大秘之事, 李晨安, 他就是这种人, 他去了蜀州, 如果那位皇长子, 真就在蜀州, 他说, 是要接回那位皇长子, 可在本宫看来, 那位皇长子, 必死无疑, 吴谦端起了茶盏, 眼里露出了一抹狠立之色, 此人不除, 恐成吴国之大患, 他转头看向了, 站在身后不远处, 抱着那把剑的少年, 呼地问了一句, 七剑何时出天山? 当吴国太子吴谦, 在越来客栈的庭院里, 分析着李晨安的时候, 当他对李晨安, 升起了必杀之心的时候, 皇宫的义政殿里, 正一片喜庆, 内阁首辅温竹语看着快马送来的捷报, 哈哈大笑, 门下省门下市中, 成国功成竞庭, 一张老脸, 笑得就像开了一朵老花, 中书省中书令年成凤, 和尚书省尚书令齐摇二人, 捋着长须老怀大位, 六部尚书们, 一个个也松了一口气, 久违的欢喜浮现在了脸上, 眼里满是不加掩饰的欣喜, 温竹语一缕短须, 将这捷报传了下去, 开口说道, 摄政王在武善园这一少胜多的一战, 不仅仅开创了一个战争的奇迹, 它产生的意义, 远比这场战争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更深远, 经此一战, 咱们宁国国内, 将不会再有大的叛乱, 那些怀有不臣之心的萧小之辈, 将生不起在霍乱国家之一心, 那些贪张王法的大臣, 将难道, 借着摄政王这一战之威, 轻易拿下了所有罪证确凿的官吏, 其余四周, 黄承司已开始行动, 立部和刑部的官员, 也需要下派出去协助黄承司办理那些贪官污吏的案子, 接下来, 按照摄政王离京之前的计划, 前往江南道任职的官员, 在本月之内需要悉数到齐, 比以往会少许多, 一来是能当大任的官员不多, 二来, 摄政王说当精兵减政, 意思就是, 宁国从上至下的官员, 不再需要如以往那般多, 姬太在位的时候, 他巧立明目增加了许多衙门, 比如玉玛司, 比如外事局, 也比如管明司等等, 摄政王说,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统统需要裁撤掉, 咱们宁国的百姓承担的税负之所以会如此之重, 其一在于各地巧立明目的苛捐杂税, 其二, 就是吃黄粮的官员太多, 说到这里, 温竹于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他拿起了旁边案记上的一本册子, 展开来, 又道, 千年历史上, 陈国时候八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至唐国末年, 这个数据变成了三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到了咱们宁国开国时候, 是四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但现在, 温竹于抬起了头来, 挥了挥手中的这本小册子, 现在, 咱们宁国是一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与陈国时候相比, 百姓的负担增加了七倍, 与宁国开国时候相比, 百姓的负担增加了三倍, 与而今的越国相比, 越国现在是两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咱们的百姓, 比他们的百姓, 多负担了足足一倍, 再与吴国相比, 吴国是三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咱们的百姓, 也比他们多负担了两倍的税负, 温竹于放下了这个小册子, 看向了一脸震惊的众人, 手指头在这小册子上戳了戳, 这是摄政王离开京都之前, 让皇城思所统计的, 就算数据上有一些误差, 也差不到哪里去, 他给老夫看的时候, 老夫也大吃了一惊, 这才知道, 励志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温竹于站了起来, 走了两步, 诸位, 经过这些数据的对比, 想来大家都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 触目惊心啊, 宁国百姓之贫穷, 他伸手向上指了指, 飞天之过, 乃人之祸, 此祸不除, 摄政王打再多的胜仗, 做再多的文章, 也于事无补, 要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 温竹于停下了脚步, 扫视了一眼众人, 唯有进行一场, 从上而下的励志改革, 这件事, 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精简一切不必要的机构, 砍去一切不必要的职位, 摄政王给老夫定下的目标是, 五千百姓养一个官员, 你们自己去算算, 从上到下, 要精简多少无用之人, 力不从现在开始, 就着手去干这件事, 不要怕遇见阻力, 更不要讲什么脸面, 若是看中人情世故这种东西, 天下就没有能够办成的事, 各部门所淘汰的官员, 他们若是觉得自己有本事, 让他们统统去参加本次秋为, 宁国需要很多的官员, 但一定是有能力, 有作为, 能真正为老百姓去想, 去做的官员, 无论年龄, 更不看家世背景, 所有人都得凭真本事, 那些世卫素参者, 那些躺在祖上的功劳部上, 不思进取者, 一律淘汰, 绝不任用, 温竹宇借着李承安在武善元大节这件事, 召集了庙堂上各部高官, 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 他将李承安离开京都之前, 给他的建议, 以李承安的名义说了出来, 年成凤原本对这一励志大变革极为担心, 因为朝中要被割除的那些多余的衙门, 里面的诸多官员和朝中的大臣,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之前官员举荐制带来的后遗症, 举荐嘛, 人总是会有私心的, 再说那些衙门也都并不重要, 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 也不需要多么丰富的理政经验, 去那些衙门里, 当个闲差, 零点黄粮, 这似乎无伤大雅, 但偏偏就是这些多余的衙门里, 有着为数众多的吃贤粮者, 他们的供养, 也来自百姓的说服, 李晨安说, 要推行工商业, 首先要解决宁国这繁荣的机构问题, 那就是要得罪一大批的大臣, 这些大臣里有许多, 还都是春府先生曾经留下来的人, 温竹宇一直等到今天, 他掌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知道这或许会对某些人有切腹之痛, 你们中的许多人, 都是曾经春府先生的门生顾旧, 也是摄政王将你们请回朝中来, 共谋一个繁华盛世, 摄政王很年轻, 他有魄力, 有足够的能力带领宁国走向富强, 他希望大家能与他一条心, 为了宁国的百姓, 该舍的当舍, 该断的当断, 莫要等他回来之后, 那样大家的脸面都不太好看, 就在温竹宇的这番威逼利诱之下, 这件原本会很棘手的事, 竟然就这么被大臣们默默接受, 下了潮, 回到了靖贤居, 年成凤才忧心忡忡地向温竹宇问了一句, 若是他真接回来的黄长子, 这一切的努力会不会白费, 温竹宇沉吟三息, 常常一叹, 有时候, 我真希望没有那什么黄长子, 年成凤默默地看着温竹宇, 又问了一句, 吴国那位太子就这么不理会, 再拖拖, 等兵部将烟花多送一些到乌鸦关, 就在这时, 一门房匆匆走了进来, 老爷, 外面有客人求见, 说是老爷的旧友, 江南到江北州, 有一处名为锦宁县的小县城, 小县城的北边, 有一处小小的书院, 他的名字叫三位书屋, 他只有一间学堂, 只有一个教书的先生, 他叫苏义安, 夕阳西下, 三位书屋的学子们已放学, 苏义安拍了拍身上的粉尘, 来到了后院自己的那间简陋的房舍, 坐在小小的院子里, 他给自己煮上了一壶茶, 正在寻思晚上弄点什么吃的, 却不料, 忽有一股浓烈的酒香飘来, 他耸了耸鼻子, 使劲地嗅了嗅, 而后咕噜一声, 咽了一口唾沫, 好酒, 此酒比进都的锐露, 还要好上不少, 莫非是屈家, 又改良了锐露的酿造之法, 不对, 如此好的酒, 断然不会在这偏僻的小城销售, 苏义安转头四望, 片刻, 便见一白发白须的老人, 手提一坛酒, 徐徐向他这小院走来, 他定睛一看, 顿时就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他连忙走了过去, 拉开了这小院那矮小的篱笆门, 咧嘴一笑, 功身一礼, 先生, 您怎么到这地方来了? 来的是花满亭, 花满亭一缕长须, 偏着头仔细地看了看苏义安, 二十年前京都一别, 这年岁长了, 怎的脾气却反变得小了? 苏义安侧身身手一饮, 那十年少多有轻狂之举, 先生见笑, 寒涉简陋, 但又如此美酒, 菜呢? 花满亭抬步而入, 哈哈大笑, 苏义安啊苏义安, 以前你可不叫老夫什么先生, 你还是叫老夫花老头吧, 听着顺儿, 馋了吧? 苏义安善善一笑, 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不是与您在一些学术上争论的时候, 才会叫的吗? 但在我心里, 您老一就是我的先生, 花满亭瞇了苏义安一眼, 岁月这个东西果真如水, 还真会磨去顽石之棱角, 但在老夫看来这圆滑却并不好, 老夫还是喜欢你以前那性子, 就有相逢, 老夫自带美酒而来, 这菜, 不是你应该去准备的吗? 苏义安一正, 先生请稍坐, 如此美酒当配好菜, 我去买一斤卤猪头肉来佐酒, 花满亭一听, 你咋就这么穷了? 苏义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当年从京都辞官, 令父辈多有失望, 这些年没和家里往来, 也就没伸手向家里要过银子, 这三位书, 想来您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 学生倒是收了五十多个, 但里面大半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们渴望读书, 却给不起数修, 先生曾经说, 人生而有命, 唯读书当公平, 学生紧记着这话, 总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吧, 那就只好免费教了, 在这地方一待就是十五年, 反倒是将以前在京都围观时候攒下来的银子给倒贴了进去, 这不就越过越穷了吗? 再说, 吃酒这件事, 重在酒, 重在和谁一起吃酒, 至于佐酒的菜吗? 并不重要。 花满亭又笑了起来, 还是和以前一样多有歪理, 坐吧, 老夫来的时候, 在二两居叫了几个菜, 他们待会会送来, 苏义安一听, 让您老破费了, 等我某天有发达时候, 当回请, 好酒好菜, 二人坐下, 花满亭将酒坛子放在了石桌子上, 抬眼看向了苏义安, 你发达, 等你发达, 老夫坟头的草都一人高了, 不过, 今儿个老夫前来, 倒是想要给你指一条发达的门路, 苏义安一听, 心里一笑, 他当然知道, 花满亭没可能无视跑到这鬼地方来, 至于什么事, 他甚至大致能够猜到几分, 这些日子, 关于那位摄政王的消息, 铺天盖地地传了过来, 锦宁县虽然是江南道最偏远的一个小县, 但这地方, 却是从江南道入关中的两条路之一, 而今已开了春, 商旅渐渐多了起来, 江南道发生的事, 尤其是在武善园发生的事, 而今已传入了锦宁县, 成为了锦宁县百姓嘴里津津乐道之事, 对那些坊间传闻, 他仅仅是抱之一笑, 对于李承安的事, 他偏居于此并不了解, 他仅仅是认为传言这个东西, 多有夸张之举, 尤其是听说, 李承安用一千天兵, 消灭了夏侯卓与谢敬的八万大军, 这根本不用去想, 也知道不可能, 尤其是那天雷之说, 更是荒谬, 苏伊安给花满亭蒸了一杯茶, 恭敬地递了过去, 笑道, 先生, 你如果是要给我多介绍几个家境富裕的学生, 让我的树修能够多收一些, 我当然是会很感谢你的, 但如果你是要让我再去当官, 苏伊安摇了摇头, 二十年前离开京都的时候, 我便以死了当官的心, 我这性子你是清楚的, 当年辞官, 可还是听取了你的建议, 为官者, 需要圆华, 需要审时度势, 需要鳄鱼奉承等等, 我偏偏一样也不具备, 哪怕经历了这二十年岁月的洗礼, 我不过是在您的面前略显谦逊罢了, 骨子里还是没有变的, 那时你不是说过的吗? 你说我这官要是再当下去, 恐怕命都会当没了, 我想了想, 还是活着要紧, 无法在朝中施展兄中报复, 那就如你这样多教一些学生, 或许其中能有那么一两个能够成才, 能够成为朝廷命官, 能够主政一方造福一方百姓, 这就是最好的了, 也算是对我自己原本之理想的延续吧。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 苏伊安的情绪渐渐有些低落, 毕竟寒窗十年, 于昭化二年高中状元时候, 跨马游街世袭, 文坛燕塔提字, 灯熬头功赢圣旨, 本以为自己终于熬出了头, 终于可站在庙堂之上, 实现自己之理想, 但那时候有多风光, 离开的时候, 就有多狼狈, 在离开京都的时候, 在出了京都南门的时候, 他一步三回头, 除了眼前这花老头, 连送行的人都没有一个, 花老头也是带着一壶酒, 京都锐路, 二人就在南门外各饮了一碗酒, 他离去, 花老头对他说, 好好活着, 有缘再会, 倒是在这偏僻之处, 好好活了下来, 现在看来也是有缘, 毕竟真的再会了, 只是他的那颗, 原本一心想要报国的心, 经过这二十年岁月的冲刷, 早已冷去, 花满亭此刻端着茶盏, 看向了苏义安, 你孤陋寡闻了, 他没有说为何苏义安孤陋寡闻了, 而是忽地问了一句, 夏宇和呢? 夏宇和是苏义安的结发之妻, 并不是在京都成的清, 而是在他离开京都, 回到平江城的时候, 成的清, 他回平江去了, 家里来了人, 送来了一个消息, 说是小女苏梦, 从木山刀回来了, 有人向苏府提亲, 谁家? 黄承司的提举大人, 王正经中, 一处简陋寒舍, 一盏挂着的昏黄灯笼, 一桌很不错的菜, 还有一壶最好的酒, 花满亭和苏义安就在这灯光之下, 把酒而谈, 对于王正经中向苏府提亲这件事, 苏义安很是不满, 因为在他心里, 江南苏氏虽然而经已没落, 但他依旧是书香世家, 抵运依旧在那里摆着, 女儿苏梦迫于苏家所面临的窘迫局面, 被苏家老爷子一家伙弄去了木山刀习武, 这原本是一件不得已之事, 他之所想, 女儿急急之后回来, 所许配的夫婿当是个文人才子, 慕容世家他不喜, 就是因为慕容世家是武道世家, 作为文人, 对武夫通常是不屑一顾的, 空有一身蛮力, 只知道打打杀杀, 与苏义安所期待的, 以文传世相距太远, 若姑爷是个武夫, 你想想, 我这老丈人, 若是和这姑爷一起喝酒, 我说的是诗词文章, 他说的是江湖恩怨, 我讲评则对账, 他说刀光剑影, 这不是鸡同鸭讲吗? 再说了, 小女苏梦, 骨子里也是个女才子, 虽然他现在练了一点功夫, 但本质上却不会有什么变化, 他怎么可能喜欢上一个, 提着脑袋混江湖的少年郎? 苏义安给花满亭斟了一碗酒, 摇头一叹, 恨恨地说道, 那王正经中, 仗着他是黄承司提举的身份, 仗着他是摄政王的亲信, 强自提亲, 这不是仗势欺人吗? 为了小女的未来, 这婚事, 我万万不能答应, 所以, 我让宇和回去一趟, 拒绝这桩婚事, 我在京都围观的时候, 他王正经中, 还是黄承司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碟子, 我还不信他真敢强烂, 花满亭一听, 顿时笑了起来, 我说你这人呀, 你和苏梦多久没有见面了, 这个, 也有八年左右, 八年, 那时候, 苏梦也不过七岁左右, 八年的时间, 足以让一个人, 发生巨大的变化, 何况, 他还是从一小姑娘, 变成了一个大姑娘, 七岁是个懵懂的年龄, 你对他的认识, 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现在, 他已十五六岁, 已懂事, 已明理, 已知晓了自己的选择, 他既然在木山刀, 他当然, 和王正经中的儿子王正浩轩认识, 并且极为熟悉, 他对王正浩轩之了解, 远在你之上, 王正经中又不认识你家小女, 他为什么会忽然跑去苏府提亲, 那必然是他的儿子说起, 他儿子既然如此说了, 恐怕人家, 两小的在木山刀, 就已定了终身, 你这不是棒打鸳鸯糊涂吗? 苏伊安一愣, 沉阴片刻, 依旧固执地说道, 可黄承司,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阎王殿, 王正经中二经, 既然是黄承司的提举大人, 那他就是长孙金红之后的又一个阎王, 我能和这种人称亲家吗? 花满亭端起了酒碗, 喝了一口, 又看向了苏伊安, 你确实不知道, 今宁国之大变化, 不就是李承安当了宁国的摄政王吗? 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变化, 你且听老夫细细给你讲来, 就从这黄承司开始, 长孙金红活着的时候, 李承安是黄承司的附提举大人, 长孙金红去世之后, 而今的黄承司和以往已完全不一样了, 苏伊安吃了一惊, 怎么个不一样? 今遂春暖时候, 黄承司里, 将有许多的鲜花盛开, 你若去看了, 便会看见一片叉子烟红之美丽景象。 苏伊安瞪大了眼睛, 他难以想象, 那个一年四季都漆黑阴森的地方, 会有如此的一抹明媚春光。 但他相信, 花满亭既然如此说了, 那就是真的。 这就意味着长孙金红去世之后, 黄承司在那个李承安的授意之下, 从恐怖阴森中走了出来, 走入了阳光下, 走进了春光里。 这是他外观上的改变, 这却代表着黄承司职能上的转变。 李承安, 老夫的望年之交, 花满亭栩栩而言, 从去岁三月三于广陵城说起。 说到了那首, 《枪敬酒》, 说到了桌上的这一壶酒, 又说到了京都之事。 苏伊安没有插一句话, 他和花满亭就这么慢慢喝着酒吃着菜, 听着花满亭说着那个少年的故事, 一听, 就是两个时辰。 菜已冷, 酒已敬。 花满亭说得意犹未尽, 苏伊安忽然发现自己原本以淡漠平静的心理, 此前却起了一道涟漪。 尤其是花满亭最后说的那一些话,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不就是你当年读书时候的理想吗? 姬太掌权的时候, 不仅仅是你, 天下有此理想者, 皆无法一展报复。 但现在姬太已死了, 姬太一席的那些官员, 全都死了。 宁国原本死气沉沉乌烟瘴气的朝廷, 而今也如那黄成丝一般, 焕然一新。 温柱与你认识, 年成凤你也极为熟悉, 还有许多那时候不得志之人, 现在他们都站在了庙堂之上。 他们都是清高自傲之人, 他们为什么现在愿意出来为官? 因为他们看见了一道光? 希望之光! 你是有大本事的人, 又恰逢宁国新生, 正是需要如你这种人才之计。 你若是错过, 花满亭腐过身子, 意味深长的诱道, 恐怕真会抱憾终身。 苏伊安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此前对那位年轻的摄政王的看法, 有太多的偏见。 现在听花满亭细细说来, 他知道了, 那个摄政王, 是个怎样的人。 那少年不仅仅有师仙之才, 他还有治国之良放。 他敢用人, 敢将权力交给所用之人。 他对宁国而精之弊端, 看得极为清楚。 他的施政方针, 虽然花满亭没有细说, 但从他第一刀落在江南道, 便可知, 他定会进行全国之力之整顿。 只是, 重工商业而轻农业, 此举我不太理解。 明以实为天, 这是亘古不变之道理。 他稳定内政之后, 当大力鼓励农业才对, 为何是从工商业来入手? 花满亭没烧一扬, 老夫也不知道, 这就需要你亲自问他了。 去京都问他? 不, 大致还有三五天, 他将抵达景宁县。 他会来见你一面, 温竹语向他举荐过你, 到时候, 你可向他一问。 苏伊安沉阴片刻, 呼得有些期待。 好。 花满亭在三位书后面的小院 与苏伊安闲话的时候, 京都敬贤居的温竹语, 也迎来了一位旧友。 他是吴国礼部尚书于定之。 于定之的面色有些黑, 只是在这样的夜色中, 温竹语就当没有看清楚。 他乐呵呵将于定之营去了书房, 煮上了一壶茶, 俯过了身子, 仔细地看着于定之的脸, 看得于定之心里一紧。 怎么? 老夫脸上有朵花。 温竹语咧嘴一笑。 老鱼头, 你这脸可比花还好看。 滚犊子你。 于定之狠狠地瞪了温竹语一眼, 这多少年没见了。 你而今可也是堂堂 那个首辅一品大员了。 怎还是这般吊廊当的模样? 温竹语大笑。 老鱼头, 你也还是那样的不苟言笑。 无趣, 无趣, 无趣个屁。 还不让人去准备好酒好菜。 哈哈哈哈。 温竹语又大笑, 酒菜当然好说, 正好我们这也才刚下朝回来, 尚未用饭, 你稍等片刻。 温竹语起身, 走出了书房, 对府上的管家吩咐了几句, 这才又转身走了回来。 想当年在东旭城, 那时我们都也才二十出头吧, 恰风华正冒之年岁。 湖中水开, 温竹语取茶入水, 又道, 游记得那年冬, 你, 我, 还有夏府那小子夏刘, 带着苗家那小丫头苗秋晴, 跑去相思湖畔的相思居, 吃了一顿雪菜微露容。 那味道, 嘖嘖嘖, 我敢说整个东旭城, 唯有相思居的李相思, 炖出来的雪菜微露容, 味道最美。 对了, 温竹语抬头看向了余定芝, 现在夏刘那小子, 和苗秋晴如何? 余定芝瞅了温竹语一眼, 下国功夫的嫡长子, 当然虔诚无量。 夏刘儿经已是吴国的兵部尚书, 苗秋晴嫁给了她, 你后悔了没? 温竹语一听, 呆了两膝, 咧嘴一笑。 这倒是我没有料到的, 但说起来, 秋晴嫁给她, 倒是门当户对。 你装傻呀。 余定芝又瞪了温竹语一眼。 那时谁不知道, 苗秋晴喜欢的人是你? 我且问你, 人家秋晴怎么说, 也是将军府的千金大小姐? 要家事有家事, 要学问有学问, 要人才, 当年人家也是咱们京都鼎鼎有名的四美之一。 你个穷酸文人, 也就是太子东宫的一个幕僚, 秋晴都不在乎, 你怕什么? 你跑什么? 温竹语关掉了炉火, 蒸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过去, 摇了摇头, 我喜欢的是自由。 就像你现在这样, 四十岁的人了, 你自由了吗? 你离开东旭城之后, 人家秋晴一直在等你。 他知道你喜欢吃李相思炖的雪菜薇露荣, 他在相思居待了足足三个月学做那道菜, 等他学会了, 兴冲冲想要炖给你吃, 你却跑了。 你知道秋晴那时候有多伤心吗? 可人家还是在等你。 你一家伙跑去了回河, 结果传来消息说你娶了个回河的姑娘, 温竹语呀温竹语, 你个狗约的真不是个人。 秋晴听到这事之后, 听说关起门来哭了三天, 又过了年鱼, 嫁给了夏刘。 对了, 这次我来宁国, 夏刘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温竹语一听, 白手, 别说, 但余定枝还是说了, 他说, 终有一天, 他会兵伐宁国, 抓住你, 挖出你的心来看看, 为什么会那么狠? 另外, 他会当面感谢你, 感谢你跑了。 让他娶到了秋晴这么好的媳妇, 温竹语苦笑, 没有解释, 因为有些事, 无法解释。 他们, 有几个孩子,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 长子已十八岁, 名叫夏安, 在北府兵服役, 而今已是千夫长, 女儿十六, 名叫夏花, 天音阁阁主的关门弟子, 天山七剑之一。 于定枝端起了茶盏, 抬眼看向了温竹语, 其实, 现在想来, 秋晴嫁给夏流, 比嫁给你好太多。 你这个人啊, 若说你淡薄名利, 你偏偏现在, 又当了的宁国的首府大臣。 若说你追求名利, 当年皇上三次见你, 你若是留在吴国, 你现在, 同样也官居一品。 所以, 有时候我就在想, 你这兜兜转转, 究竟是要干什么? 在吴国, 你早已功成名就。 你会有一个幸福的家,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就有灯门, 没有女主人, 连做饭的人都没有一个。 听说, 你有一个女儿, 可你女儿似乎对你也很是不满。 你若是留在东旭城, 温竹雨又摆了白手, 打断了余定枝的话, 曾经你劝我没用, 现在说这些依旧没用。 这大致就叫命吧, 我这人啊, 没那好命。 对了, 来京都敬个把月, 你知道的, 我实在是太忙, 所以有漫代之处, 大家既然是旧友, 我想你也是会体谅的。 余定枝瞎了一口茶, 放下茶盏, 体谅不了。 云书贤云老, 当年你将人家看门的狗, 给偷去宰来顿了。 这事儿云老可一直耿耿于怀, 你就不见他一面道个歉。 太子殿下, 那时太子殿下年幼, 你带着太子殿下去偷云老的狗, 太子殿下至今记得那狗肉的味道, 你是不是该去拜见一下? 你在我家吃了一个月的饭, 这就算了, 就当为了狗。 你不是一个无情之人, 为何要做出这种无情之事? 温竹雨咧嘴一笑。 你最后这句话后半句不对, 我确实不是一个无情之人, 若要说我真做了什么无情之事, 那也是在对粗情的这件事上。 太子殿下带着你们前来, 若是来宁国交流游玩, 我温竹雨哪怕再忙, 也一定会抽出时间好生招待。 但你们来的动机不对啊。 宁国在景泰二十七年, 就灭了雍国, 占领了吴牙关, 距今一块四十年。 吴牙关当然就是宁国的领土, 这需要谈判吗? 太子殿下需要一份功劳, 却不能建立在宁国割让土地的基础之上。 吴国不就是看着宁国国力衰败好欺负吗? 如果没有去岁的那场京都之变, 如果没有姬太一夕的倒台, 太子殿下此行定会成功。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是摄政王李承安掌握宁国之权力。 想必这么些日子, 你们当对摄政王有了一定的了解。 你说说看, 我若是去见了太子殿下, 说什么好呢? 我倒是觉得, 你应该去劝太子殿下打消这个念头, 与宁国结为戈壁之盟, 方为上策。 余定之徐徐眯起了眼睛, 过了片刻才问了一句, 如果李承安死了呢? 昭化二十四年江南的春,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正月十五最后那一场雪, 在连日明媚的阳光下, 已不见了踪迹。 反倒是田野间, 已是如地毯一般铺开的鹅黄色的麦苗芽, 还有田耿上寸许长的野草芽。 李承安当然没有死, 他依旧活蹦乱跳, 一头小黑驴慢慢悠悠地走在官道上, 一边走一边吃着那些官道旁的嫩草煎, 似乎觉得这驴声已无比惬意, 唯一不满的, 大致就是背上驮着两个人。 小黑驴的前后都有人, 前面是二百多个穿着红装的鹦鹉娘子君, 后面, 后面跟着的是小五和木山刀的两把刀, 王正浩轩没有去平江城, 不是他不愿意去, 而是萧包子的一席话, 让他改变了主意。 武善园战事结束的第二天, 王正浩轩就打算去平江城, 因为苏梦在平江城的苏府等着他, 但萧包子却说, 你去与不去, 苏梦姑娘他就在那里, 苏梦姑娘会一直等你, 但狗不会, 蜀州多山, 乃人杰地灵之地, 蜀州的狗和别处的狗也不一样, 若是用蜀州独产的天麻, 党身, 背母等顿之, 萧包子当时咽了一口唾沫, 毫不在意的诱导, 你去平江城吧, 等我们回到平江, 我给你描述一下那味道的鲜美。 王正浩轩一听, 这哪里行? 听别人描述的鲜美, 哪里有自己亲自顿出, 亲口品尝得来的感受更深。 就这样, 王正浩轩经过了短短数息的思想斗争之后, 他写了两封信, 让皇城司军情一处的郑旺派人, 将这两封信送去了平江城。 一封给他爹王正经中的, 说的是, 提倾这事不能有任何差池。 另一封是给苏梦的。 当然开了窍的王正浩轩, 没说是为了去吃蜀州的狗肉。 而是假以保护摄政王之名。 萧姑娘的话有道理, 苏梦就在那里等着他。 而狗不会, 指不定就被别人给吃了。 反正去了蜀州, 还会再回平江城。 反正就算是苏家, 要弄那啥比武招亲, 也是在四月初一。 王正浩轩不知道此去蜀州往返要多久, 但他并不担心, 因为他爹肯定会将这事办得妥妥的。 就他这一个独苗儿子。 如果这事没办好, 老爹这辈子都别想回家, 和老娘亲热亲热。 但如果错过了这次去蜀州的机会, 接下来李承安要跑去吴国, 他肯定是要同行, 那恐怕这辈子, 再也吃不到蜀州的狗肉了。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 当那两封信送出去之后, 大师兄阿牧看了他足足实息, 拍了拍他的肩膀。 极为深沉地说了一句话, 小师弟啊, 师兄很担心, 你被狗误了一声啊。 王正浩轩不理解, 心想狗若误我一生, 我当杀狗一事。 他抬起了头, 又偏过了头, 因为他实在有些不好意思直视。 驴杯上的李承安依旧抱着肖包子的小男腰。 这几日许是因为有着春日暖阳的缘由, 肖包子已脱去了那棉袄, 竟然又穿上了他的那一身灰白蚂蚁。 蚂蚁很薄? 很好。 李承安抱着很舒服, 肖包子也觉得很舒服, 就为了吃狗肉, 将王正浩轩给留下, 是不是有些不妥? 李承安在肖包子的耳畔低语, 鼻息温暖, 肖包子春心荡漾。 可不是我要留他, 肖包子的身子向后微微一样, 感受着从后背传来的这个男人的体温, 谁让他好狗胜过了好那姑娘呢? 不过此行之后, 等我们去了平江城, 他若是和那个苏孟姑娘成了亲, 他的喜欢恐怕就会转变, 以后要再吃到他炖的狗肉, 也就不容易了。 李承安一正, 他还没跟上肖包子的节奏, 惊诧地问了一句, 这话怎么讲? 肖包子扭头, 总有那么一种味道, 肖包子咽了一口唾沫, 一脸忧怨, 低声诱到, 可惜, 本姑娘至今还没有尝到。 李承安顿时明白, 他哈哈一笑, 笑得肖包子脸上红霞乱飘。 说正经的呢? 这正经吗? 这姑娘正经吗? 你究竟从哪里看来的这些东西? 肖包子抿了名嘴, 不是给你说过吗? 晚西斋有一处书楼, 里面有许多书, 比如《如意君传》, 《浪屎》, 《秀他野屎》, 等等, 肖包子呼的一顿, 可不是我故意要看的。 那些书就在那里, 里面, 里面, 写了许多关于这种事的故事, 看起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 这就像练武一样。 有一本高深的武功秘笈摆在眼前, 换着你, 也会想去翻翻吧? 翻过之后, 是不是就想试试? 一直苦于无法试试, 是不是就会更加期待? 他扭了扭那柔弱无骨的腰肢, 扭得李承安小腹一阵火热, 看, 油也花开了。 他呼得像远处的田野一指, 又道, 看, 那里有两条狗。 李承安放眼看去, 好吧, 那里果然有两条, 正在行不轨之势的狗。 李承安并没有因此而对肖包子, 生出什么鄙夷之心, 他反而还很喜欢, 因为这才是肖姑娘该有的样子, 可惜, 他至今不知道这姑娘的名字。 在当下这种社会, 如肖包子这般思想, 未受到多少禁锢的姑娘, 如凤毛麟角。 他正是因为这份诚挚, 才更显可爱。 李承安将肖包子搂得更紧了一些, 他的下巴处在了肖包子的肩头, 低声说道, 今晚, 肖包子顿时满脸通红, 他觉得有些热。 他勾着头, 沉阴片刻, 窃窃说道, 待会进了城, 我们便先去找个客栈。 好, 不过, 我要去拜访一个人, 那, 我在客栈等你, 如果你觉得无聊, 可与我同去。 肖包子想了想, 还是觉得与李承安同去比较妥当。 好, 可回了客栈之后, 宁楚楚怎么办? 这, 我不介意。 你想得美, 我介意。 肖包子那双戏长的掩护的一亮, 待会, 我去找小五要点迷离。 李承安一正, 干啥? 肖包子嬉戏一笑, 楚楚一路太累, 让他自己好生睡一觉。 走在队伍前头的宁楚, 楚呼地打了个哆嗦。 这初春的夕阳甚是温暖, 怎还会觉得有股凉意? 他抬眼向远处望去, 一座城池的轮廓出现在了眼里。 那就是锦宁县了。 李承安说, 今日就在锦宁县斜脚。 他要去拜访一个人, 一个私塾的教书先生。 锦宁县? 南门? 日暮时分, 进出南门的商旅已不多。 城门两旁站着两个守城的士兵, 城门外孤零零站着一个人。 这人四十上下年岁, 面容轻瘦, 穿着一身破旧的官服。 他是锦宁县县令柳夏英柳大人。 摄政王入江北, 这显然是一件天大的事。 原本迎接摄政王, 当是江北州的知府常大人。 奈何就在前两天, 却从州府传来消息。 常大人被黄承司的人给逮了。 不仅仅是常大人一个, 州府几乎所有的官吏, 一股脑被黄承司给弄进了大狱。 江南道的官场, 似乎没几个官员在这场巨变中幸免。 但柳夏英却并没有为自己担心。 因为那些下了大狱的官吏, 无一例外都是些贪官污吏。 他柳夏英不是。 他在锦宁县当了十年的县令, 从手中过的银子倒是不少, 但他却从没有贪没过一钱银子。 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当官都是为了银子。 终究还是有那么些, 是为了心中理想的。 他是昭化十年进士, 当年等了四年才放了这么个缺, 可不是什么肥缺。 锦宁县是整个江南道最偏僻、 最贫穷的一个县。 刮第三尺也刮不出多少油水来。 没有人愿意来这里当官。 吏布将他派来了, 他毫无怨言地来到了这里。 他在这破地方待了十年, 江南道的那些高官大员们, 恐怕都无人记得他这个小小的县令。 没有人挤兑他, 也没有人在意过他。 甚至都极少有人知道, 这十年来, 锦宁县悄然间已有了极大的变化。 提拔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他早已没有了这个念头。 他觉得, 就这么待在这地方挺好。 正如他和苏伊安逐酒聊天时候说的那样, 清贫有清贫之乐, 富贵有富贵之忧。 单时嫖饮, 却很香。 毛氏彭户, 梦一田。 现在瞧瞧, 那些曾经嚣张的, 高调的, 不可一世的, 其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 一个个到头来, 可不仅仅是落了的一场空。 他们落在了黄承司的手里。 只怕是连小命都会丢掉。 还会祸及家人, 甚至九族。 柳夏英微微一探摇了摇头, 时也命也, 谁又能说得个清楚? 谁又能料想到今朝? 这位摄政王, 莫非会是个不可多见的民主? 他原本担心的是锦宁县渐渐富裕, 他这个县领, 也就当到头了。 因为尔金的锦宁县, 有了少许油水, 该有人来摘桃子了。 若真有那么一天, 他也将词官不做了。 和苏先生那样, 去某个私塾当的教习也挺好。 望着天边的夕阳, 柳夏英将双手抄在了袖子里。 他没有带三班六房的官吏来, 倒不是轻视这位摄政王, 而是春更在即。 那些官吏都被他派去了, 他本也应该去的。 但江师爷还是劝阻了他。 在江师爷看来, 这位摄政王在江南道所为, 倒不是在打击一几。 他真的在整治江南道的官场, 从根上在整治。 这或许就是希望。 这个希望, 指的是如他柳夏英这等清官, 说不定有了出头之日。 但柳夏英却一笑了之。 倒是留了下来, 毕竟对于这位年轻的摄政王他, 还是有几分好奇的。 却并没有多少期待。 他还是希望明儿的一早, 这位摄政王就赶紧离开。 还有许多事要做。 没那闲工夫, 陪他。 逢场作戏这种事, 他本就不喜。 这官当与不当, 也无所谓。 但现在既然还当着, 那就还得为治下的百姓们, 多去想想, 多去做做。 江南道的内乱, 虽说暂时结束, 但宁国二十年的创夷, 却极难修复, 估摸着又要加税。 哎, 地里的庄稼, 涨不赢这税负的增加啊。 何时是个头? 何时百姓们才能有一口饱饭吃? 对于那位摄政王将江南道, 一家伙露了个底朝天。 对于侍爷说, 那位摄政王怕是要真的整顿官场之励志, 柳夏英仅仅是一笑。 在他看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 那不过是做给天下百姓去看看罢了。 而后呢? 换来一批他所任用的属于他的官员, 继续在各自的官位上收刮一番, 肥的是另一批官员, 苦得依旧是原来的那些百姓。 只怕这些新上任的官员, 还会更狠一些。 这何时会是个头? 苏伊安说, 纵观历史, 这是根本就没有头。 山中有羊, 自会有狼。 肥了一批狼, 宰了这群狼, 再放一批眼冒绿光的狼, 倒霉的永远都是那些羊。 就在柳夏英很是惆怅的时候, 他看见了迎面走来的那一群红烟烟的姑娘, 他顿时吃了一惊, 还以为这位摄政王或许会是个民主。 民主个屁啊! 这摄政王, 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皇上初巡, 也不至于带着后宫诸多嫔妃。 这丝, 心色都在女人身上。 可怕, 扳倒了一个弄权的姬态, 宁国又迎来了一个好色的摄政王。 江南传来消息说, 这位摄政王怎样怎样了得, 怎样怎样英明神武, 都是些屁话。 不过是官场里常见的, 为了得名声造势罢了。 以丘之河, 以往那个姬丞相, 毕竟也七老八十了, 终归活不了多少年。 但这位摄政王, 听说才十八岁, 等他活到八十岁, 这得祸害多少姑娘。 就在柳夏英暗自赋匪的时候, 那群红衣姑娘已到了他的面前。 宁楚楚不知道, 这个一身打着补丁, 已看不出多少官服模样的人会是这的县令啊。 他更不知道, 会有这么个县令, 独自一人在这迎接李晨安啊。 所以, 他直接无视了柳夏英, 就这么带着娘子军和柳夏英擦肩而过。 柳夏英也不知道, 这群红衣姑娘里面有个宁国的四公主宁楚楚, 他双手依旧抄在袖子中, 想了想, 并没有将它们拦住。 然后, 他就看见了一头小黑驴, 听江南传来的消息, 摄政王正是骑驴而来。 他的视线没有落在那头小黑驴上, 而是落在了那小黑驴的背上, 他陡然又瞪大了眼睛。 天杀的! 光天化日之下! 他堂堂摄政王, 竟然骑在驴背上, 搂着一个姑娘。 适风日下! 适风日下! 这还是摄政王吗? 这! 这分明就是个小驴仔! 李晨安也不知道, 会有这么个县灵, 在这城门口等他。 一驴二人, 就这么从柳夏英的面前走了过去。 他搂着削包子, 手还往上移动了两寸。 柳夏英眼珠子, 都快掉出来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 接着就听见了李晨安低声说的半句, 春宵一刻值千金, 他没有听见李晨安后面说的话, 花有清香月有阴。 他看着李晨安的背影, 垂胸顿足嚎啕大哭, 接着王正浩轩等人, 从他面前经过。 师兄, 你看这个人好奇怪, 你说他哭得如此伤心, 是阴晴呢? 还是阴恨? 阿牧沉阴三息, 阴晴? 为何? 因为若有恨不会哭, 若有恨, 只会提刀去杀人, 看上去泼老。 阿牧又沉阴三息, 情之伤, 不分年龄。 李晨安一行, 就这么进了城。 天色渐晚, 当然是先得去找一间客栈。 在城门口哭了几嗓子的柳夏, 阴止住了哭泣。 他站在最后的那抹夕阳的余晖中, 这才发现夜风清冷, 吹在身上有些凉。 他抹了一把眼泪, 呼地望着那抹残阳一笑, 柳夏阴阿柳夏阴, 你哭个屁! 人家再笑! 再搂着姑娘笑, 再喝着小酒笑, 再吃着美味佳肴笑, 哭, 值得吗? 人间狗屁不值得, 莫如去找好友, 小桌两倍为妙。 于是, 他也转身走入了城门, 去了一卖酒的铺子, 打了二斤烧酒, 又去了一卤味铺子, 切了一斤猪耳朵, 就这么拧着, 静止向三位书屋而去。 三位书屋, 后院的那小院子里, 不知不觉间, 那竹篱笆上竟然爬上了那么一两根 毫不起眼的牵牛花藤。 苏伊安此刻就蹲在那竹篱笆旁边, 伸出来一根手指头, 拨了拨那紧紧五寸长短的细细腾, 又抬眼看了看院子角落的那棵老柳树, 柳芽米粒大, 春雀时来了, 他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一抹笑意。 那位摄政王, 想来也该来了。 那日花满庭与他饮酒畅聊了一宿, 从花满庭的话语中, 他能听出花老对那位摄政王的殷切期待。 花老说他是他的忘年之交。 花老也说他不仅仅是诗词文章天下无双, 他在治国理政上面, 也有常人莫及之见解。 花老大儒的眼光当然是独到的。 他老人家看重的人, 从来就不会有错。 只是在苏伊安的心里, 终究还是有些疑惑。 那位摄政王太年轻。 年轻有好处, 如出生牛犊一般, 充满了活力与斗志。 但对于治国而言, 年轻又有一个极大的坏处, 少年因娇难持重, 老成因婉而谋果。 年轻缺的就是一个蚊子。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最重要的偏偏就是那个蚊子。 但花老说, 那位摄政王却不似寻常的18岁的少年郎, 他不娇不躁, 遇事镇定自若, 处事有条不紊, 定策轻重缓急, 把握的恰到好处, 这个赞誉就极高了。 但更高的是, 花老居然说, 这位也无论财情还是处事之手段, 接远超百年前的商丞相。 他用的是远超二字。 商丞相可是在宁国危难时候, 力挽狂澜之人。 是名垂青史之一代贤相。 李承安, 他有比商丞相更高的本身。 许是花老为了让自己对这位摄政王产生兴趣。 这兴趣确实是有了。 但万万莫要令自己失望才是。 就在这时, 柳夏英提着酒肉走了进来。 苏业安转头望去, 没有看见柳夏英昔日前来的喜意。 柳夏英的面色如炭一般的黑。 遇见了啥不开心的事? 说来让我开心开心。 柳夏英瞥了苏业安一眼, 将酒和肉放在了石桌子上。 苏业安摇头一笑, 去了厨房, 取了两副碗筷走了出来。 二人对坐, 柳夏英倒了两碗酒, 递了一碗过去。 抬眼看向了苏业安, 摄政王来了。 端着酒碗的苏业安一惊, 坐直了身子, 面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既然摄政王来了, 你身为本县县令, 怎也该去迎接一下才对。 为何跑我这里来了? 看你这脸色, 被摄政王给逊了。 柳夏英端起酒碗, 咕噜咕噜喝了两大口。 嘴巴一砸, 老苏啊, 想来这两天你也听到了 一些关于那位摄政王的消息。 一个个传的, 那是个不得了。 将他吹嘘, 为什么天上的神仙下了凡? 什么他就是咱宁国的救世主? 什么天际生他李晨安, 必将风骚文坛五千年? 柳夏英放下酒碗, 自嘲一笑, 摆了摆手, 狗屁。 那不过都是老百姓心中所望罢了。 不过倒是有一个词形容的颇为恰当。 苏业安心里已极为震惊, 因为柳夏英这句话, 和花满亭所言, 是天渊之别。 于是他问了一句, 什么词? 风骚二字? 这话怎么讲? 于是乎, 柳夏英将刚才在南门外所见, 一五一十地向苏业安说了出来。 这一家伙, 就将苏业安给听傻掉了。 他是了解柳夏英的, 他也是相信柳夏英的。 但花满亭不远千里, 从京都跑来, 还特意带来了一坛子摄政王酿造的华平春, 他至于来蒙骗自己吗? 那么谁对谁错?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柳夏英又摆了摆手, 不可能。 摄政王从江南而来, 这消息是曾经的那位知府常大人, 派人来告诉我的。 当然是要我将接待摄政王的这事, 做得更细致一些。 常大人本该亲来, 不是出了那一档子是来不了吗? 他派来的人, 亲口向我描述过摄政王的模样, 还特别提到他并没有骑马坐轿, 而是骑着一头黑驴。 他确实骑着一头黑驴, 难怪他会骑着一头黑驴。 你不知道啊, 这享受, 可享受出了的新高度, 历史上昏君无数, 如这位摄政王一般的, 可还从来没有一个。 苏伊安沉阴片刻, 端起酒碗喝了一口, 倒是听说他和细微的女儿在一起, 听说细微的女儿, 正是骑着一头小黑驴, 看来你没有认错人。 只是, 如若这样, 确实有些不太符合他摄政王的身份。 柳下阴眉稍一扬, 你这话倒是轻飘飘一句不合身份, 这是符不符合身份的事吗? 见微之助, 可知其本信念。 首先, 作为宁国的摄政王, 他怎能和一祸国殃民的奸贼的女儿在一起? 咱宁国现在还没有皇帝, 他摄政王代表的就是宁国。 他必须在天下百姓的面前正极, 方能正人。 其次, 他既然有着极高的才学, 当之礼义廉耻。 光天化日之下啊, 他们恐怕就是那样搂抱着, 从江南而来。 这有多少双眼睛看着? 人们会如何去想? 咱宁国是李一支帮文明之源, 百姓尚且知道要脸, 他摄政王却连脸都不要了。 这又算什么? 呜呼, 柳下阴双手一举, 明日我就辞官。 老子不和这样的王瞳流合呜。 苏一安吓了一跳, 慢着。 苏一安正想将花满亭来过这里说过的话, 讲给柳下阴听听, 却不料, 那篱笆外呼地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这地方很偏僻, 极少会有人来。 二人转头看去, 就这灯笼微弱的光线, 柳下阴呼地瞪大了眼睛。 谁? 小阴灾! 摄政王? 对, 不是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吗? 他怎么跑这来了? 来者是客, 他既然不知道你就是本县县令。 你忍着点, 我可不想你死了。 苏一安极为严肃地小声叮嘱了柳下阴一句。 柳下阴嘿嘿一笑, 拎起酒坛给自己又倒了一碗酒, 也低声回了一句, 全当老子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不就得了。 苏一安拿他没法, 心里很是担忧, 眼角余光一扫, 便见李晨安一行已到了这篱笆前。 李晨安看了看院子里正在喝酒的二人, 咧嘴一笑, 问了一句, 敢问, 苏一安苏先生是哪位? 苏一安起身, 向那低矮的篱笆走去。 我就是, 敢问公子何人? 苏先生好, 在下李晨安? 在下李晨安? 哪怕苏一安已知道来的就是李晨安, 此刻听李晨安亲口说出他就是李晨安, 苏一安心里依旧已紧, 毕竟是宁国的摄政王。 他果然来了。 这几日苏一安那原本平静无波的心里, 已因花满庭的那些话, 而泛动了涟漪。 宁国虽然依旧是那个存在了三百年的宁国, 但自从去岁的那场京都之变后, 按照花满庭的说法, 这宁国也不再是那腐朽的宁国了。 他虽然还是叫宁国, 却已经是一个新生的国度。 只是他生在昔日腐朽的废墟之上, 他才刚刚发芽, 他所面临的局面依旧很是严峻。 如何让他茁壮地生长? 如何让他免受旧势力的摧残? 如何让他长得更端正, 更挺拔更伟岸? 这就需要一大批志同道合之人来呵护他。 从花满庭的口中, 他已知道有许多昔日的旧友重归于朝廷, 他们受到了摄政王的重用。 他们正在给这颗幼苗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若说自己不动心, 这显然是假的。 作为一个学士渊博的大儒, 作为一个胸怀天下的读书人, 若是能够伴随着这棵幼苗共同成长, 若是能够亲眼目睹他,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那是何等的荣耀与自豪。 但刚才柳夏英的一席话, 又将他心里本已生起了那组火苗给灭了。 如果摄政王如此不堪, 那树, 恐怕会长成皇城丝里的那棵歪脖子大树。 现在李晨安如约而来, 就活生生站在了他的面前。 这少年生得温润儒雅, 面带笑意, 言语恳切, 还极为有理, 似乎和柳夏英说的小银贼相去甚远。 得自己亲自验证一番。 这一瞬间, 苏一安想了许多。 他躬身一礼, 不卑不亢, 原来是摄政王驾到, 情。 他打开了篱笆门, 伸手一饮, 扭头瞧了瞧坐在桌旁的柳夏英。 好吧, 那次看来真的绝望了。 作为本县县令, 摄政王来了, 他依旧没有起身。 他甚至都没有多看一眼。 他在喝酒, 吃卤猪耳朵。 他似乎没有听见这番对话, 似乎不知道, 有贵的不能再贵的贵客登门。 李承安带着肖包子和阿牧, 王正浩轩三人而来。 小五没来, 他要配置迷离的解药。 宁楚楚, 他们也没来。 他们要去采买接下来赶路, 所需的异音物质。 四人走入了这小院。 苏一安关上了篱笆门, 看了看紧跟在李承安身后的那个姑娘。 心想那姑娘当就是细微的女儿。 也就是柳夏英说的那个不守复道勾引摄政王的小狐狸精了。 他不动声色地带着李承安等人来到了那张石桌子前, 没有介绍柳夏英。 而是说道, 摄政王前来寒摄, 这是彼人之荣幸。 只是寒摄真的很寒, 摄政王乃万金之躯, 若是摄政王不嫌弃, 莫如坐下, 一起喝一杯。 如何? 李承安借着灯光打量了一下这小院子。 确实清平。 他一撩一百, 就这么毫不在意地坐了下来。 萧包子也没那些礼节讲究, 他不用人邀请, 便坐在了李承安的身旁。 道士王正浩轩和阿牧二人站在了李承安身后两侧。 柳夏英依旧没有抬头, 依旧在喝着他的酒。 李承安瞧了他一眼, 灯光颇为昏暗。 柳夏英的那身关袍石在太过破旧, 李承安并没能辨认出他的身份, 只是隐约觉得似曾见过。 对此他并没在意。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看一眼苏义安。 苏义安又去了房中, 拿了两副碗筷摆在了李承安和萧包子的面前。 他给二人倒了两碗酒, 说道, 原本彼人这寒舍连酒也没有, 此酒还是这位柳兄自备而来, 听闻摄政王自酿的化瓶春乃酒中盛品, 这香煎徒酒, 摄政王若是不喜, 彼人也无好酒可招待。 苏义安的话里没有谦虚客套。 李承安闻了闻这酒, 这确实是最劣质的酒, 喝惯了化瓶春的人根本就瞧不上这酒。 他当然也瞧不上, 他并没有为了所谓的李贤下士就委屈自己的味蕾。 何况他还不知道这位苏义安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 我等已在越来客栈用过了晚饭。 此来是因为离京之前, 温主宇告诉我, 若是路过景明县, 且看看你是不是还在这里教书。 你这学堂的名字, 取得挺好。 苏义安一正, 问了一句, 摄政王以为哪里好? 三位。 三位书, 若是隔壁还有个百草原, 就更完美了。 这话顿时令苏义安摸不着头脑, 就连柳夏因此刻, 也抬头看了看李承安。 李承安当然没有解释, 他又笑道, 所谓三位, 我不知道先生对这三位和解, 我倒是对这三位有些自己的看法。 苏义安顿时来了兴趣, 李承安没喝酒的不快, 被他暂时放在了一旁。 那请摄政王说说, 你是如何理解这三位的? 李承安一聊一百, 毫不犹豫地就开口说道, 其一, 读经未如道梁, 读史未如遥传, 读诸子百家未如西海。 其二, 取安平乐道之意, 手捧书卷, 便绝不依暖, 菜根香, 诗书滋味尝。 我还有第三种看法, 所谓三位, 若做三昧, 这便是佛宗之言。 说的是诵读佛经, 领悟经义的三重境界, 一为定, 二为正寿。 三位等词, 意思是读书注文, 要做到精神安定专注, 用端正的态度, 去领悟书中之深意, 还要耐心求学, 保持始终如意之信念。 大致如此, 先生以为, 我对三位之理解, 如何? 这还能如何? 这简直超出了苏义安之想象。 他取三位之名, 仅仅是如李承安所说之其二。 但此刻听李承安如此一说, 他立刻明白, 这个少年在学识上的见解, 远在他这个所谓的大儒之上。 他的这番言语, 并不是话舌天足, 而是对三位的完美诠释。 一旁的柳下阴端着九碗的手钝在了空中, 他也是极有才学之人。 他已被李承安的, 这番真知灼见之眼所震惊。 李承安此刻才端起了九碗, 他微微一笑, 但我今日前来, 却不是和先生讨论这三位的。 那摄政王所想讨论的是啥? 喝一个, 咱们说农? 李承安端起九碗, 向二人一举。 苏业安连忙也端起了九碗, 柳下阴呼的一正, 他也陪着喝了一大口。 他没有再去吃那猪耳朵。 因为李承安刚才说他想要和苏业安说农, 历朝历代, 无论哪一个国家, 农, 定是国之根本。 但从江南那边传来的消息却说, 这位摄政王, 接下来即将推行的, 是对工商业的振兴, 并不是急需解决的农业问题。 他将农业的问题放在了工商业之后, 这在柳下阴看来甚是荒唐。 这也是他柳下阴对这位摄政王不喜的原因之一, 肚子都甜不饱, 命都是吊着的, 要那工商业的繁荣有何用? 这不仅仅是柳下阴一人之想。 估摸着, 经整个宁国, 朝中的官员绝大多数对此都不太理解。 李承安除了在御书房给温竹渝等大员解释过之外, 尚没有对任何人去深谈这个问题。 但今天他想和苏义安谈谈。 因为温竹渝认为, 苏义安有为相之才。 虽然李承安取消了丞相这个官, 但三省的最高长官却相当于曾经的丞相, 只是分化了丞相之权力罢了。 但三省的这三位最高官员都是临时任命的。 比如门下势中程国公程静庭, 这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无奈之举。 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可用。 程老国公已经很老了, 倒不是说老了就不中用了。 而是他的经历跟不上接下来朝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节奏了。 所以, 温竹渝希望李承安能够说服苏义安。 如果苏义安愿意回朝, 在温竹渝看来, 他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才。 但李承安的那些改革措施实在有些超前, 他比较担心的是如苏义安这种大儒, 他们的思想通常会很是顽固。 如果他们在思想上无法转变, 无法接受自己的观点, 那么他有天大的才华对于李承安而言都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还会成为巨大的阻力。 懂李承安者, 唯有削包子, 在强壮的牛。 他若是不耕地, 那绝不是什么好牛。 与其留着浪费草料, 不如宰了吃肉。 三人喝了一口酒, 李承安放下了酒碗, 看向了苏义安, 问了一句, 先生以为, 千年已降之所有朝代, 为何极少能有过三百年者? 这便是李承安在向苏义安拷问了。 柳夏英也放下了酒碗, 看向了苏义安, 不知道接下来苏义安会如何应对。 苏义安沉音三息, 一缕短须, 徐徐说道, 在比人看来, 其缘由无非三点。 苏先生且说来听听。 其一, 朝代末年, 通常都是庙堂之上, 贪官污吏横行, 而百姓却名不聊生。 其二,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在开国一时, 是极为重视民生的, 尤其是农民。 推翻一个旧的朝代, 统治者几乎都会将旧朝的土地, 重新分配给农民。 但真正维系统治者利益的这个阶层, 却并不是农民, 而是天下的士大夫们。 他们, 读过书, 有学问。 只有他们, 才能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 士大夫这个群体, 会变得越来越大, 他们的手会越伸越长。 而土地这个东西, 能种出最重要的粮食。 粮食在任何朝代, 都是最重要的生活物质。 随着士大夫们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 他们为了自己家族之利益, 便会染指各行各业, 其中就包括土地。 他们掌控着律法, 人脉, 武装等等, 他们便会利用这些权力, 去侵犯百姓。 从百姓的手中, 以低廉的价格, 将土地收归他们所有。 而原本这些土地的主人, 却成了他们的殿农。 其三, 没有了土地的农民, 就成了无根之平。 他们没有抵抗未知风险的能力。 比如灾荒, 比如瘟疫, 比如疾病, 任何一场灾难, 都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于是铤而走险, 落草为寇。 一个国家存在于历史的长短不一, 但在彼人看来, 这三点若是归纳一处, 就是一句话。 李晨安没稍一条, 怎样的一句话? 分配不公。 当苏一安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 李晨安才真正对他刮目相看。 他顿时坐直了身子, 又问了一句, 先生认为有那些方面的不公。 切以为, 首先就是教育上的不公。 读书是个很贵的事, 农民的孩子, 根本就读不起书。 他们本来就不是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人, 他们的孩子, 本来就没有受举荐为官的机会。 科举是前朝所创, 这原本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他提供给了穷人家的孩子一个走入仕途的机会。 但是, 苏一安身吸了一口, 摇了摇头, 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读书是个很奢侈的事, 穷人本来就穷, 何来迎钱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他们的阶层世世代代都无法改变, 唯一改变的途径, 就是在某一天走投无路的时候, 聚众而返。 其次, 财富分配的不公。 士大夫阶层掌握着整个国家最大的财富, 他们过的日子花天酒地, 但供养他们的那些百姓, 付出了最多的努力, 偏偏穷困潦倒, 谁都想过好日子, 凭什么有些人生来就富贵? 而绝大多数人, 哪怕穷尽几代人的努力, 也依旧无法翻身。 这便是不换管换不均。 再次, 便是律法上的不公。 彼人一直在想,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行不上大夫? 又凭什么穷人就只能受富人的欺负? 而农民持有的土地, 被富人大量的兼并, 这里面便有许多黑暗之处。 掌握律法的人和富人同流合污, 农民失去了土地, 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一个。 日积月累之怨恨, 必然造成两个阶层的对立。 一旦这种对立, 达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程度, 一旦有人摇旗呐喊, 天下避乱。 于是, 风烟四起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打响, 直到这个朝代被推翻, 直到又一个新朝的建立。 周而复始, 之所以不过三百年之术, 便是这些矛盾从酝酿到发生, 再到结束的一个时间历程。 短命王朝, 不过是这些矛盾来得更快, 爆发得更激烈一些罢了。 彼人捉见大致如此, 所以彼人倒是认为, 摄政王若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当从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 永远属于农民开始, 而不是从工商业趋入手。 因为没有哪个朝代, 是因为工商业的落后而灭亡。 不知摄政王以为然否? 李晨安并没有反对苏叶安的这番话。 因为这番话放在这个历史时代, 以苏叶安之见识, 已算是真知灼见。 在封建王朝的社会, 土地问题是王朝更迭的最大问题。 从土地私有开始, 到土地被大量兼并而终。 这似乎是一个缘, 反正至今没有哪个朝代, 能逃出这个缘。 但李晨安看待这个问题, 显然和苏叶安有些不一样。 他点了点头, 首先肯定了苏叶安的这些说法。 你说的都没错。 苏叶安一缕短须, 极为骄傲地坐直了身子, 他本来就说的没错。 但是, 李晨安呼得来了一个, 但是, 苏叶安微微一正, 心想, 莫非你还有什么更新奇的观点? 一旁的柳下因嘴角一翘, 在他看来, 苏叶安的回答已无懈可击。 这位年轻的摄政王, 还能将这事给说出个新花样来。 我是这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咱们就说说土地的问题。 妇人, 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去兼并农民的土地? 苏叶安和柳下因二人一正, 心想这还用问吗? 当然, 是为了占有那些土地作为横产, 给后人传承下去啊。 李晨安却又道, 你说的, 那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在我看来, 那是次要问题。 你且听我说说, 我认为的逐一问题是什么。 你听我说完, 有何疑问, 我们再来探讨。 咱们来看土地兼并的本质。 我认为, 是为了在这个时代, 至关重要的粮食。 妇人要从百姓手里去抢田地, 为的不是田地本身, 而是田地里产出的粮食。 土地, 因为产出的粮食, 才变得极有价值。 有价值的东西, 它就是个商品。 你们别急。 我先不说这个问题, 我们从根子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 他是不是会认为, 老百姓手里有地, 就算是耕者有其田聚者有其屋, 便会认为他们, 就不会造反。 这个问题没法发对。 因为老百姓在有田有地的时候, 确实不会造反。 苏一安和柳夏英杰点了点头, 这里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李承安俯过身子, 手指头在桌上多多地扣了扣, 看着惊讶的二人, 又道,这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 别急, 听我说完。 柳夏英活生生将到了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便听李承安又道, 老百姓种地, 存在两个巨大的问题。 首先就是利润极低, 导致他们的收入极少。 我想你们都知道, 当下田地亩产多少。 卖不过150斤, 倒不过200斤。 这算是疯年。 150斤小麦, 也就12斗。 一斗小麦的价格, 在35文钱左右, 一亩地折合成钱, 就是400来文。 稻谷价格也差不多, 200斤到, 也就是16斗。 一亩天产出500来文钱。 咱们再来算算成本, 以小麦为例, 一亩地需要小麦种子, 就按30斤算, 刨去80文钱。 不计人工之成本, 再去除税收。 按照宁国开国初年较低的税收来算。 一年两税, 按照田地收益的议程来算, 这需要扣除40文。 去了120文, 咱们不去计算各地方自行摊派的那些税, 一亩地, 百姓失得280文。 咱们就算一户人家种50亩田地, 年可得赢14两, 没算他们自己, 需要吃, 需要穿, 需要购买农具的钱。 你们算算, 扣除了这些, 他们还能剩下几两。 我算过, 若是没有病痛, 一切平安, 大致可剩下四两银子。 这就是一户人家, 在最好的情况下, 一年所得。 第二个就是不可预测之巨大风险。 种地, 靠田吃饭。 没有人敢保证, 每一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 一旦遇上灾年, 田地里的作物产量将骤减, 甚至绝收。 我们就算朝廷的官员英明, 免去了他们灾年的税负, 他们没有了收成, 就只能吃老板。 就那么点家底, 能吃多久? 因天灾而没有地种, 就没有饭吃, 没有饭吃, 就种不了地。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的开始。 一个百年的朝代, 发生这种天灾的年逢, 绝对不会少。 那怎么办? 人总不能眼睁睁饿死吧? 于是, 老百姓就会将手里的田地, 卖给当地的士绅豪族, 去换点银子来买粮。 注意, 这时候的土地流动, 并不一定是士绅豪族动手去巧取豪夺, 而是百姓在无奈之下的主动卖出。 而他们自己, 就扛着锄头, 去给那些士绅豪族当了店户。 于是, 他们的身份有了改变, 从自耕农户, 变成了地主家的店户。 当店户当然也赚不了几个钱, 但是, 除了他们自己的体力之外, 他们原本需要付出的成本没有了。 他们在田地里干一天的活, 地主给他们一天的工钱, 到了农闲时候, 若是有个手艺, 还能编双草鞋, 做个箩筐啥的, 拿去集市, 卖了补贴家用。 如此一来, 就完成了风险的转嫁, 原本由自己承担的所有风险, 转嫁到了士绅豪族的身上。 国家对于士绅豪族的税收政策又不一样, 他们可以不用缴税, 或者缴纳得更低, 甚至他们土地上的店户, 还不需要服药益。 士绅豪族得到了那些土地之后, 依旧由那些农人来耕种, 在付给了那些农人的工钱之后, 因为规模而产生的效益, 他们反而比农人自己种地赚得更多。 他们抵抗因天灾带来的风险能力更强。 于是, 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流入到士绅豪族的手里, 但士绅豪族出于成本的考虑, 却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店户, 毕竟他们更善于去计算成本, 这便导致其中的一批人既没有了田地, 也没有了当店户的资格。 他们一家伙啥都没了, 卖地的那点银子坐吃山空要不了多久就花光了, 怎么办? 还是不能眼睁睁给饿死啊。 于是, 就有了流民, 有了土匪, 有了各种不安定的因素。 他们将目光看向了那些士绅豪族, 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侵占了他们的利益, 这便导致两个阶层之间矛盾的对立。 李晨安洋洋洒洒说了一席话, 这些话完全颠覆了苏伊安和柳夏英二人的观点, 他们认为农民失去土地之罪魁祸首, 就在于士绅豪族的巧取豪夺, 但李晨安这番话的意思却恰恰相反。 李晨安认为农民失去土地, 这根本就不需要士绅豪族去费心思抢夺, 反而是那些农民为了生存主动寿卖给了那些富人们。 有道理吗? 二人醋眉沉思, 只有萧包子根本就没去想这问题。 他在看着天色, 心里再计算, 春宵一刻值千金, 到这小院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 这浪费了多少金? 时间仿佛静默, 李晨安没有再说, 因为他的这番话确实值得去深思。 他们二人的眼界局限于所存之环境, 而李晨安的这席话又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一时半会实在不太容易能够想得明白。 寂静的夜色中呼地传来了两声全吠。 站在李晨安身后, 百无聊赖的王正浩轩精神顿势一震, 与此同时, 萧包子也扭头望向了全吠传来的方向。 他眼睛一亮, 冲着王正浩轩点了点头, 王正浩轩咧嘴一笑, 会议, 转身, 悄然飞了出去。 苏伊安和柳夏英根本就没有注意少了一个人, 他们还在想着李晨安说的那些话。 按照摄政王所言, 这肩并之起因, 岂不是变成了农民? 柳夏英此刻已忘记了在南门口所见之悲愤, 他眉间紧促, 又道, 但自古以来, 土地这个东西都是农民的命根子, 国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当然是, 希望他们能够捧着一个坚实的饭碗。 不过遇上灾年的时候, 就拿着锦宁县来说, 确实存在部分农民售卖自由土地的情况。 柳夏英忽然发现, 绕不过这个节。 不过, 士绅豪族趁着灾年压低土地售价, 这是绝对存在的, 不要说锦宁县受理过许多这样的低价土地转让, 就说周庄的那个周大善人, 他正是因为昭化十年和十一年, 这连续两年的大汉, 才从农民手里以半价购得了那大量的土地。 这算不算是富人对穷人的欺压? 李承安微微一笑, 说道, 土地就是个商品, 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都存在一个供需的关系问题。 灾年时候, 农民大量抛售土地这个商品, 市场上出现了同类的大量商品, 这自然会造成这一类商品售价变低。 当然, 我并不否定你们所说的巧取豪夺, 就比如周庄的土地。 我去看过, 几乎都是上田, 但周大善人在周庄的势力极大, 他利用自己的势力, 阻止了别的富人参与到周庄土地的售卖之中来。 这变成卖家有许多, 但买家只有他一个, 这就变成了买方市场, 价格由他买家说了算。 可这依旧不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原因, 如果农民能够从土地的收成中养活一家人, 能够有利可图, 能够抵御这天灾之风险, 他们会卖地吗? 他们不会。 那这个买卖的关系就不存在。 可问题就在于, 他们无法依靠土地的产出来, 保证自己一家人一辈子的衣食问题。 卖地, 是迟早的事。 从京都而来的途中, 我甚至看见了许多抛荒的地, 卖都卖不出去, 干脆不要了, 去领谋生路。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历朝历代的皇帝, 自以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就能保证设计的长治久安, 他就是个伪命体。 他让这些朝代, 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 这就是历朝历代, 不过三百年之术的主要原因之一。 柳下因恍然大悟, 问题的根本, 并不在于这些地。 在于这些田地的产出, 无法真正给予那些农人, 衣食无忧之保障。 所以按此刻, 也将李承安的这些话里顺了。 他也明白了这癥结之所在, 但明白是一回事。 历朝历代都在犯着同一个错误, 都在这死循环中一直走不出去, 这当如何去解? 他茫然地看向了李承安。 至此, 他的心里才真正明白了花满亭说的那句话, 他或许会成为一道光, 一道希望之光。 他才十八岁, 却看出了农之根本。 他并没有说其他的问题。 他既然能够一针见血地看透最复杂的土地兼并问题, 想来在其余的问题上, 他亦有着独到的见解, 甚至亦有了解决之策。 摄政王, 以你之见, 历朝历代的皇帝, 就不应该将土地分配给农人。 李承安摆了摆手, 这并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 如何让农人在拥有土地的情况之下, 能够赚到足以养家糊口的银子, 来规避他们大量售卖土地的这一行为。 所以安拱手一里, 言语极为恳切地说道, 请涉政王解惑。 柳夏英也极为期待地, 看向了李承安。 就连萧包子和阿牧, 此刻, 也都看向了李承安。 对于这件事, 二人原本并不关心。 但听李承安这番深入浅出的一说之后, 他们才隐约明白了, 朝代更迭, 原来还有这样的原因。 既然找到了问题, 那李承安会用怎样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才十八岁, 那两个四十来岁的老头, 此刻却像他的学生一样, 期待着他的答案。 萧包子的那双细长的眼弯成了月眼。 他看着李承安, 忽然觉得自己所找的这头牛, 除了不善于主动更田之外, 他好像别的本事都很厉害。 萧包子抿了名嘴, 心想, 他练的是博尔州天爵, 若是更田, 当也很厉害。 如果他博尔州天爵, 能炼至大圆满, 若是只有一块田, 他怕是会将田都给离漏了。 他又走了神, 脑子里再没有去想农民如何不卖地的问题。 而是一直在想着另一个他极为好奇的问题, 他如果将博尔州天爵给炼大圆满, 需要多少田才能消耗他那纯阳的精力。 这是江湖中从来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难道, 似乎比不让农人卖地更难。 不行, 自己得继续参悟此行道点, 至大圆满。 以柔克刚, 以鹰化羊。 他咬了咬嘴唇, 盯着李晨安的那双眼里, 冒出了星星, 看本姑娘累死你这头牛。 就在萧包子内心荡漾地, 想着这事的时候, 李晨安开口说话了, 要最大限度地杜绝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农人的收入渠道。 这就回到最开始, 你问我的那个话题。 苏伊安顿时一正, 从工商业入手。 李晨安微微汗手, 柳夏英不解又追问了一句, 农人连维持温饱的银钱都没有, 他们怎能去做生意? 不是让他们去做生意。 李晨安看向了柳夏英, 正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却忽得扭头。 夜色中, 王正浩轩从天而降, 手里提着一只以气绝的肥瘦的狗。 李晨安看着王正浩轩, 这小子上辈子是被多少狗给咬过呀。 苏伊安和柳夏英二人也大吃了一惊, 却见那少年嬉戏一笑, 说道,挺肥的, 你家的锅呢? 三位书后院的小院子里, 燃起了一束篝火, 篝火上挂着一口铁锅。 铁锅里已放入了王正浩轩, 三下五除二就打理好了那条狗。 苏伊安咽了一口唾沫, 并没有忘记正事。 他又看向了李晨安, 摄政王, 不让农人去做生意, 该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 资本, 永远是逐利的。 李晨安也收回了视线, 看向了二人, 又道, 是农工商。 这是千年以来, 在儒家思想之下, 渐渐形成的阶级观念。 其中商人的地位最低。 在社会上, 商人被几乎所有人都瞧不起, 但偏偏, 又有许多的人, 心里其实极为羡慕那些商人。 这是为什么? 因为商人有银子。 商人虽然地位低下, 但他们却偏偏住着最好的宅子, 穿着最好的衣裳, 吃着最好的饭食。 咱们再仔细去看, 天下读书人, 绝大部分, 偏偏又是商人家的孩子。 为何? 正如苏先生所言, 读书费钱。 地位颇高的农人, 偏偏没有银子, 却让自己的孩子读书, 导致了农人永远是农人, 甚至于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是农人。 可商人不一样, 他们的孩子接受着最好的教育。 他们的孩子读书有成, 入巢为官就成了事。 家里有事的商人, 他就不再是纯粹的商人, 他就变成了事家。 比如你苏氏。 苏氏便是以商业起家,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的同时, 也培养了许多有才学的子弟。 苏家子弟出了许多的官员, 这就令苏氏一跃成为江南的百年世家, 因此而迈入了宁国豪门之列。 所以, 在你看来, 追求那童秀, 有错吗? 苏义安顿时一正, 他自己本身不是商人, 他是宁国之大儒。 但听了李承安这番话之后, 他才呼得明白了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江南苏氏有银子, 如果苏氏是农人, 自己能心无旁碍地读那么多的书吗? 这根本不可能。 自己非但不能在这里开办三位书屋这个学堂, 自己所过的日子, 当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那追求童秀, 这似乎并没有错。 如果你觉得这没有错, 那么国家放开商业, 提振商业, 给商人以信心, 渐渐改变商人低下的地位, 让他们能够大胆地, 光明正大的, 遵纪守法的经商赚钱, 这也就没有错。 苏义安无言可辩, 留下阴心里矩阵, 他也无法辩驳。 因为摄政王的这番分析, 本就是对的。 农人辛辛苦苦事后土地, 为的不也是那二两岁营吗? 他们同样是在追求利益, 只是他们的利益只能从田间地里产出。 这就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无法和商人所获得的利益相提并论。 同样都是追求利益, 那压制商人逐利, 这本就不合理。 他知道, 宁国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要来临。 这不仅仅是社会阶层发生的变化, 如果朝廷上下当真推行了摄政王的这番治国观点, 整个宁国都将被这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 能顺应这一观点者, 能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者, 当会站在浪潮之巅。 而那些思想臣服者, 将被这股浪潮给瞬间吞没。 要想天下的孩子, 都能接受公平的教育, 无外乎两点。 李晨安又说话了, 二人立刻收敛了心神仔细地听着。 其一, 大家都富裕了, 尤其是人数最多的农人也富裕了。 他们又不傻, 他们当然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 去入室。 其二, 天下君父, 这是骗人的, 也是害人的, 李晨安没有解释这句话。 他又道, 那要如何让依旧读不起书的孩子, 能够上学? 这就需要国家也富。 国家富裕了, 才能有银子来开办一学, 让那些依旧贫困的家庭的孩子, 在一学读书, 不要银子。 国家目前的税收, 主要来自于农业税。 不是因为农业的产值能有多高, 仅仅是种田的人最多。 最没钱的农人, 偏偏承担了一国之大量税赋。 其实这笔税也并不多, 一旦出现战争, 朝廷就必然加税, 还是夹在了农人的头上, 令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但如果商业发展起来了, 商人们赚到了更多的银子, 将承担国家税收的主体, 从农人变为商人, 李晨安看了看二人, 二人再次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 这又是一件超过了他们想象的巨大变革。 这一变革的成功与否, 就在于, 商人是否能够赚到更多的银子, 去承担转移到他们头上的那一笔税收。 如果成功, 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农业税, 或许将得到大幅度的降低, 农人从田间地里的收成, 自然也就得到了增长。 但如何能保证, 商人能够赚到更多的银子? 这便是摄政王提出的, 工商业振兴之法。 原来, 他从成为摄政王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 这一想法, 堪称前无古人之伟大创举。 难怪花老大如说, 朝中的那些官员, 皆是他的追随者。 难怪花老大如会说, 他或许是宁国的希望之光。 之所以用的或许二字, 就在于这一变革能否顺利实现。 苏伊安当然知道此中之难, 但正因为他的难, 才让他有如苦寒之霉, 如傲雪之松, 成, 则宁国一跃而飞, 灿烂锦绣。 拜, 则国之不国, 所有的先行者, 必载入史册, 成为历史之罪人。 会失败吗? 在苏伊安看来, 唯有李承安掌握着宁国这艘船的舵, 才不会失败。 因为只有他才了解这艘船, 要使去怎样的彼岸。 难怪花满亭说他必须为宁国之皇。 就在苏伊安想着这事的时候, 李承安又说话了, 单单捡除农人的税负, 这依旧不足以让他们拥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还得让他们在商人获取利益的同时, 也取得财富上的增长。 这需要怎么去做? 这便是需要手工业, 也得到巨大的发展。 商人要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就必须扩大规模改良器械。 他们的作坊就需要大量的工人。 当农耕器械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 种田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一部分的农人可上田, 去商人的作坊赚取银子。 他们上田, 一举两得。 至于要如何去做? 苏先生, 你若是去了京都与温竹与医疗, 你便会知道。 咱们先吃狗肉。 肖包子抬头望了望夜空, 镜子时。 这浪费了多少斤? 肖包子的心很疼, 赶紧吃完狗肉回客栈。 农人要上田, 得赶牛下田。 狗肉很香, 但在苏义安和柳夏英的嘴里, 它却并没有什么味道。 二人的脑子里, 已被李承安的那些言语给灌满。 他们无心于这狗肉, 他们依旧在想着 李承安所画的那个大大的饼。 李承安的这些画, 确实是一张饼。 来到这个世界, 他本无心于去改变什么, 可偏偏身后却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推着他不停地向前走。 他原本只想着赚点银子, 和钟离若水清清净净地过一辈子。 上辈子的经历已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生短短, 与其不停歇地奔波劳碌, 连停下脚步看一眼周遭的风景的时间都没有。 这样的人生, 在别人的眼里或许极为羡慕, 但对于自己而言, 内心的空虚却愈发地难以填补。 权当那个世界太卷, 莫名其妙来到了这样一个落后的世界里, 当可以闲视而居。 这个世界要赚银子太容易, 真可以陪着心爱的人, 闲看花开花落, 静观云卷云输。 然而, 这个世界很野蛮, 个人在权力的面前, 和前世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需要拥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那份权力。 自己成了这宁国的摄政王, 他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那总得要做点什么吧? 但最终这些事如何去做, 或者能不能做成, 这是那位皇长子的事, 因为钟离弱水身体的原因, 他至少两年, 无法回归于庙堂之上。 他不能判断, 那位皇长子能不能够接受他的这些观念。 在这个皇权之上的社会, 如果皇帝不喜这样的变革, 那几乎是没有机会去实现的。 他也曾想过, 自己当皇帝, 但在他的心里, 救国救民这种事, 依旧排在治好钟离弱水这件事之后。 所以, 在接下来的这两三年里, 他的所有经历, 都将用在修炼博尔州天诀这件事上。 还是在吴国的喜剑楼, 也或许在安静的晚西斋。 总之, 他无法再去兼顾变革这件事。 他只能将这些变革的种子, 种在宁国的这些大臣们的心里。 希望他们能够推动这些变革的进行。 当然, 去了蜀州之后, 接到了那位皇长子, 他也会和那位皇长子推心致富地谈谈。 毕竟是为了宁国的江山。 就在沉默之中, 萧包子终于找到了那条四寸之物。 他若无其事地将那玩意儿夹到了李承安的碗里, 还拿起汤勺打了一勺汤。 你们都赶紧吃, 夜已深, 得回客栈去早些歇息, 毕竟明天还要赶路。 萧包子话音刚落, 苏伊安却放下了碗筷说话了。 五天前, 花满亭花老大儒来过这里一趟。 李承安顿吃一正, 花老哥, 他跑你这地方来了。 苏伊安点了点头, 又道, 花老大儒与我喝了一宿的酒, 说了一宿的话, 都是关于你的。 从去岁三月三, 说到你在京都成为摄政王之后, 定下的那个五年计划。 不瞒你说, 初始我是颇为怀疑的。 但今夜听了你的这番话之后, 花老大儒成, 为妻我, 这理应是一条大道。 但此大道, 却需要披荆斩棘而行。 苏伊安看着李承安, 与众心肠的诱导, 这需要一个领路人。 要实现如此远大之理想, 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 如果新皇登基之后, 并不认可你的这番革新, 咱在这里说剧本不该说的话, 这一切, 恐怕都是镜花水月。 我等虽憧憬于这革新之后的美好, 但如果难以付诸于行动, 它也就是个梦想罢了。 顿了顿, 苏伊安内心中经过了一番斗争, 还是低声地说了一句, 您, 在宁国百姓的心目中, 就是皇长子。 为此大计, 为宁国治黎明设计, 彼人恳请您回京都主持此大局。 李承安将碗里那四寸之物夹起, 放在了嘴里, 忽然发现这玩意儿最近吃得比较多, 似乎就连体内的那股内力也增长了少许。 他微微一笑, 并没有应下苏伊安这个请求。 他当然知道, 要想这场变革顺利, 他亲自坐镇指挥是最好的。 可他不能啊。 他必须去蜀州, 必须再去吴国。 你之心思, 我能理解。 但我之心思, 你尚不能理解。 许多人都认为江山设计更重要, 但我是个例外。 我认为身边的亲人更重要。 看了看苏伊安欲言又止的模样, 李承安摆了摆手。 你无需劝我, 许多人都已劝过了我。 我是知道你们的心意的。 我也是知道, 而金宁国江山之危, 百姓之苦的。 所以我才希望, 如你, 如温主语这样的贤能, 能够为宁国的百姓做些什么。 当然, 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就当我没说。 苏伊安和柳夏英对视了一眼, 彼此皆很无奈。 柳夏英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在南门外, 差点以投枪地的那举动。 他已知道, 这番变革若是成功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 成功与否, 就在这位摄政王的身上。 权力, 在这种时候, 变得尤为重要。 可他, 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了这能名垂青史之伟大事业。 柳夏英那是恨铁不成钢啊。 他呼得站起, 一聊一百, 扑通一家伙, 就跪在了李晨安的面前, 吓了李晨安一大跳。 臣, 锦宁县县令柳夏英, 恳请摄政王以大局为重。 李晨安一愣, 你就是柳夏英? 臣, 正是。 李晨安乐了, 他并不了解这个县令, 但能够与苏伊安平坐, 想来和那些贪官污吏是不一样的。 起来吧。 摄政王若不答应。 臣, 不解。 李晨安顿时傻眼了, 就在这时, 苏伊安野户的站起, 一撩一百也跪了下去,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花老说, 这是您所言。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迹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亦是你所言。 君子之言, 当言而有信。 臣, 同恳求摄政王回朝。 王正浩轩抹了抹嘴, 颇为惊讶地看着跪着的这两小老头。 你谁啊? 苏伊安低着头, 并没去细想, 这话是谁问的。 他脱口而出, 臣, 苏伊安。 王正浩轩一听, 吓了一大跳, 平江苏市的那个苏伊安。 正是。 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叫苏梦? 苏伊安这才抬起了头来, 看向了王正浩轩, 正是。 你是。 王正浩轩一家伙站了起来, 也扑通一声, 冲着苏伊安跪了下去, 岳父在上。 然而, 苏伊安并没有听见。 就听啊! 得一声, 王正浩轩忘记了, 他背着那把长刀。 他这猛然跪下, 长刀的刀柄一家伙就砸在了苏伊安的脑门上。 苏伊安就发出了一个呀字, 他额头鼓起了一个包, 瞬间血流满面。 他被王正浩轩这刀柄一敲, 碰! 得一声, 仰面朝天晕倒在地。 苏伊安倒在了地上, 血流满面。 王正浩轩一瞧, 顿时吓了一大跳。 玩犊子了, 磕个头, 将老丈人给磕死了。 他一家伙站了起来, 连忙将苏伊安扶起, 伸出一根手指, 在苏伊安的鼻子前一探。 还好, 没死, 还有气! 小五没来, 但他的怀里, 有小五亲手配置的金创药。 他连忙取出了一个小纸包, 将里面的药粉, 小心翼翼地洒在了苏伊安的额头上。 此刻同样被吓了一大跳的柳夏英才回过神来。 你, 你是何人? 我? 我是他未来的姑爷。 你就是王正经中的儿子? 对, 来帮忙搭个手。 干啥? 扶着他, 我背他去床上, 总不能将我老丈人丢这把, 会冻死的。 此刻柳夏英也顾不得再死劝李晨安了, 他连忙站了起来, 将依旧昏迷的苏伊安扶着, 与王正浩轩一道, 将苏伊安背回了他的那间小屋里。 李晨安一瞧, 走! 小包子欢喜地站了起来, 却不料又听李晨安说了一句, 回客栈, 咱们得连夜离开。 小包子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撇了撇嘴, 摸了摸怀里的那张洁白的绸巾, 明儿个当去换一张, 这张绸巾, 颇不吉利。 当苏伊安悠悠行转的时候, 已是天明。 他摸了摸额头, 额头很疼。 他看了看趴在一旁正在熟睡的柳夏音, 呼得皱起了眉头。 这一皱眉, 额头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 发生了啥? 苏伊安一脸的猛逼。 昨晚, 昨晚摄政王来了, 和摄政王有了许多交流。 对, 摄政王说了许多让自己毛色顿开的话。 后面,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会躺在床上? 额头怎么还如此疼痛? 苏伊安起身, 惊醒了柳夏音。 醒了? 嗯, 昨夜, 发生了什么? 柳夏音贴了撇嘴, 你家姑爷将你给误伤了。 苏伊安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我家姑爷? 对啊, 王正经中的儿子, 就在摄政王的身边。 这狗约的, 苏伊安从床上一家伙爬了起来, 走走走。 干啥? 老子得去收拾这小子。 不对, 咱们得去劝摄政王回京都。 可我们不知道, 摄政王住在哪里啊? 苏伊安一正, 又摸了摸额头, 摄政王不是带着那么些护卫来的吗? 咱们去找, 定是住在某个客栈。 二人离开了三位书屋, 将锦明县的客栈走了个遍, 终于还是找到了越来客栈。 越来客栈的老板, 吓了一大跳。 什么? 那郡俏少年, 就是咱宁国的摄政王。 哎呀呀呀, 你们早说啊。 我可还收了他五十两银子。 老板直跺脚, 搓了搓手, 呼地想起了一件事。 他从怀中取出了两封信, 恭敬地递给了苏伊安。 苏先生, 这是那少年, 摄政王留下的, 让小人交给您。 这是摄政王身边的, 一少年写给您的。 苏伊安接过, 取出了李承安的那封信, 抽出信纸展开一桥, 顿时一待。 信纸上有一首诗。 行路难, 他开口, 许许读知, 经尊清九斗十千, 玉盘真修值万钱。 停杯投注不能时, 拔剑四股心茫然。 玉渡黄河冰色川, 江灯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掉碧膝上, 呼附成舟梦日边。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济沧海。 苏伊安倒吸了一口凉气, 又看了一遍这首诗, 一旁的柳夏英也已惊呆, 二人对视一眼, 彼此的眼里, 惊叹得不仅仅是李承安所做的这首诗的精妙, 更多的是, 这首诗中所蕴含的味道。 摄政王是迫不得已去的蜀州。 他的心里, 是有这江山设计的。 他知道, 接下来所行道路之艰险, 但他依旧对前路充满了期待, 并将这份期待继续与自己, 希望自己也能不畏惧前路之荆棘坎坷, 一往无前。 好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济沧海。 苏伊安顿时豪情大涨, 他伸手一挥, 脸上的颓废消失殆尽。 柳兄, 我等岂能畏惧前路之难? 我等, 当披荆斩棘, 万死不辞。 柳下阴机长, 苏兄所言正事。 我, 我冤枉了摄政王, 这才知道, 摄政王不仅仅有才子之风流, 他还有宽阔的胸怀和高瞻远瞩之眼光。 我刘某, 虽未卑, 亦当为摄政王变革之马前卒, 就算前路有刀山火海, 我刘某, 定会成长风而破万里浪, 高挂云帆, 于惊涛沧海中, 勇往直前。 好, 此诗, 乐得呀。 苏义安又看着这首诗, 爱不释手地说道, 当入, 宁诗词吉云三百。 当宣扬于天下, 令天下对宁国失去希望之人, 重建那魔鼠光。 走走走。 去哪儿? 回去, 收拾行囊, 无药奔赴京都。 留下阴沉阴三夕, 另一封信写的啥。 苏义安将这首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这才稳了稳激动的心情, 一缕长须, 取出了另一封信。 一瞧, 他的脸顿时就黑了下来。 那美好的心情, 一下子就不好了。 这是一笔极为潦草的字, 摄政王的字也丑, 但架不住人家的诗好啊。 但这更丑的字, 却并不是什么诗词, 他真就是一封信, 岳父大人, 见信如见小旭。 苏义安脸上的肌肉一抽抽, 顿时抽得额头的伤口一阵疼痛。 他咬牙切齿地强忍着心里的愤怒, 继续看了下去。 小旭王正浩轩, 与小梦相识于木山刀, 相知于木山刀, 相爱于木山刀。 昨日见岳父大人, 心甚喜, 故拜之, 未曾料到误伤了岳父大人, 小旭心有忐忑, 故而猎狗一只, 放于岳父大人的厨房之中。 还请岳父大人早些吃了。 可补气血, 亦可补精气。 那四寸之物, 可令岳父大人, 重温春之美妙。 等小旭随摄政王归来, 咱们今都再见。 小旭必裂京都之犬烹之, 岳父大人与岳母大人, 许能再给小旭生个小舅子。 肺腑之言, 岳父大人无虚险, 期待下次相逢, 再会。 对了, 顿狗实际的最后放言。 小旭, 王正浩轩, 请别。 苏一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又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无视了柳夏英那期待的眼神, 抬腿就向越来客栈外走去。 苏兄, 怎的如此愤怒? 走, 去哪? 三位叔, 顿狗。 李承安离开了锦宁县, 进入了锦宁山向蜀州方向而去。 昭化二十四年二月初五, 在三位叔屋待了十五年之久的苏一安, 在安排好了叔屋于世之后, 也带上了简单的行囊, 向京都而去。 在去京都之前, 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只有两句话, 为夫已见过王正浩轩, 家旭, 小孟良配, 物足。 春意来道, 夫人可去京都, 为夫将在京都等你, 甚是, 思念。 柳夏英还有三位叔屋的, 所以学子们与锦宁县南门, 送别苏一安。 那日朝阳正好, 彼此间说了一番继续之言, 苏一安转身离去, 摸了摸, 还有点胃腾的额头, 意气风发的迎送而行。 行路难, 行路难, 多其路, 金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京都玉京城, 早雾蒙蒙, 吹面已是杨柳风, 越来客战。 巫国太子吴谦在院子中沉练完毕, 接过了侍女送来的毛巾擦了擦脸, 呼地转头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那个抱着剑的少年。 三郎, 有七剑的消息了没有? 有。 怎么说? 以下山? 去向何处? 蜀州? 需多久? 三郎沉阴三夕, 这就要看小师妹的心情了。 吴谦顿时一震, 小师妹? 下花? 三郎点了点头, 似乎因为听见了这个名字, 他那双原本很是忧郁的眼此刻, 居然绽放出了些许光芒。 天音阁气见, 小师妹最小, 但小师妹却是天音阁未来的阁主。 小师妹自幼在天山长大, 对于世间, 他向来好奇, 这便免不了会走走停停。 再说, 从天山至蜀州路途遥远, 故而难以预料。 对此吴谦倒是没有微词, 因为天音阁和喜剑楼, 同为吴国两大武林圣地, 黄泉向来不去干涉他们之行为。 不过吴谦倒是问了一句, 下花进什么境界了? 闭关两载, 而今已破二境中阶。 吴谦甚是欢喜, 如此说来, 他的天魔情应当以小城, 或可压过喜剑楼的独孤寒一头。 他需要一张好情, 可惜情剑山庄没了。 听说情剑山庄, 当年打造了一把名为绕梁的神情。 正是, 却不知下落。 本宫会留意。 就在这时, 礼部尚书余定之走了过来。 他躬身一礼, 说道, 殿下, 宁国这边同意于今日谈判, 时间由殿下您来决定。 吴谦背负双手, 望了望飘渺着薄雾的灰蒙蒙的天空, 呼的一笑。 温主与这丝, 当真是了解本宫的。 那就定在四时, 此事, 其实谈判已不再重要。 宁国的态度, 这越余的时间早已说明了一切。 但本宫还是想去看看。 带本宫写一封信给父皇。 吴谦抬步而行, 上了二楼, 来到了云书贤所住的房间。 他在这里写了一封信, 交给了余定之。 这才看向了一脸惊讶的云书贤。 乌鸦官之战, 不可免, 但不是现在。 但战争之势, 当得先行准备。 故而向下援州七成寨的十万大军, 运送粮草之势, 当提上日程。 他站了起来, 徐徐走到了窗前, 微微眯着眼睛, 看向了窗外已解冻的御带河。 沉默片刻又道, 若是天音阁七剑, 能斩杀李晨安, 宁国必然会再乱。 本宫准备就这两天启程回国, 等本宫登基大典结束之后, 无论李晨安生死如何, 本宫都将御驾清征, 夺取乌鸦官。 既然宁国有此强硬气节, 既然温主于以为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本宫清征之战, 就不再是取得乌鸦官。 而是, 宁国的安南道, 全部收入乌国之领土。 云书贤臣营三息, 赤燕军有无免和燕姬农二人掌旗, 其实力不可小觑, 无牵嘴角一样。 那又如何? 打仗, 不仅仅需要将士用命, 所看最终还是得落在国力之上。 宁国之国力这些日子, 大致也摸清楚了, 他不是什么猛虎, 他就是一只羊, 还是生病的羊。 温主于不过是做些表面强硬的文章, 来掩盖他心中的虚荒罢了。 吴谦转身, 伸手一挥, 咱们去红卢寺和那谁承静庭谈谈。 只尚德布莱, 本宫将用巫国之力建铁骑亲自取来。 皇宫, 义政殿, 门下省门下市中, 陈静庭此刻就坐在温主宇的工坊里。 他说要来谈了, 还是按照原本那法子。 温主宇合上了面前的一本奏折, 点了点头, 看来这位太子殿下, 是不想再继续了解咱们宁国了。 他走了过去, 煮上了一壶茶, 又道, 他心里是知道这谈判并无意义的, 但他还是要来谈, 说明他已下定了回去之后发兵之心。 这样, 温主宇俯过身子, 看向陈静庭, 我记得红卢寺后面不远处, 几个烟花去那地方放访。 陈静庭一阵, 这多可惜。 听我的, 让他们放访。 下下那位太子殿下, 他必然会问你, 你谨记, 往天上吹。 这位太子殿下, 已听说过烟花, 甚至他还去过于荣会总部那处废墟看过。 他知晓烟花之威力, 尤其是摄政王在武善园那一站, 凭着烟花, 摄政王以千人敌数万, 他是很担心烟花这个东西的。 这次就让他亲自感受一下, 他若是提出去看看, 带他去看看爆炸后的现场。 温竹宇侦查, 能下退他是最好的。 若是能下得他三五年之内, 不敢对民国动手, 那以后, 他就再不会有任何机会了。 陈静庭端起了茶盏, 咧嘴憨憨一笑。 你这小子, 老夫就喜欢你使坏的小心思。 温竹宇瞪了他一眼, 陈静庭喝了一杯茶, 放下茶盏, 向火气局匆匆而去。 户部尚书李文后, 抱着一本账簿走了进来。 他将帐簿放在了温竹宇的面前, 说了一句, 江南道茶钞之滩末之物, 经户部统计, 悉数折营, 23亿6740万8360两。 温竹宇微微汗手, 脸上却并没有多少喜色。 而是问道, 墨北道雪灾, 统计出了受灾人数了没有。 墨北道燕云十六州, 受灾最严重的是幽州和银州。 户部派去的官员尚在何时, 但下官估计, 至少三十余万人受灾, 此事恐怕瞒不住, 因为已有灾民难下。 嗯, 不需要去瞒, 就按照五十万灾民之术, 采用摄政王的主意, 从这批银子中, 拨发十一两, 让他们去幽州建一座城。 李文后大吃一惊, 去幽州建一座城。 对, 以功代赠, 如果银子不够, 就先建一道坚固的城墙。 摄政王说此城, 名为燕京。 是十一两白银之巨资, 在偏远的幽州去建一座城。 这还是摄政王离开京都之前, 就定下的计划。 虽说是以功代赠, 能够解决那些受灾百姓的生活问题, 但是, 这和先皇耗费国力, 修建那处长乐宫, 有何两样? 李文后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需要用到银子的地方极多。 尤其是兵部承报上来的各大边军, 时查之所缺军备。 户部核算过, 要将四大边军之军备补起, 这就需要耗资万亿, 顿了顿。 李文后又极为慎重地说道, 宁国四方不宁, 我们所面对的威胁, 不仅仅只在于吴国。 若是其余三方起了战事, 粮草何来? 军备何来? 下官以为, 摄政王毕竟年少, 他之所见, 难免会有错误之处, 首府大人当矫正他之错误, 避免宁国因此而受到更多的灾难。 就算是要在幽州建一座城, 下官以为, 当也是若干年之后, 宁国真正站了起来, 国库真正充盈才应该去做的, 绝非现在。 温竹雨面带微笑地听完了李文后的这番话, 却呼地说了一句, 你坐下, 喝一杯茶。 李文后没有坐, 他很担心。 李承安此举太过荒唐, 万一宁国因此而灭, 可不仅仅是他李承安会被万民唾骂, 就连整个李家, 恐怕也会成为天下文人口诛笔伐之对象。 这等罪过, 谁能背得起? 去岁东彦, 当摄政王向我说这事的时候, 我和你的观点并无二致, 但在我听了他的分析之后, 我认为他是对的。 摄政王认为, 宁国最大的危险便是北边, 北边的荒人, 而仅已从一盘散沙的游牧部落, 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荒人好战, 这会导致宁国的北边最难安。 反观宁国其余三方所灵之国, 越国而精英皇位之争, 他们无暇西径, 无论越国的哪个皇子登基为帝, 在三五年之内, 他所要做的, 一定是稳固自己的皇权。 再说, 黄长子毕竟是当今越国皇帝的外甥, 虽然这亲情在皇权面前算不得什么, 但越国与宁国之文化一脉相承, 他们终究要讲求个师出有名。 咱们宁国西边的西叶国, 虽说在景华年间, 达到过广陵州的陵水关, 但现在西叶国同样面临与之相邻的大荒国之危险。 宇文峰邪宿林公主回到了大荒城,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会送来国书, 邀请我朝派人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同时, 宇文峰为了巩固其在荒人中的至高无上之地位, 他会向天下宣布大荒国的正式成立, 他就是大荒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必然引起西叶国的重视, 因为西叶国也很清楚荒人的野蛮。 如此, 我朝之西疆, 在三五年之内, 也当无恙。 至于回合并不需要担心, 他们入宁国, 必先入蜀州。 蜀州, 有中理府的兵, 我们目前最有可能发生战端的, 就是吴国。 所以摄政王优先攻击了赤燕军最大数量的烟花。 接下来, 我朝各大边军, 都将配备上烟花这种神器。 那时候, 咱们谁也不拒。 李文后仔细地听着, 但他眉间的褶皱, 却并没有舒展半分。 对于这些局势的分析, 虽然有些道理, 可道理这个玩意儿, 许多时候, 却最不讲道理。 万一一处判断失误, 现在的宁国, 绝对承受不了同时进行的两场大战。 除非烟花这个神器能最快地装备于各大边军, 除非最好的武器能够最快地送达各大边军的手里。 这些, 都需要银子。 他没有问, 因为温主宇又说话了, 公布, 已将掌握了烟花制作方式的工匠, 派往了四大边军所镇守之承寨。 这个玩意儿的造价, 其实很低廉。 另外, 摄政王说, 要造这东西, 也很容易。 所以, 一旦各边军承寨的火器作坊建造出来, 这玩意可大量地产出, 足以让我方至少守城不败。 但漠北遭灾, 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这却是一个最大的隐患。 万一有机太余孽在北边振壁而呼, 人饿得久了, 就要饿死了, 他们在回光返照的那一刻, 会吃人的。 所以以功代振此事, 反倒是当下最重要之事。 其一, 百姓们有了一口饭吃, 有了一处居所, 能够活下来, 他们便不容易被利用。 其二, 燕京城的剑礼, 与长乐宫截然不同。 漠北需要一座军事重镇, 必须随时防范荒人的入侵。 摄政王说守住了漠北, 就守住了宁国的半壁江山。 我以为, 摄政王此策, 高瞻远瞩, 立于宁国之千秋即夜。 故而我没有反对, 我希望你, 也能顾全此大局, 非摄政王好高无远, 而是时下之良策。 李文后眉间的咒者松开了少许, 却呼地问了一句, 若错, 会如何? 温主语一缕短须微微一笑, 人活于世, 焉能因俱错, 而不举步而行。 李文后忧心忡忡地离去, 她希望红卢寺的谈判, 能够有一个好点的结局。 红卢寺? 无谦一行诗诗然而来。 当她随着李文渊, 踏入红卢寺的那间宽阔的房间的时候, 呼地吃了一惊。 因为这房间里的那张颇大的桌子前, 只坐了一个人。 一个须发揭白, 却精神绝朔的老人。 想来她就是昔日的陈国公, 而今的门下省门下是钟承静庭啊。 承静庭大喇喇地坐着, 就这么看着吴国太子吴谦一行走进来, 他仅仅是伸手招呼了一下, 随便坐。 老了, 没啥精力。 你们也不必, 像我这老头子, 见什么脸。 对了, 小玩儿, 承静庭呼地指了指吴谦, 夏莫愁那老东西死了没有? 吴谦顿时心情就不美丽了。 夏莫愁便是吴国的夏国公, 当今兵部尚书夏流的父亲, 也是曾经赫赫有名的镇北大将军。 首位的正是夏元州的七城寨。 当年, 誓验军灭庸国之后, 占领了吴谷关。 上车后卢战骁曾经率兵去攻打过夏元州, 与夏莫愁有过一战。 那一战, 卢战骁损兵折将, 在夏莫愁的手里, 没有讨到便宜。 当然, 夏莫愁也损失不小, 无力反攻吴谷关。 此后, 卢战骁被调回宁国京都, 夏莫愁依旧经营着七城寨。 而今的七城寨, 已从以前的兵寨, 变成了七座雄城。 至此, 宁国对吴国之威胁, 变得小了许多。 这便是夏莫愁之丰功伟绩, 再加之东绪城下府, 本就是吴国勋贵。 故而父皇干脆册封了, 夏莫愁为夏国公, 以示皇恩浩荡。 吴谦也大啦啦地坐在了成静庭的对面, 微微仰头, 说了一句, 夏国公虽老, 却依旧能开十弹之功, 倒是你, 看来宁国当真无人可用。 程静庭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一乐, 做这无用之事, 当然就用老夫这无用之人。 小娃, 不如咱们聊点风花雪月, 如何?